秦城 万华街 啪 张扬 你也不看看自己什么德行 这辈子就是个摆地摊的 能有什么用 张倩轻哼 眼眸中满是措测 切儿 我们张扬咬了咬牙 自己的确是摆地摊的 但是一个月收入还不错 若是两人一起努力几年在中海市区买一套房子结婚 还是可以的 但 眼前这个女人并不给自己时间 别说了 你一个月赚的钱还不够老娘买的包 张倩一笑 转而看向身边的男人 这男人一套白色西服加身 帅气无比 张倩 别跟这个废物多说了 一个摆地摊的 能有什么出现 宋海涛皱眉 眸光中满是清冷 这个女人已经花了自己不少钱 眼下她正想找个地方把正式办了 哪里有时间和这么一个废物在这里浪费时间 宋少 是这个废物一直在纠缠我 你也看到了 张倩轻哼 眸光中透着玩味 随即无奈地瘫了瘫手 废我 这个女人今后是我的 根本没有半毛钱关系 宋海涛宁笑着上前 眼眸中透着玩味 随即拉着张倩的手 迈步上了停在马路边的奥迪 A6张阳站在原地 眸子中满是冰冷 一双拳头已经死死握在了一起 摆地瘫还想出人头地 做梦呢 宋海涛轻哼 随后一脚油门踩下去 扬长而去 张阳摇了摇头 迈步走回自己的瘫位 她还是个大二的学生 但为了宫妹妹上学 为了并不赋予的家庭一些分担 她不能停下 即便是分手 今天的摊还是要继续摆下去的 定 检测到合适宿主 无敌地瘫系统正在绑定 猛然间 冰冷的提示音传开来 张阳的面容上却带着一抹古怪 这什么情况 万界地瘫 定 恭喜宿主绑定无敌地瘫系统 获得新手大礼包 新手大礼包 张阳猛逼了 作为一个小说爱好者 张阳自然清楚 所谓的系统是合物 原本认为自己即将走向人生巅峰 却不料还是要继续卖货 这玩意能行 张阳无奈 定 恭喜宿主 开启新手大礼包 获得兰博基尼毒药一辆 定 恭喜宿主 开启新手大礼包 获得卧龙山别墅一套 接连传来的提示音 顿时让张阳有些梦了 这什么情况 新手大礼包 这么豪横的吗 动不动就是豪车洋房 张阳也是小年轻一个 这兰博基尼毒药是什么车 他自然知道 价值最起码三千万 定 新手任务发布 宿主必须在半小时的时间内 卖出十双袜子 系统提示音传开来 张阳盾回过神 这半小时卖掉十双房子 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 别说半小时了 就是三小时都不一定卖得出去 看来这还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 你们看这辆车 那不是兰博尼基毒药吗 咱们学校什么时候 能有这种级别的车了 过往的人群中 顿时响起议论声 张阳不由目光一亮 那辆车 他之前就已经注意到了 但是 这是自己的吗 之前这系统的提示音传开 张阳手中的确多了车钥匙 那辆车也是刚刚开过来的 并未见到有人下车 张阳心思一动 顿时明白过来 看来没错了 这应该是系统安排的 卖袜子 卖袜子了 看到轴距为人群越来越多 张阳顿时放下心来 他还没有忘记 系统给自己发布了新手任务 要在半小时的时间里 卖出十双袜子 原本这对于张阳来说 算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现在看来 也就简单多了 这么多人 随便喊两嗓子 不就卖出去了吗 嗯 张阳的呼喊声 顿时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 少数人眸子中 带着古怪的神色 大多数人都漠不关心 大家这都忙着看豪车呢 这家伙是不是脑子嗅痘了 居然在豪车前面摆摊 这种情况下 谁愿意买袜子 小子 别急把吼了 赶紧给我滚蛋 人群中 一名气宇喧昂的青年 皱眉开口 怎么了 张阳却顿时眯起双眼 眼前这青年 看上去穿得人五人六的 而且梳着一个大背头 手里握着手机 说话的时候派头十足 乍一看 这绝对是一个富二代 挡着我的车了 还不把你的摊位给我弄走 青年轻哼 眸子中透着玩味 这人名叫刘阳 是宋海涛的小弟 原本就是按照宋海涛的意思 来看一眼 这摊位还在不在 若是在的话 就整治一番 不能让这个家伙太顺心 敢和他宋海涛抢女人 就算是没抢过 也不行 那必须要受到惩罚 他宋海涛是什么人 那是宋家大少 直接出面对付这种家伙 实在是太丢面子 刘阳眯起双眼 满脸傲慢 这是你的车 张阳眯起双眼 眸子中带着淡淡的玩味 自己手里现在还握着车钥匙呢 这小子哪冒出来的 怎么睁着眼睛说下话呢 弟 张阳二话不说 只是抬起手来 用手中的车钥匙按了一下 顿时 兰博基尼毒药的车灯 亮了起来 这 卧槽 人群中顿时发出一声惊呼 这什么情况 摆地摊的能买得起这车 这下好看了 让一让 我也该收摊了 张阳的面容上 满是淡定 眼眸中甚至是透着一抹玩味 你 你 刘阳顿时猛逼了 眸子中满是错愕的神色 这什么情况 眼前这小子 难道是隐藏的富二代不成 我日 大哥 以后你就是我大哥 小哥哥 能不能请教一下 你是如何摆地摊 从而走向人生巅峰的 人群沸腾了 不少少年少女 像是发现了新大陆一般 眼眸中透着狂热 这 简直了 摆地摊走向了人生巅峰 连兰博尼基都买得起 这简直就是他们的人生偶像啊 想知道 张阳一笑 仰了仰手中的袜子 十块钱三双 卖完之后 告诉你们 这 这也行 窝草 小哥哥 你真是我的偶像 只是听了你一句话 我就毛色顿开 人群再一次沸腾起来 张阳却愣住 完全没想到 自己只是随口一说 却还有这样的效果 给我来十块钱的 我来三十的 小哥哥 你还有多少袜子 我全部都要了 只是一会的功夫 张阳今天带来的库存 便销售一空 不好意思 诸位 今天的火已经卖空 如果有需要的话 可以明天再来 张阳摆了摆手 毛子中带着笑意 这特么态 原本自己三天时间 都不一定能卖完的袜子 居然短短半个小时的时间 全部脱手 按照这个进度 就算是没有系统的这辆毒药 没个一年半载的 自己也能买一辆 小哥哥 你还没有告诉我们 你的经商秘籍是什么 为什么年纪轻轻的 就能靠摆地摊 买一辆安博基尼 还是限量版的毒药 人群中 一名青年双眼放光 满怀希望的问道 简单 首先你要有一辆兰博基尼 张阳一笑 面容上全然是洒脱的神色 他的确没说错 就是因为有了一辆兰博尼基之后 他的生意才起来 听到这话 人群顿时沉默下来 张阳也趁着这个机会 驾驶着这辆车离开 察觉到张阳离开 周围的人群才反应过来 我怎么感觉哪里不对 如果我有一辆兰博尼基的话 我还摆摊干什么 是啊 难道这位是隐藏的富二代 张阳虽然离开 但是人群中的议论声 并未停下 不少人的眸光中 都带着错愕的神色 人群中 刘阳眸光闪动 听到众人的议论 却莫名的心惊 我去 这还了得 若是这张阳 原本就是隐藏的富二代 那这个还了得 宋海涛究竟得罪了什么人 抢了对方的女友不说 居然还让自己开稿试 刘阳吓出了一头冷汗 趁着没人注意他 灰溜溜地离开人群 张阳开车离开 直奔卧龙山别墅区 叮 恭喜宿主 达成销售目标 获得销售十倍奖励 已经汇入宿主银行卡 听到系统提示 张阳顿时精神起来 就之前半发小时的时间内 他已经卖出去了六百双袜子 半个小时 两万块 这生意 要不要这么好做 张阳深吸一口气 感觉握着方向盘的手 都有些颤抖 叮 恭喜宿主 完成任务 系统升级 自动捕获功能开放 不多时 新的提示音传开来 张阳却猛了 我日 这么强大的忙 却能够自动捕获 强大 卧龙山别墅区外 张阳将车停在了门外 滴滴 没有下车 张阳只是按了喇叭 提醒保安开门 不好意思 这位先生 我们这是高档别墅区 不是本小区的业主 不能进入 保安义正言辞 眸光中透着狐疑 这卧龙山别墅区 每天来来往往 很多人进出 他也不确定 张阳是不是小区住户 但有一点却可以确定 他们这个小区 绝对没有哪个业主 开得起兰博基尼 毒药这种超跑 我就是咱们这里的住户 你可以查一查 张阳面带微笑 眸子中透着明亮 卧龙山别墅区这套别墅 那是系统给自己安排的 绝对不会出现问题 那麻烦你 下车做个登记 保安也是一愣 眸子中也多了一抹恭敬 说不得是小区哪个业主 最近新买了车 或者是哪一家的大少爷 看上了卧龙山别墅的环境 新买了车 张阳点点头 必须要的程序 那还是要走一走的 张阳迈步和保安 进入了保安港厅 弟弟 很快 张阳登记完成 迈步走出来 但身后的一辆车 却不耐烦地按起了喇叭 张阳 你这个死废物 跑这里 坐拔了吗 车窗放下来 张倩坐在车内 眸光中透着淡淡玩味 张阳却愣住 眸子中满是无奈 这个世界 还真是小 没想到 在这里都能遇到这两个人 宋海涛也从车上下来了 只是目光 一直都盯着不远处的那辆车 张倩可能不认识那辆车 但是宋海涛作为超跑爱好者 一眼就把这辆车给认出来了 这是兰博基尼毒药啊 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开得起的车 张倩小声一点 开这辆车的人 可不简单 我们可不能让对方反感 宋海涛微微皱眉 眸子中多出一抹冷意 这个女人长得的确漂亮 但是就是有点没脑子 也不看看 这是什么场合 为了一个废物 又在这里墨迹 宋海涛是宋家大少 在寻常人面前 那的确是了不得的身份 但是在真正的大家族眼中 他这样的身份 那就有些不好用了 毕竟他所在的宋家 在整个中海 那也就是二流末尾的小家族 对于寻常人来说 这地位已经足够高了 我明白了 张倩点点头 眼眸中依旧透着嘲弄 你这个死废物 今天算你运气好 张倩骂了一声 这才迈步走向宋海涛 宋少 这就是兰博尼街 咱们什么时候也能买一辆 张倩双眼放光 走上前 眼眸中充满羡慕 买 这辆车的价值 按照现在的市场价 最起码是三千万起步 是一般人能买得起的吗 宋海涛面色一沉 地瞪了一眼张倩 反正他和这个女人 该做的事情 都已经做完了 今晚带回来 只是在这边过夜 要是还让自己不孙心 大不了过两天 直接就换一个 张倩也是一愣 不由地低下头 他自然察觉到了 宋海涛对自己的态度变化 但张扬这个死废物在场 他可不想 表现出来什么异常 张倩一脸笑容 为了掩饰自己面容上的尴尬 伸出手去 拍了拍车身 别动 摸坏了 你可赔不起 张扬轻哼 脉步走上前去 那眼眸中 却透着淡淡笑意 之前这两个人 还对自己趾高气昂的 真不知道 他们在得知这辆车 就是属于自己的之后 会有什么样的想法 废物 你嚣张什么 你一个臭把 还管到我们头上来了 张倩心中怒气生疼 宋海涛地位太高 而且没有意外的话 这个男人将会是 今后自己的长期饭票 这是万万不能得罪的存在 但张扬这个废物 却不同 之前十分摆地摊的 现在看来 只是一个做保安的 真是可笑 看来宋少之前安排的事情 已经成功了 否则这小子 也不至于活不下去 在这里摆地摊吧 跟着张扬一起出来的那名保安 眸子中却透着错愕的神色 眼前这位 怎么可能是保安 之前 他还动用了张扬的身份信息 进行了一番查询 张扬不仅仅是这里的住户 而且 买的还是卧龙山山顶上面的那一栋别墅 卧龙山山顶那套别墅 一直都是天价 这么几年下来 都没人买得起 这位先生 既然是这绕房子的主人 那身份怎么可能简单 张扬 赶紧滚吧 怎么着 你是这里的保安 我是这里的住户 我就是你的上帝 你还想在我面前 装大尾巴狼 张倩察觉到 张扬脸庞上还带着笑容 不由挑起眉梢 美好气地骂了一句 笑 这家伙还好意思笑 也不看看 都混成什么鸟样了 这位小姐 请您注意自己说话的方式 眼前这位张扬先生 是我们卧龙山别墅区 最为尊贵的住户 站在张扬身边的保安 目光顿时冷下来 那眼眸中 甚至是透着淡淡的玩味 什么 张倩却愣住了 就这样的一个废物 怎么可能还是 最尊贵的住户 另一边的宋海涛 听到这话 先是一愣 眸子中满是错愕 他正在思索 对方这句话的分量 宋家也是 卧龙山别墅区的住户 但说实在的 连尊贵都算不上 而张扬这最珍贵的 究竟是算什么级别 这位先生 是一号别墅的主人 保安冷笑 眸子中的玩味更浓 什么 什么一号不一号的 了不起啊 这位是我男朋友 宋少 我们也是这里的住户 张倩仰起下巴 眸光中透着高傲 啪 但不等张倩反应 紧接着便是一个大嘴巴子抽上来 张倩猛逼了 有些错愕地看过去 那眼眸中 甚至是带着一某愤怒 但 当宋前看清楚出手的人之后 顿时猛逼了 宋少 我 张倩猛了 眸子中更多出了一抹惊恐 他确信 自己根本没有做错什么事情 张先生 对不起 之前我不知道这个女人的人品 我之前做的事情 都是这个女人蛊惑我的 和我没有任何关系 宋海涛皱眉 说话间微微弯腰 看向张杨的目光中 充满了恭敬 一号别墅 这小子 居然是住在一号别墅里的 宋海涛 顿时感觉自己的脑子 有些不太够用了 这不是开玩笑吗 按照圈子里面流传的消息 中海顶尖豪门 张家 两年前打算出高价 买下那套别墅 但是被开发商直接拒绝 哼 张杨轻哼一声 拿出钥匙按了一下 看都不看两人一眼 上车离开 宋海涛愣在原地 眸子中满是错愕的神色 完了 都完了 对方根本就不接受自己的道歉 看来是真的生气了 那宋家会不会受到牵连 张倩依旧愣在原地 眸子中满是错愕的神色 宋少 这个家伙 就算是在这里住 也没什么影响吧 你 张倩眼眸中满是委屈的神色 他实在是想不通 自己为什么会被打 妈的 贱人 宋海涛皱眉 眼眸中满是冰冷 都是因为这个女人 要不是因为这个女人 自己怎么可能沾染上这些破事 张杨那里 一定还有挽救的方法 滚 今后咱们两个 没有任何的关系 张少若是生气 我们家就完了 那是一号别墅 那是一号别墅 宋海涛双眼赤红 眼眸中满是冰冷 张倩这个贱人 那简直是凶大无脑 他敢得罪张杨 自己可不敢 也就是他心里清楚 这一号别墅 究竟意味着什么 这不仅仅是身份的象征 更是地位 毕竟 在中海 连张家那样的顶尖豪门 都买不起这套别墅 甚至是都没有购买的资格 张杨非但买了 而且还在这里住了 这能一样吗 这简直就不是一个档次的 我 张倩顿时猛了 眼眸中满是错愕 这 这怎么可能 难道张杨那个家伙 有什么特别的身份 他故意隐藏了身份 宋涛丢下一句话 气哼哼地上车离开 张倩愣住 眸子中满是错愕 怎么会这样 他们两个全都不要自己了 这不能够啊 张倩发了疯地 向着小区里面冲去 不好意思 你不是小区的住户 不能进去 保安的眼眸中满是冰冷 我 我男朋友就在这里 我为什么不能进去 张倩轻哼 眸子中透着冰冷 呵呵 保安一脸冷笑 皱眉不语 张杨进入一号别墅之后 四处查看了一番 面容上也多出一抹满意的神色 定 新任务发布 要求宿主 在别墅门口 卖货一小时 系统的提示音传开来 卖货 张杨的目光顿时亮了 现在有了系统自动补货的功能 自己只管 摆摊就好了 现在有房有车是不假 但是人怎么会嫌钱多 满打满算 身上不足三万块 说起来 还是个穷人 自然要抓紧时间 卖货了 不然怎么吃喝 不多时 张杨便在小区门口 保安怪异的目光下 把自己的摊位 摆在了卧龙山别墅门入口处 瞧一瞧 看一眼 全部都是新款 而且十块钱 十块钱买不了吃亏 买不了上当 张杨扯开了嗓子 笑嘻嘻地开口 卧龙山别墅区 原本就是中海市 比较高档的小区 来来往往 都是有身份的人 这些人寻常时候工作忙碌 就算是有闲暇 也不一定有空逛地摊 猛然间听到有人叫卖 不少人都露出好奇的神色 开始有人驻足观看 张杨倒是一喜 这的确是好事 原本认为 在这样的高档别墅区前 叫卖不一定有什么作用 做生意的都清楚 不管顾客买不买东西 这人流量是第一位的 瞧一瞧 看一看 我这里什么都有 请诸位看一看 张杨面容上笑容灿烂 什么都有 一名西装革里的中年人 顿时皱眉 毛子中满是狐疑的神色 这摆地摊的人 怪不得只能摆地摊 原来这么没水准 说出来的话 都是一些没有什么营养的话 什么都有 自己要说出来 他没有 看他怎么下台 你这什么都有事吧 那中年人轻哼一声 说话间微微昂起头来 一副鼻孔朝天的样子 是 张杨说的很淡定 反正现在是系统自动补货 原本张杨也不知道 这个所谓的自动补货 究竟是意味着什么的 但是在系统界面详细了解之后 张杨顿时兴奋起来 按照系统的等级来说 现在只是一级 开启的自动补货 也是最低档的 所以根本没有什么高档东西 但是日常生活所需 这里还是相当齐全的 只要能报得上名字的 基本上都有 不是因为其他 只是张杨对于系统有着绝对的信心 好 那给我来一盒杜蕾斯 中年人皱眉 眼眸中更多出一抹细血 她刚刚从外面带回来一个漂亮的妹子 眼看着早也洗了 红酒也喝了 就差这么最关键的一步 但是事到临头 那个女人居然要求自己采取安全措施 男人心中自然不爽 这卧龙山别墅区的确是高档场所 但是因为阵地面积广 安全管控严格 现在住宅区的范围内 根本就没有什么能买东西的便利店 这张杨顿时愣住 眸光中满是错愕的神色 眼前这位大叔 眼看着已经人到中年 这个年纪的人 还需要什么安全措施吗 但这和张杨没什么关系 既然对方需要 那直接拿出来就完了 怎么样 小子 你是不是拿不出来 既然拿不出来的话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那中年人轻哼 眸子中透着淡淡玩味 你既然说的是什么都有 现在我要的东西 你居然拿不出来 你这是欺骗顾客 中年人眸光愈发冰冷 妈的 这小子 这里居然没有 既然这样的话 那自己只能开车到山下去买了 这一来一回 可得大半个小时的时间 有这半天小时的时间 自己原本都可以把什么事都干完了 稍等 我这还真有 张杨却摇头 眸子中满是无奈 看来这大叔年纪不小了 但是依旧不减当年 这 这还是如此的急躁啊 当下张杨一伸手 将手伸进了后面的小货车里面 有了小货车遮挡众人的视线 张杨直接从系统空间里面 把杜蕾斯拿了出来 给你 组合装 三十块 张杨一甩手 将对方需要的东西递了上去 好 谢谢小兄弟 那中年人顿时笑了起来 眸光中充满畅快 他现在看眼前这位小兄弟 怎么越看越顺眼呢 果然不一般 这就是急时雨啊 解决了自己的燃眉之急 客气 张杨一笑 继续叫卖 周围的人 原本对张杨摊位上的东西 不怎么感兴趣 但看见这一幕之后 眸光顿时意亮 小兄弟 你这东西都有吗 有小孩子要的玩具吗 有 小兄弟 那个啥 岩石喷雾有吗 有 不一会的功夫 张杨就招待了不少顾客 这些人也都在这里 买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 一个小时 眼看着就要过去 张杨却皱眉 不远处 一位穿着普通的老奶奶 摇摇晃晃的走过来 她手中牵着的是一名五六岁的小男孩 奶奶 我要那个玩具 小男孩目光一亮 指着张杨摊位上的一辆玩具车 不能要 我们来这里是找你爸爸的 你妈妈走得早 那个傅星汉又不要你 老奶奶叹息一声 眸光中满是无奈 还是找到那个傅星汉 让他给你买 他很有钱 老奶奶再次开口 张杨却顿时犹豫起来 他看了看自己摊位上的玩具车 这就是寻常地毯上很便宜的东西 净价也就是十块八块的 张杨想都没想 直接抓起一辆玩具车 阔步向着小男孩走去 小朋友 你是不是想要这个 张杨晃了晃手中的玩具 男孩倒是没有说话 只是用力地点点头 看向张杨的目光 顿时便明亮起来 小伙子 这东西我们不要 我身上没钱 老奶奶却顿时愣住 毛子中满是焦急 这东西不值钱 送你了 小朋友 张杨却是洒脱的一笑 今天自己赚得的确不少 就一辆玩具车而已 小朋友有了这辆车 可能会开心很久 但是这东西对于自己来说 可有可无 小伙子 谢谢你 好人啊 谢谢小哥哥 老奶奶和小男孩 却顿时激动起来 不断地向着张杨道谢 张杨摆了摆手 这才再次回到自己的摊位前 叮 恭喜宿主 在摆摊的过程中 完成特殊事件 奖励陆虎越野一亮 但下一秒 系统的提示音传开来 张杨却顿时愣住 眸光中满是错愕的神色 我去 这是啥情况 这系统这么人心化的吗 自己只是随便做了一点好事 居然直接给了一样陆虎 叮 恭喜宿主 完成任务 奖励百万现金 系统的提示音再次传开来 张杨却一笑 行了 这个任务是完成了 随后静止走向门口的停车场 张杨已经看过了 那辆路虎可就停在停车场上 将摊位上的所有东西 都搬上了路虎 张杨轻轻吐了一口气 却不曾注意到 不远处一道俏丽身影 看向张杨的眸光中充满了错愕 这 这家伙 居然在摆地摊 江白雪彻底震惊了 他一早就注意到了张杨 但是为了给他直播间里面的小伙伴们 还原真实的创业过程 以及证明创业是多么的不容易 这才一直站在旁边 静静地观察张杨 甚至是开始偷拍张杨摆摊的过程 他已经观察张杨 足足半个小时的时间了 但是这半个小时时间里 张杨一共也就卖出去四件东西 满打满算 这利润也就是几十块钱 原本江白雪也认为 这种场景是没什么意思的 甚至是因为他的直播间 在画面变成了张杨摆地摊之后 流量都开始疯狂的下降 江白雪已经决定放弃 但这个时候 翻转到来 张杨居然给想要玩具的小朋友 送了玩具 这一波操作 顿时在直播间里面 好评如潮 江白雪本来就是个善良的妹子 他差点要被张杨感动哭了 紧接着便是看到张杨收摊 收摊的过程 很简单 只是在看到张杨进入停车场之后 江白雪顿时好奇起来 难道后面还有什么爆点 难道这个家伙 会躲在停车场里面 吃发干的馒头 必须追上去看看 如果要是有什么 让人意外的镜头的话 他直播间的流量 肯定暴涨 小白 这个小哥挺不容易的 你给点帮助吧 是啊 你给小哥买点晚饭 这小哥穷是穷了一点 但是小白你看 长得还是不错的 你努力一下 说不定你们两个 还能成为一对 江白雪跟了上来 但是直播间 却顿时炸开了锅 江白雪却不在意 直播间里面的弹幕 一路跟着张杨 到了停车场之后 整个人顿时呆力当场 卧槽 跟我闹呢 江白雪顿时瞪大了双眼 这小哥 居然有一辆汉马 江白雪对于这些车子 还是很了解的 小哥的这辆汉马车 根本不是在市面上 流通的普通款 明显是改装过的 这 这得多少身价 才能玩得这么豪横 卧槽 卧槽 我看见了什么 直播间顿时炸开了锅 这辆车 应该是改装汉马 价值最起码千万起步 而且 有钱不一定买得到 直播间之中 立马有专业级的爱好者 站出来解说 什么 小白 你发财了 快一点抱大腿 这小哥不仅仅长得帅 而且有钱 最关键的是 人家能出来摆地摊 证明还有闲 直播间里面的观众 一阵狂轰烂炸 各种礼物送得飞起 小白 你要是表白一下的话 那什么 飞机火箭随你挑 江白雪看见这样的一条弹幕 整个人顿时不淡定了 卧槽 一千块 一千块 只要表白 自己不仅仅有个机会 还有一千块 江白雪原本呢 就是一个小主播 每个月直播的收入 也就三五千块 这一下就能搞到一千块 小白还是很心动 张扬将自己为数不多的货物 全都扔在了宽敞的汗马中 这一回头 整个人却愣住 这啥情况 怎么有个美女 看着自己发呆呢 身材曼妙修长 前凸后翘 加上长发飘飘 这完全就是自己喜欢的类型啊 不过 张扬现在 对于美女 没有什么兴趣 好不容易 有了个系统 张扬现在 也就这么一个心思 搞钱 江白雪还在发愣 张扬却摇了摇头 幸好自己往后看了一眼 这美女 站在自己车子后面发呆 不然 自己这一脚油门下去 大家都得跟着悲剧 小白 他过来了 我看好你 小白 别发愣了 赶紧的啊 小白被吓傻了 直播间里面的观众 因为镜头的愿意 能够轻而易举的 看到张扬的举动 察觉到张扬走过来 都纷纷开口提醒 喂 美女 张扬一脸笑容 江白雪听到这声音 顿时反应过来 啊 我 江白雪面色微红 之前他正在心里 构思怎么跟张扬表白 却不曾想 张扬怎么就过来了 他长得的确很好看 但是大学之前 只是一个乖乖女 感情方面 除了有一个暗恋未遂的对象之外 便是一片空白 上了大学没两年 都一心忙着赚钱兼职 个人感情的问题 自然也就放下了 眼下居然让他跟异性表白 而且为了一块钱 江白雪紧咬牙关 有些羞耻 美女 你 我 江白雪感觉自己的小心脏 都已经要跳出来了 难道是他要跟我表白 江白雪呼吸更加急促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呀 小白 好可爱 开口啊 是啊 不然没机会了 直播间里面的观众开始起哄 那什么 你能不能走开一下 你当着我录了 张扬面色微冷 自己都看着这美女半天了 怎么这么没眼色呢 你都不知道 让开一下 非得让我告诉你 啊 好 好 江白雪顿时愣住 狠命的眨了眨眼睛 毛光中满是错愕的神色 不好意思 我着急走 张扬摆了白手 毛子中满是无奈 其实要是没有前女友那些破事 张扬还是很喜欢美女的 但是现在 他不喜欢美女 只喜欢钱 当然 要是有美女 主动的投怀送抱 张扬也不一定拒绝 卧槽 哈哈 六啊 宇宙级钢铁直男 坚定完毕 直播间中 顿时炸开了锅 定 系统新任务发布 业务需要 宿主需要尽快招聘一名助理 要求 性别 女 年龄 十八至二十四 其他要求 傻白甜 有一定流量优势 啥玩意 张扬眨了眨眼睛 自己这地摊 现在就一个小摊位 啥时候 还需要助理了呢 不过也对 这一天的营业额 都好几万了 不过 这助理 美女 你好 张扬迈着坚定的步伐 走向了江白雪 江白雪有些傻眼 但迫于直播间的观众 他深吸一口气 笑道 你好 我 不料 他话还没说完 张扬便疑惑地打量了他一眼 直言 你是一位主播 他注意到对方手中的手机架 了然于心 刚好自己缺一个助理 只是不对方的底细 对 你怎么知道 江白雪吃惊地望着张扬 红润的嘴唇 微微张开 露出洁白的齿背 张扬无言 他手中的东西 不是明晃晃吗 不过这丫头的性格 倒是符合系统的要求 傻白甜 然而 此时直播间却突然炸了锅 各种猜测爆棚而来 这波操作简直了 该不会要来一场超级马力苏的邂逅吧 666 劳资也想偶遇富婆 小白加油 我们看好你 叮咚 一下子直播间 突然多出了好几千的大理 将白雪扎折 这可是从未有过的奖励 张扬却皱了皱眉 看到对方一直发呆 不由地轻声解释 该不会害怕我是什么坏人吧 语音刚落 他不由地轻笑出声 毕竟自己没有上车 反而走近搭话 似乎有些动机太明显 你别怕 我可不是什么坏人 我还是一名大学生 你是大学生 江白雪文言 双眸不自觉瞪大 不可思议 随后便释怀 反正拥有这辆车的人 肯定出身不凡 不管什么年纪 反正是他达不到的高度 只是 江白雪想到那一笔丰富的奖励 他不自觉咽了咽口水 我也是一名大学生 外语系的 我叫江白雪 他暗地打量张扬的一身 发现穿着极为普通 都是烂大街的廉价衣服 看到这里 江白雪不由地扎舌 没想到这个时代 还有如此不拘小节的富二代 不过既然有钱 去摆地摊 说不定也是他的爱好之一 我叫张扬 很高兴认识你 却不料对方并没有回应自己 他不由地抬眸 却看到这丫头竟然在发呆 江白雪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心中却在思虑该怎么告白 才显得不那么突兀 张扬感到无趣 不由地搓揉了一下自己的脑袋 发现自己并不善于和美女交流 有些无奈 随后便问道 你也来取车吗 其实他想直输胸义 却又怕自己挖人太明显 惹上不必要的麻烦 干脆有了再往上海招的想法 不 不是 我顺带路过这里 江白雪是偷偷跟进来 想要跟拍张扬的 不过 他怎么可能会傻到 直接说出自己的目的 张扬却傻眼了 他不由地环顾四周 顺带也能到这地方 这小丫头撒谎 怎么这么不走心 只是余光却瞟到江白雪手中的手机架 他顿时恍然大悟 原来 难怪系统突然会提出这样的要求 几乎是刹那间 张扬便明白了这些用意 卧槽 小白你这理由 未免也太别脚了吧 完了 到嘴的哪儿要跑了 直播间的一群吃瓜群众文言 纷纷垂足顿胸 仿佛说错话的是 他们本人 原来如此 不过你一个小姑娘 可得小心了 车库人少 不安全 他懒得计较这些 转过身打算回车上 找助理这件事 还是从长记忆吧 这丫头看起来傻不拉几的 万一把自己的事情弄砸了怎么办 想到这里 他也顺带摇头 江白雪心里本来紧张 看到他要离开 连忙叫住 这位先生 请等等 有事吗 张阳疑惑 回过头看了他一眼 他急着去招募助理呢 可没这么多闲工夫耗在这儿 我刚刚腿伤到了 你能不能烧我一程 江白雪说到这里 杨枝高一般的脸颊上 已经染了一层红蕴 这还是他头一次这么主动 好 那你上车吧 张阳也没有在意 朝前走去 然而就在这时 突然一阵突兀的男鹰 打乱了原有的宁静 雪雪 他是谁 张阳眉头一挑 不由得朝生原处看了一眼 一个穿得极为花里胡哨的男人 朝身边的少女跑来 这是 你不要误会 我和他什么关系都没有 江白雪先是一愣 随后连连摇头 看向蔡旭坤满眼厌恶 朝后退了一步 既然如此 我们离开吧 张阳不想和没必要的人浪费时间 毕竟完成系统布置的任务为大 臭小子 你给我站住 蔡旭坤恼了 没想到张阳竟然调都不调自己 急得直接大吼出声 刚刚他可是在大门口 看到这小子摆地摊 不过就是个穷小子 竟然敢勾搭自己的女神 简直活得不耐烦了 蔡旭坤 你烦不烦 以后不要跟着我了 江白雪不耐烦的 看向这个凶无默点的追求者 语气间夹杂着极度的厌恶 这个人追求自己 已经整整两年了 各种骚扰 让他烦不胜烦 就差报警了 所以连带着他的语气也不善起来 雪雪 你看上这样的货色 也不搭理我 他不过就是一个摆地摊的 能和我比 蔡旭坤说到这里 底气有些硬 眼神轻蔑地扫了张阳一眼 江白雪文言 脸色瞬间变了 而蔡旭坤却浑然不知 反而以为自己的女神开始犹豫了 不由得大摇大摆地走上前 想要挖苦张阳 小子 你也不撒泡尿 照照自己什么德行 就想泡妞 蔡旭坤走上前 就想牵住江白雪的手 却被后者直接躲开了 你还上车吗 张阳眼神越过蔡旭坤 看向江白雪 似乎在等他的一个回应 不用麻烦了 我还是自己回去吧 江白雪担心蔡旭坤将他激怒 连连摇头 加个微信吧 说不定以后有机会见面 张阳眼眶一转 打定主意 他先探探对方口风 提前了解这一行的事 不等蔡旭坤谩骂 江白雪立刻走上前扫码添加 雪雪 这样的败类 你也连线 蔡旭坤感觉自己面子挂不住了 连忙阻拦 江白雪却反感 这个男人总喜欢对号入座 冷声抗拒 我和什么人接触 与你有关系 添加完 张阳便上车 扬长而去 这时 蔡旭坤才注意到他的车 竟然改装过后的汗马 他当场傻了眼 而江白雪并不搭理 转过身就离开 雪雪 你别走啊 那臭小子的车 肯定不是他自己的 他担心江白雪真的看上那个人 开始找理由互查 哦 我倒想知道是谁的 他唇带讥笑 扫了他一眼 这车只不过是他租来的 这小子泡妞的手段 真是烂打街了 还好我看透了 蔡旭坤越说越带劲 最后情绪激动的 仿佛是真的 江白雪却不想和他争执 得了吧 你自己扶不上墙 就别埋他别人 雪雪 你等等我啊 今晚有空吗 江白雪感到恶心 连忙提快自己脚步 冷声拒绝 没空 蔡旭坤的脸色 一下子变成降紫色 停下脚步 没想到他这么不给自己面子 张扬一溜烟 便回到卧龙山别墅区 他开始在网上搜查 有关主播的消息 丁铃铃就在这时 手机铃声突然响起 他有些不耐地拿起来接听 张倩 张扬一下子便注意到 显示屏上的备注 脸色一下子阴沉下来 这个女人这个时候打电话给自己 不安好心 张扬 我错了 当初是我不对 原谅我好吗 他最终 还是压下自己心中的反感接听电话 说说你错在哪 他原本想直接挂断电话 此时却忽然改变主意 这个女人向来视力眼 通过这次事情 他更全面地了解到 现在便有了捉弄他的意思 我 对方的甜的发腻的声音突然顿住 隔着屏幕张扬都能感到这个女人 此时正在咬唇 一般 他遇到难以解决的事情 就喜欢装无辜 等着别人支援 可是 这次张扬却不那么好心 替他原话 我真的知错了 求求你 别离开我好吗 张倩有心 想要避开这个话题 毕竟出轨 是他原则上的问题 听着电话声里的哭腔 张扬却不动于心 倘若是以前 他的心早就融化了 恨不得将天底下最好的东西 全捧到这个女人跟前 张倩 我看在你是一个女人的份上 不好说狠话骂你 但是你是什么样的货色 自己心里最清楚 微信那边突然蹦出江白雪的消息 张扬也没耐心和他继续闹下去 以后不要再来骚扰我 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他说完 便得挂断电话 简直大快人心 只是 他微微皱眉 扫了一眼电脑上的页面显示 转头看向和江白雪的对话框 万一做直播的女人都和张倩一个样 自己岂不是很遭罪 想到这里 他感到自己脑门疼 叮咚 小白 在吗 就在这时 张扬心神一动 低下头开始回复消息 贪大神 有事 他发完这则消息 立马后悔了 感觉自己的语气有些生了 怕吓到对方 可是又不好意思撤回 小白 没啥事 为今天蔡须坤对你的刁难感到抱歉 希望你不要放在心上 江白雪刚刚洗完澡 此时躺在出租屋的床上 用毛巾擦着自己略微湿润的头发 悠哉悠哉的回着消息 贪大神 小事 我没放在心上 贪大神 对了 你是哪个公司的主播 张扬感到口渴 将手机扔到一片解解馋 叮咚 小白 一个不入流的小公司罢了 不足挂齿 张扬听到动静 连忙走到手机跟前查看消息 随后不由地微微一笑 这小姑娘倒是洒脱 贪大神 我想多了解一下关于直播的事情 不知有没有机会出面想谈 小白 可以 不过 我只约食堂 张扬看到这条消息 唇角微钩 这个江白雪 与自己想象中有点出入 随后他愉快地答应了 同时心里 对这个女主播 有了不一样的想法 次日 张扬将江白雪 约在F大西北边的一个食堂 这里离自己的宿舍近 也是他最为熟悉的地方 你好 江白雪到了之后 不忘客气地向他打招呼 此时笑盈盈地望着张扬 一双眸子水汪汪的 让张扬呼吸不由的一致 你好 还以为你会迟到 他打句道 想要调剂氛围 脚步 却向最右边的一家铺子走去 江白雪连忙跟上他的脚步 眼神却在打量这个食堂 他以前一般都是在新食堂吃饭 没来过这里 你说笑了 我对时间要求比较严苛 他微微一笑 加快步伐 已然走到张扬身边 没想到你也是F大的学生 江白雪感叹 他刚刚毕业 已经不是在校学生了 需要为生计奔波 怎么 难道你也是吗 这下 张扬不由的多看了他两眼 在他看来 一般做主播的学历都不怎么高 就在他点头打算回应时 一声尖锐的女鹰 打破食堂的喧哗 所有人一时之间 纷纷看向生源处 张扬 你等等 张倩匆忙赶到 此时累得有些上气 不接下气 然而 张扬听到这个熟悉的声音 递皱了一下眉 他昨天不是说得很清楚吗 这个女人 怎么又找上来了 而张倩 却注意到张扬身边 站着一位 比自己还美貌几分的女人 不由的大怒 你这个狐狸精 怎么在我男朋友身边 他昨日被宋海涛甩了 眼下没有找到另一个目标 所以便把注意 再次打到张扬身上 毕竟他现在 可是一个大富豪 江白雪 却被骂得莫名其妙 不由的反唇相击 这位小姐请看清楚 我和她只是朋友关系 请不要恶意诽谤 真不知自己的运气 是不是差得极致 最近老是遇到一些神经病 只是 她的话虽然是这么说 但是张倩心里却不这么认为 她直接走到张扬身边 挽住她的胳膊 仿佛示威一样 看向江白雪 滚 张扬立刻甩开 没想到这个张倩 竟然不要脸到这种程度 张扬 你这是怎么了 别生气好不好 那件事确实是我的问题 但是你也不能这么对我 张倩说到这里 顿时哭得梨花带雨 惹人怜惜 若不是这个女人 挖苦自己请来的朋友 她还真想就这样静静地看着她 自导自演 张倩 我什么时候说过 你是我女朋友 她朝江白雪露出一抹愧色 随后冷声讽刺张倩那个虚伪的女人 我 张倩错愕 她随后便将目光转向 站在一旁看戏的江白雪身上 怒骂道我知道了都是你这个狐狸精勾引我男朋友 江白雪却被对得莫名其妙 这个女人简直蛮横无理 张倩 麻烦你不要恶言相向 伤害别人 她是我朋友 而我现在无论与谁好上都跟你没有半点关系 我们早就分手了 张扬很下心来 毫不留情地指出他们之间已经断绝的关系 紧接着她转过身看向江白雪 江小姐 很抱歉 今天让你受委屈了 今天的事就算了 下回我请你吃饭当作补偿 就在这时 张倩直接抓住张扬的手 苦苦哀求 张扬 你别这样了 我好害怕 江白雪微微皱眉 这些事情 她还是不要插手好了 于是 说了句告辞 便转身离开 她今天还有事情要处理 张扬 今天晚上 你有时间吗 我们晚上再聊聊好吗 张倩见那个女人走后 脑海中顿时灵光一现 不由地提议道 毕竟那个男人不贪吃 她相信凭借自己的技术 一定能够让张扬回心转意 然而 张扬文言对张倩更加鄙夷 直接抽出自己的手 离开了 在车上 张扬脑海中 不自觉浮现江白雪娇憨的模样 经过短时间的相处 她能感到这个女孩子 并不像那些物质女孩一样骄纵 或许她很适合我这个助理的位置吧 想到这里 张扬神情更加轻快了 她心中也有了聘用她的念头 毕竟像这种善良的女孩 不多见了 她驱车前往一号别墅 然而却在路上撞见不太美妙的一幕 让我进去 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 主管不让你进去 一男一女 在一栋大厦门前推推嚷嚷 不少路人看到这一幕 纷纷指指点点 这引起张扬的好奇 江小姐 你就不要为难我了 这毕竟是上面的吩咐 保安是为中年大叔 在这里工作 纯属混口饭吃 想要劝退江白雪 老伯 我来这里工作也有大半年的时间了 也不是什么生人 你就让我进去吧 江白雪雨期间有些急促 因为气氛脸红了一大半 江白雪 张扬到十字路口旁朝这边看了一眼 诧异的看着大厦那边事故的主角之一 这才刚刚离开就遇上事了 她不由的看了一眼这栋大厦 却发现貌似在某个网页见过 云彩娱乐公司貌似在这栋大厦 原来江白雪是这家公司的主播 她立刻了然 同时也找了个位置 将车停下 江小姐 我丑话说在前面 现在是上面吩咐不让你进去 你要是直一闯进去 到时候出了什么事情 可就不怪我了 保安也是一个急性子 此时有些厌烦了 不由的恐吓 江白雪是一穷二白小丫头 文言也有些害怕了 不敢有多余的动作 只是哭丧着一张脸 委屈到 老伯 我真的需要进去问清楚事情 我平白无辜 要免费给他们做三年长工 任谁都受不了 只是 对方根本不在意他的处境 只顾自己的工作 江白雪 这里发生什么事了 张扬走到他面前 将他挡在自己身后 看向那个保安 对方痴笑一声 对于自己的出现 浑然不在意 张扬 我 江白雪看到来人 也顾不上惊讶 他沮丧地低着头解释 我没有达到公司任务 不给薪水 并且还要额外做三年的长工 说到这里 他的泪水就在眼眶中打着转 本来在这里做主播 也是暂时的事情 可是莫名其妙被压榨 他才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 不知如何面对这件事 自然比谁都着急 没事 你现在先和我去咖啡厅坐坐吧 你详细告诉我 我帮你处理 张扬揉了揉自己的眉心 他平生最见不得 有女孩子在自己面前哭了 啊 文言 江白雪错愕地抬起头 满毛子的不可思议 只是他现在确实没办法进去 于是退一步 还是跟着张扬离开了 你现在是什么情况 张扬走在前面 沉着嗓子询问 他也是第一次看到有人经历这种事 需要想法子应对 我 我不服从安排 就被公司压榨了 一路上 江白雪都低着脑袋 仿佛受到了天大的委屈 什么安排 他找到了关键所在 立刻停下来询问 却不料江白雪一时没个注意 一下子撞到他的后背 差点把鼻子撞破了 嘶 他有些吃痛地揉了揉自己的鼻梁 心里更加委屈了 眼泪像不要前视地往下掉 你没事吧 意识到自己闯祸了 张扬心头一紧 顿时有些手足无措起来 没事 江白雪深吸一口气 想要努力压制自己的情绪 他可不想在外人眼里露出自己脆弱的一面 我们公司需要通过暴露的穿着 和与观众露骨的话增加流量 可是我一直不愿意尝试 所以我的流量很低 没有为公司赚到福利 江白雪说到这里 耳根都红了 也不知道自己这样说 会不会引起对方的厌恶 毕竟这种东西 在这些富家公子面前都很不入流 原来是这样啊 张扬顿时了然 这种事他也听说过 看来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心酸事 不过你放心 我会帮助你 张扬伸出手 刚想拍拍他的肩膀给他鼓励 然而手到半空突然顿住 他意识到对方是一介女流 嘿嘿 不过你是外语系的 怎么选择做起直播来了 他眼面假装咳嗽 想要掩饰自己的尴尬 不由的转移话题 然而对方根本没有将这件事放在心上 随后有些为难的骤起没解释到 我家境一般 这个专业也不好就业 所以暂时找到这份工作 想要先赚点钱养活自己 没想到 说到这里 江白雪感觉有些扎心 正好我缺一个助理 我看你也挺适合的 不如做我的助理吧 张阳感觉这是一件好事 正巧自己为助理的事情发愁 更何况他也很合自己心意 这 江白雪傻眼了 没想到自己刚刚被上帝狠心关了一扇门 此时突然又开了一扇窗 果然 幸福都是来的猝不及防 好 但是我之前在那家公司的薪水 江白雪有些喜悦 这刚好解决了自己的燃眉之急 你放心 这件事包在我身上 张阳挥了挥手 毫不在意 叮咚 恭喜宿主完成任务 活得将近别墅一栋 张阳闻言 不由得心中一喜 没想到这个奖励这么丰富 我今天先送你回去吧 明天再联系你 他此时也没了去咖啡厅的 急着想要去看看那栋别墅长什么样 我 我现在没有住的地方 江白雪敏纯 脸色有些为难 他没钱交房租了 所以被房东赶出来 自己也算是无家可归 没钱交房租了吗 张阳无语了 没想到这个姑娘竟然这么倒霉 都有过于之前的她了 不过还好 遇到了她 没事 你暂时先住在我那里吧 张阳提议 毕竟一个女孩子家家的 在外面飘荡也不安全 真的吗 江白雪一喜 张阳的出现 简直就像一个伟大的救世主 至少对于他而言 然而 不多时 两人变到了一号别墅 江白雪震惊地望着这个气势恢弘的别墅 连连扎舌 他并不知道这个别墅的真实来历 脑海中却自动补出张阳的身份 嫩白的小脸上再次出现一抹红韵 旁边的张阳 现在就只想着挣钱的事 既然系统让我找了这么一个助理 那么就肯定对我的地摊事业是有帮助的 换一句话来说 江白雪可能是我未来受获的一棵摇钱树 现在回头想一想 每回系统布置的任务 都没有白布置的 都有利于我挣钱 特别这次招一个助手 还奖励了一栋别墅 哎 我也是够傻的 想那么多干嘛 先把这姑娘吻回家再说 一直沉浸在自己想法里的张阳 也没有注意旁边江白雪的情况 只是自顾自地走着 走到门口 张阳终于发现哪里不对劲了 就是江白雪一个人傻愣愣地站在那里 看到他这个样子 张阳皱了皱眉 什么情况 于是他没好气地说道 你赶紧过来啊 在哪里发什么愣 这声音把江白雪给吓到了 他突然就结巴了 啊 那个 我不是 只是我 你到底要说什么啊 赶紧进来吧 话音一落 张阳就独自地进去了 然后江白雪赶紧慢跑跟上去 进入到一号别墅 他发现 这里比他想象中还要豪华 吞了吞口水 一看就能知道 这里的摆设都极为的昂贵 整个房子的空间特别大 对于其他的装饰 他可能不了解 不过客厅的那个店是 他知道是格力珍公司的最新品牌 市场价都要一千万 更别提这个房子里面其他的装饰 肯定都不是反品 看到这么豪华的地方 这下将白雪都不敢动了 他很怕自己会弄坏张阳的洞悉 然后要赔偿天价 本来自己就无缘无故背了公司的债务 如果再欠张阳的钱 恐怕我就是去卖身都不够还呀 不过这张阳到底什么人啊 他真的只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吗 可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 怎么会拥有别墅和汉马 但是一个贵公子的话 也不太可能会去摆地摊 这男人真的是一个充满了谜团的男人 现在的江白雪并没有发现自己的思绪 现在全都是跟张阳有关 不过这时的张阳又发现 江白雪傻愣愣的战换鞋处 哪里傻愣愣的看着自己 自认为是因为他没有鞋换才这样 于是他开口道 那个 这里平常都是我一个人住 所以这边没有女鞋 你就将就着穿一下吧 等明天我给你准备好 文言 江白雪的脸都红了 他有些不好意思的开口道 那个 不是 我只是 只是 听到这句话 张阳眉头紧皱 怎么又是这句话 这姑娘到底是怎么了 今天一直强调这句话 你到底想要说什么 江白雪自然听出了张阳语气中的不满 赶紧解释道 我只是看你家里的这些装修 还有摆设都是比较珍贵的东西 我害怕我会给你弄坏了 所以我不太敢进去 毕竟 文言 张阳也愣了 显然他也没有想到是这么一个理由 不由的觉得好笑 张阳摸了摸头 有点不好意思的说道 这没事 你就当是在自己家里吧 咱们也认识两天了 而且你现在已经是我的助手 更应该要把这里当做自己的家一样 这样你也可以更好地帮我工作 所以你就放轻松一点 不要想太多其他的事 听到这句话 江白雪轻松了许多 随后 他就把鞋给换了跟上张阳的脚步 然后 张阳就把他的房间位置告诉了他 并且还说他的房间是二楼的客房 表示两人的房间相差是比较远的 在这一点上 他是可以放心的 另外 就让他去洗澡整理一下 衣服啊什么的 就别换了 等明天把他的行李拿过来再说吧 张白雪走上二楼 到了自己的房间 就去了厕所 朝脸上拍了拍冷水 自言自语地道江泊雪 你可要冷静啊 冷静 不要胡思乱想 他只是把你当做自己的助手而已 不对 你本来就是他的助手 然后他就一个人静静地坐在床上发呆 想着今天发生的事情 感觉自己还处在梦中一样的状态 不过今天幸亏有张扬 不然地话 真的就是露宿街头了 如果在楼下的张扬着 没有他那么多的复杂心事 对于他来说 江白雪的到来 只不过是别墅里多了一个助手而已 他也没有多想 现在他正在准备今天的晚餐 熟练地就准备了两菜一汤 然后他就叫江白雪下来吃饭 当江白雪看到饭桌上 还冒着热气的两菜一汤时 特别惊讶 似乎他的惊讶吸引到了张扬 怎么了 尝尝我做的饭菜怎么样 合不合你的胃口 这话一出 把江白雪给吓到了 顿时又结结巴巴了 这 这个 真的是你做的 张扬倒还有些无语地看着他 不是他做的 难道还是鬼做的 这屋子里 除了他们两个 也没有谁了吧 嗯 你坐下吃吧 不过看着眼前的饭菜 张扬想起了 自己好久没有回家了 也不知道家人们怎么样了 过段时间 还是回去看看吧 见江白雪还傻愣在那 别发愣了 坐下吃吧 哦 好的 江白雪赶紧坐下来 加了一口菜 入口眼都亮了 这个好好吃啊 原先他还想要不要昧着良心说好吃 结果真的味道不错 特别是他还在里面感觉到了家的味道 不由的就吃得更多了 吃着菜含含糊糊的说道 你这菜做的真不赖 好吃 边说还边竖起了大拇指 一看江白雪这个样子 张扬顿时觉得这个女孩很真实 一点也不像张倩 我怎么又想到那个女人了 算了 还是吃饭吧 嗯 好吃 你就多吃一点吧 吃饭的时候 江白雪偷偷地看着张扬 觉得这个人好厉害啊 居然还会做一手好菜 似乎跟他印象中的有钱人不符啊 看来看去 他觉得张扬看上去好帅啊 看着看着他就想起了前面网友说的一些话 脸又红了 不过张扬可没有注意到 吃完就让江白雪把这些碗筷给洗掉 然后就离开了 一听到这话 家我白雪就赶紧收拾来掩饰自己的脸红 跑到厨房的江白雪 心里一直大骂着自己色女 都乱想什么呢 然后快速地就把饭桌打扫干净 将碗筷给清洗干净 摆放整齐 不过此时 回到房间里的张扬脑海里 突然传来一阵冰冷的机器声音 丁 新任务发布 要求宿主与助手一起开直播 卖出一万件产品 啥玩意 开直播 还要和江白雪一起 这任务一出 张扬也梦了 然后他就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再想要怎么跟江白雪开口呢 这一开始 就让刚和他一起回来的他 工作是不是不太好啊 可是系统的奖励 是极为丰厚的啊 现在的张扬 处于两难的境地 后来想想 这江白雪不就是 我请来地道助手吗 我让他来 本来就是要干活的呀 所以我让他和我开直播 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对 就是这样的 打定主意后 张扬就走了房门 看到江白雪正在厨房打扫卫生 不由的心理一动 曾经这是他对张倩的梦想 可是却 随后他摇了摇头 然后靠近了江白雪 那个 那个 我可不可以请你帮一个忙 张扬的话一出来 把江白雪给吓坏了 这家伙要干什么啊 你 你要干什么呀 嗯 张扬也发现 这样好像有点不太好 我还是直截了当地说吧 不要喊喊呼呼的 就是你可以待会儿 帮我直播卖货吗 卖货 你快点说啊 江白雪慢吞吞的回答 让张扬特别的紧张 让他快点说 就是如果开直播的话 我需要你配合 你可能需要再进口出现 而且我的粉丝可能会出现一些奇奇怪怪的话 你可千万不要介意啊 就这个啊 没事 只要你帮我卖货就行 这碗筷也不要洗了 就放着吧 快点准备一下 等等 你先不要急 不过我们要卖什么啊 什么都卖 没有你买不到 只有你想不到 啊 你确定 这话听得江白雪特别的诧异 然后开口问道 对 没错 你准备吧 张扬含喊呼呼的回答 他是不可能会把系统的是说出来的 现在的江白雪在他心中的信任可没有那么强 随后 江白雪就回房间拿手机了 张扬在楼下等着他 等待中 突然张扬听到楼上传来江白雪的声音 还有其他声音 各位宝贝们 今晚好啊 欢迎来到小白的直播间啊 哇 今天的小白好好看啊 不对啊 小白 你发财了吗 今天直播的地方 好像很富豪啊 随后 江白雪就走到了张扬的旁边 让张扬出现在的镜头前 这时只见弹幕顿时炸翻了天 哇 是上回的那个地摊哥哥啊 小白 小白 这次你是不是要告白了啊 小白 你们两个是在一起了吗 小白快点当场告白啊 我们都看着呢 看到这些留言 张扬有些错愕的看了看江白雪 这都是什么情况 好了啦 各位宝宝们 你看你把我们的地摊哥哥都弄脸红了 江白雪看出来张扬的尴尬 赶紧打岔道 哈哈 小白不知他脸红 你也脸红了 我发现我发现了惊天内幕 怎么办 弹幕爸爸快来保护我 哈哈 弹幕爸爸是不会放过你的 可以说 直播的世界对于张扬来说 是比较新鲜的 所以他认真地看着弹幕 不过这些弹幕似乎有点尴尬呢 好了啦 各位宝宝们 不要皮了 今天我可是有证实的哦 小白 你有什么证实啊 快说啊 只要你点我 我就听 顿时弹幕又开始了 江白雪看着自己的粉丝们 也很开心的鸭子 今天呢 我跟你们的地摊哥哥打了一个赌 要是我帮他卖一万件货的话 你们的地摊哥哥就要当场向我告白 你们觉得怎么样 听到江白雪的话 张扬皱了皱眉头 又想 这可能是他吸粉的手段 然后就没有说什么了 哇 小白 原来你和地摊哥哥真的有一腿啊 所以你们要不要看看地摊哥哥 当面给我告白呢 好啊 小白快说 要怎么购买 只要点击下面小黄车就可以购买了 各位快点刷起啊 只见一阵刷刷 不一会 这一万件的货就卖完了 这看得张扬眼睛都直了 看来新媒体推销 还是很有用啊 不过 我是不是要向江白雪表白啊 这似乎有点不太好吧 小白 快点让地摊哥哥表白 对对 快点 快点 大家都在翘首以待张扬的表白 看网友这么热情 张扬吞吞吐吐的开口 小白 我爱你 哎呀 怎么这么简单的呀 小白 怎么可以这样 不过地摊哥哥看上去好可爱啊 好了啦 大家都看到了 我给大家唱一首歌 赔罪如何 随后一阵空灵的美妙歌声传来 就连张扬这种不听歌的人 也觉得特别的好听 不知不觉的沉浸在江白雪的歌声中 不过他俩这是一出气的一个男的 一直垂桌子 可恶 小雪怎么会和他在一起 我要杀了这些狗男女 若是张扬看见他的话 就会认出 这个就是上次死皮赖脸的追着江白雪的那个男人 当然 这些江白雪与张扬并不知道 他们依然还在直播中 不一会儿 江白雪就唱完了 歌声停了许久 张扬都没有反应过来 知道江小雪直播结束 朝他挥了挥手 他才反应过来 这时的张扬反应过来了 不由得夸奖一声 你唱的歌很好听 不过 你直播结束了吗 对啊 都结束了 刚才谢谢你的配合 我不是故意这样安排的 嗯 张扬有些狐疑的看着他 江白雪脸色仿佛要滴血一样 特别紧张的说 就是上次车库遇见你的时候 网友启哄 我要向你表白 所以今天我才这样安排的 我不是故意的 一听到他的回答 张扬顿时就明白了 他也知道 为什么上次江小雪要跟着他了 嗯 我知道了 没事 你去休息吧 随后 江白雪就有些失望的回房间了 他发现 张扬听到这些的反应太正经了 看来他可能不喜欢他吧 难道我不美吗 回到房间的江白雪 拍了拍自己的头 江小雪 你在想些啥 别想了 快点闭上眼睛睡觉吧 可是他辗转反侧都睡不着 一直睁着眼白天花板 这时的张扬也很激动 因为他听到了脑海里系统穿来的声音 叮 恭喜宿主完成和助手的直播 完成一万件的直播卖货 奖励千万 现已打进宿主的卡内了 听到这声音 张扬更兴奋了 今天自己不仅又获得了一栋别墅 而且还成为千万富翁 还拥有了一个助手 这样看来的话 自己获得这个系统 真的就是自己转运的时候了 而且想到今天弹幕上那些网友的话 以及江白雪那些怪异的行为 他不会真的对自己有意思吧 一想到他漂亮的脸和那美妙的歌声 难得让张扬也失眠了 一直盯着天花板 此时的中海市豪门也跟这两人差不多 都陷入了无法睡着的状态 原因就是因为 卧龙山一号别墅拥有主人了 更让他们惊恐的就是 江景别墅居然也拥有主人了 这未免一时来的太凑巧吧 若说这卧龙山一号别墅 有主人不可能这么多的人震动 可是江景别墅不一样 那可真的就得是有钱有势 而且的是 传说中的隐居的强大世家的资产 可是现在他的主人可能出现在了中海市 这顿时就让整个中海市的豪门都轰动了 所有人都在想 他的主人会是谁 纷纷派出人去打探消息 但却毫无消息 但也不好太过放肆 纷纷派出人在江景别墅守着 就带着主人出现便去结交 不过显然他们的愿望会落空了 最近的张扬 可没有要去那边的想法 他还是知道有些才是不能外露的 不能够让太多人知道他拥有别墅的事 不然可能会招来一些麻烦的事 那就不太好处理了 此时的杨家依然也是被震动了 因为杨家早年要买这两栋别墅 可是都失败了 这次这两栋别墅都拥有了主人 谢南面让他们特别的不舒服 这时在杨家的书房气氛特别的紧张 只见一个特别精神 长相比较凶悍的老人 在与一个帅气的年轻男子交谈 若你看见这个年轻男子的话 你恐怕会惊讶 因为这个人的脸看上去无欲无求 一点也不像是一个年轻人的感觉 玉儿 你怎么看这件事 我觉得可能是某个大家族的人来中海市 这个人人只能结交 绝对不能得罪 男子冷静地回答 这回答似乎老头也觉得对 他赞许地看了年轻男子一样 不愧是他最看重的子孙 随后他看着桌上的书又开口 既然你这么说 想必你也知道自己要怎么做了 那我也就不多言了 对了 你最近让那个不孝子注意一点 不要到处胡闹 冲撞了这位贵客 是的 父亲 我知道了 随后 老头挥挥手就让他出去了 后面还说了一句话 让他去公司帮忙吧 你好好待待他 好的 父亲 然后这男子就把门关好离开了 空气中只能听到翻书声 将一切都给隐藏了 黑夜转瞬即逝 一晚很快就过去了 张扬两个人都盯着一双熊猫眼就起来了 吃早餐的时候 两个人互相看着笑出了声 别笑了 把早餐吃完 你就去把你的行李都收拾好吧 那个我上完课就去接你 到时候你给我打电话就行了 好的 还有一件事 就是我那公司的事 你也不要忘了 我知道 我会帮你处理好的 对了 那三年的工资就有你的工资底了 我这包吃包住 好 我知道了 小学店 这称呼叫的张扬 诧异地看着他 不过这下江白雪不敢说话了 赶紧吃早餐掩饰自己的慌张 张扬也看出了江白雪的尴尬 所以就没有再说话了 两人吃完早餐就各自分道扬镳了 张扬也去了学校去学习自己的课程 从小到大 张扬就对学习特别的感兴趣 所以他的课程都没有遗漏过 每门课程的成绩都比较的好 所以吃完饭他就赶紧跑去上课了 他没有想到的是在上课的时候 张倩居然也在 他有些疑问地看了看课程 确定是他的课啊 他没有走错 不过现在看来 显然是这女的还没有死心 还要来打扰他 既然如此 后面如果再发生一些事情的话 就不关他的事了 上课的时候 张倩一直对张扬暗送秋波 若是往常的张扬的话 恐怕都给扑上去了 可是现在再也不会了 张扬直接无视他 张倩的眼睛看得都要抽筋了 可是张扬还是不理他 不行 他一定要再把张扬给拿下来 要不然他可就两头落空了 所以就算张扬执拗不理他 毕竟好难怕猎女 我只要一直的缠着他 他肯定会原谅我的 一想张倩又开始发霉眼了 但导师似乎也发现了张倩的不太正常 是他就把他叫了叫了起来 这位同学 回答一下我的问题 这可把张倩给问梦了 他可不知道怎么回答 一直吱吱呜呜的回答不了 浪费了很长的时间 老师见他回答不出来 就让他给坐下去了 旁边的人一直在偷笑 张倩的眼神 他们早就受不了了 现在一看 老师将张倩叫起来 而且他还回答不出来 顿时幸灾乐祸地看着他 这个老师可是出了名的严厉 虽然在课上 他可能不会说什么 但是后面的话 在他的课堂上 应该就看不到张倩了吧 想想张扬顿时还觉得 心情就变好了 因为最起码 他可以在这节课上 不用再看到张倩了 张倩只是特别尴尬地坐在那里 这一下他再也不敢动了 张扬特别认真的在听讲 不一会儿下课了 一下课张扬东西 一拿就直接跑了 他可不想再受到张倩的纠缠 这么狗屁高耀 可不太好甩啊 好像接下来也没有什么课了 我还是先去街江白雪吧 然后就去他那个网络公司 把他那个辞职的事给处理好 想着张扬的脚步迈得就更快了 不一会儿就上车走了 让张倩在后面叫着吧 独留张倩一人在后面破口大骂 路过的学生都一脸诧异地看着他 看得张倩实在不好再骂 然后就给跑了 这时的张扬直接开车 来到了江白雪前面所说的那个地点 来到这里的时候 就见到白雪已经把东西给收拾好了 按了下车的喇叭 江白雪也看到了他 但他似乎有点怪怪的 这就是下车之后 张扬看到江白雪的感觉 他看到了张扬 有些尴尬地开口道 你可以先借我三千块吗 我这里的交为约金 要不然房东不让我走 一听这话 张扬觉得这姑娘 好像比他当初还倒霉 看着他那委屈的脸色 他连想都没想 直接就把钱给了江白雪 两人把钱给了房东 然后会回到了卧龙山 处理他公司的问题 一进入公司 就听见远处传来一个娇媚的声音 哟 这不是江白雪吗 怎么 这么快就妥协了 装什么清高呢 不还是要要回来 江白雪咬着牙 脸色十分难看 一句话都没有说 似乎在忍耐着什么 过了一会儿 一个长相十分艳丽 穿着暴露 打扮时尚的一女的 出现在了张扬的面前 哟 怎么着 这还带着个小白脸呢 这女的长得挺好看的 可说的话 确实让人讨厌了呢 这话的语气 让张扬想把这女的揍一顿 大厅里的人 都看着这女人欺负江白雪 一句话都不说 似乎这女的 一直都这么嚣张跋扈 早已细以为常了呢 这女的站在可是总监面前的红红人 他们依然都不会 为了没有什么地位的江白雪来得罪她 这就是现实 张扬想要说什么的时候 江白雪拉住了她 红姐 大家毕竟都共事过 做事不要太绝了 江白雪倔强冷漠地看着她 看着江白雪这张比她漂亮的脸 这个所谓的红姐就觉得不舒服 哟 小扬就你这个得罪公司的人 还想装大佬 可能吗 显然是不可能的 往常是总监护着你 现在她也不护你了 我肯定要整死你 而且几百万的违约金 可不是一个刚出社会的大学生就交的了的 想着红姐的眼神闪过暗光 看着江白雪的脸 红姐的眼神中就闪过了极度 怒气冲冲地开口说道 得了吧 就这公司的违约金 你可交不起啊 谁说她交不起 张扬的话一出 这下红姐就完全注意到她了 这难道是这个小剑蹄子勾搭的 看上去也不像是公子哥呀 身上穿的还是地摊货 看着张扬 她仿佛觉得 这是今年她听过的最大的笑话 顿时哈哈哈哈大笑 笑得直不起腰 就你 张扬最讨厌的就是 别人瞧不起她的感觉 这让她想起了以前的一些不好的回忆 显然红姐犯了她的忌讳 没错 就是我 怎么了 红姐笑得直拍手 就你这个穿地摊货的家伙 拿得出来这么多的钱吗 我拿出来了 你又如何 这穷小子 底气这么足 难道真的可以 红姐再次胡一的看了看她 可她身上都是地摊货 怎么看都不像 怎么了 你怕了吗 红姐可不能刺激 她直接开口道 如果你帮她交了违约金 我当场向江白雪道歉 如何 那你可记着呀 到时候别反悔 不好意思 红姐这下 你可是遇到了一个硬钉子 江白雪心想 可是看着张阳刚才维护她的样子 她感觉自己的心动了 不一会儿 张阳拿出了一张卡 看到那张卡 红姐笑得不行 你确定 就你这张卡 可以交三百万的违约金 你可不要打肿脸充胖子 最后被小美人给抛弃了呀 张阳看都不看她 只是禁止 将卡给了工作人员 结果真的有三百万的余额 然后现在的江白雪 就是自由身了 她再也不用受这个混蛋公司的压迫了 她特别感恩地看着张阳 要不是她 她恐怕还要被别人欺负 如何 红姐 可要当面道歉啊 我知道了 江白雪 对不起 大声一点 我们听不到 张阳故意假装听不到 让她大声地说 对 不起 听到了吗 红姐咬着牙说道 看着周围人那看玩笑的眼神 红姐气得就跑开了 可恶 这小子还真的有钱 看来那小贱人还是有点本事 不过我会整死她的 这一下让红姐更狠她了 简直就是心仇家旧恨 她要暗中找人把她给解决了 一路上的江白雪都特别的开心 她最近都没有这么的开心 她没有想到张阳可以这么帮她 看着开车的张阳的侧脸 她突然亲了一下张阳 这可把张阳给亲蒙了 张阳疑惑地看了一下她 这是什么意思 江白雪害羞地开口说道 谢谢你刚才帮我 这是谢脸 随后江白雪就假装玩手机不说话了 这动作把张阳搞得的觉得有点好笑 不过那个吻也似乎在她的心中 萌发了一点不一样的东西 她喜滋滋地开着车 一路上 这两个人的气氛似乎有一点怪异 一路上江白雪都在假装自己玩手机 不敢看张阳 而张阳也一直开着车 不敢看向江博雪 这个吻似乎让两个人之间改变了一些东西 在玩手机的江博雪 其实脸都羞红了 心里也一直在想 江白雪怎么就这么冲动 怎么就冲上去亲她了呢 这让她会不会认为自己是一个轻浮的女人 然后越想越夸张 想到连自己其实把手机拿反了 都没有发现 一棒的张阳就看着她持续在这种状态 也没有出声提醒她的手机拿反了 此时此刻 张阳的心也是有点乱的 另外 在发生张倩那件事情之后 她其实在短时间之内是 没有想要再找一个女朋友的想法 特别是还是一个长得那么漂亮的一个姑娘 尤其是自己 虽说有了地摊系统 未来报复不可忘 但张博雪看了自己的别墅盒 豪车也有可能是因为钱儿喜欢上的 一想到这里 张阳又皱了皱眉 因为她实在不想遇到像张倩那样的拜金女了 旁边的张博雪 在偷瞄张阳的时候 发现她皱了皱眉 就在想 难道是因为自己的稳让她难做了吗 于是 两人住在各海西寺之中 到达了卧龙山的一号别墅 张阳帮助张博雪 把她的行李搬进自己的别墅里 哦 我这边还有事 你的行李就你自己收拾一下吧 然后 要是我也放在客厅了 你待会可以自己去拿 那我就先走了 留下江白雪一个人待在别墅里 收拾她的行李 想着今天发生的一系列的事情 张阳将白雪送回到家里的时候 张阳猛地听见脑海里传来系统的声音 兵 颁布新任务 要求宿主独自一人前往中海大桥进行摆摊 只听到这个任务的时候 张阳还在想 要不要让江博雪去给自己帮忙 可是又听到任务中 要自己独自一人前去 然后又想到 今天发生了那么多的事 还是让她先在家里好好休息一下吧 平复一下自己的心情 毕竟今天 等着张阳就让系统自动补货 让系统准备了各种各样的产品 然后就前往了中海大桥 骑着汉马不一会儿 就到达了中海大桥附近的那个市场 将汉马停在那里 然后把产品放在汉马车旁边摆着 看着中海大桥灯火辉煌 人来人往 这是她在原来的那个市场所 没有看到的 不过现在的自己 仍是在摆地摊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吧 不还是有变化的 现在的我拥有了地摊系统 找了一个助手 还有豪车和豪宅 拥有能够帮助家里的能力 或许明两天 我还能够回家去看一下父母们 我想着张阳不由的嘴角露出了一丝微笑 似乎幸福就在眼前 在张阳沉浸在自己的想象中的时候 这时候 他突然听到一个令他特别讨厌的声音 哟 这不是张阳吗 在这里摆地摊呢 难道是因为家里太穷了吗 也对 你家本来就穷 而只见一个长相平凡 但脸像看上去特别的尖酸刻薄的一个男的 在那傲慢的说着 原来就是张阳的高中同学张瑞凡 他和张阳一直都是死对头 曾经是喜欢张倩的 可是张倩并没有选择他 而是选择了张阳 所以就一直看张阳特别的不顺眼 如果现在上大学了 张阳还在摆地摊 这让他看见了 非常想要犀利他 也难得有这么个机会 可以落井下石 张阳看见这个曾经的老对头 有点哭笑不得 这个好像又是因为张倩惹的祸吧 真的是都分手了 有时候还要 除了因为他而来的一些屎摊子 现在张阳只想爆粗口 怎么了 难道你是要买我的货吗 张阳好生好气的说 他不想惹事 他只是想要好好完成今天的任务 但是显然张瑞凡并不想要稀释宁人 他直接对着张阳的那些商品 就是一脚 嘴里还骂骂咧咧的 谁他妈想要想要你这些烂货呀 听到张阳紧皱眉头 十分想把张瑞凡给揍一顿 但还是忍住了 只是冰冷的看着张瑞凡 然后他开口道 你既然不想要的话 那就离开我的地盘 显然张瑞凡是故意来找茬的 他可不会听张阳的劝 还推了张阳一把 我凭什么要听你的 你不就一百地摊的吗 张阳气得直握拳头 看着张瑞凡背后的那几个小 这几个虽然就是地头蛇 纯属就是来捣乱的 不过张阳也知道 强龙压不过地头蛇 最好就不能够得罪这附近的小 不然越后的日子肯定是不好过的 知道这些人会在以后 给自己留下什么样的报复性行为呢 所以张阳就在想 能不得罪张瑞凡 就不得这人 但如果他实在是太过分的话 那就不能怪我了 毕竟我也不是吃素的 张瑞凡 我们也都这么久没见了 也不用一开口就这么针锋相对的吗 等到你 我们骄傲的话 不也是因为张茜那个女人吗 一听这话 张瑞阳就想生气 他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自己心中的女神被别人抢走了 张阳看见张瑞阳 张瑞凡那个样子 心里还在想正确 那个女人有什么好的呢 知道他这样为她付出 算了吧 我又何必吐槽别人的以前的 我不也是这样的吗 一想到以前那个为张灿做牛做马的那个男人 张阳就很想给自己一巴掌 然后张阳又开口了 为了一个女人 犯了兄弟们的和气不太好 得了吧 谁和你是兄弟 我们中海大桥这边摆摊 先把你的保护费给我交过来吧 在他要求保护费的时候 他旁边的一个小弟 一直盯着张阳旁边的汉马 听到他老大说的话 越来越欺负人的时候 他赶紧把他拉住了 然后和其他人把他的老大一起拉了回去 这个操作顿时把张阳也给弄猛了 原来这小弟认出了张阳旁边的那个车是汉马车 而且在那个车上放的东西似乎是张阳地摊上摆的一些东西 这小弟原来就有过一些见识 他认出了这辆汉马 是有事无价的豪车 应该来说 在中海市能开得起这辆车的人 肯定是豪门 是这辆车居然出现在了张阳的背后 而且还帮助他运货 要么这辆车是张阳的 可是听老大那的话的话 这张阳家里应该不怎么有钱 可怎么会拥有这样的豪车呢 要么就是他背后的人吧 能在中海市用这豪车的人 可不是我们一群小混混 能惹得起的 所以小弟就把他老大的嘴给堵住了 然后就拉到了一旁 把自己的想法跟他说了 这么一说 把张瑞凡也给弄懵了 你确定吗 那辆车 没错 跟着青阳老大的时候 我曾见过这辆豪车 而且他曾交代过 碰到这样的人绝不能碰 而且还得好生好气交代 其实这个小弟才是这一伙的头头 张瑞凡只是他的一个比较有能力的助手 现在张瑞凡自己自己这边的老大都这样说 那看来这张阳真的不能动 可是张瑞珊还是咽不下这口气 以前在高中的时候 他就被张阳给压制着 可现在自己出了社会 而他只是一个大学生 而且还是一个白地摊的大学生 我却依然不能够动态 这未免也太气人了吧 总之 现在张瑞凡的感觉就是两个字 别屈 旁边那个小弟似乎也看出了他的样子 然后安慰安慰了他 随后 张瑞凡再次来到了张阳的地摊前 别扭的开口说道 你不用交钱了 你就在这里摆吧 话音一落 张瑞凡就带着他的一众小弟都给走了 张阳看着张瑞凡的这一番神操作 莫名的有点猛啊 因为在他的印象中 张瑞凡不像是会这么快就妥协的人 准备好了 如果他还要继续纠缠不清的话 他就打算报警了 似乎是刚才他那个小弟把他拉到一旁 说了什么 然后他才决定离开的 可是他的小弟为什么要帮助我呢 张阳真是越想越想不通 算了 想不通就别想了 我还是好好卖货吧 然后张阳又开始大声的叫卖了起来 好好看一看 我这里什么都有 大家都来看一看 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你买不到的东西 这话一出来 又加上张阳旁边有汉马 然后顿时一大火年轻人就围绕在旁边 哇塞 现在一摆地摊的都有豪车了 未免也太强大了吧 有人在给张阳拍的照片 似乎想要给传销网络上去 以用来吸粉 哇 小哥哥 你这真的什么都有吗 那我要一个卫生机 说话的一个女生脸十分红 原来张明阳这边的街道主要是美食街 百货大楼离这里比较远 这个小姑娘突然生理期来了 实在是太尴尬了 然后才拉下脸皮问张阳的 刚开始听到这个的时候 张阳也梦了 然后她就反应过来了 有有有 这是七度空间的组合装 你收好 女孩一看又感冒 急忙把钱挤付了 然后就跑了 也得亏这女孩戴着口罩 也没啥人能知道她是谁 要不然的话 她可就丢人丢大发了 张阳心想 然又有一个人问了 哥 你这豪车卖吗 卖的话我就给收了 以最近 这些人真的越来越刁钻了 张阳直接回答 可以卖 九千万 是要转账 还是现金支付 以这话 这个男的脸色都变了 然后就走了 嘴里还骂骂咧咧的 说神经病啊 地摊后还卖这么贵 张阳听到那个男的 骂骂咧咧的 他也有些无奈 难道不知道 汉马是市场乌乌价的吗 我这都便宜卖给你了 你居然还敢骂我 这个有什么办法 可以让我和你一样 生意这么好呢 而且 还可以买得上豪车 张阳现在看自己货卖的 也差不多了 而且 时间也不早了 但还有人问啊 然后他就回答 你也拥有一辆豪车的话 你就能够像我一样的 话一说完 张阳就上车把车开走了 那小姑娘问的一猛 我就是想要一辆豪车啊 所以才问你的 我要是有的话 我何必要请教你呢 这么悲剧的历史 再一次发生了 还记得 刚获得地摊系统的时候 得到的那辆车的时候 也碰到了一个这样的顾客 当时张阳阳也是这样回答的 这真的是历史再一次重演了 丁 恭喜宿主完成任务 献奖励一辆大众 献已放入车库 这冰冷的声音传来的时候 张阳有一些懵了 似乎这是他获得强力 最少的一次往常奖励的车 几乎都是豪车 很少说是奖励这么一辆平常的车 不过有总比没有的好 似乎这么一辆车 也可以方便自己去看一下 家人们不会那么引人注目 要少让小区里的那些 长蛇腹脚那么多的舌头 想了想 这车还是有用的 似乎还有一件事 就是银行卡里还有一千万 可以考虑将这一千万去投资 让奇力滚力 看来最近还是要多关注一下金融市场 没准还真的就能获得巨大的利润 想想张阳就特别的开心 看看现在自己幸运的 就和自己曾经在小说中 看过到的那些主人公一样 都要因为系统而走上人生的巅峰 越想越是气滋滋的 然后手机突然来了一个提示音 提示明天就是30号了 原来30号是张阳 要给妹妹生活费的日子 所以她在手机里 给自己设置了提示音 以防止自己不要忘了 去看一下妹妹 然后顺带给她改善一下生活 一想到到明天又想见妹妹的时候 张阳又莫名的想笑 也好久没有去以前自己的妹妹了 原来是因为身上实在是没有钱 也不敢去的那么频繁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的自己有钱了 可以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妹妹了 一想到现在的自己 可以有能力帮助家里的时候 张阳就特别的特别的开心 特别是还能看到自己妹妹的笑脸 还可以更好地保护她 然后张阳开心地 把车开得更快了 不一会儿 将车开得飞快的张阳 就到达了卧龙山庄的附近 在这附近有一块特别偏僻的地方 张阳一直想的是 并且喜自知地开着车 车速也开得比较快 就没有发现自己的车前 似乎多了一道身影 由于天色太暗 她也没有看清 然后就不小心地撞了上去 这时的她只觉得自己 好像撞到了什么东西 赶紧下车查看 结果 她看见一个浑身是血的人 躺在地上 吓得她五魂出了一窍 就就瘫在地上 所以说 张阳拥有了系统 但她现在的主要认知 还只是一个大二的学生 突然遇见这一件事 也是挺吓人的 等一会儿 张阳回了回神 我可不能一直傻愣着在这 这人可一直在流血了 也不知道死了没死 要是死的话 我的麻烦可就大了 然后张阳赶紧爬起来 探了探这个人的鼻息 发现这个人还有呼吸 那么这个人就没有死 到底要不要叫120呢 正在张阳迷惑地 拿着手机的时候 突然她感觉到 什么拉了拉自己的酷酒 头一看 原来是那然后张阳救个被撞的老兄 她的嘴里似乎小声地说着什么 但是张阳听不清 于是她赶紧操进耳朵去听 原来是说不要去医院 不要报警 可是不去医院 不报警的话 你这一身伤 我该要怎么处理呢 摸摸头 张阳现在感觉特别的烦恼啊 到底要怎么处理啊 算了 还是先听这个老兄的意见吧 然后张阳就把这家伙 给拖进了自己的车里 还让系统给了自己一些医疗用品 大致的简单处理一下 这位无名老兄身上的伤 就赶紧开车走了 这男的身上的伤这腰多 不可能单单只是因为我的车撞的 特别是张阳 似乎在他的手上发现了枪伤 按照电视剧里的情节 这样的人 一般都是麻烦人物 都是要被人追杀的 也就是说 现在在后面有人在追杀他 如果他们看到我和他在一起 岂不是会认为 我是他的囤货 然后也把我给宰了吗 一想到这里 张阳就不敢再给这位老兄收拾了 一号别墅在那里 卧龙山庄的警卫还是可以的 这些人应该还是进不来的 而且现在这里也没人 应该也没人发现 会是我把这个人给带走了 刷了一声 张阳猛猛猜一猜油门 然后就离开了这里 大概过了十分钟的时候 果然不出张阳所料 居然出现了一伙黑衣人来到了这边 似乎来找这位无名人士的 确定他是往这边跑了吗 可是现在人却跑了 而且他还中了药 身上还中了蛋 能跑到哪里去 跑到哪里去 现在我们的任务 就是要把他给杀了 他已经看到我们的脸 如果他没有死的话 你可以想象到我们后面的后果 你也知道 按照那个人都很辣 性格的话 我们肯定会死得很惨的 这些话 这些黑衣人 更加的努力的查找无名人士了 他们都知道 如果他没有死的话 死的就是他们 让那个人的很辣性格的话 他们肯定是生不如死的 当然 后面这些人的话 张阳是肯定听不到的 现在的他 已经到了卧龙山庄 直接回到了别墅 楼上的江白雪 听到了张阳回来的声音 然后就下楼查看 结果 却看到张阳来了一个浑身脏兮兮的血人 顿时把他 吓得就是尖声一叫 把别墅都震了一震 张阳 赶紧把人放在沙发上 然后就上去捂住了江白雪的嘴 让他不要叫 然后盯着江白雪开口说道 你不要叫我就把手放开 听到了没有 江白雪赶紧点头 示意自己听到了 然后张阳就把手放开了 江白雪特别害怕的看着张阳 这家伙不会是杀人犯吧 张阳看着江白雪的脸部表情 就知道他在胡思乱想一些什么东西 你会简单的一些医疗处理吗 你帮我收拾一下旁边的那个无名老兄吧 现在就是不会江白雪也点头示意会 顿时如小鸡灼米般点头会 你去厨房拿那个医疗箱 帮他处理一下吧 然后江博雪就跑到了厨房 然后拿着一把菜刀护身 等了许久的张阳都没有看见江白雪出来 然后就跑到厨房一看 看到这女孩拿着一把菜刀紧背的看着自己 顿时张阳觉得特别好笑 这女孩今天还表示喜欢自己呢 结果今晚就这样的表现 我不是坏人 我不会对你做什么的 我要真想对你做什么的话 想比你昨晚也死了吧 江白雪听了想了想 张阳的话还是有道理的 然后又开口道 这人是怎么回事 我在路上捡到的一个雪人 我也不知道她是怎么回事 我碰到她的时候 她已经浑身是血的躺在地上了 本来我是想把她送医院的 可是她拉着我裤子说不让我把她送医院 然后我就把她送到了家里 张阳顿了顿 你赶紧帮她处理一下 要不然她可能就真的失血而亡了 因为咱们两个 听了张阳的话 而且这两天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 江白雪也不太相信 这个张阳是个坏人 其他就慢慢的把菜刀给放下去了 然后赶紧把医疗箱给拿了出来 立马就跑到客厅去帮无名人士处理伤情 也得亏着江白雪平时是个有爱心的人 经常帮一些小猫小狗处理小伤 所以她处理这个无名人士的时候 也是比较顺手的 张阳看着江白雪 很熟练地处理无名人士的伤 然后她就开口问道 还要不要她帮一些忙 那你帮我拿一些药品吧 张阳在旁边就一直负责传送医药用具 看着旁边认真的江博雪 不知道为什么 张阳莫名觉得认真的这个女人特别的美 美得竟让她看呆了 然后江白雪拍了拍她 你在干嘛 酒精给我啊 啊 好的 酒精在这 然后她可说了一声 以掩饰自己的尴尬 不一会儿 江白雪就大致地 给这人的身上的伤给处理好了 但是现在还剩下一个伤 就是她手臂上那个子弹的伤痕 江白雪不敢给这个处理伤口 这个伤口是子弹伤的 我不敢弄 看着这个子弹的伤口 也很是头疼 从前面这个男的 不让报120的话 也就是说医院的话 可能就不了他 也有可能要杀他的人 在医院也有 可是现在不送医院的话 他手上那个墙上 应该要怎么弄啊 你就随意 把他挑出来吧 这家伙应该不能送到医院去 只能现在我们自己处理 拜托你了 张扬诚恳地 看着江白雪说话 一听这话 江白雪就想吐槽 因为这些小猫小狗啊 说跳就能挑的 这可是抢伤啊 大哥 看着眼前的这个无名人士 江白雪就觉得 张良扬一定不可能 只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 也不可能会带回来 这么一个血人 这家伙不会是魂黑的吧 难道是上的公子哥 要不然的话 一个普通的大学生 怎么会拥有这么多的豪宅和豪车呢 真的是越想越有可能 算了 这张扬你可是欠他很多 这次就当是还恩晴吧 而且自己还是他助理 想着想着 蒋博雪就摇摇头 江白雪你不要再想了 眼前还有一个人等着你给他医治呢 张扬看着江白雪那奇怪的行为 以为他是不敢给无名大哥动手 可是现在这没有别的办法 只能让江白雪死马当活马医了 不敢怎样都是死 于是张扬开口说道 你不要怕 你就把他当成小猫小狗 然后把这子弹给取出来就好了 听到这话 结果江白雪更怕了 他很害怕 自己会把这家伙给弄死 他尝试地看了看 并且剪开了一点无名大哥的衣服 结果盯着盯着无名大哥的手臂 他居然吓得晕倒了 在这大哥的手上居然有纹身 而且还是龙头的 这可不是什么普通人可以闻的 只有大佬才可以 可居然出现在了这里 这顿时就把这没什么见识的小姑娘给吓到了 看到一旁的江白雪给晕倒了 这下张扬也梦了 现在他也不知道要怎么处理 然后他就把江白雪搬到旁边的沙发上 拿着原先他拿的那些工具 将无名大哥身上的衣服剪得得更开了一些 他也看到了这家伙身上的龙头纹身 他或许明白了他为什么会晕倒了 看来 这次自己真的带回来了一个不得了的麻烦人物 可真的就放任他死去 张扬知道自己是干不了这样的事的 算了 还是自己动手吧 要死他死了 就算他倒霉 于是他颤颤巍巍的用酒精给他的手臂和镊子消毒 然后想象着 以前小说中遇到抢伤的男子 应该怎么处理的情节 然后按照那个步骤 冷汗猛低 然后手颤抖着 就给无名大哥把子弹给夹出来 但这子弹现在太进去了 特别的不好夹 张扬只能小心的不断尝试 可是这时这位大哥英明了起来 把他吓了一跳 顿时就一股气一把 结果还把他的子弹给弄出来了 然后他赶紧给他上药包扎 手上的血就给止住了 顿时张扬也瘫软在地了 任哪一个普通大学生 在碰到这么多的事 也都瘫到在地了 张扬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看着这个无名人士 心里在想 也算这家伙幸运 遇到了我 要不然的话 可能就死在路上了吧 也多亏他命大 在我们真的折腾下也没死 命也确实够硬的 在这方面 张扬真的觉得这个无名人士很幸运 现在的张扬 只有一种感觉 那就是累 可是旁边还有这么多还要处理 总不能就让这两个那么大大咧咧的 就躺在客厅吧 要是碰到有人闯进来的话 自己可真就有理 也说不清了 想着想着 过了一会儿 张扬也缓过神来了 于是他就起身 把江白雪给搬到二楼他的房间了 他可不想听到别人说他欺负他 不过这小妞看上去瘦 这体重还是挺重的呀 而且身上还特别的软 手碰上去的感觉特别的好 等等 打住 张扬你在胡思乱想些什么 张扬赶紧把江白雪给搬了上去 然后就逃命一般的离开了 来到楼下 他赶紧通过整理桌上的医疗用品 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 把东西都收拾好后 他就把这无名大哥给搬到客房了 不过他还小心的摸了摸他的额头 看他有没有发烧 在他的印象中 一般处理了大的伤口的话 这些病人就有可能会发烧 而且醒来还可能会有失忆的缓解 不过看这家伙命这么硬 应该也不太可能吧 算了 自己还是去休息吧 就让这家伙在这躺着吧 明天自己还要去见妹妹 可不能顶着一双熊猫眼就出去了 要不然妹妹肯定会担心的 所以这位大哥 你就自己自求多福吧 然后张扬就离开了 回到自己房间去休息 并计划着明天怎么去见妹妹 给他准备什么礼物 不知过了多久 江白雪醒过来了 这时的他看到自己 是在自己的房间里 头还晕晕的 然后他就以为 昨晚发生的一切都是自己的梦 然后拍了拍自己的脑袋 自言自语的说 自己怎么会做这样的梦 然后他就下楼了 不过这时候张扬已经离开了 他在桌上留了字条 说他有事 今天再麻烦他照顾一下无名大哥 要换药的话 医疗箱里都有 他可以自己拿 所以自己昨晚真的不是做梦 我真的遇见一个快要死的人 而且我还帮他处理伤口 所以我真的不是在做梦 将白雪掐了一下自己 疼的 看来是真的 然后他又去客房看了一下 还真的躺了一个陌生人 告诉他 他真的没有做梦 然后他再一次的 华丽丽的给晕倒了 而张扬则是正在前往 给妹妹准备礼物的路上 今天他没有课 可得要好好准备一下 一想到要见到妹妹张扬就开心 他可是出了名的媚控 哪怕以前张倩和他在一起的时候 他有时候 都会因为妹妹的事拒绝他 在前往妹妹学校路途中的张扬 自然也不知道 自己家中发生的情况 只一心沉浸在 即将要见到妹妹的兴奋中 不过在出发之前 他就大概的想好了 现在那个无名人士正躺在床上 一时半刻是醒不过来的 所以也不会对江白雪造成什么麻烦 至于江白雪 已经留下纸条提醒他了 想必在经过昨晚的情况的话 他应该也是有了一定的心理承受能力的 所以大概的想了一下 张扬就放心的离开了家 不过显然 他似乎有点高看了江白雪雪的承受能力 此时的江白雪还处于昏迷之中 大概过了十分钟左右 江白雪慢慢的睁开了眼 从地上坐了起来 拍了拍自己的头 然后看了看床上的无名人士 又看了看自己手上的纸条 觉得自己显然只能认命吧 毕竟现在的自己是张扬的助手 既然他吩咐了 还是好好工作吧 而且张伯雪又觉得 张扬前面帮助了自己这么多 现在只是碰见一个无名男子 自己就要退缩吗 显然就是不可能的 不管怎样 还是先帮他照顾好这个人吧 这样就对得起他的工资 也对得起他曾经对我的帮助 更深一层次来说 现在的江白雪没钱 无处可去 而且还欠了张扬的 在最主要的是 他现在还住在这里 如果这家伙真的是个不法分子的话 如果我现在就走了的话 显然他会把我给杀人灭口的 不管从哪方面来讲 江白雪都要起来照顾这个人 顿时他就从地上爬了起来 然后按照他往常的经验 认认真真的照顾起来 此时到张扬 显然也不知道 江白雪这么多的心理活动 就算知道他也不会在乎的 毕竟这家伙只是脑洞大而已 虽说那个无名男子 可能是个麻烦的家伙 但是他醒来 一旦会发生一些对张扬不利的事的话 张扬肯定会把他给处理的 不会让麻烦上身的 张扬把那辆大众车 开到了妹妹学校门口 比较显眼的地方 然后开靠在了车上 这样等妹妹一出来 就能够看见他了 不一会儿 就到了下课的时间 叮铃铃的声音再次响起 直接一会儿会儿 年轻的学生如风潮 涌入般走出了校园 看着眼前的场景 张扬似乎想起了以前的自己 眼神有点恍惚 然后他似乎看见了妹妹 从校园门口走了出来 旁边似乎还跟着他的同学 见他一直眼神在外面搜寻 显然是在找自己 然后张扬的手挥了灰事宜 他在这里 这样一来 张扬的妹妹张兴就看到了 然后和他的同学说了什么 就独自一人小跑到张扬的旁边 顿时累的弯腰双手喘着粗气 不断的流汗 气喘吁吁的 说哥哥 你来了呀 我好想你呀 说现在的张兴很累 但是看着张扬的眼神 是晶晶发亮的 不是看你这时候才有空吗 不想耽误你的学习 所以才这个点来的 不过下次你不要跑这么快了 你看把你累的 说着话 张扬从车里拿出了纸巾 给自己的妹妹擦汗 妹妹张兴可爱的吐了吐唇 然后抓着张扬的手臂的说道 好了啦 哥哥 我知道了 你不要教训我了吗 张扬一看妹妹撒娇 就妥协了 刮了刮他的鼻子 开口说道 现在都十二点了 我带你出去吃饭吧 不用了 在食堂吃就好了 听到妹妹的这个回答 张扬其实是有点心酸的 因为他知道 妹妹是因为家里比较困难的原因 所以才不想和他出去吃饭的 想把钱给省下来 因为他也不想看到 他和父母那么的辛苦 一家四口都互相体谅着对方 都用各自的方式 来为这个家做出自己的贡献 不过现在的张扬有了地摊系统 也不差这些钱 所以他依旧坚持 要带妹妹去外面吃点好的 没事 哥哥前几天买彩票中了奖货 你猜我中了多少 话说这这 张扬还用手比划了一个一的首饰 真的吗 哥哥 难道是一千块吗 张扬摇了摇头 示意他再猜一次 一万吗 不多 再多一些 啊 张兴有点不敢置信的吞了吞口水 然后开口说道 难道是一百万吗 不 是一千万 张兴一听 瞬间就尖叫了起来 什么 顿时就把周围的人给吓到了 张扬示意他小声一点 不要惊动别人 然后张兴赶紧捂住了嘴 不敢置信的看着自己的哥哥 似乎还以为这是一个梦呢 好了啦 傻丫头 别发愣了 哥带你去吃好的 随后 张兴就跟着张扬上了车 看着这辆车 张兴依然还是处于不敢相信的状态 妹妹 车上有给你准备的礼物 你看看 听到哥哥的话 张兴就赶紧把后座上的礼盒给打开了 结果是他一直想要的那几本练习的材料 顿时就大叫哥哥 你真是太好了 看到妹妹那高兴的样子 张扬也特别的高兴 不知不觉 两人很快就到达了饭店 然后给点了一桌子的菜 在饭桌上 张扬大概的把自己的情况跟张兴说了 并且跟他说 如果想要什么的话 可以跟他说 而且张兴觉得这钱肯定也来之不易 就让哥哥拿一部分去投资理财吧 这样也不会浪费 而且 既然现在哥已经有钱了 那么你就不要去摆地摊了 一听到这话 张扬觉得 怎么可能自己本来就是要靠地摊系统 查发展起来的 如果不摆地摊的话 又怎么能够完成地摊系统的任务呢 显然 这是不可能答应的 于是 他有点不好意思的开口 这个可能不太行 你也知道哥哥嫌不下来的吗 听到哥哥的回答 张兴也显然知道自己是劝不了哥哥 然后就没有说话了 过了一会儿 服务员就把菜给端上来了 两兄妹美滋滋的 一起吃了一顿美好的午餐 吃完饭以后 张扬把这个月的生活费 多给了一些妹妹 让他自己安排 然后就把妹妹送回了学校 因为也差不多到上课的时间了 把张兴送回学校以后 张扬就开着车离开了 不过他没有注意到 背后的张兴一直盯着自己 张兴在后面担心地看着自己的哥哥 他老觉得自己的哥哥 好像有什么事瞒着自己 也是这个突然出现的所谓的一千万 反而让他更加觉得心里不安 在饭桌上 张扬就似乎对他隐藏了一些什么 但是他就是不肯说出来 毕竟是朝夕相处了十几年的哥哥 所以张兴还是觉得自己的哥哥 肯定是不会干什么坏事的 但他为什么要隐瞒这一千万的来源呢 这个地方是张兴想不通的 原来在饭桌的时候 张兴就手机查了查 最近有没有开彩票 结果显示 这几天压根就没有开彩票 所以张扬的这一千万 到底是哪里来的呢 拿着银行卡呀 张兴觉得自己的手心有点烫 因为他很担心自己的哥哥 不过看哥哥那个样子 这件事到底要不要跟父母说呢 可是看哥哥那个样子 他似乎还没有跟父母说 现在的张兴特别纠结 所以他打算晚点打个电话 先试探一下 再站了一会儿 看着哥哥的车 消失在自己眼前之后 张兴慢慢地走进了校园里 此时的张扬并不知道 在自己离开后 自己的妹妹想了那么多 也不知道 他选本说中彩票的那个谎言 其实已经被妹妹发现了 此时的他 现在就想着 要先回卧龙山一号别墅 别那个无名男真的醒了 然后对江白雪造成什么危险 就不太好了 所以张扬开着车 一路狂奔 回到了卧龙山庄 你到达这里就 被保安给拦下来了 让他出示证件 张扬快速地出示完证件后 让保安检查 就快点把车给开走了 看着张扬飞快地 把车给开走了 后面的保安吹了一口 骂着说 赶着投胎呢 这些有钱人 也是有毛病的 不过能成为一号别墅的主人 自然也不是一个小小的保安 能够得罪的 保安只是在后面 小声地说骂着 不敢让其他人听到 而且这么小声 处于在紧急状态的张扬 自然也是听不到的 这使得他快速地开着车 不一会儿 就到了卧龙山一号别墅 江车停到停车处以后 他就快速地走进了别墅 这世道无名男人 由于伤太重 还没有醒来 还在床上躺着 然后张扬见江白雪 也没有在无名男人的旁边 不过看他身上那些脏兮兮的东西 都擦干净了 也知道江白雪是照顾了他的 要不然 他的身上也啊会这么干净 他可不不记得 自己昨晚是给这男的 处理过身上的脏东西 然后张扬到了厨房 发现江白雪在哪准备午餐 旁边似乎还炖着粥 看着这些他就明白了 魏姑娘或许真的值得 自己曾经为他做的那么多的事 江白雪在端菜到饭桌上的时候 才发现了张扬回来了 看了看桌上的菜 有点不好意思地问道 吃了没有 张扬赶紧回答 自己吃了 那个你不用准备了 一听见张扬的回答 江白雪就去端来自己的饭 然后在饭桌上吃起了午餐 看到江白雪这么平静的反应 这但是让张扬有些诧异 他还以为自己回来以后 张白雪会因为自己 让他照顾那个无名男子而生气呢 完全没有想到 他会是这样的平静 原来早在张扬还没有回来的时候 江白雪就想通了 现在的自己是张扬的助手 不管怎么样 他都帮了自己那么多 还处理了自己公司的事 就算他真的是个魂黑的 自己也会帮助他的 所以张扬回来才能看见一个这么平静的江博雪 若是往常的他 可能真的就走了 江白雪在那平静的吃着饭 他仿佛知道张扬诧异的看着自己 然后就开口说道 你忘了我是你的助理吗 这么一问 张扬似乎也知道了他的意思 便也没有再说什么了 让他静静的吃着自己的午饭吧 然后张扬就进了客房 查看无名男子的伤势 江白雪见他那个样子 显然也知道他是认可了自己 然后只是快速的把自己的饭吃掉 好待会儿给受伤的那个人喂粥 显然这位大哥被江白雪照顾的很好 他似乎还给他上了药 还物理降温 无名男子的体温 显然没有自己离开时候的那么高了 看样子命运的这个家伙 可能会醒了 看来接下来 自己可不能独自让张伯雪留在这里了 要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可就不好了 想着想着 张扬就决定了 反正今天也没有客 就陪着江白雪一起照顾他吧 也防止他醒了以后 对江白雪做出什么事情 这男的晕倒前露出的那个警惕眼神 就可以发现 他并不是什么善良的人 而且极为有可能会对救他的人 做出一些什么事情 想着想着 张扬就看见江白雪把粥拿了进来 然后就给昏迷的无名男子喂了起来 看着眼前江白雪的动作 张扬对他的信任度增加了 毕竟一个女孩子 帮他做了这么多的事 也显然不容易 特别是昨晚还帮他处理了一个 差点就要死的人 或许他真的会成为自己信任的人 张扬心想 江白雪早就察觉到了张扬的观察的眼神 他也不是一个笨的人 他从张扬的眼神就可以看出来 他更加信任自己了 看来自己的付出真的不是白付出的 就这样 在两个人各怀心思的时候 不一会儿就把粥给喂完了 然后江白雪说话了 这人能不能醒 就看他的烧会不会退下去了 张扬一听也知道他的意思 并没有一开始就回答他 想了想才说 你不是外语系的吗 怎么懂得这么多啊 不是 只是想说一个女孩子 看着张扬窘迫的样子 江白雪忍不住的笑了起来 这一笑让张扬给看呆了 笑起来的江白雪真的很美 江白雪看张扬一直盯着自己 有点不好意思 顿时两个人之间的气氛变得有点尴尬了 然后旁边的床上发出了咳嗽的声音 顿时把这两人的目光吸引过去了 原来是吴明大哥醒过来了 一见这人醒过来了 张扬两个人互相看了一样 然后他就示意让江白雪出去了 显然不想让吴明男子看见江白雪 免得发生一些不好的事 他打算独自一个人处理吴明男者 就算后面这个人真的要报复什么的 也最多就是报复他一个人 这样也不会牵扯江白雪 这样一想他就让江白雪出去了 然后就走到了吴明男子的旁边 这家伙果然醒了 一过去他就看到这家伙 湛蓝色的眼睛 不过这双美丽的眼睛 在看到张扬后 瞬间就变得戒备了起来 似乎想要把他杀了 然后吴明男子就起来 想要牵制住张扬 可是他身上的伤 显然无法让他做到这样 一起伸顿时就疼得躺了下去 一直咳嗽 不过就算是这样 他还是始终凶狠地盯着张扬 担心他会对他不利 张扬看着眼前的情况 也是十分的无语 心想 大爷 你可是我就回来了 你居然用这样的眼光看着我 找到就放在你一个人在那死了就好了 想是这样想 不过显然张扬是做不出那种事情的 然后他实在忍受不了 吴明男子的眼神了 就开口说道 你就是这样对待你的救命恩人的 听到这话 吴明男子有些迷惑地看着张扬 然后大概地观察了一下 这个污渍的情况 他从脑海中调动自己的记忆 眼前的这个男子 似乎是昨晚那个 自己不让他报警的那个男人 也就是说 现在的我是被他救了吗 然后确定 张扬不会对自己造成 什么生命安全的时候 这个男的顿时稍微的松了一口气 张扬也显然发现了 他情绪的变化 但他并没有说话 他想要抓住主动权 让这个男人自己开口 后面一一阵非常好听的 男敌陈英响了起来 我为刚才的是跟你抱歉 谢谢你救了我 如果日后 你有什么要我帮助的话 我会尽我的全力 一听这话 张扬觉得这小子还算机灵 要不然的话 他非得整死他 没事 你先好好休息一下吧 毕竟你也受了这么重的伤 而且刚才我也没有把事情给解释清楚 你会那样也是正常的 听到这话 无名男子其实是有点震惊的 因为在他以前的生活中 他没有碰到过一个这么直接的人 所以他一直诧异的看着张扬 这种眼神把张扬看得有点不舒服 他直接开口说道 你不要这么看着我 弄得我有点尴尬 大哥 哈哈 这话听得无名男子顿时哈哈大笑了起来 不过一会儿就笑得有点喘不过气 然后可缩了起来 当然了 这个反应是蓝眼男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的 因为在他的身边碰到的那些人都是比较有心计的 但是张扬的眼神确实比较纯净的 那么说明他是一个可以信爱的人 或许以后还能成为很好的朋友呢 张扬看他那个样子 赶忙过去给他拍了拍背 有点责备的说道 又不是不知道自己受了伤 嘿嘿嘿 我没事 谢谢你了 小兄弟 其实这两个人在交谈的过程中 都对对方有了一定的好感啊 张扬昨晚晚在恒大成都 之所以要救这个人 也是因为看到他眼神里的空洞 进而对他好奇的感觉 不过今天在他醒来以后 似乎他的眼神没有那么让人揪心的感觉 你注意一点 你的伤还没有好 这种关心的语气 似乎让该男子想起了什么 愣了愣神 随后他居然开口说道 弟弟 纳尼 这一声询问让他回了回神 然后有点落寞的说道 没有什么 跟你说一件事 你既然救了我的话 最近尽量不要老是出去 这是我对你的忠告 无名男子就闭上了眼睛 好像不想再搭理张扬一样 张扬被他的话弄得有点莫名其妙 然后拍了他一下 男子再次疲惫的睁开眼看了他一下 那个你叫什么名字 还有 你刚才为什么这样说 有时候知道太多不太好 该你知道的依然会让你知道的 不该你知道的你也不需要知道 在这样严肃的氛围下 张扬还是硬着头皮开口了 待会儿会有一个姑娘照顾你 我可能要出去一下 可别欺负人家 这时 男子顿时又不耐烦的眼神看了看他 然后说自己知道了 不过他后面的一个动作 显然也让张扬知道 你觉得我这样的身体能够欺负谁呢 看了看 好像也是啊 随后张扬就离开了 然后大概的跟江白雪说了一下这个男人的情况 让他不要跟他说话 也不要靠得太近了 给他提供些吃的河水就行了 如果后面实在是他的伤又重的话 再接近他 看看蓝眼男的那个样子 显然也是不太想让别人照顾他的 而且他也不会伤害我 想必也不会伤害江白雪 不要怎么靠近他就行 大概的安排好以后 张扬就想要怎么跟这家伙套近乎 原来吵在张扬和蓝眼蓝对峙的时候 他就听到自己脑海里再次传来系统的声音 丁 新任务颁布 要求宿主与老大蓝西华裔结交 这一任务的颁布让张扬有点纳闷 因为他也不知道系统为什么要颁布这样的任务 其实这任务不太好吧 但是蓝西华裔身上那种冰冷冷的气息就显示了 他是一个不太好接近的人 如今还要让自己与他结交 岂不是说痴人说梦吗 这个任务顿时就让张扬头疼了 所以他大概得安排了一下江白雪要怎么照顾他 这样如果在自己出去后也有人照顾他 也让自己更加放心一点 特别是经过了这几天的事以后 张扬觉得江博雪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 所以他可以安心的把蓝西华裔交给他 得累事情都弄好了 还是想想怎么接近他吧 想了许久 张扬也不知道到底要怎么样接近 但觉得还是顺其自然比较好吧 一看他就是那种比较屈爱的人 只要认真对待他就好吧 想着想着张扬还是觉得就顺其自然的对待每位无名大哥吧 现在也不能让他知道 其实自己知道他的名字 所以就以无名大哥称呼吧 我想着 然后他又走进了客房 想看一下无名男子的情况 然后他就把手伸向他的额头 结果却被警觉了 他给拍开了 还把这样的手给拍红了 疼得张扬就是一口大骂 他骂的 你要不要这么狠 我感觉我的手都要断了 张扬在一旁不断的挥着自己的手 喊着疼并且嘴里还骂骂咧咧的 旁边的蓝眼男也不觉得是自己的错 就一直在旁边冷眼的看着张扬 在一旁跳脚的样子 什么话都没有说 在眼神中 似乎还在抱怨张扬 还打扰了自己的美梦呢 这眼神看的张扬 顿时就火气就上来了 顿时就想骂人 可是看到蓝眼男那冰冷的声音 都是又把话给收了回去 你想要干什么 我就是想摸下你的额头 看看还有没有烧 要不要下手这么重 恐怕 你还想要其他的吧 蓝眼男眼光精锐地看着张扬 因为他他发觉再次进来的张扬 似乎有了一点什么变化 那个 那个 那个什么 我其实就是想和你交个朋友可以吗 张扬的这个问题 顿时让无名男子惊诧地看了看他 因为很难想象 像他这样一个浑身发散着冰冷气息的 居然会有人想跟他交朋友 因为从小到大 蓝锡华裔就知道自己与别人不同 家里的那些仆人 或者是所谓的朋友 都在暗中说他是一个怪物 浑身散发着冷冰冰的气息 让人看到就觉得害怕 可是现在居然会有人想要跟我做朋友 而且还是主动的要求 未免也让蓝锡华裔觉得 似乎是太不可思议了 等了许久都没有等到蓝锡华裔的回答 张扬还以为他不想答应了 于是他又问了一下 你觉得怎么样 不行的话就算了 指华锡蓝一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结果张扬这么再问了一次 意思就是自己一开始没有听错 所以他在看看张扬 发现他的眼神很真诚 是他以前都没有见过的 除了他 所以他应该没有骗人 然后他冰冷冷地回了一声 嗯 纳尼 蓝锡华裔眼神瞬间变得更加冰冷 看着张扬 然后回答了一声 我答应和你做朋友 这一下 两人角色互换了 这一下把张扬给吓到了 他还以为他不会答应 结果却答应了 所以系统的任务 就这么简单的就完成了吗 这似乎跟我想象的有点不太一样 你确定吗 这会儿 蓝锡华裔不耐烦地看了他一眼 感觉在说说 他如果在说话的话 就算他现在身上是伤 也要把他揍一顿的感觉 张扬一看顿时就求饶 大哥 你好好休息吧 我先离开了 然后张扬一傻腿 就跑出了客房 蓝锡华裔静静地看着他离开的身影 然后就闭上了眼睛 毕竟受了这么重的伤 也还没有恢复好 还跟张扬说了这么多的话 顿时感觉身体负荷不了了 在前面蓝锡华裔一说答应的时候 脑海脑海里 系统就发出了声音 叮 恭喜宿主完成新任务 奖励宿主一个绝世皇冠 系统通过在张扬的脑海里发放的照片 张扬就看到了这首华丽的皇冠 顿时就有点迷了眼睛 特别的兴奋 因为这个皇冠实在是太美了 他整体发放着耀眼的光芒 而且上面布满了钻石 就跟他以前在电视上看到的 英国女皇的皇冠 可以相媲美 甚至可以说女皇的皇冠 都比不上这个 看着这个皇冠 张扬心想 未来妹妹的嫁妆就有了 这个皇冠给我家的女王 真的实在再适合也不过了 这么一想张扬 顿时就插着腰在客厅里 哈哈大笑了起来 不过过了一会儿 他似乎感觉到 有人在看着他一样 回头一看 原来是江白雪在旁边 以一副看傻子的样子看着他 这顿时就让他有点不好意思了 然后他摸了摸自己的头 有点不好意思的道 那个 那个 其实我平常不是这样的 江白雪只能眼神平静地道 我也知道 你不是这样的 然后他就去客厅装摆开水 什么也没说了 对啊 我本来原来就不是这个样子的 怎么感觉在他口中一说 有种越描越黑的感觉呢 越想张扬越觉得不对 然后他就想追上江白雪 想再解释一下 可是看到 他那个样子 顿时就没有想要说话的感觉了 张白雪装好水 直接绕开了他 然后就把白开水放到了客房 以防蓝雪华一半夜醒来口渴 想喝水 不过他一出来 张扬就在门口等着他 然后跟他说了一声谢谢 没事 这都是我的职责 你别忘了 我可是你的助理啊 对 你说的对 两人说完以后 就各自回到自己的房间了 各自准备自己的事 虽然表面上看 两个人都在各做各的事 似乎没什么瓜葛 但是实际上 从他们两个刚才说的话 就可以发现 这两个人 其实在情感上已经有所变化了 对各自都更加信任了 在两人各自处理自己的事的时候 他们都有同一个感觉 或许以后能成为很好的朋友 但是此时的妹妹张兴 却没有这两个人这么平和 她想了又想 到底要不要给自己的哥哥打个电话呢 后面实在忍不住了 她就给自己的哥哥打了个电话 喂 妹妹 怎么了 怎么现在给我打电话 哥 你老实交代 你那个钱到底是怎么来的 我查过了 这几天根本就没有什么彩票 张扬发现自己说的谎话 已经被妹妹发现了 一时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后面想了想 到底要不要把系统的事告诉她呢 明天是假日吗 明天见一面 我把这些事都告诉你 听到自己哥哥的回答 妹妹想了想 说了句好 那明天见 然后就把电话给挂了 在妹妹挂完电话后 张扬一直在想着 该怎么样去跟妹妹解释 这些事情呢 难道是要把系统的事说出来吗 可是就算说了出来 她也未必会相信啊 毕竟系统这样的存在 是一件太不可思议的事了 有可能我讲了出来 她甚至可能还会把我当做神经病来对待 一想到自己 可能会被妹妹以那种待遇对待 张扬就觉得心里莫名的不舒服 因为在她的心中 她的妹妹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人 她不想欺骗她 然后张扬用枕头捂着自己的脑袋 在床上来回打着滚 嘴里还喃喃自语的说 到底该怎么办 到底该怎么办 就这么反反复复的来回了几次 最后张扬仍是直勾勾的看着天花板 也不知道大概过了多久 这时躺在床上的张扬听到了门口的敲门上 她起身去开门 打开门一看 原来是江白雪 她有些诧异的看着她 随后江白雪就开口了 饭做好了 你出来吃吧 听到江白雪的话 张扬也有点猛 因为她也不知道 时间已经过了这么久了 她在房间里纠结了居然这么久 直到现在 她还是没有想好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法 实在想不出办法的张扬 在吃饭的时候 一直看着江白雪 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她的眼神把江白雪看得心里直发毛 将江白雪看得实在是吃不下饭了 她把碗筷就在桌子上一放 然后直接盯着张扬就开口了 你到底想要说什么 你知不知道 你这样的眼神 让扁鹅人特别的不舒服 你还让不让我吃饭了 那个 不好意思啊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你说吧 就是假如你有一个秘密 不方便告诉你身边的人 但是你身边的人发现了 你为这个秘密撒得谎 你说 要不要把这个秘密告诉你身边的人呢 江白雪咬了下自己的筷子 想了一下再开口 看那个是什么秘密 依据哪个秘密的重要程度 说话的时候 她想 究竟什么样的人 可以让张扬这么的牵肠挂肚呢 可是 她并没有把自己的疑问显露在脸上 只是按照自己的想法 然后就回答了她的问题 不可否认 江白雪的这个回答是比较的规范化的 难道自己真的要说出来吗 想着想着 张扬的眼神更加的严肃了 也让江白雪对她所说的那个人感到越发的好奇 两人在新照不宣中结束了一顿晚餐 结束后 江白雪还是忍不住开口了 张扬 作为你的助理 我主要帮你做什么 这话把张扬给问到了 因为一开始 她也没有想要请一个助理 只不过是系统的任务而已 真的让她做什么的话 好像也没有要她做的感觉 你现在就照顾客房里的那个人吧 她是不会伤害你的 只要你没有惹到她 好 我了解了 那我就先去把这些都给处理了 可以说 这么闲的夜晚 对张扬来说是比较少的 像往常的话 她肯定就是去摆地摊卖东西 或者就是说 陪张倩他们 从未有一个自己独自这么安静的夜晚 虽然这个夜晚似乎也不是很平静 毕竟明天还有一个妹妹要应付呢 所以一回答完张白雪 张扬再次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不管怎么样 现在的妹妹是最重要的 绝不能让她误以为 自己是在做犯罪的事情 要不然的话 父母那么大年龄 也跟着一不小心误会的话 那事情就大发了 特别是自己父亲 那个暴脾气 张扬都可以想象 若父亲觉得自己是在犯罪 以后恐怕会发生一些 惨不忍睹的事情吧 一想到那个后果 张扬就忍不住颤抖了一下 然后他就赶紧把被子盖好 让自己早点睡觉 这样明天以更好的精神 去见自己的妹妹 这样也能让她幸福一些 想着想着就是让自己进入了睡眠 从小到大张扬有一个特别好的优点 就是能够瞬间就进入睡眠状态 这也是她即使在那么忙的情况下 也能保证自己有一个比较好的休息状态的原因 此时另一边在学校的妹妹 也有一点不在状态的感觉 往常学习是让她能够最为专注的事 可是现在看着眼前的这些学习的材料 妹妹都觉得看不进去 因为她害怕自己的哥哥 是不是发生了一些什么不太好的事 结果越是想着这些 她就感觉到自己越是恐惧 今天哥哥那个反应 其实她可以确定的一件事 那就是她身上应该真的是拥有了一大笔钱 但哥哥唯一没有交代清楚的 就是她这笔钱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而且她居然还撒谎骗她 显然这里面就有文章 张星摇了摇头 不要想了 还是好好把眼前的学习完成 想再多都有可能不是自己哥哥的答案 所以还是把心思放在学习上吧 但是显然张星现在是进入不了那个状态了 始终还是看不下去 旁边的同学也似乎发现了 今天的张星和往常有点反常 都有点担心地看着她 张倩似乎也注意到了自己姐妹的眼神 然后用眼睛示意了一下 她没有神妖事情的 让她放心 让她做自己的事情就好 不用担心她 然后张星就低着头 看着自己眼前的材料 一点声音都不敢发出来 其实苦恼的又岂是这两个呢 此时的蓝锡画艺也睁眼望着窗外的天空 她也似乎在苦恼一些东西 一些让她不得不面对的东西 想着想着顿时能笑出声 眼神越发的狠辣 似乎在说我有必要想那些了 只要那些人都死了 不就成了吗 然后她似乎又想到了今天的张阳 不知道为什么 嘴角带了一丝的笑容 因为她能够察觉到张阳对她没有杀心 所以她的话还是可以相信的 从她们一开始的反应 能够看出她们似乎不知道自己是谁 而且还是她救了自己 蓝锡华艺看了看自己身上 不知道为什么这是她再一次突然想相信一个人 或许是因为直觉吧 在众人的各怀心意中 她们几个又度过了一个在中海市的平静夜晚 或许未来她们不知道自己以后的生活 还会不会像现在这么平静的 张阳体内的生物中再一次的把她叫醒了 此时正好是六点 然后她大概预习了一下自己后面的课程 以及练习了一下后面可能要考证的一些东西 因为就算现在她拥有了系统 也能够获得大量的财富 张阳也并不想荒废掉自己原先的知识 所以她在有空的时候几乎还会去学习 大概的安排好了一些东西之后 张阳给江白雪留了一张纸条告诉她 她去上课了 让她好好照顾客房的那位大爷 随后张阳就去上课了 在上课之前 她先描了描教室里 有没有张倩的身影 因为她记得这节课的话 张倩也是要上的 最好的话是离她坐得远一点 能够躲开她 自从前面被她发现那辆豪车之后 张倩就一直像一个狗皮膏药似的 粘着张阳 不过似乎这两天这家伙打来的电话 好像少了一点 难道说是有了新的猎物 那是不是应该就不会再纠缠我了吗 不过前面似乎也有一个新号码 老是出现在自己的手机里 不过张阳担心 可能是某个人的恶作剧 所以就没有接听这个电话 其实这个电话 就是前面张倩攀上的 那个所谓的宋少打来的 她从别人那里 问到了张阳的电话 想邀约 她向他当面赔罪 因为她知道 能够住进沃龙山一号别墅的人 肯定不是什么简单的人物 她可不想 因为一个只是想拿来玩玩的女人 得罪这样的人物 而且当日她那样对待张倩 似乎也并没有更好的缓解和张阳的关系 所以她就想看能不能当面赔罪 不管怎么样 就是不要让两个人的关系那么僵 不求她后面能够帮我 最起码 不要灭掉我宋家就可以 不过 显然这家伙打电话给张阳的时机不对 所以几乎每次都完美的错过了 又加上张阳不喜欢接听陌生人的电话 尤其是这么频繁的 肯定有什么问题的 所以一直就没有接 这也一直让那个宋少 一直出于恐惧的状态 十分害怕张阳会想着对付她 不过她恐怕想多了 不过确实她也想多了 因为现在的张阳 可没有时间去对付她 此刻的张阳正在上课 而且已经上了许久 她也没有发现张倩的存在 所以就是说 张倩现在应该也不会纠缠她了吧 其实对于张倩 张阳已经没有什么太多的感觉 只是她不喜欢 她这种爱慕虚荣的女人 一直纠缠自己罢了 想着想着 张阳现在觉得莫名的 庆幸 心情也更加的舒爽 然后也更加认真地 听老师讲了课 写着自己的笔记 不一会儿 课程就结束了 下课后 张阳依旧在整理着笔记 加深理解老师所讲的内容 然后也想一下 自己接下来 到底要怎么跟自己的妹妹说 想来想去 还是觉得自家的小公主 自己不应该隐瞒的 所以她纠结了一晚上 最终的决定 需要把系统告诉张欣 整理好笔记 然后看了看时间差不多 也是要去见她了 然后张阳开着车 就前往了自己妹妹所在的地方 一到达学校门口 张阳就看见自己的妹妹 正穿着校服 脸上似乎带着心事的感觉 眉头紧皱的 站在大树底下等着自己 看到自己妹妹那个样子 她也知道自己的妹妹 是因为自己而担忧的 不禁感觉莫名的心疼 越发觉得 自己这个哥哥做得不到位 后悔自己 一开始没有说实话 张阳按了按喇叭 示意自己的妹妹过来 张欣一听到喇叭的声音 就看到自己的哥哥 正坐在车内看着自己 然后就赶紧小跑过去 坐上了车内的副驾驶 坐上两眼发光的 看着自己的哥哥 因为她知道 只要自己露出这样的表情 自己的哥哥 是绝对不会瞒着自己的 从小到大 最好用的就是这一招了 看着自己妹妹 眼底下的黑眼圈 妹妹的学习任务就够重了 又加上其他的一些事情 可是现在 自己却让妹妹 为自己的是烦恼 想到这里 张阳不禁想揍自己一顿 看着妹妹这样的表情 她实在不想再骗 自己最疼爱的姑娘的 也决定了全盘拖出了 然后张阳便开口了 然后大概的 将自己与张倩分手后 遇到系统的事 全部都告诉了自己的妹妹 刚开始 张星听到系统的时候 感觉特别的不可思议 可是看着自家哥哥 那种认真的神情 便知道她没有说谎 她说的是真的 而且她也真的是 跟张倩分手了 不过想想 还是有点瞎扯淡的感觉 一种只有在小说中 才能发生的事 结果现在 却发生在了我哥的身上 未免这也太神奇了吧 但是 不管多么扯淡的事 发生在自己哥哥身上 也是有可能的 毕竟从小 他就是一个运气 比较好的人 除了出生在我们 这个比较平凡的家庭上 其他的地方这家伙 可以说是运气比较好的 当然 这只是在张星印象中 张阳的形象 其实平日里 张星以前也经常 跟着张阳看小说 所以 他对这个事情 接受的有点快 而且对哥哥的崇拜 也更加深了 至于他哥和张倩分手的事 他就更没有感觉了 因为他早就不是 很喜欢张倩这个人 以前和他相处 只不过是看在哥 那么喜欢他的面子上 不想要让哥男做人 所以才跟他相处的 现在他们分手了 反而哥哥 还可以找一个 更优秀的女人 这岂不是更好 那张阳看着 自己妹妹的表情 便也知道 他是接受了的 然后就开口 要不要哥 带你去吃大餐 不用了 你现在再把我 送回学校吧 昨天因为你的事 我一晚没睡 现在知道没什么事了 我就想回去睡觉 至于你那个什么破系统 你就自己 好好地利用吧 因为哥哥 我相信你 最后一句话的时候 张兴特别认真地 盯着张阳说的 而且语气也加重了 随后 张阳便调转车头 将张兴送回了学校 张阳将妹妹 送回学校返回的路程中 突然许久 没有发出声音的系统 居然再一次发声了 而且还颁发了一个新任务 丁 颁发新任务 要求宿主 去江景别墅 摆地摊两小时 这任务一出的时候 把张阳 其实有点猛了的 本来他也是 想去这个奖励的江景别墅 去看一看的 不过最近似乎发生的事有点多 所以他就一直没有 前往哪里 不过今天系统 突然颁布了一个任务 让自己前往那边去摆地摊 这好像也给了 自己一个机会 了解一下自己的好房 其实 在知道自己的奖励 是江景别墅后 他就大概的查一下 江景别墅的位置 以及他的价值 第一次的新手任务 就是奖励的 卧龙山一号别墅 而且看那个宋少等人的反应 似乎卧龙山一号别墅 是特别一个珍贵的地方 那么 后面完成的任务奖励的别墅 应该也不会相较于他现在的 更低的 也就是说 自己同时拥有了这两个 可以令中海豪门震惊的别墅 经常出入被别人发现的话 可能会给自己的家人 惹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若是以前认识张扬的人 都不会觉得 他是一个这么心思缜密的人 但是自从他拥有了系统 特别是突如其来的拥有了这些财富 并且系统后面的奖励 一次比一次大 那么也就是说 如果自己不小心行事的话 就可能会引来一些人嫉妒 就有可能会对自己的家人 或者朋友造成一些伤害 想着想着的时候 突然他的发小张无畏 给他打来了一个电话 喂 二货 最近死哪里去了 二狗 你用不用每次都用那么尖尖的语气 二货 你为什么每次都要以同样的话再问一次呢 我问你 晚上要不要出来玩呢 我知道你最近和张倩分手了 出来玩 放松放松心情呗 他顿了顿 反正的娘们也管不着你了 想了想 后面还要去摆地摊呢 随后张阳就拒绝了发小 别了 我后面还有事呢 下次吧 算了 你肯定又是要去摆地摊 那下次吧 我先挂了 本来张阳还想说些什么 可是却已经听到了被挂电话的滴滴声 看着被挂掉的电话 张阳莫名感觉似乎有点什么东西不一样的 但他也说不上来 算了 还是去摆地摊吧 然后张阳就通过导航的提示 加快游门 很快就到达了江景别墅 不可否认这边的别墅和卧龙山的风格是不一样的 卧龙山一号别墅是卧龙山地势最高的一个别墅 但这江景别墅让张阳震惊 的确是他居然在龙江的中心地段 这个发现让他再次发现了系统的强大用处 只要自己好好地完成系统的任务 也就是说自己成为强大的人只是时间的问题 想到这里 张阳对接下来的日子更加有了盼头 还有一点显然就是江景别墅这边的保安比卧龙山别墅的保安更加有素质 并没有因为张阳开那辆大众车而看低他的身份 反而十分有礼貌 询问他是哪个别墅的客人或者主人 并让他提供相关证件 这样也方便他们更好地管理江景别墅的治安 张阳也是通勤达理的 既然保安这么有礼貌 所以他很配合地就把自己证件给拿了出来 结果那个保安看了看 就有点诧异地看了一下张阳 那眼神似乎带一点不敢置信 但是他什么都没有说 然后就放张阳进去了 后面的保安看着张阳的车子 莫名的在想真的没有想到 那栋别墅的主人居然会是一个这么年轻的人 若是那些人知道 恐怕中海市都会给闹翻了吧 想到这里 那保安大叔有点意味深长地看了看远处 然后嘴里感叹了一句 看来似乎要发生一些有趣的事 也不知道这个小家伙会在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当然 保安说的这些话 这样是听不到的 此时的他已经到达了自己的江景一号别墅了 用钥匙打开门 毕竟前面也已经有卧龙山别墅作为铺垫了 所以他对于江景别墅那种惊讶的感觉并没有多少 但对这里的整体环境还是觉得不错的 张阳大啦啦的躺在沙发上 感受江景别墅这边不一样的空气 闭上眼睛 不知不觉的就睡着了 在另一边 蓝锡华裔的伤也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 所以他就想离开张阳这里 回去处理掉他家族内部的那些叛徒 毕竟两天没有回去了 想必那些人也高兴到极致 这时将他们拉下来 让他们美梦破裂 想想那个场面 蓝锡华裔就觉得刺激 可是现在走的话 张阳那边又该怎么处理呢 在权衡轻重之后 蓝锡华裔还是决定先回到家族 清理掉那些垃圾再说吧 而且自己身上的伤恢复这么快 如果让他们发现可能会觉得自己是怪物吧 那么这个朋友 也就可能最后和那些人变得一样 想到这里 顿时蓝锡华裔的心情就不怎么美妙了 通过蓝锡华裔灵敏的听力 他似乎听到那个小丫头 应该也快要到客房来照顾我了吧 如果让他看到我身上的伤 就不太好了 有可能会被他送进去科研医院研究吧 算了 还是现在走吧 既然把一切都想好了 然后蓝锡华裔留下了一张纸条 上面点名留给张阳 但是只有一句话 我走了 误挂 然后刷的一下 这个男的就消失了 如果张阳在这里看见蓝锡华裔的离开方式的话 他就会觉得 这个人肯定不是个常人 但索性 自己不是他的敌人 相反是他的朋友 或许日后还有许多地方 要这个无名大哥帮忙呢 虽然这两天 蓝锡华裔一直冷冰冰的回应着张阳 但是张阳知道 其实这个男的在心底里 已经接受了自己 不然也不会一直在那里 忍受自己的唠叨 虽说蓝锡华裔一直冷眼看着张阳 但他从未做出伤害张阳的举动 不然的话 凭借他的身手 就算是身上有伤 但杀一个手无腹肌之力的张阳 还是绰绰有余的 这张阳并不知道 蓝锡华裔里已经离开了 他还正处于睡梦中 但是身体内的生物中 又将他叫醒了 他迷迷糊糊的看了一下周围的环境 感觉这里比较的陌生 然后后面才想起来 这里是自己的新别墅 随后他就起来去厕所洗漱了一下 然后让系统的自动补货 将给自己补了许多的商品 之后就跑到别墅门口 摆起了地摊 来来来 大家都来看一下 买不了假货 卖不了变价实的翡翠古董 大家快来看一下 张阳的叫喊声不断地重复着 顿时惊动了江景别墅的一些人 他们都用特别嫌弃的眼神看着张阳 因为他们也想象不出来 在江景别墅 居然会出现一个这么个摆地摊的 在江景别墅的人 可以说聚集了中海市豪门 所以这里是非富即贵的 而不像卧龙山 可能会出现一些鱼龙混杂的爆发户 但江景别墅 可以说就是土豪们的地盘 张阳并不在意这些人的眼光 依旧叫卖着 来来来 都来看一下 我这里什么都有 大家都来看一下 话一出 顿时又吸引了一些人的眼光 实在是张阳的声音 正如他的名字那么张阳 其中有一些人 就受不了张阳的叫卖 就打电话给保安室投诉 让他处理掉张阳 可是这些电话被接的时候 招待张阳的那个保安大叔就在哪里 他直接就阻挡了这些保安前去阻止 直接就是一句话 那个人你们都惹不起 推迟了这些人就好了 反正发生不了什么事 原来张阳在一开始叫卖的的时候 保安大叔就知道了 所以他就赶紧回了江景别墅的安保系统 提醒他的老友 最好不要去得罪张阳 那小子看着年轻 可也不是什么好欺负的 若是敢欺负的 也不可能会拥有中海市的两大豪宅 正是在这位保安大叔的阻止下 所以张阳才可以这么轻松的 就在江景别墅这么叫卖 要不然的话 他可能早就被警察带走了 张阳在这里叫卖了许久 可是却没有一个人过来购买 似乎路过的人 也都把他当傻子一样的眼神 看了他一下 这其实让张阳也特别的无语 但是也没有什么办法 现在他就想完成系统的任务 管其他人什么想法呢 反正他们也没法 对我完成什么伤害 我有何须怕他们 还是好好卖我的货 卖出去了就是钱 没有钱 其他人都不会看得起你的 这就是现实 如果刚才那些骂我的人知道 我是一号别墅的主人 还敢这样对我 显然就是不可能的 因为在有钱人的世界 都是以力量来交往的 毕竟强者未尊 谁的力量强 就是那个世界的主宰 早在以前 他就很清楚的知道这个规则了 所以对于其他人的冷脸 多年在外摆地摊的张阳 早就经历过了 这些人已经算是比较好的了 记得曾经 他遇到过粗鲁的大妈 不仅眼神 还有动作话语 直接就是反对的 和他们比起来 这些人简直就是小屋见大屋了 即使没有人购买 张阳还是叫卖了两个小时 这是系统的声音又响起来了 叮 恭喜宿主完成任务 奖励宿主一颗增强体质的大力丸 这没有卖出货 也是有奖励的 一开始张阳 还以为没有奖励呢 他也没有想到 自己摆地摊 居然还出现了扑空的状态 还以为系统 也不会给自己奖励了 结果还给了 自己一个大力丸 不过这丸有什么用 难道是小说里的丹药吗 吃了就是可以变得十分大力 可是为啥不是 来一颗淬炼呢 让自己可以拥有修炼的体质 当然这也只是张阳自己的调侃 可以获得一颗大力丸的奖励 他已经觉得很幸运了 这样的话 自己最近起码不在弱机 跟那些人 大家也可以不退去了 至少不用 每次都逃跑 好歹有了自己之力 眼见任务也完成了 而且也没有太多人知道 自己是江景别墅的主人 看原来那保安大叔的样子 一看就是聪明人 想必也不会出卖自己的 张阳也猜到了 现在一直都没有保安来打扰他 想必都是他的功能吧 想着张阳就把东西收拾好了 然后就直接开着车 就离开了江景别墅 也没有在哪里逗留 随后他把车开到 自己小时候的秘密基地 这里只有他和妹妹知道 而且这里比较偏僻 也很少有人来这里 那么来这里把大力丸给吃掉 显然是再合适也不过了 想了想 张阳就从口袋里 拿出了那颗大力丸 然后就直接给吞了下去 开始并没有什么感觉 结果接下来 他突然感觉一股剧烈的疼痛 从腹部穿了过来 这顿时疼得他冷汗直流 一直缩着腰捂着自己的肚子 实在是太难受了 张阳的脑海里只有一个字 那就是疼 疼得他只想骂娘 想要咬舌自尽 可是又想到自己 还这么年轻 什么都还没有体验过 而且他还要照顾自己的家人 自己绝对不能死 然后张牙又咬牙坚持了下来 过了大概三个小时后 张阳感觉到 自己肚子上的疼痛 似乎在慢慢的消失 而且自己感觉变得 也更轻松了起来 他感觉到从肚子哪里 正在朝着身体的其他方向 传送着能量 这顿时让他浑身暖洋洋的 感觉特别的好 特别是充满力量的感觉 让他想要把前面的书一拳 都给锤断了 想着他就是了 结果一棵树轰然倒地 这让张阳不敢置信的 看了看自己的拳头 他无法相信这是自己的力量 这未免也太不可思议了 简直了 现在的张阳 还以为自己在梦中 他又捏了捏自己的脸 是疼的 所以这一切都不是梦 他拥有了可以和超人相媲美的能力 换句话说 现在的他可以成为超人 哈哈 真的太爽了 张阳自己秘密基地大声喊叫 在这里 他可不怕被谁发现 而且就算被发现了 他也不怕 现在的他拥有了自保的能力 黑暗笼罩着张阳 但却没有遮盖住他那郁郁生辉的眼睛 此时获得新力量的张阳 看着眼前这熟悉的场景 一直在狂呼呐喊 来发泄着自己的兴奋 也得亏来他来的是 自己享受的秘密基地 这里地方比较偏僻 也没有什么人 要是让那些看着他这样的狂奔 恐怕会以为这是个神经病吧 张阳只觉得心中的兴奋难耐 然后他又猛的一拳 就把一块巨石就给砸碎了 这让他看了看自己的拳头 这种拥有力量的感觉 让他觉得特别的舒服 随后他就坐在一旁的大石头 看了看自己的拳头 此时的他 已经慢慢的平静下来了 他也没有再继续毁坏那些石头 或者大树了 只是静静地 看着天上的星星 以前他可能觉得自己是星空中 连最渺小的一个星星 都不是 但现在 他觉得自己应该会要成为那颗月亮吧 坐在石头上 张阳想了很多对以后的规划 最后觉得 还是随遇而安比较好 但若是别人欺负他的话 他的拳头可不会饶了他们的 现在的自己 虽说一下子拥有了一大笔钱财 但没有什么人脉 进去上流社会 显然还是比较困难的 在这方面看得比较开 虽说他知道他救的兰西华裔 可能身份不简单 按照系统的提示 他应该是魂 而且他现在受了那么重的伤 能不能再回到原点 还是另外一码事 现在又何必为了那么远的事 把心思放在他的身上呢 既然如此 将眼前的事做好就可以了 何必想那么远呢 张阳朝着远处大喊 静静的一个人待了一会儿后 张阳就起身开车 回到卧龙山一号别墅 刚进家门 就见姜白雪着急忙慌地跑了过来 张阳有点疑惑地看着他 然后阻止他并开口道 别紧张 你先深呼吸一下 然后再跟我说 OK 张阳用手表示 如何深呼吸的动作 然后姜白雪就在慢慢地深呼吸 平静自己 大概过了三十秒左右 姜白雪平静了下来 慢条思理地开口说道 那个 那个人走了 而且他留了一张纸条给你 边说着话 姜白雪边把手上的纸条递给了张阳 张阳一听便知道 是客房的那个吴明大哥离开了 然后接过纸条看了起来 过了一会儿 他就把这张纸条收了起来 然后开口道 没事 他只是离开了 你只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可以 好 那我接下来要做什么 你先去平静一下心情 晚上你跟我出去一下 我有工作交给你 啊 那好的 虽然现在的姜白雪有点狐疑 不知道张阳晚上要带他出去干嘛 虽然心里有点不舒服 但他觉得 就张阳这几天做的事的话 他应该不会对他做什么事 所以还是决定跟他一起出去 并且姜白雪也没有在表面上显露出一点点不愿意的神色 显然张阳没有注意到姜白雪的心思 现在的他就想要回房间休息一下 虽然获得力量让他很兴奋 但是身体的疲惫感还是有的 所以张阳就想要回房间休息一下 而且又加上刚才无名大哥的事情 再一次刺激到了他 不过看纸条 他明白这位大哥是有自己的事情要去做 不过他既然选择离开 那么他就觉得自己身上的伤没有什么问题了 这恢复能力确实杠杠的 不过三天就离开了呢 那个 那个 这位大哥真的没事吗 他的伤那么重呢 在回二楼的时候 姜白雪还是忍不住的开口了 没事 既然他选择离开 他就有自己的选择吧 不用想那么多 既然张阳自己都那么说 姜白雪也是个聪明的人 依然也就不开口了 然后就上楼了 不过至始至终 姜白雪都没有问他 为什么昨晚一晚都没有回来 也没有说自己昨晚担心了他一晚上 不过上楼的时候 姜白雪还是回头看了张阳一眼 但是没有开口 随后张阳就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回到房间 张阳就直接躺下去了 直接就进入了梦乡 最近事情发生的有点多 而所以 张阳已经感觉很累了 身体机能就让他给躺下去了 这时候躺着的张阳却不知道 因为他昨天的一些行动 让整个中海市的豪门再一次的轰动了 原因是 昨天张阳的现身 让他们觉得 看来中海市要发生一些大事了 虽然他们没有查出 张阳就是江景别墅的主人 可是就在这么两天里 中海市两大豪宅就出去了 不知道最后一大别墅 会不会给出去呢 大家都在揣测 尤其是那些想要沃龙山一号别墅 或者江景别墅的人 都纷纷在派出自己的力量 想查出这个背后的主人是谁 可是却只查出 沃龙山一号别墅的主人是张阳 可是他们只查出 张阳的父母只是普通的工薪阶级 尤其是他的母亲 只是个家庭主妇 通过给别人打零工补贴家用 家里还有一个妹妹在上高中 而且也快要上大学了 这一家人每天都早出晚归的 就是中海市普通的一家 完全就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特别是张阳 也只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 而且还要通过摆地摊补充家用 他的女朋友 还因为嫌弃他穷才跟他分手 这个背景实在太普通了 但就是真的普通的背景 反而让他们更加的烦恼 他们都在怀疑 是不是这个身份 是大家族子弟的猎奇游戏 故意找来这么一个身份来隐藏的 但就是这样 让他们觉得更加的麻烦 像这种人对付起来尤其的麻烦 他们可不相信 若是一个普通人 能够成为卧龙山一号别墅的主人 背后肯定还有其他的人 现在就连江景别墅也出现了主人 一切都来得太凑巧了 昨天他在江景别墅出现了 可是他们现在却打探不到一点消息 都没有 显然就被别人给打扫干净了 看来中海市天要变了 这是所有方家人的想法 而且 他们都有同一个认知 那就是张阳这家伙不能碰 不过睡梦中的张阳 可不知道 这些人因为他的原因 而正在跳脚呢 在八点钟的时候 张阳就醒过来了 睡了将近一天的时间 顿时就觉得神清气爽 起床伸了一个懒腰 然后张阳就让系统 给他自动的补充了很多的货物 随后张阳就上楼叫江白雪 和他一起出去 江白雪大概的看了一下时间 江白雪也不是一个特别保守的姑娘 在这个点出去 的话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然后江白雪就跟在张阳的后面 结果到了车上 他看见一大堆的货物 这顿时让他有点惊讶 他是什么时候把这些东西给搬上去的 他什么声音都没有听到 而且搬这么多东西 是要去哪呀 这让江白雪特别的好奇 然后他就狐疑的看着张阳 实在是他那个眼神太明显了 然后张阳实在被他看得受不了了 然后就开口了 你在这样看着我的话 恐怕你的脖子就要歪了 张阳的话一说出来 让江白雪顿时就害羞的手忙脚乱 急忙要解释 那个 那个 我不是 我就是 就是什么 张阳的看着江白雪 等着他的回答 在和张伯雪相处的这几天后 张阳越发觉得 这姑娘不是他一开始认为的那种物质的女人 相反 她特别可爱 而且特别容易就害羞了 我就是好奇 你要带我去干什么 车上为什么要搬这么多东西 当然是带你去摆摊 要不然 你以为我请你这个助理干嘛呢 就是想要你帮我卖货呀 张阳语气平淡的说道 啊 现在去摆摊吗 江白雪有点不敢置信的 用用手指指了指自己 似乎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没错 带你去帮我摆摊 只要你帮我吆喝就可以了 也不用干吗 张阳有点好笑的看着江白雪那可爱的样子 可是 我不会吆喝啊 那你就在哪里站着 相信你这么漂亮的姑娘 可以帮我吸引更多的客人 车里的货物很快就卖光了 或者你可以网上直播 吸引你的那些粉丝 如何 听了张阳的话 江白雪又觉得这工作好像挺简单的 只要帮张阳处理一些生活上的事 还有就是帮他卖货 不过这生活 好像跟他一开始想象的不一样呢 而且 他也没有想到 张阳还要拉着自己去卖货 实在想不到 拥有这么豪车豪宅的张阳 还要去卖货 这个男人身上 真的都是迷啊 此时的江白雪 并没有意识到 当一个女人 越发关注男人的背后的事的时候 那么这个女人 就已经对这个男人感兴趣了 不过从未与别人交往过的江白雪 显然无法意识到 现在的她 只是回应张阳 没有问题 直播可是我的特长 你就等着我 帮你把这些货都给卖完吧 上次解决掉公司的事 他们也没有关注我这个好的事 所以 肯定有很多粉丝 可以过来帮忙吧 听到江白雪的肯定回复 张阳也觉得有希望 正好今天系统 也没有发布什么任务 就好好卖货就好了今天 好好放松一下 在两人的互相打趣中 两人很快就到了中海大桥的夜市 这中海大桥的夜市 还是跟张阳上次来 依旧那么的热闹 张阳在经过上次的时候 在这边就有一个专门的摊位 他赶紧把开了过去 然后和江白雪一起把东西摆好 开始了摆摊的夜市生活 来来来 快来看看 超级超级物超所值的东西 没有你想不到的 只有你买不到的 张阳东西一摆好 就开始大声的叫卖 一开始 江白雪还以为他在玩 可是看他那个熟练的样子 显然就不止干过一次了 而且经常摆地摊 不对 我怎么忘了 第一次遇见他的时候 他就是在摆地摊呢 一想到第一次遇见张阳的时候 江白雪就想笑 他也没想到 后面他们两个 还有这么多的事 而且 命运还让我成为了他的助手 这时的张阳 可不让江白雪发呆了 直接眼神示意他干活 江白雪一接收到眼神 顿时也开始了自己的活了 这下他赶紧把手机打开 就开始了直播 看着江白雪的一系列动作 张阳还有点纳闷 不都是说 那些网红在开直播之前 都会做一系列的准备吗 不都是要化妆啊什么的 可是江白雪什么都没有弄 可是看着江白雪那天生励志的脸 顿时张阳就不想再说什么了 就在旁边看着江白雪的直播 不过他有一点不太想 再发生上次直播的尴尬事件了 江白雪特别热情的跟网友们打招呼 哈罗 宝宝们 我又回来了 我好想你们啊 你们像我了吗 边说着 江白雪还一边发出一个绯闻 小白 几天没见 你似乎更漂亮 不过小白 在哪呢 嘉一 今天我带各位宝宝们 感受一下中海大桥的夜市的摆摊生活啊 哇 小白 你最近换口味了哇 怎么天天都摆摊了 傻呀你 肯定旁边有哥哥了 哇 地摊哥哥又在吗 快点让我们看看啊 小白 你可以介绍一下 这里是中海市出名的中海夜市 如果来到中海市的话 显然会成为你的主要选择 小白 不要说了 现在我就在你的面前 啊 什么 你抬头 江白雪一抬头 就看见一个男的 在他们的摊前一直看着他 而且张阳似乎认识他一样 还朝着他挥了挥手 这下那个男子注意到了张阳 顿时哥俩好地朝着张阳打了一拳 笑着说 二货 你怎么在这 这是我的摊子 你说我怎么在这 我还想问你呢 怎么知道我在这里的 我刚看我女神直播 发现他在这边 所以我就过来了 等等 你的女神不会就是 然后张阳就看向了江白雪 旁边的张小凡 顿时就开口了 没错 就是小白 等等 为什么小白在你的摊子上 张阳现在有些无语 江白雪看了下眼前的情况 然后就把直播给关了 等等 小白 怎么突然下播了 另一边的网友 顿时也有点摸不着头脑 怎么小白还没有说什么话 就下播了呢 所以我还是去看看 其他的美女直播吧 这样一想 然后网友们就去看其他的直播了 这事就说来话长了 不过张小凡显然不想 留让张阳 就这么简单的得糊弄过去了 他直接用手搭着张阳的脖子 使劲的压 让他赶紧说 你快放手啊 你这样弄着我 我怎么说啊 不行 你快点说 不这样 你肯定不会说的 二货 我还不了解你那个尿性 我们是工作伙伴 你觉得我会相信吗 你不信也得信 这下将白雪点看不过去 张小凡这么对待张阳了 所以张博雪就想上前去帮助张阳 可是这会儿 张小凡一看见自己的女神靠近自己 顿时就把张阳放开了 然后身体站得笔直的 张小凡就变得特别严谨的样子 他这么一番操作 然后又把江白雪给吓着 顿时几个人的气氛 又有点紧张了起来 可是正在旁边有点难受的张阳 没有注意到 他直接就开口了 死鬼 你下手太狠了 你这个见色忘有的人 但是这让江白雪更加尴尬了 这下他又不知道要怎么开口了 只能在一旁单站着 张小凡看出了江白雪的尴尬 然后又拍了一下张阳我靠 你拍我干什么 可是张小凡也不说话 这给张阳气的 不过这时他又看到了江白雪 顿时就明白了什么 那他这个兄弟 从小就有一个特别奇怪的毛病 就是他一看到漂亮的女孩 就特别容易紧张的说不出话 这不看到江白雪 可能又犯病了吧 不对啊 刚才他不是说江白雪是他的女神 所以这就是登杰所在 张阳用手握拳头放在嘴上 然后咳嗽了一下 开口说道 那个江白雪 这个是我的大小 他没有什么恶意的 大家都认识一下吧 你好 这句你好顿时就让张小凡心花怒放 他的女神跟他说话了 而且在跟他打招呼啊 好开心啊 张小凡就觉得似乎有八个机位 正在对准着他 而且他的身旁飞舞着蝴蝶 让他特别的开心 两眼还冒着星星 旁边的张阳实在看不惯他那个傻样 然后就拍了拍手 示意他快点说话 这一下张小凡有点反应了 有点结结巴巴的说 小白 你好 我是飞舞的狼 啊 你是哪个宝宝吗 对对对 就是我 然后江白雪也不知道要说什么 只是笑意盈盈的看着他 这一下张小凡又陷入了花痴状态 小白真是太好看了 完全忽略了旁边的张阳 可是张阳看不过去了 直接就踩了张小凡的脚 可是张小凡并没有什么反应 他依旧还沉浸在自己的花痴态 太 商量就直接踩了踩 这一下疼痛感终于把他给唤醒了 然后他咬着牙看了一下张阳 有种想打揍死的感觉 他俩这个小孩子的样子 顿时又把江白雪给逗笑了 因为认识张阳这么多天了 也没有看见过他这么小孩子气的表现 因为平时一般在江白雪面前的张阳 都是比较成熟的那种感觉 而不是像现在给他的感觉那么的放松 顿时两个男人都把目光投向了这个美女 似乎有点好奇他在笑什么 江白雪感觉有点不对劲了 立马就把笑容收回去了 然后假装正经的开口 所以我们接下来干嘛 这时张阳开口了 难得我兄弟过来 我们好好拒绝 等一下 我把摊子给收了 张小凡显然是没有什么意见的 随后三人就一起把摊子给收了 然后两人一同上了张阳的车 车上张小凡似乎也是第一次看见这个车 有点好奇的开口说道 二货 你什么时候弄的车 为什么我都不知道啊 张阳有些嫌弃的看着他说 你知道啥你不就知道美女 嘿嘿嘿 张小凡摸了摸自己的头 似乎有点不敢意思 眼神还示意张阳 不要再透他的底了 旁边还有美人呢 别老说了 你还没说你 怎么跟我的女神认识的 我俩是合作伙伴 他帮我卖货呢 这样吗 张小凡有点狐疑的看着他 对了 我们待会儿去老地方吧 我有点想念哪里的小龙虾了 一听见小龙虾张小凡的眼神也变了 显然他也是想起了什么 顿时车上再次陷入了安静 这让江白雪也有点好奇 他们接下来要去哪里了 过了一会儿 三人就到大了一个小龙虾夜宵摊 显然张阳在这边特别的熟悉 一下子就把车放好了 而且老板还特别热情的朝着他们打招呼 这个夜宵摊不是特别的大 但是人特别的多 众人都热闹的喝着啤酒 包着小龙虾 撸着烤串开心的谈天说地 张阳直接喊着 老板 老样子 好嘞 等会儿就来了 随后张阳就对江白雪说 这地儿我和我兄弟们经常来 味道特别的好 待会儿好好地尝尝 对对对 女神 这里特别的好吃 绝对会让你咬断舌头的 真的吗 那我拭目以待了 当然了 说着话 张阳还边给江白雪 倒了一杯白开水 显然张阳也没想让江白雪和他们喝啤酒 毕竟这大晚上的初点什么事就不好了 他还是有点理智的 江白雪也看出来了 不过他什么也没说 不一会儿 这菜就上来了 老板的速度也十分的快 小伙子 不错 这次都带女朋友过来了 这饮料就算我请客了 祝贺你有女朋友 不是 老板 这不是我女朋友 那也没关系 带了个这么好看的姑娘过来 这饮料我请了 不聊了 我那边还忙着呢 你们吃啊 这个老板比较豪迈 你不要介意啊 嗯 我知道 一旁的张小凡 有一些恶 地看着张阳和他女神的互动 有种想要把张阳给揍一顿的感觉 张阳也察觉到了张小凡那个眼神 顿时就一个警告的眼神看着他 让他休息点 你在我面前和我女神互动 你才要注意点好不好 顿时张小凡就一个眼神给回过去了 行行 得了 你判你了成了吧 算你识相 张小凡一个眼神再次过去 江白雪在旁边一直看着这两人的眼神互动 有一种莫名想笑的感觉 可是又不想让张阳尴尬 然后又忍住了 女神 你尝尝这个小龙虾 这可是这里老板的拿手菜 你以前绝对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小龙虾 这可是中海市的一角 一说起吃的 张小凡立马就省马飞扬了 特别的精神 顿时跟江白雪说话 也不结巴了 真的吗 那我可要好好尝一下课 江白雪包了一个虾 尝了起来 味道确实不错 味道怎么样 旁边的两个人都眼睛发光的看着他 真的很好吃啊 看来今天跟你们来对了呢 看着张小凡对江白雪的殷勤快 不知道为什么张阳感觉自己的心里 似乎有一点舒服呢 这种感觉他也说不上来 总之就是看到张小凡 觉得特别的不顺眼 这让张阳觉得自己有点奇怪呢 而且他的身体动作也十分的诚实 直接就加了龙虾给张小凡 让他自己好好吃 然后又给了他很多的烤串 显然不想让他给江白雪加菜 张小凡一个白眼就过去了 你还说你跟我的女神没有什么关系 可是你看看自己现在的行为 这是没有什么关系的鸭子吗 张阳对自己的行为也很惊讶 不过他觉得坚持自己的本心就好了 反正我就不让你靠近他 你能咋的吧 想通了之后 张阳就认真的吃这烤串 不理他 对了 死鬼 你是白雪的粉丝吗 对啊 我喜欢他一年了 他的直播都特别的棒棒 江白雪听到这话 立马就开口了 谢谢你喜欢我这么久啊 小白 不要客气了 你本来就很棒 而且长得也好看 简直就是才 嗯嗯嗯 话还没有说完 张小凡的嘴 就被张阳给塞了一大口吃的 顿时张小凡就 呃 的看着他 你不是最喜欢吃这个了吗 来 多吃一点 张阳满不在意的说 哼 要不是看我的女神在这的吧 我早就揍死你了 可恶的二货 张小凡呃 得咬着嘴里的东西 仿佛这些东西 就是张阳 一旁的张阳 认真的包着小龙虾吃着 配着一口冰可乐 简直就是舒爽啊 特别是还可以这样的 逗着自己的兄弟 他也觉得特别的开心 手里的龙虾吃的更香 三人就在这样的气氛中 进行着今晚的夜宵 不过显然老天是不会让张阳这么轻松的渡过的 肯定会给他安排一些乐子的 果然三人吃了没多久 有时候就是人自己不找麻烦 可是麻烦却会找上他们 显然张阳他们也是这样的 这时突然这个小龙虾探来了一伙小混混 一看就是气势汹汹的 突然他们就朝着张阳旁边的一桌就砸了过去 这顿时就把周围的人给吓坏了 尤其是那突然被砸的一桌人 他们也不知道这伙人是什么意思 尤其是他们还不认识他们 其中一个比较冲动的年轻小伙子就冲上去问了 你们什么意思 领头的那个长得凶狠的光头 可不跟他说那么多 直接拿着桌上的啤酒瓶子 就醉酒朝着这个年轻人砸了过去 嘴里还骂骂咧咧的 就是这么个意思 这个年轻人被砸得头破血流 然后就晕倒在了地上 但是这一伙人反而笑得更加开心了 哈哈 就这个样子还敢跟我们叫嚣 你们占了我们的位置 都赶紧给我们滚 看着这一伙小一样的人 一开始那桌的人还想要报警的 可是他把电话打过去之后 那光头就直接把电话接过去了 显然就是不惧警察 那警察一听这光头的声音 立马就把电话给挂了 显然就是个有后台的 难怪这么放肆 一旁的老板也害怕的看着 看他的样子 这也已经不仅发生一次了 他直接上前客气的说 虎哥 你们是要吃什么呀 老样子 好好犒劳 一下我们哥几个 听到了没有 老板点头哈腰的点头 好的 虎哥 我这就去准备 兄弟几个稍微等一下 然后老板就去准备了 原来那一桌地人 只能自认倒霉 然后就想拉着他们被砸伤的朋友 灰溜溜的就离开了 这警察都不能处理的人物 显然就不是他们这种小百姓 可以招惹的 他们只能够自认倒霉 张阳和张小凡 都不是哪种热血青年 不想管这么一档子的事 就想把吃的吃完走了就行 可是江白雪 看不惯这样的事情 他直接就站起来了 然后就跑过去质问那个光头 为什么这么过分 哟 这里还有一个 那么漂亮的小姑娘呢 哈哈说这话 光头还用色迷迷的眼神 讲讲白雪全身给看了一遍 这眼神把江白雪 看得气得不行 顿时说话也更加结结巴巴了 你 你 你们太过分了 哈哈 小姐姐 这么生气干嘛呢 来陪我们搁几个喝一个 江白雪直接就躲过了这个小混混的咸猪手 哟 还挺烈的吗 小辣椒 我喜欢 小姐姐 躲啥呢 跟我们喝一个 我呸 谁会和你们一起喝 你可不要太过分了 话说着 那个小混混 就想把江白雪给拉过去 这一下张阳可不躲了 他直接就一拳就过去了 顿时那个小混混就被拍走了 而且还是被拍进了垃圾桶里 扣都扣不出来的哪种 那光头一看 张阳来者不善 顿时就招呼着他的兄弟们就将张阳给围了起来 光塔厄 的靠开口说道 小子 你很拽吗 可是今天惹了我虎爷 你死定了 顿时所有人就朝着张阳打过去了 但是张阳也不是吃素的 直接一拳一个 又加上张小凡还在旁边用凳子帮着他砸 顿时烧烤摊一阵热闹 此时可谓整个烧烤摊都热闹起来了 原先被砸的一桌人看到 现在有人再为他们出头 而且看了看自己被砸伤的朋友 本来自己一伙人就是来吃个东西 结果还遇到这么一回事 又加上都是大气方刚的一群小伙子 看着眼前张阳打得这么热火朝天的样子 他们也冲上去打那一群小混混的 可恶 你们知道我虎哥是谁吗 居然敢碰我们 其中有一个流利流弃的小混混 被打得受不了了 然后就开始大声的警告他们 不过这下大家都打红了眼 谁他妈知道你家虎哥是谁啊 谁叫的大声就把他打得更狠一点 谁他们认识你们虎哥啊 我呸打死你 然后这个小混混就被两人给联合双打了 本来张阳这边一开始没有什么人帮他们的 就只有两个人单打独斗 特别是张阳还要保护一边的江白雪 打得就稍微有点困难 不过多亏他前面吃的那颗大理丸 要不然的话 他也没有办法那么容易就把这些小混混都给打晕了 在张阳的周围都是倒地的小混混 一个个都想要挣扎着再爬起来 可是张阳又怎么会给他们这个机会呢 凡是挣扎的直接一脚跺下去 瞬间就不挣扎了 张阳心里还是有数的 他只是把这些人给弄晕了 没有给弄死 他当然知道如果把这些人弄死的话 那么事情就弄大了 他可不想被警察请过去喝酒 这时这个嚣张光头这边的人大部分都已经倒下了 看着身边一个个兄弟的倒下 开始他还能够双手抱拳 站在哪里静静地看着 可是这下几乎人全倒了 作为老大的这下 他不能再袖手旁观了 他直接冲上去朝着张阳就是一拳 张阳那个时候正和另一个混混在打斗 并没有注意到这位大神正在朝着他冲了过来 但这时躲在旁边的江北雪看到了 他立马朝着张阳大喊 小心 可是这个时候已经晚了 张阳已经被打中了 而且还被打得倒在了地上 张阳感觉自己的都要偏了 总之一句话 自己的脸现在很疼 张阳摸了摸自己 被打得脸蛋 心想还好自己的牙没有被打掉 不过这时 张阳摸着自己的脸蛋 朝着那个光头慢慢地走过去 明眼人都可以看出来 张阳生气了 因为凡是后面在靠近他的人 都被直接一拳打得塞进了墙里 而且还是扣都扣不出来的哪一种 这是其他的所有人都惊恐地看着张阳 这下所有人都不敢动了 这也将我们的光头大哥也给吓到了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感觉这个人的力量 突然就变得这么强 前面其他人干他得时候也没有发现 显然今天自己时碰到硬钉子了 赶紧求饶 留得青山再不怕没柴烧 光头帅哥心想 这个光头大哥一看张阳这么厉害 就赶紧跪地求饶 双手朝前哭诉着说 大哥 看我们不是故意的 你就饶了我们吧 我们再也不敢了 躺在地上的小弟们 看着自家大哥的行为 顿时也跟着赶紧求饶了起来 张阳的这个操作也把张小凡给吓到了 因为他认识张阳这么久了 从来也不知道这家伙有这么的厉害 而且力气有这么大 所以这家伙是不是背着我 偷学了什么武功秘籍 这也太不讲义气了 一旁的江白雪 也被张阳揍人的那些动作给震惊到了 因为他也想强不到张阳的力量 居然有这么强大 本来他前面的豪车豪宅 就够让他惊讶了 看来这家伙可能真的是个魂 本来前面那个无名大哥的事 就让江白雪就对张阳有所怀疑 而现在他对战这些小混混的招数 越发地印证了他的想法 当张阳看到光头在求饶的时候 其实内心是十分不想把他给饶了的 但是看到周围自己创造的一片狼藉 如果不把他放过的话 可能后面会有一系列的麻烦 还不如先就这样卖他一个面子吧 所以后面张阳就没有再动作了 而是招呼着张小凡和江博雪赶紧离开 不要再待在这个是非之地了 原来那一桌的人还想要向张阳表示感谢 正当他们要上前表示感谢的时候 张阳几个人就正在准备离开了 张阳的内心十分不安 他老觉得这个光头应该是有后招在等他们 尤其是他刚才的求饶 可能是在拖延时间 本来这个烧烤摊附近就常有斗殴的事情发生 而且一伙小混混还跟着他 他极有可能就是斗殴场上的老大 这光头前面打他的一拳可不清 一看就不是什么简单的角色 而且可以这么快下跪 是一个特别能忍的人 谁知道他后面有什么后招等着他 还是先走为上 一想到这里 张阳就拉着江白雪和张小凡赶紧上车离开 临走时还把钱给了烧烤摊的老板 但这是烧烤摊的老板已经震惊了 不知道怎么接钱了 这样就直接把钱塞在他的手上 然后就走了 一行人看着张阳的动作 没有人敢上前拦他 因为他们也不想再遭到和之前混混那样的场景 被打得抠都抠不出来 在车上张小凡直接就开口了 我们怎么就离开了 而且刚才我们不是打得在上风吗 为什么就要放过那些光头呢 而且他们那么的可恶 那光头一看就是比较有势力的人 而且前面警察局的人都不敢惹他 显然是有后台的 我们不要在那里待那么久 是因为我觉得我怀疑他求饶 是在拖延时间 是等待后援 听到张阳的话 张小凡和江白雪也觉得有道理 或许现在离开正是他们最好的选择 他们居然敢欺负我的女神 未免也太可恶了 我还没有打过瘾呢 打打打 你个大头鬼 顿时张阳朝着张小凡 就是一个抱锤 把张小凡腾的跳脚 眼神恶地盯着他 得了 你别看了 我现在送你回家吧 快说 你的新地址在哪 得了 你别看了 我现在送你回家吧 快说 你的新地址在哪 自从你上回搬家后 你就没有把你的地址告诉我 不用了 你待会把我送到中海大桥那边就可以了 确定不用我送你回去 我现在可是有车一族哦 嗯 你还是早点把我的女神给送回去吧 今晚他受的惊吓也比较多的 让他早点回去休息吧 你小子 现在还这么怜香惜玉吗 你们两个 要不要当着我的面 这么打去我 江白雪在后座发出音测测的声音 石小凡和张阳两个人 就不敢说话了 就以眼神相互交流 不过刚才谢谢你们两个 要不是你们两个的话 可能我就要 被那群小混混给欺负了 女神 这有啥 不用谢 嗯 哦 自己小心一点吧 你要帮助别人的时候 最好要量力而行 这次也多亏我们两个在 要不然的话 可能就真的要吃亏了 就当是一次教训吧 以后做事要小心而后行 不要冲动 嗯 好的 听到张阳回答的时候 张小凡还用眼神警告他 不要教训自己的女神 可张阳里都不理他 毕竟江白雪现在是自己的助理 如果他出了什么事 自己也很麻烦的 最好还是先警告他一下吧 今晚要不是我武力之高的话 恐怕三个人都得折在那里吧 这次就当是打一次预防针吧 车里再一次进入了比较尴尬的气氛 而张阳继续认认真真地开着车 也不看他旁边的这两个人 不一会儿 张阳就到达了中海大桥 然后张小凡就下车了 谢了 哥们 记得把我女神给送回去 张阳里都没理他 然后就把车开走了 在后面看着扬诚而去的张阳 嘴里在咒骂着可恶 你这个小气鬼 我都还没有计较 你背地里偷着练武功的事呢 你居然这样对待我 你给我等着 抱歉 今天好像给你增加了很多的麻烦 好像我让你今晚没有什么收入了 没事 这都小事 张阳顿了顿 姜白雪 我们在一起吧 你觉得怎么样 当然 这话一出 车里再次陷入了寂静当中 姜白雪被吓呆了 他不知道为什么张阳会出这样的话 这让他有点不敢置信 但是 后面姜白雪还是忍不住的开口了 为什么 你为什么突然这样说 其实对于刚才说出的话 张阳也是萌的 他也不知道 为什么自己会说出这样的话 可他下意识 还是不由自主的开口说了出来 主要还是因为 今天张小凡对他的刺激吧 再看到另一个男人 特别还是自己的发小 对姜白雪在那里献殷勤的时候 张阳就觉得自己心里莫名的不舒服 又加上后面那群小混混 对姜白雪的调戏 也让他明白自己 似乎对姜白雪 有一丝不一样的感觉 而且 今天姜白雪见义勇为 也让自己更加了解他了 经过这几天的相处 张阳对姜白雪的好感 可谓直线上升华 今天发生的事 刚好就成为了催化剂 本来张阳就是一个 不太喜欢一直委屈自己的人 既然发现了自己喜欢他 那么就主动出击吧 反正两个人也刚好都是单身狗啊 别这时候不出手 下一秒就被抢走了 那就尴尬了 因为我发现我 喜欢上你了 你 你确定吗 我们认识的不久啊 喜欢从来都不是时间的问题 而是感觉的问题 现在的我 可以说对你充满了感觉 你先不用这么快答应我 我们先相处一段时间再说吧 你放心 我也不会对你做什么的 你就自己感觉一下就好了 你要是觉得合适的话 可以选择和我在一起 这一时半会发生的太突然了 姜白雪不知道要怎么回复 干脆就不说话 假装静静的玩着自己的手机 脑海里一直想着张阳的话 好呢 张阳也发现了 姜白雪只要一紧张的时候 就会假装在玩手机 而且最为重要的是 这个傻姑娘也没有发现 她在玩手机的时候 手机还拿反了 顿时张阳心中的一个小人 就在跳舞飞跃 嘴里还叫着蛙 真的是太可爱了 一会儿 两人就再一次回到了住处 两人一起把东西收拾好 期间 张阳再次表示 他还可以依旧和往常一样 和自己相处 不要太紧张了 在这边 张阳和姜白雪两个人的气氛 还算是比较平和的 可是在张阳的家里 却没有这么平和了 钻石张阳的家里 来了一个不速之客 二舅妈 说起这个二舅妈 那可谓是滔滔不绝 这个人曾经在年轻的时候 帮助过张阳的爸妈 然后就一直把自己 当作是张阳家的恩人 每当他们家有麻烦 就立刻去张阳家里求助 而且经常瞒不讲理 张阳和她的妹妹 都特别讨厌她 并且 这个二舅妈 是一个极为不讲理的人 那也把死的都给说成活的 所以 张阳的爸妈 对他也是极为的头疼 而他这次特意来到张家里 显然就是有事相求 而且还是比较麻烦的事 哥呀 这次我本来不想 求你们的 可是这次张阳 他犯的是比较大 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办了 你们可要帮助我们母子 你先等一下 你先告诉我们 小阳都干了什么 他 他撞了人了 你说什么 他撞人了 我就想来问问哥哥 你们可不可以把他给捞出来 我们也只是 普普通通的百姓啊 我们又怎么帮的了你 不会的 哥 你们都在中海市待了这么久 不可能都不认识一个大人物的 你肯定是能救小杰的 小杰可是你看着长大的 你一定要帮帮我们啊 这不是我们不帮 可是我们真的帮不了啊 这舅妈一听可就不干了 顿时就鬼哭狼嚎了起来 在张杨爸妈面前撒泼打滚 这顿时也让张杨的爸妈也十分的头疼 看着眼前这个一直向他们哭诉的女人 张杨的父母也觉得十分的头疼 现在真的不是他们不肯帮忙 儿们实在没有能力帮他 要是他们有能力的话 也不会让张杨在大学期间还要勤工俭学补贴家用 两个人都互相十分无奈的看了一眼 然后张杨母亲还是开口了 不是我们不帮忙 是我们真的没有那个能力 你就再去问问其他人吧 这二舅妈看自己在这里哭了这么久求他们 可是他们依然说自己帮不了忙 顿时就气得直跺脚 然后就从地上跳了起来 对着张杨的父母破口大骂 我求了你们那么久 可是你们都不帮我 你们都给我等着 我不会放过你们的 做完这些 这二舅妈就呃 的拿着自己的东西 离开了张杨的家 直到最后一步 嘴里还一直骂骂咧咧的咒骂张杨的父母 没有良心 都不肯帮助他们 张杨的父母也特别的无奈 也不知道要怎么说 只能够眼睁睁的就看着二舅妈 就那样直接的走了 不过他们并没有把这件事告诉张杨他们 他们让这样的事困扰他们的孩子 怎么办 按照他的性格 事情肯定不会这么容易结束的 张妈有点担心的说着 不要担心了 传到桥头自然直 再说咱们也不是故意不帮他的 可你看我们有那个实力吗 显然就是不可能的 然后张爸就扶着张妈回去休息 他两个人上班就够累了 现在上完班还要回来应付这么一个人 真的让人特别的头疼 所以爸爸就扶着妈妈去好好休息一下 可是真的没事吗 张妈走着走着又停下来 又担心的再次询问了一次 就算有事也那时候再说吧 你也知道他的性格 张妈只能满面愁容的看着远方 看了看旁边的丈夫 也没有再说什么了 就跟着丈夫一起去休息了 这个所谓的二舅妈没有这么简单 看来张阳的父母可能也隐藏着什么秘密 这时的张阳也在床上想着今天发生的一些事 他也没有想到自己居然会向江白雪表白 没有想到自己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再一次的看上一个女人 这跟他一开始的计划虽有所偏差 但也还是可以接受的 然后张阳在床上一个鲤鱼打滚并跳了起来 给自己自己比了一个加油的时候 需要将江白雪给追到手 对没错 一定要追到手 楼上的江白雪也是激动的 睡不着觉 因为他也完全没有想到张阳会说出那些话 弄得他现在也是辗转反侧 一直想着张阳今天说的话 一直睁着眼看着天花板 一会儿默默的数小绵羊 一会儿闭上眼 还是睡不着 想着他 这是神奇的一个晚上 同住在一栋屋子里的两个人都失眠了 而且第二天两人都顶着差不多的熊猫眼 并且看到对方的那个样子都互相的傻笑了起来 那个 那个 那那个 我答应你 啊 你答应我什么 就是那个呀 就是那个呀 张阳坏笑的看着江白雪 然后不断的提出问题 江白雪雪看出张阳是故意的 然后就直接跑上了楼 跑进自己的房间 并把房门给关了 一直在门的背后 平复自己的心情 看着江白雪一害羞逃跑的身影 张阳心里只有一种感觉 那就是他真的好可爱可爱 好可爱的 我好像把他抱回家哦 不对 我现在好像已经把他给抱回家了 而且 差不多也要珍藏起来了 看来我前面就很有仙剑之名啊 感觉对媳妇有一点感觉 就把他给抱回来 不过还是得多亏系统啊 要不是有系统的话 恐怕也不会招他成为自己的助理吧 也就不会发生后面这些事情 这系统或许还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姻缘呢 想着想着 然后这样就回过神 然后看了一下手机上的时间 好像现在差不多是要去学校了 至于其他的事 就上完课回来再说吧 反正这个白雪也跑不了 迟早都是他的 然后张阳就离开了 在楼上的江白雪 听着张阳离开的声音 不禁跺脚 觉得张阳有点不懂风情 也不知道上来讨好讨好他 回到学校的张阳 不知道为什么 老觉得怪怪的 似乎老有人往他这边看过来一样 然后一见他回头 又赶紧回过头去了 但他能感觉到 旁边那些人 似乎在对他窃窃私语 他觉得很莫名其妙 他也不知道 为什么今天学校里的同学会 这样子对他 难道他今天变帅了 好像也没有啊 他都是上网常一样的穿着 也没有改变什么啊 真的是太奇怪了 就在张阳摸不着头脑的时候 突然他的好兄弟杰瑞跑了过来 然后一把搂住张阳 特别兴奋的告诉他 兄弟 你火了 那你 显然杰瑞的话 让张阳觉得特别的莫名其妙 自己怎么突如其来的就火了 明明自己也没有干什么事啊 原来昨晚他们三个人 和那一群小混混打架的事 不知道被当场的那个网红 给拍下来了 然后就上传到了网络 刚好张阳学校有那个网红的粉丝 而那个人也刚好认出 张阳是他们学校的人 然后就传播了 一下这个视频 顿时整个学校都知道了 张阳那恐怖的战斗力 一下子张阳就在学校里给火了 特别是一些女生 都两眼冒光的盯着他 啊 你说什么 张阳心想这下可死定了 事情到这么大 按照父亲那个暴脾气 肯定会弄死他的 而且 这是出来了 很容易被人肉搜索 他可不想自己平静的生活 被别人给破坏了 本来前面因为江白雪的直播 他就在网络上 有了一定的知名度 这一下可瞬间就火了 而且看评论 还有点黑火的感觉 为了不让事情闹大 他赶紧让杰瑞 帮他把那个视频 尽量都给删掉 这不是我不帮你 实在是你这个视频 涉及的范围太广了 我可能没有办法 弄得那么干净 但我可以帮你 把主网站的 就是给删掉 你看怎么样 那也行 所以今天在上课的时候 张阳就一直跟着杰瑞 处理早上那些视频 但在课上的时候 仍有一些女同学 频频往他发放秋波 一些男同学 则是特别崇拜地看着他 这些人都把他看到 有点毛骨悚然 因为张阳从来就没有想过 要当什么名人的生活 突然成为这样 不是不能接受 主要是他担心 会有麻烦找上 特别是那个光头 如果后面要报仇的话 显然他现在已经知道了 我的主要身份 那样的话 看来我得早做准备了 回过神的张阳 赶紧推了推自己朋友的手臂 杰瑞有些疑惑地看着他 眼神示意 你这是要干嘛 处理得怎么样了 你以为这是萝卜白菜 那么容易 肯定是需要一点时间的 等我处理好了 我自然就会告诉你 正在努力敲着键盘的杰瑞 不小心大声回答了张阳的问题 这时候 台上的导师发现了 这两人的互动 怒气冲冲地看着他俩 立马就是一个粉笔攻击 就砸了过去 张阳和杰瑞两个人 一人分别头顶一个大包 都可怜兮兮地盯着台上的导师 但是台上的导师 就当没有看见他们的眼神 继续讲课 其他的学生一看见这幅场景 是想笑又不敢笑 他们很害怕自己 也会跟张阳两人一样的后果 这个老师的粉笔攻击 可是在学校出了名的 他可不会管你 有钱没钱 有名望没名望 反正你在他的课上 不认真听讲 就会被打 只要你不打扰他上课 神什么都好说话 简直就是出了名的 灭绝师太一般的人物 张阳两人显然也知道这个道理 只好默默地认真听课 杰瑞还是是继续在敲键盘 但什么都不敢再说 俩人好不容易挨到了下课 下课后 张阳再次询问杰瑞 怎么样了 好了 要不是因为你 我也不会那样 被杰西卡王那样对待 弄得我那么没有面子 你也不看看上课的时候 其他同学看我们的眼神 不过这次 我帮你这么大的忙 你可要记得请课啊 没有问题 想吃什么大餐 都包在我的身上 张阳拍了拍胸脯回答 然后又继续说道 也不知道当时会被他发现 再说我不也是跟你一块 被砸了一个大包吗 哈哈 咱俩果然是难兄难弟 不过你得注意一下那个视频 我还视频里那个光头 虽然被你打得那么惨 但可以确定的是 他是有一定背景的人 看来你得需要早做准备 就咱们这个背景 你可得想好了 要怎么对付人家吗 张阳有些眼神发愁的 看着自己的兄弟 显然他的那些话 也正触及到了他的想法 看来他得想办法 结交一些有背景的人了 要不然的话 可能事情就大发了 嗯 我知道了 你不用担心 我自己会想办法解决掉的 他拍自己兄弟的肩膀 然后又接着说 兄弟 我还有事 后面再聊 话音一落 张阳就拿着自己的东西跑开了 杰瑞在后面看着跑得飞快的张阳 这家尖瑞反应过来 张阳是在赖他的大餐 不打算请他吃东西了 顿时在后面气得急跳脚 嘴里还说着 可恶 死阳子 明天你死定了 不过杰瑞这次 还真的冤枉了张阳 张阳现在也的确是有事 因为在和杰瑞说话的时候 他又听到脑海里传来系统的声音 丁 颁布新任务 让宿主摆地摊 完成一千万件的货品售出 这个任务的颁布 虽说没有让张阳给蒙了 但他也在想着 应该要怎么将这一千万件货给售出 这一千万件可不是小数目 一千万件货物的售卖 对于现在的张阳来说 还是有一点困难的 他就在想 到底要怎么才能把它给卖出去呢 这些事不太好跟杰瑞说 主要是突然一定要卖出这么多货的话 可能会让他起一心 然后发生一些不必要的事 就尴尬了 看来还是要找姜白雪回去商量一下 除了这件事 张阳老觉得 自己好像还忘了其他的什么事 算了 还是先回卧龙山一号别墅再说吧 就在张阳回到卧龙山一号别墅的时候 这时突然他的母亲打了一个电话过来 妈 怎么 你不是今天要回来吗 大概什么时候到 妈妈这话一说 她才想起来 今天是自己要回家的日子 好像妹妹也回家了 哎呀 我怎么就把这事给忘记了呢 顿时张阳就猛的一敲自己的脑子 觉得自己记性实在是太不好了 啊 妈 我这边有点事 可能今天会晚一点回去 你们和妹妹先吃着吧 没事 等一下你也差不多 反正我们也不是很饿 此时的张兴 正在垂涎欲低的 看着自己母亲做的一大桌的菜 他在旁边听着母亲的话 有一种想抗议的想法 可是看着那母亲的神情 顿时又不敢说话了 只能默默的坐在凳子上 张阳也知道母亲是想让自己吃的好一点 毕竟家里的饭菜和外面的不一样 好 我等一下就过去了 两人就挂了电话 而一旁的江白雪有点莫名其妙 突如其来的被张阳给叫了下来 结果什么都没有说 张阳又要去外面了 那个 我晚上再跟你说吧 江白雪嘴上答应着 但还是觉得张阳有点莫名其妙 也不知道这家伙葫芦里都卖着什么药 难道是因为那个视频吗 如果是视频的话 也不至于什么都没说 然后就跑出去了 算了 别想那么多了 可能晚上摆地摊的话 这家伙就会说了吧 现在还是去看看 怎么把视频的事给处理了 江白雪心想 不过这时 江白雪接到了一个电话 电话里有人告诉他 视频的事处理的差不多了 而且 那个人处理的比他都厉害多了 江白雪也有点纳闷 但还是礼貌地跟人说了一声谢谢 就把电话给挂了 女人的心思太难猜 而且张阳 现在也没有空去猜江白雪的心思 她也不知道 现在江白雪已经知道视频的事 此时的她 正在赶往回家的路上 玛丽全冲 以车速最快的速度 三十分钟就到家了 车一进入小区的时候 顿时整个小区就热闹了起来 这是哪家的小伙子 怎么开了一辆车回来了 咦 这不是张家的小子吗 车不错啊 一位大爷在旁边摇着扇子 笑隐隐地感叹道 张家小子不错呀 这么快就整车了 大爷 你高看了 这是我接的 张阳立马高声回过去 这样啊 我看你妈那等你好久了 回去吧 那好 大爷大妈们 我先回去了 话音一落 张阳就快步地走进了自己的家门 后面那群大爷大妈们 又开始窃窃私语 怎么感觉张家这小子 不太一样了呢 然后旁边那个大爷又争执到 哪里不一样 不是一个鼻子 两个眼 大妈一个扇子拍了他一下 臭老头 瞎说啥呢 这不人家上了大学更帅了吗 随后一阵笑声传遍小区 给人温馨的感觉 张阳也知道 小区里的大爷大妈 只是比较爱逗人罢了 没有什么恶意 但把车的事告诉他们也不太好 所以他就没有说实话 啊 妈 哥回来了 开饭了 一近张阳 就听到了妹妹的鬼哭狼嚎 抬眼一看 就看见齐儿短发 穿着家居服的妹妹 正可怜巴的坐在餐桌旁 然后用一脸控肃的眼神 看着自己 看到自己妹妹的表情张阳 莫名的觉得好笑 别看了 再看你的脸 就要变成河豚了 妈 你听 哥他欺负我 这时 张妈也端着红烧肉上桌 一股浓烈的香味扑面而来 这再次吸引了张心的注意 眼睛直勾勾的盯着桌上的红烧肉 不断的咽着口水 好了啦 你们两个别闹了 张阳去洗个手 然后过来吃饭 你妹都等不及了 若说张心有什么爱好的话 那就是吃和学习 每次的聚餐 都是张母为了给两个孩子补充营养 提出的一个借口而已 这样也可以让他们看一下 孩子近期怎么样了 所以一般只要张心和张阳 没有什么事的时候 都会在这个日子回家 不过 自从张阳上大学以后 回家就相对没有那么情 但在固定的日子 还是会回去的 也顺带看一下自己给可爱的妹妹 和亲爱的家人 听见自己妈妈的话 张阳就赶紧去洗手间 洗了个手 然后回到餐桌上 这时张父也回来了 正坐在主位上 看着等待自己的家人 张阳只觉得心里一暖 并没有说什么话 就是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开开心心的吃着饭 剩下的妹妹一看可以吃饭了 立马就加了一大块肉 咬了起来 看自己的妹妹吃得这么香 张阳也食欲倍增 顿时也把系统安排的任务 放在一旁 你们两个多吃点 这些都是我特意为你们两个做的 妈 真像 张阳立马就给了自己妈妈 一个五颗星的赞赞 香酒多吃点 你待会儿不是还有事吗 快点吃完就出去吧 别让你朋友等急了 张阳震惊的看着自己的妈妈了 不明白 她怎么会知道自己 接下来还有事忙 刚你妹都说了 你这孩子也是 那么忙还要跑回家 一旁的妹妹 只是调皮的吐了吐舌 然后又继续吃起了自己的肉 张阳感激的看了一眼自己的妹妹 今晚张阳就不打算 让江白雪给自己帮忙了 就打算开着自己那辆兰博基尼 去中山街那边看看 今天好像是那边汉服文化节在开幕 自己如果准备一些漂亮的汉服服饰的话 应该是很容易吸引那些游客的眼光的 那这一千万件售货 很可能就完成了 张阳在心里想着的时候 一个小人也在默默的在哪里说着红色的票子 一旁严肃的父亲也开口了 下次如果太忙的话 就不要着急忙慌的赶过来了 打个电话跟我们说一声就行了 嗯 我知道了 一家人温馨的吃着晚饭 暖暖的爱意不言而喻 吃完晚饭饭 张阳就拿出了几万块钱交给自己的父母 杨阳 你这是哪里来的这么多钱 张母看着张阳突然拿出这么多的钱 顿时就忍不住开口了 一旁的父亲也是同样隐这样的眼神看着他 显然让他把事情给交代好 爸妈你们就放心吧 你们的儿子不偷不抢 也没干什么犯罪的事 这钱是我前段时间摆地摊转的 绝对的来路亲民 你们就放心的用吧 张阳两手举起来 特别严肃的跟着自己的父母说话 确定吗 保证货真价实 童所无欺 好了 爸妈你们就相信哥吧 就他那个胆子 他耐够干什么坏事呢 话虽这样说 可是张母还是有些担心的 看了看自己的儿子 但想了一下他日常的行为 也觉得自己儿子是干不出什么违法犯罪的事 而且 张阳那个信誓旦旦的样子 这钱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好了啦 自家的孩子你还不了解 就是给他一百个胆子 他都不会干坏事的 随后张父脸色一变 又开口道 你小子快点吃 吃完了 赶紧滚你朋友那里去 不是说有事忙的吗 好的 父亲大人 遵令 阿英一落 张阳就快速地往自己的嘴里扒着饭 你这老头子 孩子一回来就这么凶 张母把钱收了起来 然后称怪地看了自己的老公一眼 张阳早在说的话的时候就把饭吃完了 然后看了看时间九点了 到了要去摆地摊的时间 然后跟自己爸妈说了一句 就离开了 看着自己儿子离开的样子 张母碰了碰自己的女儿 你老实交代 你哥最近有没有谈恋爱 妹妹也很无奈地 看了自己的妈妈一眼 我怎么知道啊 妈妈 你自己问哥去 不要打扰我吃东西 这自己的女儿一直在吃吃吃 顿时就恨铁不成钢啊 张阳一离开家里 就赶紧让系统给自己补货 不一会儿 张阳的车里 就出现了很多精美的汉服的服饰 这些服饰制作精美 十分地让人有感觉 就连张阳这种不识货的人 都觉得系统出品的服饰 特别的精美 看来今天晚上可以大赚一笔了 一把车开到中山街的时候 张阳就看见了各种各样的 穿着汉服的仙气飘飘的小哥哥 或者小姐姐们 看来杰瑞果然没有骗自己啊 他的消息来得实在是太及时了 也不枉费自己那么疼他 张阳心想 一找到一个比较显眼的车位的时候 张阳就赶紧把车停了过去 然后张阳就下车把后备箱打开 把每个服饰摆得显眼一点 摆的时候刚好旁边有一个小姑娘 路过看到张阳车上的服饰 真的是太精美了 十分配她身上这条裙子 老板 这个香包怎么卖啊 美女果然识货 这可是堂制的香包 十分配你今日的裙子 刚好你是我今晚的第一个客人 我就给你打个八八折吧 八十八块钱一个 这个数字也极力好听 怎么样 还行 不是很贵 那我要了 好嘞 我这就给你打包好 然后美女就离开了 张阳心想 不错呀 这文化节就是不一样 人来人往的 而且一来就卖出了一个好价钱 来都来看一下 精美地服饰随你挑 无论哪个朝代 张阳大声的吆喝着 价格也十分的优惠 大家都来看一看啊 再过了一分钟以后 她的摊子钱立马就热闹了 不过许多人都不是朝着 她摊上了物品来的 而是朝着她的兰博基尼来的 哇塞 这不是刚上市的兰博基尼吗 真的是太帅了 一边说着 那个穿着汉服的小姐姐 还拿着自己的手机 在那里不停地拍着 对对对 也不知道这辆车是谁的 不过看样子 好像是在卖服饰 说我也看到了 车上的那些服饰 都好精美啊 特别是那个唐方的那个 看上去太漂亮了吧 我老早就想买了 张阳一看 这么多人围惧在她的车旁 顿时灵机一动 商机来了 来要想拍照的 购买一件商品 凡是购买一件商品的 可以和我的车 进行一次合照 这声吆喝声一出 张阳的摊子前 顿时车马不通 一大群人都围了过来 每个人都特别开心的 在张阳这里 买了许多服饰 然后立马就戴在了身上 然后开心的 和张阳的兰博基尼合照 张阳看着自己摊子的生意这么好 也是笑意盈盈的 现在张阳在兰博基尼里 不断的拿出自己的货物 然后补充摊子上的货物 那些客人 也不管张阳有多少货物 都一起而空 然后都开心的 和兰博基尼合照 完全没有注意到 这么一个小小的兰博基尼 是怎么装下这么多的服饰的 旁边的摊贩 看见张阳的生意这么好 都十分极度的看着她 原本是一个汉服交流的文化节 硬是被张阳整成了车站 大量的人都围着张阳 要求和兰博基尼拍照 别急 慢慢来 凡是购买了 我的服饰的 都可以和兰博基尼合照 张阳小心的在旁边 安排着这些客人 避免造成踩踏事件 老板 快点啊 都等着呢 好好 等一下就到你们了 看着这群的顾客 张阳觉得 要不要自己提高一下规格呢 想了想 又觉得还是算了吧 毕竟今天是一个开心的日子 现在张阳的脑海里 就一直听到系统的提示音 显示差最后一万件 就可以完成任务了 张阳一听有谢啊 今晚真的是大丰收 只要晚点再让江白雪直播 这任务就OK了 其实 单靠这样纯粹的摆地摊 张阳的任务 是不可能那么快完成的 这还得多谢 今晚第一个来的那个女孩 她觉得 张阳车上的服饰 确实十分的精美 刚好他们团体服饰这边 出了一点问题 然后就跟他的公司给提议了一下 并把那个香包给他们看了一下 然后他们那个团体 就在张阳这里 订购了五百万件服饰 果然运气来了 干什么都很顺利 张阳一接收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然后就把货给送过去了 一把货给送过去后 又再一次回到自己的摊位前 开始摆摊 然后就再次出现了这样的画面 所以说 今天这条文化街上 就属实张阳的生意特别的 其他摊子上 都特别眼红的看着张阳 也不知道这家伙哪里来的 一直在敲我们生意 旁边一个脾气比较暴躁的摊贩 就想上去找张阳算账 他旁边的人立马就把他拉住 嗯 一个可以开兰博基尼出来摆摊的人 可不是他们能够惹得起来的 就这样在如此 的生意下 张阳一不小心就完成了 今天系统 颁布的一千万件售获的任务 丁以宿主完成新任务奖励 开启积分累积系统 并奖励宿主 一次普通抽奖的机会 啊 抽奖 这是啥呀 这自己的货物也卖成功了 那么就让这些人拍完照片 以后就离开吧 然后看一下系统的奖励 该要怎么弄 然后张阳就把东西给收了起来 让这些顾客把照片拍完以后 就赶紧收摊 离开了中山街 这个抽奖 还有积分累积 是什么意思 积分累积系统 就是计算宿主完成任务后 获得的积分 当积分累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数数可以选择购买系统商城里的物品 或者进行积分抽奖 这个普通抽奖呢 在宿主完成任务后 根据任务的难度 系统会偶发抽奖事件 奖品有全能技术 别墅通天镜 还有一些单要等 请问宿主现在要进行抽奖吗 张阳想了想 反正自己现在也是在车上 也不用担心别人的异样眼光 就开口了 现在进行抽奖 亲 恭喜宿主获得全能技术的奖励 现已将奖励颁发到宿主的背包里面 听到自己抽奖获得了物品 张阳猛逼了 这玩意有什么用呢 我忙活了一大晚上 就得了一本书 系统 这个全能技术是用来干嘛的 全能技术拥有让人可以获得制作任何工艺品的能力 不论是什么样的物品 宿主都可以做出来 请问宿主要开启全能技术的能力吗 另外 友情提示在普通抽奖里抽出来的物品 拥有永久使用的能力 那开启这个全能技术 有什么副作用吗 这个是没有什么副作用的 请问你要开启吗 那你就开启吧 随后系统就开通了全能技术的功能 但是张阳并没有觉得有什么变化 唯一的感觉好像自己开车的技术更为熟练了 这样一想的话 随后张阳完成了几个大顺移 十分顺畅的就完成了 张阳不敢置信的看了看自己的手 完全不敢相信 刚才那些顺移都是自己做的 看来这系统出品真的是同锁无期啊 刚才系统不是说全能技术的话 就是让我拥有了可以制作其他东西的能力 那岂不是说以后别人都可以在我这里定制东西的话 我都可以自己做出来挖塞 这个对于摆摊来说真的是太赞了 想了想 张阳就特别开心的开着车就回到了家里 这时江白雪也正等着张阳回来 想跟他说一些事 回到家一开门就看见江白雪正在等着他 怎么了 这么晚还没有休闲 我有事想跟你说 说吧 什么事 我也喜欢你 就按照你昨晚说的吧 一听见这话 张阳就冲了上去 真的吗 真的 并且江白雪还主动的亲了张阳一下 顿时张阳就眼神火热得看向了江白雪 大晚上的勾引一个男人 好像容易发生一些比较不太好的事情吧 江白雪被张阳那个火热的眼神给看得害羞了 可以说今晚是是他最大胆的一次 他从来没有跟男生说过这样的话 但他觉得张阳值得他这样做 随后两个人就度过了一个比较火辣的夜晚 第二天 江白雪被一阵特别的香味给吸引起来了 手往旁边一摸 张阳已经不在床上了 然后江白雪由于起身的幅度过大 感觉到有一点不舒服 嘴里撕拉了一声 看着床上洁白的那一点红 江白雪顿时脸又红了 他也没有想到自己最终会和张阳 不过感觉到身上的一阵清爽 江白雪知道张阳应该是给自己清理了一下 不然的话 按照书里写的话 应该不会就这么一点难受吧 虽说身上还是有一点的不舒服 但江白雪觉得这还是值得的 到客厅江博雪看到桌上已经摆好了 一大桌的早餐看上去十分的美味 而那股诱人的香味也正是从桌上传出来的 突然江白雪感觉后背有一个人抱住了自己 老婆 早上好啊 江白雪顿时又羞红了脸 谁是你老婆啊 谁被我抱着谁就是呗 讨厌 快点放开我 我要去洗漱了 那我放开你 你可不许给跑了呀 你觉得我能跑到哪里去啊 不说了 去洗漱吧 早餐都要凉了 白雪赶紧洗漱完回到餐桌上 她老早就被这股香气扑鼻的诱人清香给 得不行了 在她回到桌子上的时候 张阳已经给她盛好了粥 而且也给她拉好了凳子 太香了 这简直就是贵宾服务啊 给你五颗心的点赞 江白雪心满意足的喝了一口说哇 真的是太香了 香菇浓郁的香味在嘴里猛的炸开 这让江白雪十分的满足 然后她诧异的抬头看了看张阳 她没有想到张阳可以做出这么美味的食物 太好吃了 你手艺什么时候变这么好了 还得多亏昨晚的全能技术呢 现在张阳的手艺可是可以和顶级的厨房大佬媲美呢 而且在昭阳制作皮蛋瘦肉粥的时候 系统还提示了 恭喜宿主做出初级产品 皮蛋瘦肉粥 怎么就做东西 还有分等级的吗 寿主做出的产品日后都有等级划分 分为初中高顶级 细有五个等级 初等产品拥有千万分之一获得抽奖的几率 中等产品拥有百万分之一获得抽奖的几率 而高等产品拥有万分之一抽奖的几率 顶级产品则是拥有一千分号抽奖的几率 细有产品则是有百分之一百抽奖的几率 我去 这么好 那岂不是说我多做一点东西的话 就有可能获得抽奖吗 想想张阳顿时就觉得爽翻天了 摆地摊的话肯定避免不了 就需要制作一些东西的 而且这些物品还可以由自己设计 那这样的话生意岂不是更好吗 特意为你做的 好吃你就多吃一点 说完张阳又加了一块鸡蛋给江白雪 白雪上前就咬 可是张阳故意不给他吃又给拿开了 江白雪用眼神控诉张阳 他这是什么意思 只要你猜对了我的问题 这个桌上的东西就让你吃 怎么样 什么问题你说 你猜猜这个鸡蛋有什么功效呢 这个问题可难道江博雪了 他又不是学识聊学的 他怎么知道这个鸡蛋有什么功效呢 他现在在感觉张阳就是在糊弄他 十分不想回答 可是又看张阳那个样子 猜到了吗 快说出答案 美容养颜吗 江白雪有些迟疑的说道 不你猜错了是恢复伤口 什么我怎么没有听说过鸡蛋还有这么一个功能 话一说完 江白雪就看见张阳脸上挂着一抹意味深长的坏笑看着他 瞬间江白雪的脸就爆红了 他明白了张阳是什么意思 手指颤巍巍的指着张阳 你太过分了 还让不让我吃啊 当然得让我们宝贝吃 这些都是为你准备的 这一下江白雪直接脸都不看张阳了 他不想要再理这个坏家伙了 就一直闷声的喝着自己的粥 来宝贝 别光喝粥啊 尝尝其他的 这些都是我专门为你做的 他说着张阳还编给张伯雪加了一些其他的吃的 对了 这么晚了 你不用上课吗 不用 我今天特意请了假 我们一起出去好好玩一玩吧 啊 别啊了 快吃 吃完了我们出去 你确定 江白雪狐疑的看了看张阳 你真聪明 都猜对了 我是跟你开玩笑的 你今天在家里好好休息吧 我今天早一点回来 吃的差不多了 张阳就把东西给收拾好了 然后就把江白雪抱到自己的房间里 亲了他的额头一下 宝贝 我先走了 你自己在家里好好休息一下 不要太想我啊 江白雪立马一个枕头就砸了过去 谁他妈会想你啊 快点给我走 好好好 别生气了 我这就离开了 江白雪也没有想到和张阳在一起后 他居然会变得这么的黏人 完全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完全不像前面那么冷静的感觉 不过他这个样子还挺可爱的嘛 想着想着 江白雪就一个人傻笑了起来 还说不想我 你看我一走 就像我想的傻笑了起来 就在江白雪傻笑的时候 张阳的声音突然传了过来 把他吓了一跳 你 你 你怎么又回来了 我有件东西忘拿了 宝贝 可不要太想我了啊 江白雪看着张阳从 他的旁边拿了一把钥匙 然后又跑开了 走的时候 还不忘再跟他说一声 不要忘记了想他 江白雪只能脸一直红着 一直不敢抬头看他 因为刚才被他发现 实在是太让人感到羞愧了 看见江白雪这个样子 张阳也知道 不能斗得太过分了 然后他就没有再说话就走了 啊 我刚才为什么要说那些话呢 怎么会被他给听到了 真的是太羞人了 张阳一走 江白雪就在那里狂垂着被子 嘴里大叫 此刻的张阳并没有前往学校 今天的他也刚好没有课 然后他就想去中海市 几个比较大型的街道看一下 记录一下街道的情况 这样也可以让他更好的 开展一下地摊事业 特别是他在江白雪 还没有醒来的时候 就做了几个手工艺品 他想要拿去试一试 看能不能卖出去 不一会儿 张阳就逛完了好几个街道 他发现自己好像一不小心 来到了妹妹学校这边 而且现在也是要快到下课的时间了 也正好是学校人流量高峰期的时候 不如就去他学校门口 看看怎么样 然后张阳就在中海一中的门口 开始了自己的摆摊 他赶紧把自己做好的手工艺品摆好 这些手工艺品的话 学生肯定会喜欢的 就在昨晚获得全能技术的时候 系统还给了张阳一个二维码 以后凡是在张阳地摊上购买的东西 通过二维码付款的话 就可以转化为积分 一块钱是一积分 当累积到一定积分的时候 张阳就可以用这些积分 去商城里兑换物品 或者选择进行抽奖 但是这个积分 每天增加是有一定限度的 根据系统的等级限制的 系统等级增加的话 每日获得的积分也可以随之增加 总而言之 现在的张阳还是一个小菜鸟 还需要不断地完成任务 让系统快点升级 来来来 都来看一下 好看的小兔子 还有各种各样的小动物和首饰品 兄弟 你这些手工艺品都不错 看上去很可爱 都怎么卖呢 我买几个回去给我的女儿玩 旁边的一个大叔 看见这些手工艺品不错 然后就开口了 张阳见着大叔是卖吃的 没准日后还可以帮上忙 也没有要贵 大叔 这个二十块一个 五十块三个 这么贵呢 都是纯手工作的 你女儿肯定喜欢的 你看多可爱啊 张阳一边说着 手上还拿一个小兔子摇着 那好吧 那给我拿三个吧 一下子脑海里就传来了 恭喜宿主 获得五十几分 果然不一会儿就下课了 顿时校门口就不断的有学生走出来 有几个小姑娘 看见张阳的摊位上的小兔子 什么都特别的好看 想买 可是又觉得太贵了 只能摇摇头的 然后又走了 张阳也没有介意 这时他看到自己的妹妹和他的朋友 正在慢慢的走出来 其中还有一个打扮靓丽 穿着时尚的一个漂亮姑娘 也在他们旁边 三个人似乎开心的在说着什么 突然其中一个小姑娘 好像看到了张阳 然后就跟张兴儿语了几句 张兴 你看 那不是你哥吗 张兴一抬头 果然是自己的哥哥 然后就和几个朋友过来了 哥 你怎么来了 这是 我来体验一下不一样的生活 不过这时 那个衣着靓丽的女子 却一直盯着张阳摊子上的工艺品 仿佛有点不敢置信 然后他就开口说话了 一不小心 还打断了这两兄妹的说话 你这些都是拿来卖的吗 这些我都要了 多少钱 你确定都要了吗 对 一共一千块 好 钱转过去了 靓丽女子的行为 也让张兴给震惊了 因为在她的印象中 这个姐姐是一个比较理性的人 怎么突然就把自己哥哥的东西 都给买了呢 姐 你怎么 这些都太好看了 我想买回去摆上 行 我姐姐只是喜欢你哥哥的这些产品 没什么事的 那好吧 既然自己的朋友都这么说 张兴依然就不好说什么了 一旁的张兴把这些工艺品都给打包好 然后就搬到了靓丽女子的车上 原来这姑娘是中海市乳市工艺品公司的 他们公司主打手艺 这张兴的商品给了她很好的启发 她想要拿回去研究一下 这下连自己的妹妹都不管了 然后就直接离开了 张兴可不管这些 她现在只知道系统的积分增加了 一直在那站着傻笑 行 你哥没事吧 这样旁边的那个小姑娘 有点担心地问道 没事 她只是太开心了 等会就好了 过了一会儿 张兴就恢复过来了 妹妹 咋的 恢复过来了 怎么现在都跑我们学校这边摆地摊了 我就是来你们学校这边试一下 看生意怎么样 这不是考察敌情吗 张兴摸了摸自己的后耳少说道 张兴直接一个抱锤 让你下一次还好忽略我这个可爱的妹妹 妹 在别人面前好歹给哥留点面子 你旁边的这位小美女士 这是鲁尖 刚才那是她的姐姐鲁心 就是刚才把你东西都买了的 一听自己哥哥的问话 张兴立马就给他介绍了 你好 我是张兴的哥哥张扬 很高兴认识你 我和张兴是铁杆姐妹 我也很高兴认识你 张扬哥哥 鲁尖在一旁开心地回应 鲁尖心想这两兄妹也太好玩了吧 这哥哥被打都不反抗的吗 要是我这样对待我姐姐的话 恐怕我现在都不在人世了吧 而且当才鲁尔的表情好生动 真的是太可爱了 我真的是越来越喜欢她了 都这么晚了 我请你们出去吃一顿吧 看了一看手表上的点钟 然后张扬开口说道 好 既然跟你做成了大生意 那我们要去吃一顿好的 如何 什么的问题 想吃啥都可以 张扬信誓旦旦地拍着自己的胸脯说道 最近刚开了一家烤鱼店 我们就去那边吃吧 家儿 你觉得怎么样 张兴抱着鲁尖的手 开心地说道 我觉得 你应该要问一下张扬哥哥的意见比较好 没事 我哥啥都吃 听着一旁妹妹的话 张扬也很无奈 他怎么都不知道 自家妹子都是这样对待自己的 想想小时候多么可爱 可是看看现在 说起来都是一把伤心泪啊 没事就对自己的哥哥 鲁尖有些无奈的看了一下张兴 然后询问张扬 哥哥 我们去吃烤鱼怎么样 只要你们喜欢就好 你看 我就说我哥喜欢的吧 你又不信 长得张扬 听见自家妹子的话 然后又忍不住的刮了刮他的鼻子 张兴就开始抱怨了 不要老是刮我的鼻子 怪不得我是一个他鼻子 丑死了 你再这样的话 小心我揍你哦 怎么没看出来 你的鼻子是他的 脸歪了 但是真的 哈哈哈哈 话音一落 张扬就跑开了 自己的妹妹可是跆拳到黑段 他可不敢随便出他的眉头 先跑围上 张兴握着拳头就追上上去了 你死定了 好了好了 我求饶 你放过我吧 不是要去吃鱼吗 一被抓到的张扬 就赶紧抱头求饶 一听到吃的张兴 就不想要跟他计较了 毕竟现在时间也不早了 看一下也快十二点半了 吃完了饭 还要赶着回去学习呢 行 那我今天就放过你 张兴摆出一副特别大方的样子 好好 我的女王大人 我们去吃饭吧 这是鲁尖第一次看见这么活泼的张兴 往常他在他的面前都是比较冷静的 这还是他第一次在他的面前放飞自我呢 看着眼前的张兴兴和张扬 他感觉特别的开心 这是他在他的家里从未感觉到过的 不同于张扬这边这么放松的氛围 鲁仙那边只是比较紧张的 几个长着白头发的老人都在拿着自己的眼睛观察着眼前几个兔子以及不同的人的工艺品 嘴里似乎还在说着什么 露露 你看这些都怎么样 好好 真的特别好 真的想不到 我有生之年还可以看到此等绝界 听见卢老的话 鲁仙也震惊了 他没有想到张扬的作品竟然如此之厚 难道说 这个人的手工艺制作工艺极为特别 是我们几个毕生都没有见过的 另一边的一个老人也说话了 这从何说起啊 从他的衔接以及用料 还有每一颗珠子的边缀 仿佛这些东西就是天生长在那里的 没有那种特别生硬的感觉 这应该是一位大师的作品 鲁仙也没有想到自己在地摊上买的这些东西 竟然可以得到家中老人的极度夸赞 馨儿 你这些都是哪里弄来的 这些都是我从地摊上买的 你确定吗 父亲 这会不会是严家的产品 不可能 手工艺市场有三大市家 分别是中海鲁家 华北严家 以及东山宋家 中海鲁家主打手艺 更多强调定制预购 而这华北严家则是主打实惠 则主要流通于寻常百姓之家 东山宋家则是主打品牌 也是在上流社会流通 所以说中海市的手工艺市场 就是被这三家所控制的 而这三家平日里 也是井水不犯河水 各干各的方向 今日鲁歇尔在张扬的摊子前 看到这些精美的手工艺品的时候 也是极为的惊奇 所以他才将他的产品全部买了回来 打算让几个长辈 帮他看一下这些产品的手艺如何 我是担心这些产品会量产 大量的流通市场的话 我们公司就不妙了 你放心 从这些手工艺品的材料制作技术来看 应该是比较年长的人做出来的 不大可能会量产 不过仙 这些产品是从地摊上买来的 你可以向那个人问一下 这些产品还有吗 嗯 下回我找他问一下 话说起来 那个人好像和家的同学认识 你自有分寸就好 看着眼前这个十分有主见的女儿 鲁腹也没有在说什么 一旁的鲁歇尔并没有回话 而是看着手上的这些手工艺品 他实在难以想象 这些如此精美的手工艺品 竟然是出自张扬之手 可是一个大男人 能做出如此精美的产品 那他的师父 又该是如何惊艳世人呢 想着想着 鲁心就对张扬产生了好奇 此时张扬并不知道 自己制作的那些手工艺品 竟然对鲁家产生了如此大的轰动 这时的他 正在陪着自己的妹妹和他的朋友 开心地吃着烤鱼 怎么样 好吃吗 张扬看着眼前 吃得满嘴流油的妹妹问道 现在的妹妹吃得都不想说话 一直用手比了一个大拇指 给自己的哥哥表示十分的赞 旁边的鲁家亦是如此 他也没有想到 张扬的手艺如此的好 在他手上的烤鱼 仿佛比他往日吃得更加美味 简直就是可以与五星级大酒店相媲美 真的是太好吃了 不一会儿 一大份的烤鱼 就被张扬三个人给干掉了 他们两个人吃完以后 摸着自己圆滚滚的肚子 都十分的满足 张扬还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宝格 然后给了自家的哥哥一个大拇指 真是太好吃了 什么时候你的手艺这么好了 这下换张扬直接一个抱锤 你哥手艺一直都好 张扬看在这么好吃的烤鱼的份上 就不跟他哥计较 要是换做往常的话 非得跟他干一家不成 一旁的鲁家 今日一直都在强忍着笑意 因为这两兄妹实在是太好玩了 好了 都吃饱了 我送你们回去吧 张扬一看时间差不多了 也不斗自家的妹妹了 直接开口了 张扬一看时间确实也差不多了 然后 然后就离开了烤鱼店 张扬则去把他的车开来 反正现在他有全能技术在手 飙车那可是刚刚的 不到三分钟 张扬就把这两个妹妹给送回到了学校 实在是张扬的车技太好了 张扬们两个人都没有感觉 是在飙车的感觉 反而觉得张扬开的车十分的平稳 尤其是鲁家觉得 张扬的这辆大众车坐起来特别的舒服 这跟他往日里认识的大众车完全不一样 普通的大众车一般来说 都是有一股比较难闻的味道 比较容易晕车 对于有洁癖的乳尖来说是十分难以接受了 可是火车却不一样 车上的气味十分的清爽 而且座椅什么都特别的舒服 都有一种让他觉得家里的宝马 都没有张扬的大众车舒服 哥 你似乎飙车了吧 要不然我们怎么这么快到 怎么会呢 这不是路上没堵车吗 好了啦 你们两个快点回去上课吧 要不然待会儿就迟到了 张兴是有些狐疑的看着自己的哥哥 可是看着自己上课的时间又快到了 也没时间询问自家哥哥 然后就没有说什么 就拉着鲁家回到了学校 一旁的张扬觉得自家妹子离开以后 只觉得自己十分的庆幸 要不然按照自家妹子那个性格的话 抓住一点苗头 肯定是会揪着自己不放的 还好这次糊弄过关了 要不然的话就死定了 一想到这里 张扬就不由自主的叹了一口气 感觉自己十分的幸运 然后张扬大概的看了一下自己手机上标记的几个点 也就是自己上午走了几个小时后 观察到的那些街道大概的情况 一下子张扬就找好了 今天晚上的目标也就是东山街 在工作的同时 也不能忘记自己的女人 这时的张扬想到江白雪 还一个人在家里呢 然后就驱车回到卧龙山别墅 一开门 张扬便发现江白雪还在休息呢 看着眼前自己女人疲惫的睡颜的时候 顿时觉得有点心疼 毕竟昨晚可能让她太累了吧 不过一想到 昨晚张扬也是很开心的 难得的一晚 可以说昨晚其实也是张扬的第一次 张倩那个人以前比较好高无缘 总是找各种理由推辞和张扬在一起 所以他们两个人并没有发生什么关系 也就是说江白雪是张扬的第一个女人 看着眼前自己的女人 张扬想着要不要给她做一件衣服 毕竟是自己的心意 想必她应该会喜欢的吧 想着张扬就立马动手了 胆紧在系统里兑换了一些材料 丁 请问宿主是否要用500积分兑换衣服鞋子的原料 没错 兑换吧 随后张扬的房间里就多出了一大堆精美的布料 以及相关的配饰 张扬大概的想了一下张伯雪的尺寸 然后立马就拿起了剪刀 开始制作了起来 他觉得像江白雪这种明媚靓丽的美人 应该是适合那种比较鲜艳的衣服 所以他想给她做一件大红色的连衣裙 想着就立刻动手了起来 在全能技术的加持下 张扬随便动手了几下 不一会儿就做出了一条十分漂亮的裙子 此时的江白雪似乎感觉到自己身边似乎有什么响动 然后就慢慢的睁开了眼 结果就看见张牙拿着一条红裙子在那里站着 他刚开始还以为自己在做梦 然后摸了摸眼睛 又再看了一下 没错是张扬 嗯 你怎么回来了 不是说有事吗 江白雪迷迷糊糊的说道 听见江白雪的话 就赶紧凑上前去亲了他一口 像一个柴犬一样在那里邀功 不是想你了吗 然后就回来了 你看 这是我给你做的裙子 你感觉怎么样 这眼前这条有一点复古款式束腰的大红色连衣裙 江白雪有点难以置信 这是张扬做出来的 可是看着张扬那真挚的表情 他又觉得他没有说谎 不过还是有点不敢置信的说道 这是给我的吗 当然了 不给你给谁啊 你可是我的女人 张扬从后面环抱着江白雪顿了顿 你赶紧试试 好看吗 你等一下 我去下洗手间 在我面前换也没什么事啊 江白雪捶了一下张扬的胸口 你这个色狼 话音一落就赶紧跑开了 看着江白雪那落荒而逃的样子 张扬只觉得他非常的可爱 一直笑意盈盈的看着他离去的方向 到江白雪出来的时候 简直就是亮瞎了张扬的眼 实在是太美了 张伯雪本来就皮肤特别的白 大红色将他衬托的尤为的肤白貌美 特别是疏腰的设计 更加的凸显了江白雪的小蛮腰 将江白雪身材的优势展现的特别好 好看吗 江白雪有点害羞的问道 好看 实在是太美了 老婆 我再也不想让你出去了 张扬立马抱住江白雪开口 本来刚换好衣服的江白雪 看着镜子前面的自己也不敢相信 这个是自己 张扬做的这件衣服真的太适合江白雪了 以前江白雪雪只是在别人的话中觉得自己美 但现在从镜子里看 从未觉得自己美 但张扬的这件衣服给了他自信 呵呵呵 哪有你说的那么夸张 江白雪有点害羞的回答 但却始终难掩嘴角的笑意 任何一个女人都喜欢男人夸赞自己的美 江白雪也不例外 尤其是张扬还是自己喜欢的男人 毕竟女为悦己者容吗 真的 老婆 你真的是太美了 要不是顾及你的身体 我真的 江白雪手掩着自己的嘴 实在不相信 这话是张扬说出来的 还一直记得 张扬以前在自己面前的冷漠的那张脸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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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我待会儿还有事 我非得办了 你这个小妖精不可 让你知道我的厉害 张扬边亲吻着江白雪的脖梗 边开口说道 江白雪一直听着张扬的虎狼之词 越发害羞的不敢说话了 只能让他胡作非为 好了啦 你放开我啦 你不是还有事情要做吗 想着张扬说 还有自己的事情要做 江白雪忍不住还是开口了 没事 我再抱一会儿你 你身上真的太香了 张扬只觉得 靠在江白雪的身上 特别的舒服 让他感觉特别的轻松 这是他在其他人身上 从来都没有感觉到过的 就让我再靠一会儿 一会儿就好了 看着眼前依赖自己的张扬 江白雪也觉得十分的幸福 心里就像抹了蜜一样 过了一会儿 张扬果然信守诺言 放开了江白雪 江白雪觉得有些不舒服 他有点贪恋张扬的怀抱 张扬摸了摸江白雪的头发说道 宝贝 你再睡会儿 我看你都被我吵醒了 等老公把事做完了 再来找你啊 我呸 谁是你的宝贝啊 江白雪害羞的反驳道 自然是你了 除了你还有谁啊 我的面前可没有别人啊 顿时两片红云再次飘上了江白雪的两颊上 看上去更是给江白雪添了一丝抚媚 这再次把张扬给看呆了 不由自主的就吻上去了 火辣的氛围再次在两人身上产生了 一吻完毕 张扬赶紧制止住自己 不能再干下去了 再干下去 事情就大发了 别说他摆地摊摆不成 就是江白雪的身体也受不了啊 所以一清完张扬 就赶紧从房间里跑了出去 一刻也不敢再在房间里待下去了 眼前落荒而逃的张扬 江白雪只觉得特别的好笑 也知道 其实张扬是顾忌自己 也很庆幸自己 遇到了一个可以疼爱自己的男人 眼神幸福地盯着张扬落荒而逃的张扬的背影 能够感觉到 他身上洋溢的开心气息 江白雪只觉得 这两天或许是他二十几年来最为开心的日子 这时跑出门口的张扬 只喘着粗气 一点也不敢想江白雪 然后就决定制作好其他的衣服来避自己 刷刷刀起刀落之间 张扬就完成了几件特别精美的衣服 尤其是其中的一双水晶鞋 简直就和童话世界里 灰姑娘的水晶鞋可以相媲美 能够令每个女人都眼前一亮 丁 恭喜宿主制作出终极连衣裙一件 丁 恭喜兽祖制作出终极礼服一件 丁 恭喜宿主做出高级水晶鞋一件 获得国术权一套 请问宿主是否要使用 一听自己制作衣服 真的有奖励的时候 张扬只觉得特别的兴奋 这立马就吸引了他对白雪的想法 本来他前面服用了大力丸 锤炼了一下自己的身体 拥有了十分强大的力气 但毕竟没有什么招数 如果遇到真正的敌人的话 肯定是干不过的 而现在 获得的这个国术权 能够很好地帮我解决掉这个问题 当然是要使用了 使用 好的 国术权已经使用了 现在的张扬 只觉得自己出拳更为的有力了 只觉得身上特别的舒服 这就是会用国术权的人的身体吗 真的是太爽了 张扬特别的想大声地叫几句 可是他担心会吓到房间里的姜白雪 就给忍住了 然后他又开始制作衣服和鞋子了 他想要把自己的精力都投入进去 这样的话 自己就可以获得更多的奖励了 不过这次 他显然想多了 这次 他没有再获得奖励了 但是系统的提示音 依旧在脑海里响起 他响起来了 前面系统的话 他记得 系统曾经说过 制作这些手工品的话 就像是开采探探一样 只要我 做出相应的产品 它就可能会出现一个彩蛋 但不代表每个彩蛋都会出现 除非我制作出产品 才可能确定 百分之一百的出现彩蛋 想了一下 张扬也就不抢求了 看着眼前自己制作的 这些精美的衣服 首饰和鞋子 张扬觉得特别的开心 他觉得 这些衣服 肯定能够吸引到那些女人们的注意 还没建衣服和鞋子系统 已经给自己订好了价格 一旦这些卖出去了 自己的积分 肯定又得要积累不少了 不过这次系统订的价格比较高 看来今晚得换一个地方了 中海市拥有能够消费这些衣服 和鞋子的能力的地方 恐怕就只有中海影视城了吧 刚好那里最近正在拍一部当红小生 比较热门的一部电视剧 没准还真的能够吸引到 那些明星的眼光 想着张扬就把东西给收拾了 然后立马飙着快车 就来到了中海影视城 已到达这里 就看见了 穿着各种奇装一服的人 在这里经过 显然是现在是工作人员的休息时间 看来自己来的正是时候 然后张扬就赶紧把东西摆好 将那双最为精美的水晶鞋 摆在最为亮眼的地方 这时旁边的一个人又开口了 兄弟 你这鞋怎么卖啊 真的是太好看了 我想买回去给我老婆 三万块 不二价 你说什么 怎么可能 旁边的那位老板 用一副看傻子的眼神看张扬 难以相信 他会出了一个这样的价钱 没错 三万块 不讲价 早在张扬把鞋子制作出来的时候 系统已经给出了明确的价钱 而且要求张扬不允许降价 只能按照系统安排的价钱给卖出去 否则的话 就不计较积分 因此张扬才将这鞋子定价这么高 再说 现在的张扬也并不缺钱 所以对于这鞋子 能不能卖出去的话 要求并不是太高 一旁的大哥 就像看傻子一样的眼神 看着张扬 十分不敢置信 他会在地摊上 卖出这样的价格 就是在品牌店上 也不可能会说 卖出像的价格 可是这双鞋子 真的看上去实在是太漂亮了 那水晶闪闪发亮 十分的吸引人的眼光 然后这位大哥 还是忍不住的开口了 兄弟 你看八千八百八十八给我 也图个吉利怎么样 三万块 不二价 张扬坚定的回答 主要这是系统定的价钱 张扬也不能更改 一旁的摊贩大哥 也就是陪生 看见张扬依旧那么坚持 也就不好说什么了 八千八百八十八 已经是他提出的最高的价钱了 也是他冒着要被老婆惩罚回家贵搓一板的代价 提出的价钱 既然张扬不肯卖的话 那也没有办法 一旁的大哥只觉得 这张扬特别的轴 这个价钱肯定是卖不出去的 怎么会摆地摊摆这么高的价钱 他实在看不懂旁边的这个小子 本来还想帮他买了的 结果人家不识抬举 那就算了吧 不过现在看来 整条街就是陪生这个地方的生意最好了 主要还是因为张扬制作的那双水晶鞋 实在是太吸引人注目了 那些人一问他的价钱要三万块 顿时就望而却步了 转而向陪生的摊子旁边看看 有没有自己需要的东西 所以现在陪生的摊子前面卖得十分的 陪生看着一旁的张扬 在摊子摆了许久之后 一件东西也没有卖出去 仍是气定神闲地坐在那里 只觉得这是个怪人 宁肯东西卖不出去 也不肯降价 不过倒是他那双漂亮的水晶鞋 为我招揽了那么多的客人 我还是不要太吐槽人家了 但是他那双鞋真的是很好看 张扬的摊子前其实现在也围绕了很多的人 但就是他们觉得张扬卖的鞋实在是太贵了 都在望而却步 想观望着看有没有别人把他给收了 张扬只是静静地看着眼前的情况 在系统一把这个价钱给定出来的时候 张扬就已经猜到了会发生现在的情况 在有心理准备的情况下 所以他一点都不惊讶 他也不害怕自己的东西卖不出去 毕竟系统并没有给出自己完成任务的时间限制 所以时间比较充足 他还可以去找其他的地方 将这双鞋给卖出去 过了一会儿 有一个烫着大波浪 穿着鲜红靓丽的一个时尚女郎走了过来 他拿下墨镜 眼睛眼睛发亮地盯着张扬的鞋子 然后开口了 你这双鞋怎么卖 三万块不二价 而且只能扫码付款 张扬平静地说道 这话一出 立马就被这位美女给催了一口什么鬼 一双鞋子 居然要卖这么贵 抢钱呢 但是张扬一句话也没有说 反正你爱买不买 红衣女子一看张扬这个模样 顿时也急得直跺脚 因为她实在是太喜欢这双鞋子了 可是这价钱太贵了 她现在手机上的金额没有这么多 可是看张扬那个样子 她肯定是不会便宜的 到底该怎么办 随后红衣女子似乎想到了什么 然后就离开了 过了一会儿 张扬的鞋子还是没有卖出去 但在她旁边驻足的人依旧很多 他们都是被张扬的鞋子给吸引到了 但是一听她的价钱 又给吓回去的那一伙人 这时 那个红衣女子再一次的回来了 不过这下 她的旁边多了一个男人 特别是这个男人 还是张扬认识的 只听见红衣女子嗲嗲的说了一句 哥 人家喜欢这双鞋子吗 你给人家买好不好 一看自己的女人在撒娇 这男人就忍不住的说话了 好 没问题 多少钱都给你买了 然后 这男人特别凶巴巴的说话了 小子 你这鞋子怎么卖 三万块 不二价 扫码付款 显然现在这个虎哥 还没有认出自己 张扬心想 既然他没有认出自己 自己还是先不要多说什么 等等 小子 你怎么看上去这么眼熟 光头男狐一的看着张扬 因为他觉得 张扬看上去特别的熟悉 虎哥 你瞎说啥呢 你怎么会认识一个摆摊的呢 那红衣女子 再次摇了摇虎哥的胳膊 然后撒娇道 男人说话 女人不要插嘴 这一下这个虎哥 好像认出张扬了 所以不让他旁边的女人说话 红衣女子只觉得虎哥特别的小气 认为他是故意不给自己买鞋子而找的借口 只好一个人陷在旁边生闷气 这一下虎哥直接对着张扬就开口了 特别凶悍的说道 小子 老子找你好久了 上次是老子轻敌 才让你得手了 这次是不可能的 你就在这里等死吧 张扬也没想到 自己会在这里遇到虎哥 看来是冤家路窄吧 可能自己跟这个光头是有仇吧 走哪里都能遇到 真的是喝凉水都塞呀 不过这家伙来了 好像也可以检验一下 我的国体权怎么样 张扬一直都不回答虎哥的话 显然是不想多搭理他 本来虎哥就因为找张扬找了许久 但都没有他的消息 好不容易在这里碰到了他 结果他还是对他爱搭不理 就在那里气得直舵脚 十分想直接就把他打一顿 可是又想到这里是影视城 不好把事情闹大 虽然自己的舅舅在这里是高层 但事情真的闹大了 话舅舅肯定是保不了自己的 然后虎哥就一个电话过去 让哥几个把人带过来 最好是把张扬给弄走再打 不过张扬可不惯着他 他直接就说了 你们两个买不买 不买就离开 小子 你还是一如既往的嚣张啊 虎哥在旁边气势汹汹的说道 但是张扬的鞋子实在是太吸引人了 等了许久 红衣女子都没有见到虎哥 帮他把那双水晶鞋给买了 后面等的他实在受不了了 内心十分的焦虑 然后他就忍不住出言不逊了起来 都已经这么久了 还不给我买 你不会就是不舍得给我买吧 说那么多 纯粹就是不想给我买吧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还还说是什么虎哥呢 我看连那蛇哥都比不过 一边说着 一边还把虎哥的手一挥 旁边的围着的那些人 都在看热闹的 不过看他们的眼神 可以看出对虎哥的鄙夷 显然就是说了那么多 还不给女的买 实在不像是一个男人 虎哥也没有想到 这个红衣女子 在自己面前居然敢这么说 居然敢这么大胆地对待自己 顿时一个暴怒的眼神 就朝他看了过去 红衣女子一看到虎哥这个眼神 顿时也吓到了 正在浑身颤抖 我刚才在说什么呢 就算虎哥没有什么本事 但他也不是现在的我 可以惹得起的 而且按照虎哥那种 呲牙必爆的性格 恐怕我日后的日子好不了了 现在到底该怎么办 一想到这里 红衣女子抖得就更加厉害了 不 虎哥 我刚不是那个意思 你饶了我吧 红衣女子颤颤巍巍地说道 闭嘴 虎哥特别生气地说道 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女人 居然敢下我的面子 敢说我比不上蛇精那家伙 一想到这里 虎哥的脸色变得更加难看了 要不是现在这小子在这里的话 我非得好好教训这个女的不可 但虎哥还是强忍着自己的火气 把一切肠都算在了张扬的头上 等等 你们两个要吵的话 不要在我这里吵 打扰我的生意 张扬再一次不耐烦地开口了 他十分讨厌有人打扰他摆地摊 现在显然虎哥就犯了他的忌讳 不论何时都要紧急 不可以破坏别人的生计 要不然的话 你可能会死得很惨 对啊 我现在不就是你的客人吗 说说你这些多少钱 虎哥现在可不想离开他 他颠了一下那双水晶鞋 有些嚣张地问道 三万块 扫码支付 不二价 以前呢 就你这么一双破鞋 还想要我们三万块 你爱买不买 我也没要求让你买 你是什么意思 字面上的意思 难道不懂吗 张扬平静的手环抱的开口 在有了国术权的奖励获得的时候 张扬其实就不害怕虎哥了 前面他是靠运气侥幸赢了 他害怕他有后招 可是现在拥有了国术权的他 已经不是前面的那个张扬呢 肯定能将这些人打得屁滚尿流 张扬心想 你小子够嚣张 但不知道 你后面还能不能这么嚣张 此时的虎哥已经有点气急败坏了 只要遇到张扬 他就没有遇到过好事 上次还因为他还被老大给递揍了一顿 一想到还觉得自己身上疼 尤其是今天 还因为他被一个女人给下了面子 现在真的就是心仇家旧恨 气得他特别的牙痒痒 在虎哥这么一个气势杀人的人 站在张扬的摊子前 其他的人也不太敢再靠近 就连前面那些驻足观望的人 也稍微都离开了一点 害怕这两个人 如果打起来的话 可能会误伤自己 虽说人不多 但还是有一些人 站在比较远的地方 正等着看热闹呢 面对着虎哥的气急败坏 张扬依旧气定神贤的坐着 他倒想看看 这个所谓的虎哥究竟有什么后招 干脆就趁今天把他给处理干净了 要不然迟早会是心腹大患 这次虎哥也不是毫无准备了 他已经让他的小弟 去把国术大师洛嘉义给请过来 这个洛嘉义 曾在国术比赛上 获得过国际上的荣誉 实力十分的强大 也得亏他往日欠了虎哥一个人情 所以才能把他请过来 刚开始虎哥还觉得 花掉这个人情有点肉疼 可是看见张扬那个嚣张样 顿时就不觉得了 只要能把张扬这个刺头给除掉 不管花费什么 他都觉得值得 过了一会儿 一群训练有素的人 正在慢慢的驱逐掉 原先那些驻足观望的人 让他们赶紧离开 然后就在张扬的摊位前 形成了一个包围围圈 然后裴生看见 现在眼前的形势不对 赶紧收拾掉自己的摊子就跑了 裴生心想这有钱人的打斗 可不是他能看得起的 赶紧走 要是误伤了自己 那就白费了经今天的生意了 然后一个长相十分俊朗 穿着比较靠近武术大师的 一位年轻男子 慢慢的朝着张扬这边走过来了 他的口气十分的生硬 这次就是让我来处理他吗 只要要把这件事干好了 我就不再欠你的人情了 认识到胡歌 不再像前面那种嚣张的样子 反而有些攀岩覆世的感觉 十分的低头下腰 只要你帮我把这家伙给干掉 什么都好说 但是胡歌心里却不是这么想的 很多了 我会这么轻易的放过你 到时候 可不是你说了算的 这时的洛嘉义 也看到了张扬的样子 看到这副年轻的面孔 他其实有些惊讶 他也没有想到 这个胡歌要自己打的人 居然会这么年轻 胡歌居然连这么年轻的人都打不过 那想必 这家伙的武力值应该不低吧 一想到张扬的武力值可能不低 洛嘉义的眼神顿时就变化了 是一种好战的眼神 一看到洛嘉义眼神的变化 胡歌知道 张扬这家伙肯定死定了 能让洛嘉义产生这样的眼神变化的人 几乎都死得很惨 一想到这里 胡歌就特别的兴奋 他巴不得张扬被教训 你们打扰了我的生意 是什么意思 道 我们比试一下吧 洛嘉义冷淡的开口了 那你 张扬一副看傻子的眼神盯着洛嘉义 他也猜到了 胡歌可能会找人教训他 可为什么要找一个这样的傻子 突然莫名其妙的说 要跟他打一场 而且更为过分的是 他们居然打扰了自己摆地摊 不过刚才那个红衣女子 看向洛嘉义的眼神 也是顿时就变得更加惊恐了 难道这家伙是个什么狠角色吗 看来还是得小心一点鹰啊 张扬心想 你是不是打败过他 洛嘉义用手指着胡歌询问张扬 是 那又如何 就因为你打败过他 所以我要跟你挑战 我要是不答应 你又要如何 张扬这话一出 洛嘉义的眼神顿时就变了 然后他手一挥 那黑衣人顿时就朝着张扬走过来了 显然如果张扬不配合的话 那么这群黑衣人也不会让他走 你确定一定要跟我打吗 看着眼前形势可能不对 张扬再一次开口了 没错 就一句话打 还是不打 那我赢了 有什么好处 如果你赢了的话 那么这家伙就不会再找你的麻烦 而且日后青龙堂听你的吩咐 但是如果你输了的话 你就得为你的行为 向我的兄弟们道歉 你必须要自断一条胳膊 如何 洛嘉义慢条思理的有理有据的说道 凭什么要相信你 口尚无凭 如果我赢了 你们不认账怎么办 张扬也知道 浑黑的人讲义气 可是终究只是嘴上说说的 毕竟没有什么保障 不能够完全相信 至于这个青龙堂 张扬好像曾经听自己的同学说过 据说是最近 上比较火的一个势力 但是他们 为什么要找上自己 难道仅仅是因为自己打败了虎哥吗 这未免 也太天马行空了吧 这理由似乎有点不太行 不过此时的虎哥 听到洛嘉义的话 也是一种特别惊讶的样子 显然他并不知道 会有这么一个条件 那么就是背后的人提出来的 但是他们 为什么会提出这么个条件 这未免也太不可思议了 背后也绝对有问题 一想到这里 张扬的眼神 变得就更为的严肃了 这里便是协议 你看一下 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 你就跟我打一场 话说着 洛嘉义就示意旁边的黑衣人 把协议给了张扬 张扬大致地看了一下这份协议 这份协议的内容 并没有什么问题 但越是这样 没有什么问题 反而让张扬觉得更加的怀疑 显然这份协议 就是提前准备好的 那么他们前面 就知道自己在这里 而且在来的路上 就已经准备好了这份协议 但我明明只是一个 普通的工薪阶级家的孩子 而且还是一个摆地摊的 用得着他们 这么大个动众吗 显然这就是不太合理的 这玩的是不是有点太大了呀 你值得的 不过也不大 你还得要把我打到了 才能够获得 你不一定可以打过我的 不是吗 骆家义冷漠地 看着张扬薄唇一起 看着这伙人的样子 张扬还是决定 把协议签下来 毕竟就算签下这个协议 对他也没有多大的影响 而且有国术圈的加持 他觉得自己 应该能干掉这个人 一签下战斗就开始了 骆家义率先 就是给了张扬一脚 但是空了 张扬闪开了 好快呀 反转又是一脚 不好意思 给接住了 反转一踹 正脱开了 在冲击力的情况下 张扬被震开了 骆家义踩在一根柱子上 然后借助柱子 再跳到地上 对战中的两人 都特别严肃地看着对方 旁边的人 也觉得他俩的对战 十分的激烈 尤其是虎哥 看得更加的震惊 他没有想到 张扬居然能够 接下骆家义的一脚 这简直就是太匪一所思了 要知道骆家义的腿功 可是出了名的吼 可是现在 现在的张扬 只觉得自己的手 被震得发麻 看来这家伙果然是个强敌 也难怪会有 这个邪义的产生吧 可能他们觉得自己 压根就不会赢 不过看来这青龙堂 是要被我接下来了 你很强 不过张扬的话 还没有说完 我家义立马又一脚踹了过来 并且还使出了龙爪手 张扬立马一闪 嘴里还漫漫咧咧的 你小子够阴毒的呀 张扬这下 也不单单防守了 顿时一扬指 太极 响龙十八掌 凡是他曾在武侠小说中 曾看过的那些武功招式 顿时就朝着骆家义给招呼了 过去这些招式一出来 把骆家义也给震惊到了 他没有想到 张扬居然能够使出这么多的招式 而且使用的招式 还十分的有劲到 就跟国术大师一样 骆家义直接一个回旋梯 就给他招呼了过去 两人招招致命 不肯相让 这一下就直接应对应的 给正面交撞上去了 也不进行闪躲 因为双方在互相交手过程中 都发现了 对方都不是会让自己闪躲的人 特别是在第一次张扬闪躲之后 骆家义都直接隔绝了他的逃跑路线 不让他进行闪躲 逼得张扬只能正面 与他相对 在劈里啪啦的一阵打斗中 张扬借助全能技术 将骆家义的招数都给学了 然后直接用骆家义的招数与他对决 这一下可把骆家义给震惊到了 他难以想象 张扬是如何在这么一瞬间 就把他的招数给学会的 而且使用的十分灵活 甚至比他自己使用的还要更加灵活 就在骆家义失神的那一刹那 张扬立马就是一个擒拿手 就直接锁住了骆家义 不让他再有反抗之力 显然这场战斗是张扬给赢了 其他人一见骆家义输了 就想围上去的时候 骆家义头摇了摇 示意他们不要上来 我输了 骆家义垂头丧气的说道 你很强 我只不过是侥幸罢了 张扬一听见他的话 也开口了 然后就把骆家义给放开了 并且还给他身上比较简单的伤 都给治了 只听见咔嚓一声 骆家义感觉自己身上那些伤都好了 但他认赌服输 输了就是输了 青龙堂以后听你掌管 话音一落 骆家义直接带领自己带来的那些人 就离开了 一旁的虎哥 在看见骆家义离开了以后 也赶紧屁颠屁颠地跑过来 向张扬道歉 你原谅小弟 小弟前面就是有眼不识贵人 再看着搁着狗腿 让张扬也是十分的无语 竟然立刻就变得如此狗腿 你快离开 不要打扰 我做生意 张扬平静地说道 前面骆家义带来的那些黑衣人 把影视圈的人给隔绝开了 现在黑衣人离开了 影视圈的人也在慢慢流动了 意味着张扬的摆地摊生活又要开始了 他还要靠着这个地摊获得积分呢 怎么又可能还留着胡哥在这里瞎捣乱呢 哥 一天张扬就化 显然知道张扬还没有离开自己 立刻又更狗腿地给凑上去了 大哥 你就原谅小弟吧 日后我定肝脑涂地 你说像东扫地 小弟绝不像西 其实张扬也不是那么小气的人 说来的话 他和这虎哥的仇怨并不是那么深 也不是说不可以化解 特别是张扬接手了青龙堂这趟手的玩意儿 可能还需要虎哥的帮忙 这样一想 张扬的脸色稍微好看了一点 那些手上这份协议 张扬只是莫名的觉得烫手 看来这日后可能要有麻烦要来了 得 你先把青龙堂这事跟我说一下吧 拿起凳子 然后坐在一旁的张扬开口说话了 这青龙堂乃是中海市老牌的老牌 势力涉及中海市各大生意圈 但唯独不碰黄赌毒 通吃黑白两道 势力极为的强大 而你现在拥有了他的控制权 也就意味着你控制了中海市的势力 虎哥在一旁解释道 这么强大的势力 为何你们要拿出来当作赌注 只听到虎哥的解释 张扬就越是疑惑 这个我也不知道 我既然现在是由你掌控了青龙堂的话 那你就是我的老大 我需要为你服务的 只要老大你有事吩咐 小弟定当肝脑涂地 奋勇向前 虎哥一改前面的嚣张样子 特别狗腿地说道 行了 我知道了 把你的联系方式给我吧 没准日后我真的有事找你 行 老大 我立马就给你打过去 话一说完 两人就已经把联系方式给交换好了 老大 这双鞋我给买了 就当今天的赔罪 嗯 三万块 扫码支付 不二价 对于虎哥的奉承 张扬也没有拒绝 毕竟这是他刚才自己打斗换来的 要是输了的话 肯定也没有这结局 他还要自断一臂呢 丁 结束出卖出高级水晶鞋一双 增加积分三万分 那脑海中系统的声音 张扬也是挺开心的 好歹今天也没有白费自己的努力 大哥 我这边有点事 我就先离开了 如果你有啥事的话 电话一来我立马就到 如何 看见虎哥那焦急的样子 张扬也知道 现在他是有急事 也不强人所难 然后一挥手 就让他离开了 我刚才的事一闹 显然这一世全是不能再待下去了 然后张扬就把自己的东西一收就收摊了 此时在车上的洛嘉义车 适则想着近日和张扬的对战 他完全没有想到 张扬能够在那么短的时间内 学会自己的招数 并且通过用自己的招数 来把自己给打败了 这显然极大的戳伤了他的自信心 他也没有完全没有想到 自己会输 怎么了 输得不甘心吗 此时在洛嘉义的旁边 传来了一个神秘的声音 不是 我只是 不过 你为什么让我玩这么大 这下青龙堂就是他掌管的了 这个就不用你管了 反正青龙堂日后也是要给他的 纳纳人以极为平淡的语气说道 哦 你这次似乎有点轻敌了 你忘了轻敌买兵家大计 这次就当是给你一个教训吧 是 我知道了 可是真的要把青龙堂给他吗 那是自然 你们不是连协议都签了吗 可是 没有可是 你只要记得我给你安排的事情就好 其他的事情都不用你管 两人的对话 就这样消失在车辆的行驶当中 但唯有一点疑问的就是这个人 居然将青龙堂真的要送给张阳 洛嘉义也想不懂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但他知道 张阳有可能是一个重要人物 极有可能 他将是青龙堂的继承人 要不然的话 他是不会将青龙堂交给张阳的 但洛嘉义对青龙堂并不感兴趣 从他一开始就敢把他当作堵住来看 他就对这些不太感兴趣 所以 他并没有过多在意 张阳对青龙堂的控制 他唯一在意的是 张阳究竟是如何学会他的招数 并且使用的那么灵活 以及及那个人对张阳的关注 洛嘉义在意的这些疑问 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答 反而被车里那个人的话 给增加了更多的谜团 看来今晚的洛嘉义 可能要睡不着觉了 另一边的张阳 肯定也不知道 洛嘉义这边发生的情况 此时的他 也正在回家的路上 不过路上发生了一点小意外 在全能技术的加持下 张阳飙车的速度越发的快 今天收摊比较早 张阳就想早点回去看江白雪 然后他就抄了一条山路 在弯道上加速 就在他弯道正在快速加速的时候 前方突然出现了一辆车 这把他给吓得一击零 那赶紧仿照电影中的那些 开赛车的特别酷帅的样子 顿时就让车子树立起来 让旁边的两个轮子驶向前方 这才闲闲躲避了前方的那两辆车 看刚才那两辆车的样子 张阳也发现了 这两辆车应该是在比赛 看来不能去找这两个人 理论一般在赛车的人都比较疯狂 而且附近应该积极了不少 小太妹或者小太弟 要是找他们理论的话 可能会发生一些乱七八糟的事 为了减少今天的麻烦事 张阳还是决定快点开车 直接回家 刚才的事就算自己倒霉 发了一下张阳的车 顿时就跑得没影了 又加上张阳走的是近路 所以很快就到家了 不过张阳不知道的是 他刚才那一手车技 把车上的两个人给吓住了 如果他当时停驾车来的话 他或许还会发现 车上的一个女的 是他曾经见过的一个女的 也就是上次将他手工一品 都给买了的鲁迅 不过张阳一下子就开走了 显然他是没有机会发现了 不过他刚才的 使用了开车的方法 那鲁迅啊 再一次把他当做了天人 他难以相信 国内居然还有开车 这么厉害的人 他只有在国外 曾有幸见到过一次 再而且在张阳的打岔下 鲁迅获得了今晚的胜利 张阳的出现正好阻碍了一下他的对手 然后他就胜利了 此时那个迈克正在咒骂张阳 要不是他的话 自己也不会输给鲁迅 也不会受到今日的启齿大怒 让他知道 刚才开车的那个是谁 他定会将他给活寡了的 不小心张阳再次给自己树立了敌人 虽然这次 他并没有让别人看见 不过这次的事件 也为他后面做一些事情的时候 增加了一点麻烦 此时的张阳已经回到家了 正和江白雪你浓我浓 别说张阳不知道 刚才那两个的新式活动 就算他现在知道 他显然也是没有空搭理的 本来今天白天 看见江白雪 穿着自己制作裙子的时候 张阳就已经心动了 现在正好是好时机 他又怎么会放过江白雪呢 两人便在嬉笑打闹中 又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 第二天 两人又在轻轻我我之中吃了早餐 一吃完早餐 两个人就分开去 各自忙各自的事情了 主要是白天的时候 张阳也没有什么任务需要 布置给江博雪 刚好今天白雪的闺蜜 江梅儿有事要找她 然后江白雪就出去了 当然江白雪也是有自己的活动空间的 张阳自然也不会打扰他的交际 他当然也明白 就算是情侣也相对 会有自己的空间 不能够让对方都活得太过紧张了 要不然地化 关关系也维持的不会太久的 所以应该要适当的给对方一点空间 今日刚好张阳也有课 然后他就快点整理好东西 就前往学校 不过他也没想到 今日还会遇到一个不速之客 而且还是他不怎么想遇到的那个人 不在张阳到达学校的时候 他就碰到了张倩 当看到张倩的时候 张阳心中顿时就是一万匹草泥马在奔跑 实在不太愿意见到他 于是就加快了脚上的步伐 想要离开那里 不过为时晚矣 张阳 跑啥呢 难道不想见我吗 张倩一看见张阳 就立马大声的说话 听到这声音 张阳知道自己现在是躲避不了他的 还是面对现实 当然不是了 我只是赶着去上课呢 对了 我给你介绍一个人 这是迈克 是我的男朋友 一听到张倩的话 张阳这时才注意到 他的旁边有一个金发碧眼的帅气的年轻男子 这让他顿时有些诧异 他没有想到 张倩居然在这么快的速度之下 就找到了下一家 也难怪他这段时间不再纠缠我了 难道他现在需要向我炫耀吗 他只好扯着嘴角说道 恭喜你 这是谁啊 倩倩 张阳就看见这个所谓的迈克 一边说着 似乎还对张倩动手动脚 立马就有一点反感 虽说这张倩是他的前女友 并且他也不喜欢他了 但张阳毕竟是相对比较保守的人 看到这番场景 有点恶心 迈克 他就是我跟你说过的张阳 原来你就是倩倩说的那个无能的男人 迈克满脸鄙夷的看着张阳说道 据实话 现在张阳其实是很想冲上去揍麦扣一顿的 但现在是在学校 他不想太多出风头 本来上次那个打人的视频 就让他在学校出尽了风头 如果这次再闹出点事 事情就真的大发了 就比较麻烦 不太好处理了 原来他是那样跟你说的吗 难道你不是吗 如果下次还有机会见面的话 你可能就知道 如果我现在赶着上课 没空搭理你们俩 所以我就先走了 话音一落 张阳就赶紧离开了 他刚才想起 这捷克是灭绝师太的课 要是迟到了 灭绝师太肯定会给他挂科的 灭绝师太本来要求就极为严格 要是挂科的话 不考也是特别的麻烦的 所以张阳就赶紧的离开了 懒得搭理眼前这对比较狗的人类 张阳江阳知道 既然张倩这么频繁出现在他的眼前的话 后面肯定还有机会遇到这两个人的 到时候再递收拾他们一下 也不为过 何必要再给自己找麻烦的情况 来收拾他们呢 实物者为俊杰 处理掉一箭就是一箭 不过张阳现在的离开 让张倩以为他是怕他们 顿时就让他洋洋得意 前面他求着张阳和他在一起的时候 张阳满不在乎 并且还的给他打脸 让他没有面子 现在终于让他扳回了一局 他开心的 立马就和迈克热吻了起来 别是这个迈克身后的势力 比宋少还强大 他可是好不容易才攀上了迈克 他就不信张阳背后的势力 还够比迈克还强大 这次肯定能 低压他一把 主要张倩倩是因为前面宋少那件事 心里还有我 不分享 要趁这个机会给找回面子 迈克可不知道 这个女的心里在想什么 不过他既然这么主动的话 反正送上门来的 不吃白不吃 本来迈克就是一个享乐主义者 既然能让他开心 就随便他怎么弄 只要没有 坏掉自己的事 怎么样都好 至于那个叫张阳的人 他自然会帮他 给处理掉的 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大二学生 收拾掉他 简直易如反掌 想着迈克就不单单局限于 只亲吻张倩 不由自主的 开始动起了其他的地方 张倩喘着粗气道 你讨厌 这里是学校了 宝贝 那我们换个地方 话音一落 迈克就开着车 离开了学校 此时的张阳也不知道 后面这两个人这样的行为 现在的他就想着 如何要应对灭绝师太 因为他快要迟到了 本来上捷课 就给灭绝师太不太好的印象 这回又给他找了事 这下灭绝师太肯定不会放过我了 张阳一想 越发觉得头疼 然后跑得就更加的快了 路上的时候 张阳碰到了同样在奔跑的杰瑞 两个难凶难得再一次碰面了 而且又一次碰在了灭绝师太的头上 两人对视一眼都传达了一个意思死定了 然后两个人跑得更加的快了 他杰瑞本来还不紧张呢 可是现在一看到张阳 完蛋了 这回真的是事情大发了 然后跑得就更快了 看了看手上的时间 结果就还有一分钟了 刷刷刷 两个人都猛的先后 就到达了教室 张阳首先到达教室 此时的灭绝师太正在讲得起信 张阳气喘吁吁的说了句 报道 可是灭绝师太并没有听到 依旧在专注的讲着课 然后下一秒杰瑞到达了 可是这个脑抽的家伙 即使气喘吁吁的 也立刻大声的说了一句 报道 这下灭绝师太想不注意 他们也不行了 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他们两个 张阳也在心里暗自骂杰瑞这个笨蛋 这下特别的尴尬 虽然灭绝师太杨熙凤 现在没有说什么话 只是手拿着轿边看着他们两个 但同从他那脸上张阳 两个人都能感觉到他那个强人的怒火 你们两个都进来吧 下课去趟办公室 灭绝师太俯了俯自己的眼睛说道 好了 同学们 咱们接下来继续上课 张阳和杰瑞快速地找了一个位置 就坐下来赶紧拿出笔记 认真听讲灭绝师太的课 本来就会被他抓到就已经够惨了 现在他他显然不想在课上收拾他们两个 不过待会儿去办公室可能就凶多吉少了 一想到这里 杰瑞和张阳都是同样的头疼 这下他们两个可就真的是完全就是满足难兄难弟的称号 两人相互苦笑了一笑 但看见灭绝师太的眼神又往他们这边过来了 立马就端正坐姿 一副好学生的样子 可不想再让灭绝师太抓住什么尾巴了 另一旁张阳的一个好兄弟张阳 也则是一直看着张阳这两货的尴尬样子 早在灭绝师太开始点名的时候 他就打电话通知了这两个人 只是这两个人还在睡觉 现在被灭绝师太抓到 也不能完全怪他 现在便只能让他们两个自认倒霉了吧 张阳也在心中想着可怜的难兄难弟 张阳也一直用一种幸灾乐祸的眼神看着张阳 张阳与杰瑞暗中恶的眼神看过去 这边的暗风涌动并没有引起其他人的注意 其他人依旧认真听课 虽说灭绝师太对学生要求比较严格 而且为人也比较严肃 但不得不否认他的课是讲得特别好的 只要认真学习过他的课的人 都能够获得不一样的认识 并且灭绝师太在某些方面有些古板 但他讲课的方式还是相对结合了现代技术的 也相对比较新颖 能够适应大学生学习知识的要求 大多数人还是比较喜欢上他的课的 就是灭绝师太的课经常是早上 很多人都比较难不太想上他的课 灭绝师太也正式发掘了这一点 所以经常点名以督促学生上他的课 而现在张阳和杰瑞两人多次在他的课上发生问题 可以说是他课上的刺头 这下他可要好好整治一下他们 此时的张阳不想再看他的几个兄弟了 他要好好做一个笔记 才能在下课的时候好好挽回一下 只要向灭绝师太展示他学习的认真程度 想必他就不会怎么计较了 毕竟这个老师只是很关注学生的学习 只要展示自己很认真学习的话 应该就会放自己一码吧 虽说现在张阳有了系统 很多方面都可以用钱来解解决 但他觉得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对老师还是要有一定的崇敬状态的 要不然日后自己也很难向别人学习东西 叮铃铃下课铃声就响了 下课铃声一响 灭绝师太就说话了 同学们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 你们课后好好复习一下 还有我还要再提醒一件事 虽说大学相对于高中比较轻松 但我还是希望你们不要懈怠自己的学习 尤其是不要再发生类似于迟到这样的事情了 话音一落 灭绝师太就离开了 但离开的时候 还是眼神示意了一下张阳和杰瑞 张阳和杰瑞赶紧收拾好东西 就跟上了灭绝师太的步伐 不一会儿 三人就到了办公室 灭绝师太先慢条斯理的喝了一口茶 然后开口道 最近是怎么回事 难道是对我有意见吗 我不敢老师 我们哪敢对你有意见 那些发生的都是意外 真的是意外情况 我们不是故意的 你就大人大量饶了我们吧 张阳和杰瑞两个人 异口同声道 都十分狗腿的说道 我简单的放过你们 岂不是显得我很没有面子吗 郭老师 你只要放过我们写的 你更加的有面子 显得你宽宏大量 十分的大度 杰瑞一听他的话 立马就开口说道 我平日里就不宽宏大量 不大度了吗 不不不 老师 杰瑞他就是不太会用成语 你就饶了我们两个吧 为了防止杰瑞再爆出什么惊句 张阳赶紧把他的嘴捂住 然后补充道 张阳 貌似你最近戏有点多啊 老师 这话从何说起呢 本来我也不想说你们两个了 你们两个好好地把心思放在学习上 这次看你们 上课表现还可以 就放过你们 下次如果再发生迟到的时间 我非把你们两个都给挂了 不可记住了没有 灭绝师太避重就轻地说道 张阳灭绝师太后面 也没有再针对他的戏说什么 然后就跟着杰瑞两个人 如小鸡卓米一般地点头 并且都开口说道 老师 我们保证啊 再犯了 好了 你们你们两个就出去吧 然后把今天讲的内容 都好好复习一下 记得要以学习为重 不要再弄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了 灭绝师太再一次地强调道 然后就让张阳两个离开了 张阳和杰瑞两人见 灭绝师太这是要放过他们了 赶紧说了句老师再见 然后就离开了办公室 他们一离开办公室 办公室沸腾起来了 张老师 刚才那个 就是视频里那个打架比较狠的那个学生吗 只见一个戴着金丝眼镜 比较斯文的一个女老师 向灭绝师太问道 对 就是她 看上去可比视频里帅多了 这小伙子还不错 还知道健义勇为 能力和品格也挺好的 就是有时候做事有些拖沓 其他都挺好的 灭绝师太脸上满不在意地说道 她的内心是十分庆幸的 因为她也十分欣赏 像张扬这种 耐够为女人挺身而出的男人 而且她在打斗中的那些动作 也惊艳到了灭绝师太 她觉得这个孩子还是挺好的 所以刚才才那么轻松地放过了他们两个 好了 这孩子确实不错 不要太严厉了 这些话 张扬两个人是听不到的 现在的他们正在外面 一旁的张扬 也一直在问他们 是他有没有为难他们两个 不过张扬和杰瑞 都是用白眼看着他的 上课的时候那么幸灾乐祸 现在立马就得过来安慰了 显然就是马后炮 没有 他并没有说我们什么 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这次这么容易就放过了我们 张扬摇了摇头 开口说道 可能是看我们太帅了吧 被我们迷倒了 一听到杰瑞的话 张扬和张扬 也立个一副看白痴的眼神 看着杰瑞 显然是在表达 他们两个不认识这个傻子 并且脚伤走的步子迈得更大了 哎 你们两个等等我啊 有这么快干嘛 杰瑞赶紧跑着追上张扬两个 并且嘴里还说着 得了 你就不要做什么白人梦了 不过既然他放过你们两个就好了 不过下午也没有什么课了 你们两个有什么安排啊 这下张扬开口了 我下午有事 又是去摆摊吧 就知道你小子 不过杰瑞你呢 下午我约了小学妹 我可是有甜蜜约会的人 可陪不了你这个单身狗 杰瑞的话一出张扬 张扬也立刻给了他一个抱锤 然后还直接踹了他一脚 单身狗怎么了 咋的 你有意见啊 你立马脸色就变了 然后气势汹汹的说道 没有意见 只是纯粹的表达一下我的意见而已 杰瑞满不在乎的两手一摊说道 不过身体却已经做出了相应的防备状态 显然只要张扬也在打他一下 他就要反击了 张扬也是一个见好就收的人 看见杰瑞那样也就没有再动手了 张扬看见自己身边的这个活宝 也莫名的好笑 行了 你们都各自忙去吧 我也去图书馆了 白白说完这句话 张扬也就跑开了 最后张扬和杰瑞也分开了 两人都各奔前方 张扬看了看自己手上的手表 发现这个时间的话 江白雪应该也快回来了 干脆给他准备一个礼物 后面张扬就赶紧驱车回家了 但是就在回去的路上 他发现江白雪也在半路 不过他的旁边 似乎有一个人在跟他闹一些矛盾的感觉 张扬决定先看一会儿 再决定要不要上去帮忙 后面这个男人拉扯的行为 越来越不像话了 张扬实在忍不住了 就直接打开车门 就直冲冲的朝那个人就一拳打了过去 这把江白雪给吓得立马一声尖叫 江白雪赶紧拉住了张扬 不让他再过去打那个年轻小家伙了 毕竟江白雪也知道 张扬的武力值并不低 他的这一拳的话 想必也让弟弟够难受了 前面的张扬就看见这家伙 一直拉拉扯扯的江博雪 并且还不让他离开 这让他看得特别恼火 想再给他补一拳 可是江白雪一直拉着他 然后他就没有动手了 吃地上的那个年轻男子 也反应过来了 抹了一下自己嘴角的血 然后从地上慢慢的起来 嘴里还骂骂咧咧的 草 你小的是谁啊 凭什么动我 你知道我是谁吗 居然敢碰我 你不想活了吗 你闭嘴 旁边的江白雪 立马就大声的说出来 老街人居然敢这样 对我说话 小心我让 我爸收拾你 一听见这年轻男子 说这样的话 江白雪的脸都更加的白了 显然就是不舒服的样子 你是谁 张阳一看 江白雪的脸色变了 而且两人的话中 似乎牵扯到了家长 我是谁关你屁事啊 你居然敢打我 是不想活了吗 说着话的时候 男子还一边推散着张阳 张阳也不是吃素的 即使江白雪 抓住了他的一只手 然后他用另一只手 立马就把这个年轻男子 反手一倍 顿时疼得他 直叫 这下江白雪看不过去了 张阳 你放开他 这是我弟弟 张阳有些狐疑的看着江白雪 但是看他那焦急的样子 显然也不是说谎的 然后就一松手 就把男子给放开了 狼抢了几部男子 揉了揉自己的手 然后又想要说一些脏话 但张阳一个眼神过去 他顿时就不敢再说什么了 你 你 你们都给我等着 说完这些话 年轻男子就赶紧逃一样的跑开了 显然他也知道 实时误者为俊杰 现在他打不过张阳 还是先走为妙为好 雪儿 你确定这家伙是你爹 现在这年轻男子那个样子 也忍不住的再问了一句 此时的江白雪 看着自己弟弟那个样子 也十分的脸色难看 但还是点了点头 我和他是同母一父的姐弟 不过他并不认我这个姐姐 江白雪脸色十分难看的说道 张阳觉得 何止是不忍啊 而且还十分过分的欺负人 特别是刚才这男子的行为 完全就不像是对待姐姐的行为 所以张阳还是忍不住的再问了一句 这家伙真的是你弟 嗯 我家的情况特别复杂 一时半会 也没有办法跟你解释 看着自己女人那尴尬的神色 张阳也猜到了 江白雪的家庭 也比较复杂复杂 现在的她 还不愿意开口 当然她现在也不勉强她 等到她觉得自己 适合知道的时候 自然就会告诉自己了 好了 我们现在先回去吧 张阳直接环抱住江白雪 然后带着她上车 开口说道 江白雪感激的看了张阳一眼 知道她现在是不想强迫自己 心里对张阳的感觉 不由自主加深了一分 不过现在的江白雪 还不想 把自己那复杂的家庭情况告诉张阳 她还是觉得自己的家庭 实在是太难以启齿了 看着眼前的张阳 江白雪还是不敢开口 她担心自己一旦把这些说出来 张阳就会嫌弃她 可能会不要她了 张阳在后视镜里看到江白雪那纠结的样子 也不想逼她 不过她也猜到 里面可能有什么故事 而且应该是特别不太好的回忆 从刚才那个年轻男子的一些行为就能够看出 看来还是要查一下江白雪的家 毕竟欺负了我的女人 可没有那么好的事 必须得好好地整治一下她们 好像昨天收服的青龙堂 这一下就有用处了 想到这里张阳的眼神就变了 在车上的江白雪咋 一直沉浸在自己的回忆当中 她想起来了 自己小时候七八岁的时候 于傅俭沉浸在赌博一直烂赌 而母亲实在受不了父亲了 她不想再过这种贫穷的日子了 就想办法和江白雪的父亲离了婚 后面家母在通过自己一系列的努力下 就勾搭上了一个富豪 本来前面江母就因为带着江白雪 这个脱油瓶就被很多男人嫌弃过 所以江母就一直不怎么喜欢江白雪 反而觉得是她阻碍了自己获得幸福的道路 店只要江母要出去约会的时候 就会把江白雪给关起来 或者就不说出自己有一个女儿 是后面实在瞒不住了 有一天富豪和江母在约会的时候 江博雪不小心跑出来了 然后这个富豪就知道江母有一个孩子 她一开始也接受了江白雪 使江白雪以为自己过上了一个好日子 可谁知道这个男的并没有安什么好心 尤其是江母本来在前面 就为江白雪而受了很多的委屈 所以她也并不怎么关注这个女儿 毕竟也只是一个女儿而已 日后她想要更多的孩子也是简单的 现在她最想要抓住的就是那个富豪 她想要离开现在的贫穷生活 现在江白雪吸引到了这个富豪的注意 她就觉得自己要嫁给富豪就有希望了 她并不关注这个富豪会对江白雪打什么歪主意 原来这个富豪在一看到江白雪的时候 就觉得这肯定是个美人胚子 如果好好培养的话 可能日后会给她带来丰富的财富 顿时她就觉得江白雪的母亲有了一定的利用 然后她就娶了江白雪的母亲 是江博雪觉得富豪对她是挺好的 可是后面富豪的行为就有点怪异了 特别是她让江白雪学习各种各样的课程 并且还多次带她出席一些会议 认识一些大人物 每次出席那些场合的时候 有一些人对她的眼神十分的不妙 江白雪凭借着自己的小聪明 一次次逃脱了 但她也明白富豪不是真心对她好的 尤其是富豪 但自己没有在江白雪身上捞到什么油水 后面就任意让家里的人欺负她 把她当作奴隶一般的存在 但江白雪天生就是不服输的性格 于是就在自己上大学的时候就跑了出来 才那个所谓的弟弟也更是有样学样 学着家里人一样欺负她 一想到自己这个乱七八糟的家庭 张白就觉得很头疼 也不知道要怎么和张阳说 毕竟家丑不可外扬 本来今天她是和自己的闺蜜一起的 在回来的路上不小心碰到了江白凡 本来江白雪是想躲开她的 可是不小心被张白凡看到了 顿时就追了上去 江白雪一看见如此 就赶紧跟自己的闺蜜说有事 然后就赶紧的离开了 但是江白凡依旧不依不挠的追了上来 然后就发生了 张阳刚才看见了一系列的事情 一想到自己的家人 江白雪就觉得十分的头疼 看到江白雪这个狮神的样子 张阳赶紧驱车回到卧龙山别墅 然后就让江白雪好好休息一下 张阳知道现在的江白雪 肯定不想让自己接她的伤疤 还是要给她一点空间 让她先恢复过来 江白雪看见张阳那个样子 赶紧抱住了她 嘴里一直在说 对不起 对不起啥呀 啥丫头 等你想好了 再跟我说 张阳摸了摸江白雪的头安慰着 但心里则想着 绝对不能放过刚才的那个小子 居然让自己的女人哭得这么伤心 绝对不能够饶了她 好了 别哭了 再哭你可就不美了 可就不是我的小可爱了 我呸 谁是你的小可爱啊 谁反驳的谁就是 你 乖 老公现在要去处理一些事情 你先自己在家待一会儿 等一下老公就回来陪你好不好 不好 我现在就要你在家陪我 江白雪抱住张阳不让她走 她感觉到张阳可能要去找江白凡 不想让她做出一些什么事 你放心 我是处理一下我地摊的事 很快就处理好的 你不要担心 我很快就回来的 我保证 张阳赶紧举起双手保证 表示自己现在是有正事 江白雪看见张阳这个样子 也知道她可能是真的有事情 然后就放开了她 那你路上小心一点 记得早点回来 我在家里等着你 说完江白雪就恋恋不舍地看着张阳离开了 张阳也看出来了她的不舍 可是现在她想去处理一下江白凡 只能先这样委屈一下江白雪了 和江白雪告别后 张阳一上车脸色就变了 现在的她就想去把江白凡给收拾了 居然敢这样对待她的女人 不好好收拾一下她 张阳实在咽不下心里的那一口气 然后张阳就让系统给了自己一套黑色的服装 然后还戴上了一个面具 在看见江白雪已经看不到自己的时候 张阳赶紧把这些就穿上了 然后就不断地加速 以最快的速度来赶上江白凡 她知道 如果按照出去的话 只有一条 而且看江凡大辆车 只是普通的未加工的赛车 按照她的速度算的话 现在她应该还没有离开这条路 如果追上去的话 肯定还能够找到她 想到这里 张阳就猛加油门 再一次使出了自己仿佛可以跟火箭相媲美的车技 果然大概过了三分钟以后 她就看到了江白凡的那辆车 然后立马就冲了上去 然后就是一个急转弯 拦住了江白凡的路 张阳可是系统给加持过的 一般的车是没有办法弄坏她的车身的 所以她丝毫不怕江白凡的车给撞过来 因此 她就直接了当地拦截了江白凡的路 江白凡这时突然看见一辆车超过她 并且强势地拦住了她的路 顿时吓得就是一个急刹车 车在摩擦的过程中不小心撞上了旁边的山壁 虽说撞到了山壁上 可是江白凡并没有受到什么伤害 她只是还没有从惊险中印过来 还处于刚才在危险当中的失神状态 过了一会儿 她反应过来了 立马打开车门 然后就走向了张阳的车 嘴里还骂骂咧咧的 你是怎么开车的 居然敢抄老子的车 也不怕被撞死吗 一边说话 江白凡还狂捶着张阳的车窗户 让她下车把事情给交代了 而且张阳本来就是要找她 然后当即就下车了 江白凡看见车里的人 居然是一个穿着黑色套装 而且脸上还戴着一个黑色面具的神医人 顿时就有些不屑地看着她 不要以为你穿得奇奇怪怪的 老子就不敢打你了 说这是到底该要怎么处理 江白凡特别嚣张地说道 一边说着 还一边用手指着张阳 并不说话 直接一手就抓住了她的那个手指 然后掰了过去江白凡 顿时疼得在那里 啊呀直叫 啊你你你快给我放开 张阳可不会听她的 将张阳的手掰了过去 然后就放开了她 让她一个人抱着自己的手指 蜷缩着在那里疼得直叫 然后张阳又直接的踹了过去 按照一书上说 人体部位哪个地方最疼 而且又看不出什么伤的地方 张阳猛的就是脊脚 而且踹得特别的狠 这下江白凡叫得更狠了 可是张阳依旧还是没有泄分 再次又踹了她脊脚 后面看江白凡被她打的 也是实在是有点不行了 然后就给120打了个电话 让他们把江白凡给接过去 张阳知道 不管怎么说 江白凡还是江白雪的弟弟 打死是不可能的 适当的教训一下 还是需要的 始至终张阳都没有让江白凡 听到自己的声音 他可不想 日后自己不在江白雪身边的时候 让江白凡暗中找江白雪的麻烦 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他一开始才换了一身套装 不想让江白凡认出自己 张阳就在那里看着江白凡腾着 左右给他扎了几针 十倍放大他的痛绝 本来有气无力的江白凡 此时叫得更加的痛苦了 也更加的淒厉了 这下张阳觉得自己心里有点解气了 敢欺负我的女人 就是这个下场 过了一会儿 张阳听见救护车的声音 正在往这边来了 然后他就赶紧开着车离开了 他也不担心自己会被警察发现 因为在这条路上并没有什么监控 而且这条路上也没有行人 所以他并不担心 江白凡后面找自己的麻烦 救护人员已到达的时候 就看见江白凡撞在山壁上的车 正在冒冒着烟 而江白凡正在痛苦的蜷缩在地上 看上去似乎伤得挺严重的 他们赶紧抬出担架 就把江白凡给放在担架上 但是他们又看不出 江白凡身上有什么严重的伤 只听见江白凡一直在喊疼 尤其是救护车上有一个人 好像是见过世面的 他认出了江白凡是江家的小公子 知道这个人是他们医院惹不起的 赶紧示意其他医护人员 处理一下江北凡身上的伤 然后他们就赶紧给江白凡 大致地处理了身上的那些伤 可是他依旧在喊疼 而且还说还是特别疼 可是他们又检查不出什么问题 张阳可是用银针加强了江白凡的痛绝 本来痛绝就是平常的十倍 特别张阳专门是挑那些看不出 但是痛感又是十足的地方揍的 所以这些医生护士也查不出来什么 只觉得江白凡可能是在糊弄他们 此时的张阳正在开心地吹着自己的小曲 他现在十分的解气 将欺负自己女人的家伙 暗中偷偷地就给揍了 他十分的开心 特别是江白凡没有办法报复 还得忍着吃下这个亏 自己刚才下的那些手 恐怕没有一个月是恢复不过来的 那些医院里的医生 应该也查不出来江白凡是什么问题 可能就觉得江白凡是皮外伤 而且他实在装病 这一下可有好戏可看了 一想到这里 张阳越发地开心了 不过他还是飞快地开着自己的车 现在他可要回去好好陪一下自己的女人 不让自己的女人暗自神伤 从开始处理江白凡 张阳总共花了就没有半个小时 这个回去的时间还给了江白凡平复的时间 张阳知道当时的江白凡 可能有点没有办法面对自己 先让他平复一下 然后利用这个时间 好好地把江白凡给处理一下 要不然他可能会认为自己是好欺负的 先给他一点教训 后面就是处理一些事情 也是比较容易的 想着张阳油门踩的就更加的梦了 不一会儿就到家了 一到家 他就看到了正在发呆的江白雪 但他并没有说话 只是安安静静地坐在他的旁边 张阳在一旁安静地看着江白雪 然后环抱住他 仿佛是要用自己身上的凉度 原本还感觉浑身冰凉的江白雪 似乎是察觉到了这么一股热量 然后慢慢地回过神来了 然后他就发现是张阳抱住了他 你回来了呀 抱歉 金妞好像给你添麻烦了 江白雪有些尴尬地道说道 其实他也没有想到自己会碰到江白凡 而且还刚好尴尬地让张阳给碰见了 对于江家的人 江白雪可以说是想爱 但又十分恨到彻底的人 老婆 你说什么呢 你忘了我是谁吗 张阳边说着 还边让江白雪的眼睛对视着自己 江白雪想要闪避 但张阳不允许他闪躲 直接固定着他的头 就是让他直视着他的眼睛 一刻也不能闪躲 我 我 我就是害怕 你告诉我你害怕什么 和我在一起 你没有什么需要害怕的 可我就是一个拖油瓶啊 什么都帮不上忙 谁说你是拖油瓶 难道你忘了 你帮了我那么多吗 没事从来都不是拖油瓶 你是我最重要的人 记住了吗 可是我 没有可是 你只要做好我的人就行了 其他都不用你管 记住了吗 就算是天塌了 我都会替你扛着 绝不会留下你一个人 真的吗 真的 在听到张阳肯定的回答的时候 江白雪雪立马就抱住了张阳 让自己的脸埋在他的怀里 不想让他看到自己感动到落泪的样子 后面张阳什么话都没有说 只是紧紧的抱住了江白雪 他感觉到了自己胸前的湿润 他知道江白雪现在的感动 只有等他慢慢平复下来 他才能将那些事情都告诉他 与其让他自己查出来 还不如让他自己说出来 那样他的心结才可以更好打开 过了一会儿 埋在张阳胸口的江白雪 发出声音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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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幸运 可以遇见你 我又何尝不是呢 此时的张阳敢发誓 现在他是用他最温柔的声音说的话 谢谢你 真的谢谢你 谢谢你让我知道了我的重要性 你说什么傻话呢 你忘了我是你老公啊 我肯定会护着你的 就算全世界都抛弃了你 可是我不会抛弃你的 这是我对你的承诺 张阳深情地说道 早在这几天的相处中 张阳就发现了自己对江白雪的感情已经不一样了 既然如此 张阳决定 那么就好好在一起吧 一听见张阳的话 江白雪直接从他的怀抱里出来 然后就直接地吻上了他 两个人立马就进入了热吻的状态 轻得如火如荼 这是江白雪第一次这么主动 张阳知道他这 对自己放开了心扉 完完全全地认同了自己 在两人如此甜蜜的时候 而另一边的医院 咋又是另一种状态 此时 江白凡已经到达了医院 一路上他都在喊疼 救护车上的医护人员 没有什么方法来处理 他们都将自己日常处理伤口的方法 全都使用出来了 可依旧没办法缓解江白凡的疼 他依旧不断地在喊疼痛 此时到达了医院 他们就将希望放在了主治医生身上 毕竟这位医生已经从医数十载了 是一位十分有经验的医生 想必他一定能够处理 江白凡的这个状况吧 最重要的是 这位江医师还欠了江家人情 当他看到江白凡的时候 他就想 恐怕自己还人情的时候到了 你感觉怎么样 疼 特别的疼 快 你快让我别疼了 但是看着眼前躺在病床上的江白凡 这位江医师也觉得很苦恼 他大致地检查了一下江白凡 发现他身上并没有什么很严重的伤口 但他就是疼得起不来 然后他还用最先进的医疗设备 检查了一下江白凡身上 有没有他遗落的什么地方 可是器械上也是显示 张白凡并没有什么严重的伤口 只是一些轻伤而已 根本就不可能会疼成这样 是看着江白凡那痛苦的样子 也不像是做假的样子 随后一个穿着富贵的妇人来到了医院 看见江白凡那痛苦的样子 这个妇人就立马冲了过来 儿子 儿子 你怎么了 这是谁把你伤成这样的 究竟是那个杀千刀的 啊 妇人一边哭着 一边小心地抚摸着自己的孩子 看着自己孩子痛苦的样子 而且一边的医护人员 居然还现在旁边什么都不动 这个妇人立马就破口大骂了起来 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 为什么我的儿子现在还这么痛苦 现在到医院都这么久了 你们都没有医好他吗 难道你们中海市医院都是废物吗 妇人 你说话客气一点 江医生听不过去了 开口阻止道 怎么 难道我说的话不对吗 你们就是没有医好我的儿子 看着眼前这个阻止自己的医生 江夫人的眼神变得更加的生气了 夫人 你最好注意自己的言行 毕竟是医院不是你们江家 可不是你可以胡作非为的地方 这时江白凡又发出声音了 还是痛苦的 生 可是江非易已经给他检查了 并没有什么问题 他到底为什么还是如此痛苦呢 其他人也是以同样的眼神看着江白凡 然后江非易大概的给江夫人说了一下 他们给江白凡检的情况 检查结果是江白凡身上并没有严重的伤 但就是不知道他为何还是如此痛苦表情的样子 江夫人听见医生的话顿时也没有说什么 怕他猜到自己儿子可能是闯了什么祸 然后故意再装这么一副痛苦的样子 让他爸多给他一点钱 不过这次江夫人是猜错了 现在的江白凡真的是感觉特别的痛苦 但就是没有人相信他的话 而且疼痛感还一直存在 现在他可谓是有苦也说不出 既然张阳都下手了 肯定就不会让他们那么容易查出 他就是要让江白凡给体会一下 有苦也说不出的感觉 这时的张阳已经醒过来了 他看着躺在自己身边的江白雪 然后小心的给他盖上了被子 张阳的眼神中满是爱怜 毕竟昨天他让他累到了 而且发生了那么多的事 应该要让他好好地休息一下 然后张阳就一个人静静地看着天花板 想着最近发生一系列的事情 说句实话 最近发生的事情有点多 虽说没有系统的出现 让他那么震惊 可是确实自己在拥有系统之后 有了更多不一样事情的体验 特别是关于青龙堂那份协议 让张阳有一种进了谜局的感觉 我觉得青龙堂似乎是有人故意送给他的 但他又不知道这种感觉该从何解释 越想这些事 张阳觉得自己的脑袋就好像要抱了一样 特别难受 于是张阳索性就不想了 反正如果后面有麻烦发生了 就冰来降挡水来涂眼 现在自己就算想再多也是 没有用的 还不如好好利用当前的情况 加快提升自己的能力的脚步 不让任何人伤害到自己身边的人 一想到这里 张阳就闭上了眼睛 再次进入了梦乡 一日 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一睁开眼就闻到了香喷喷的味道 然后他起床一看 原来是姜白雪 已经给他准备好了一桌丰富的早餐 哇 是谁家的老婆大人这么贤惠啊 张阳从背后偷偷地抱住了 正在做早餐的姜白雪 然后开口说道 那你别胡闹了 赶紧去洗漱 然后你今天不是有课吗 吃完早餐就上课去吧 老婆大人 我遵命 话音一落 张阳就偷亲了姜白雪一口 然后就跑向了厕所 看着张阳离去的身影 将白雪白雪 也是露出了幸福的微笑 然后又想到姜家的事 顿又觉得脑壳疼 笑容慢慢消失了 洗漱完 张阳心满意足地享受了一顿丰富的美味早餐 不得不承认的是 姜白雪做的早餐 就像她的脸那样一样吸引人 味道十分的好 吃完早餐 然后张阳就非一般的前往了自己的学校 她了没有忘记 今天自己还有课呢 天大地大都没有自己学习重要 可不能再迟到了 再迟到 就真的灭绝师太 可能就不会放过自己了 一想到灭绝师太那张严肃的脸 张阳就打了一个冷战 灭绝师太 其实长得还可以 就是常年穿着职业套装 戴着一副黑矿眼镜 然后表情十分的严肃 就给人一种比较难以接近的感觉 莫名的让人觉得害怕 另一边的灭绝师太 莫名的打了一个喷嚏 她知道 肯定又有学生在非议自己了 但就算是这样 她还是要坚持自己的工作 把那些逃课迟到的学生 一个个揪出来 严厉惩惩罚 如果发生一两次的话 就放过他们 一旦超过三次的话 就别忘了去办公室喝喝茶 此时灭绝师太正待在校门口 正准备抓一些迟到的人 不过在大众强大玛丽的支持下 张阳还是及时赶到了学校 并且还乐呵呵的 和灭绝师太打了一声招呼 老师 早上好 早你个头 快去上课 下次早点 灭绝师太严肃的说道 好的 老师 那我先走了 话音一落 张阳就猛踩油门 然后就去上课了 不过在张阳后面的兄弟们 可就没有那么轻松了 他们都被灭绝师太 递抓到了一边 然后等待审判 尤其是这次杰瑞 居然又一次迟到了 他这下真的就是完全撞在了 灭绝师太的手上 不过这下他没有受到 张阳主角光环的影响 也不知道该要怎么逃出来比较好 在一旁的杰瑞 就像正灭绝师太不注意的时候 赶紧偷偷的溜掉 可是不好意思 传说中的灭绝师太 已经记住了他的名字 并且只要他一动 立马就一个严肃的眼神就过去了 然后灭绝师太看了看手表上的时间 感觉这个时间应该差不多了 应该也没有其他人了 然后他核对了一下名单 也确定学生都到齐了 他就把这几个迟到了 该交到了办公室 好好地喝了一壶茶 张阳来到教室 并没有发现杰瑞的身影 他已经猜到 这家伙应该又是迟到了 而且还是在自己的后面 看看这个时间应该是被抓到了吧 能够落在灭绝师太的手上 他也是特别的荣幸 不过张阳这下 已经想到了杰瑞的结局 杰瑞应该在办公室喝着茶 而且可能还被灭绝师太 布置了一些比较惨绝人寰的任务 想到这里 张阳就头皮发麻 然后庆幸自己 今天的运气比较好 我他就拿出书 认认真真的听着老师的讲课 而此时的杰瑞 也正像他所想的那样 正在处理着图书馆里那强大的典籍 一旁的灭绝师太 正在盯着杰瑞 不让他偷懒 一个偌大的办公室里 就只有杰瑞和灭绝师太两个人 还有一大堆各种各样的书 杰瑞要负责将这些乱七八糟的书 都给归位 而这个房间的空间将近有200平方米 像这样的房间将近50个 每个房间都有书没有归位 杰瑞本来就特别讨厌这些整理的工作 可现在灭绝师太 现在让他整理这些书 显然就是抓住了他的小辫子 杰瑞本想半路给偷逃了的 可是他的行为 不小心被灭绝师太给发现了 架个好灭绝师太 直接盯着他工作 就在他工作的时候 他头上有几本书 仿佛就要掉下来一样 灭绝师太赶紧冲上去推开他 两人顿时都摔倒在一旁 然后杰瑞摸摸自己的头 眼睁睁地看着那几本书 啪的一声就掉到了地上 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 他看见了灭绝师太 没有戴眼镜的样子 瞬间就让他看呆了 他从来没有看到过 那么美的一双眼 杨西凤可没有认真注意他的反应 只是捡起旁边的眼镜 然后戴了上去 你小心一点 书都看不到吗 你处理掉这些这次就算了 下回再迟到 就不是这么简单的了 一旁的杰瑞 听到这个话的时候 吞了吞自己的口水 然后赶紧回应道 老师 我知道错了 我以后都不会犯了 他我赶紧把这里都处理干净 你处理好就离开吧 门不用锁 到时候我会过来锁 然后我现在有点事就先离开 就暂时不看着你了 不过等我回来的时候 我会好好检查你的工作的 话一说完 杨西凤就拍了拍自己身上的灰 然后就离开了这个诺大的办公室 杰瑞看着离开的杨西凤的背影 陷入了诚实 他不敢相信自己 刚才是看上了灭绝师太的美色 然后他不由自主的 又拍了拍自己的脸 是疼的 那也就是说 刚才发生的一切都是真的 杰瑞不由自主的咽了咽口水 刚才自己看到的 那一双美丽的眼睛 就是灭绝师太的 也就是说 我对灭绝师太心动了 现在杰瑞的心 还在砰砰砰的直跳 现在的杰瑞 怎么也平静不下来 他不敢相信自己 爱上了灭绝师太的眼睛 但他的心是诚实的 他的心的跳动告诉他 他爱上了那一双漂亮的眼睛 找到那双眼睛 杰瑞又再次陷入了痴迷的状态 然后他又拍了拍自己的脸 赶紧起身 就把自己的工作给做好 他可不想留有尾巴 让灭绝师太看到 要是再给他留下什么坏印象的话 自己可能就真的再也看不到 那一双漂亮的眼睛了 那双眼睛 该要怎么形容呢 瞳孔就像是墨一般的黑 白极尾的分明 看上去特别的纯净 就像孩子的眼睛一样 带给人无限的震撼 令人不由自主的深深着迷 上完课的张扬 可不知道自己的兄弟 与灭绝师太发生那么多的事 现在他准备去开始自己的地摊大业了 在上课的时候 脑海底突然传来系统的声音 新颁布新任务 要求宿主在24小时内 立即前往中海大厦的门口 进行摆摊活动 时间要长达四小时 中海大厦 其实张扬早有耳闻 中海大厦是中海市最为杰出的建筑物 中海大厦何谓是 中海市人才集聚的重要地方 这里是多个公司的总的根据地 可谓是中海市最强大的一个地方 不过既然现在系统 要自己前往那里进行摆摊 那么自己就好好执行就好了 但是那边的门口摆摊的话 似乎有点麻烦呢 看来还是要先进行一下周全的计划才可以 然后张扬一个电话给光头虎哥 反正这家伙说了 有事都可以找他 现在刚好是发挥他作用的时候了 喂 老大怎么了 我想问你有关于中海大厦的一些事 你说 那边可以摆地摊吗 刚听到张扬的问题的时候 虎哥就想倒地不起 他没有想到张扬居然会问他这样的问题 那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吧 中海大厦是中海市有名的一个集聚地 所以他们那边肯定是不允许摆摊的 尤其是他们的门口 可是我现在就要在他的门口摆地摊 你有什么办法 老大 你这是开玩笑吧 那我像是会跟你开玩笑的样子吗 倒不是不可以 就是不太好办 因为毕竟中海大厦那边集结了那么多的势力 在他们之间周旋就比较困难 刚好我认识中海大厦那边的一个高层 我看给他送礼 能不能通融一下 虎哥想了想 然后开口说道 行 那我等你电话 不过 你要在二十小时之内 帮我完成这件事 老大 你放心吧 等我电话就好了 原来这就是做老大的感觉啊 张扬觉得还挺爽的 有了实力 受到的待遇就是不一样 现在的张扬不再跟以前一样 老是受人欺负 而且在受到欺负之后 也有相应的能力反抗 既然这个虎哥的电话 还没有那么快过来 然后张扬大概的在电脑上 查了一下中海大厦的资料 从哪里看 中海大厦 就是中海是一个牛逼轰轰的存在 看来这次这个事情会比较麻烦一点 看到这里 张扬越发的感觉到 力量的重要性 如果自己拥有足够的实力 就不会为了一个简简单单的摆摊 而现在如此的头疼 真是因为现在自己的实力 没有强到那个地步 所以自己才唯唯诺诺 不敢前进 就在张扬沉浸在自己世界的时候 他的电话响了 一看是杰瑞打来的 他接了电话 就听见杰瑞大声的在说着 自己要恋爱了 这可把张扬给弄懵了 然后他就觉得 他是在开玩笑 因为杰瑞的恋爱变化是特别的 反复的就像是一个游戏 可能早上开始 下午就结束了 这次他还是认为 杰瑞是在开玩笑 然后就顺势 就把他的电话直接挂了 独留杰瑞在另一旁独自跺脚 然后杰瑞见张扬把他电话挂了 他的电话打给了张扬夜 可是又是同样的结局 没有一个人相信他 既然没有人相信他 他反而更加的越挫越勇 他决定了 他要追刀灭绝失态 他爱上了他的眼睛 张扬可不知道杰瑞如此丰富的心理活动 现在他可正在等着虎哥的电话 经现在完成系统的任务才更要紧 而且这次系统 给出的任务居然还有实现要求 这并不太好处理 特别是他要求的地方 又是特别的难处理的一个地方 大概过了一个小时后 虎哥的电话打来了 老大 你吩咐的那些事 我都做好了 我已经和中海大厦那边的高层联系好了 你就是在他们那个大门特定的位置摆摊就可以了 但是切记不能够大声莫获 只能够安静地坐在那里 你看这样可以吗 我知道了 谢谢兄弟 不用 既然没事 我就把电话给挂了 听见丁的一声 电话就挂了 不过此时的张扬也有点怀疑 这个虎哥究竟是什么身份 连中海大厦都能够搞定 不过现在张扬可没有空想那么多 反正中海大厦的事情已经处理好了 那么他就不用在意虎哥那么多 对于虎哥 他还是有一定信任度的 虽然不能完全信任 那待会儿在中海大厦的时候 小心一点就可以了 对于自己的武力值 张扬还是相信的 他可不怕那些保安 然后张扬就给江白雪打了一个电话 让他待会儿前往中海大厦 他有任务安排给他 太张扬可不会给蒋博雪那么多休息的时间 闲得时间越多 反而容易让他胡思乱想 还不如让他跟着自己好好的工作 好 我等一下就到了 江白雪挂完电话还有点猛 他完全没有想到 川俩居然能够在中海大厦摆地摊 这简直就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吗 但按照张扬那个性格 他应该没有说谎 想了三想 江白雪就开始收拾自己 毕竟待会儿也可以更好地帮忙了 不过 前面给张扬打完电话的虎哥 又另外打给了一个人 按照你的要求 凡是他的吩咐都要完成 今日中海大厦的事情已经完成了 你做得很好 记住以后他就是你的主人 他让你做什么你就得做什么 一道暗雅的声音从电话里传来 是 我知道了 话音一落 虎哥就把电话给挂了 然后谨慎地看了看周围 发现并没有什么异常 然后就离开了 这时的张扬 也正在前往中海大厦的路上 他让系统给自己补足了货 然后在路上 他又大概地想了一下虎哥说的话的真实性 他觉得 这家伙应该不敢再得罪自己 特别是在自己打败骆嘉义的时候 从他的眼神就可以看出来 思索再三 张扬觉得虎哥还是可以信任的 我到时候前往了中海大厦 那些保安队自己又不理行为的话 自己就直接武力把他们解决了吧 想到这里可能会有突发情况的话 如果让江白雪白雪过来 就不太方便了 然后张扬又给江白雪打了一个电话 让他不用再渐往中海大厦了 他让人给他发了一些商品 就让江白雪在家 好好地把他这些商品给处理好就可以了 还说他相信江白雪的能力 一听见张扬的话 江白雪就特别的开心 表示自己会完成这些任务的 毕竟直播可是他的强项 他身上可能除了直播的话 也没有其他特别优势的地方吧 江白雪立马打包票 家里的这些东西都交给他处理就可以了 让他不用担心 嗯 张扬自己在外面好好处理掉其他的事情 这些事情都大概地安排好了以后 张扬就直接快速驱车 就到达了中海大厦的门口 然后找到保安 大概地说了一下他的情况 随后 这个小保安 就把他带到了保安室与保安队长对话 你就是那个 今天要在中海大厦门口摆地摊的那个年轻人吗 保安队长老鹰一般的眼神 审视着张扬 是的 我想 应该已经有人跟你打过招呼了吧 张扬看着眼前 这位比较严肃的保安队长 脸色也并没有什么变化 只是依旧平静地回应道 嗯 已经有人跟我打过招呼了 待会儿会让人带你去特定的摊位 你只要去那里摆着就行 但是有一个要求 就是 你不可以要货 只能安静地坐在那里 等客人看到过来购买 保安队长一边翻着眼前的书 然后一边平静地与张扬对话 这个我知道 这个没有问题 不过 你什么时候带我过去 这眼前不断地翻着书的保安队长 张扬忍不住地发问道 然后办公室响起了一阵敲门声 然后张扬就看见一个年轻的小保安进来了 保安队长示意他带张扬前往特殊摊位 随后 张扬就跟着这个小保安不断地走着 不过一路上 两人都无话 安静地让人觉得有点不太舒服 张扬也做好了十颗战斗的准备 不过他可能想多了 大概走了十分钟的时间 小保安就带他到达了目的地 这个摊位确实是在中海大厦的门口 不过貌似这里似乎有点偏僻啊 自己倒是可以看到外面的所有情况 但是外面的人 好像比较难注意到自己啊 看到这里 张扬就有点冷汗直流啊 但他也知道这是虎哥好不容易给他争取到的 能够这样 已经很不错了 看着前面那个保安队长的眼神 张扬就知道 这已经是自己捡了一个天大的便宜了 不过张扬还是觉得有点不舒服 日后 他要站在中海大厦的顶端 想着不由自主地 就握紧了自己的拳头 这里就是摊位 中海大厦来往的人太多了 这个位置比较适合 这样 你也不容易招惹到一些其他的人 这是我们老大找了好久 才找到的中和的办法 旁边的小保安有些无奈地说道 张扬也知道他的意思 不过现在有可以摆摊的地方 他觉得已经比较庆幸了 看来系统的任务是可以完成了 这么一点小小的屈辱感 他是可以接受的 毕竟也是经历过一些大风大浪的人了 谢谢你带我来这里 也帮我跟那个大哥说一声谢谢 不用客气 接下来 这里就交给你自己发挥了 我那边还有工作 我就先离开了 话一说完 小保安就离开了 将这个诺大的空间 交给张扬自己处理 张扬大概的看了一下 然后就把自己的产品都给摆好 然后找来一大块招牌 然后写了几个大字 物美价廉的产品 大家都来看一下 看了一下自己这么明显的招牌 张扬觉得 还是可以吸引一些客人的 然后他还让系统给了自己一张凳子 就老老实实地坐在自己的摊位上 开始自己四个小时中海大厦的摆摊生活了 看着中海大厦的人来人往 每个人脚步都特别的紧凑 一看就是比较有时间观念的人 每个人都特别的精神 看来这中海大厦 真的名不虚传 此时的张扬 张扬正在平心静气地坐在自己的摊子上 看着人来人往的中海大厦 他想着 要不要发的信息 逗逗江白雪 看样子 在这中海大厦前应该也没有什么生意 都感觉时间特别紧凑的 快步地走过来 走过去 压根就没有人停下脚步 看张扬的摊子 特别是张扬的摊子还比较偏 那些人就更加注意不到了 想着想着 张扬就编辑了一条甜蜜的短信 发给了江白雪 亲爱的小宝贝 在干什么呀 正在完成大大布置的任务 不然担心没有钱 看到张扬短信的江白雪 立马就回复了 怎么会 在你心里 大大都这么严肃的吗 难道你自己不知道吗 正在张扬 想回复江白雪信息的时候 感觉到对面 好像有人敲了下他的桌子 他抬起了头 觉得这个人有点眼熟 但就是想不起来 在哪里见过 在一个金发碧眼的男子脸上 一种十分巨傲的神色 感觉十分不屑的 正在敲着张扬的桌子 在看见张扬抬头后 顿时脸色又更加的不屑了 有个 你怎么会在中海大厦这边 听这口气 张扬便知道 这个人好像认识他 但是他对他 又没有什么印象 他不记得自己 什么时候认识了一个外国人 脑海里并没有什么印象 我看这样子 这家伙是来找茬的 还是先不要 表现出来 探探虚实再说 然后张扬放下手机开口道 先生 不知道你是 听到张扬的问话 这个金发碧眼的男子 十分不敢置信的 用手指了指自己 难以想象 张扬居然不认识自己 你 你居然不认识我吗 张扬直接怂怂间 在他看来 这个金发碧眼的外国人 似乎脑子有点不正常 难道他应该任要 认识他才正常吗 看见张扬这个反应 麦克确定 张扬确实不认识自己 那也正是因为这个认知 他反而对张扬 更为的恼火了 什么 你居然不认识我 说着话的麦克 还想砸张扬摊子上的产品 但都被张扬给阻止了 你一个摆地摊的 居然敢不认识我 这句话透露了麦克 气急败坏的心情 这到底是道德的沦丧 还是人性的败坏 张扬居然不认识自己 等等 先不要碰我的东西 你到底是谁啊 我干嘛要认识你 张扬满脸平静的说道 他觉得这家伙就是个神经病 突然莫名其妙的跑过来 想要砸他的东西 我叫麦克 想必你认识张倩吧 等等 张倩 起来了 这家伙好像是上回张倩 炫耀的那个新男友 认识 那又怎么样 怎么样 就是我看不惯你 所以我不允许 你在这里摆摊 懂吗 听到这话 张扬只觉得好笑 他在这边关他这个二傻子 有什么事呢 我在这边天经地义关 关你有什么事呢 没什么事 就是我看你特别的不顺眼 麦克十分具傲的开口说道 一点都没有刚才的气急败坏 听到麦克的回答 张扬只觉得 这不知道是哪个富家家族里出来的傻叉子弟 一般家族 出来的人说话 怎么会这么无大脑 而且居然还能够看上张倩 这未明也太不可思议了吧 当然 正在骄傲的麦克 可不知道张扬的所思所想 对于他来说 现在他只是对张倩有一定的新鲜感 又加上刚好碰到张倩倩的这个前男友 就想好好地欺负一下他 满足他自己的大男子主意罢了 其实说起来 他和张扬并没有什么仇 说般就般啊 你以为你是谁 我凭什么要听你的 就凭我是这个中海大厦的继承人 我说 让你走你就得走 麦克这话一出的时候 张扬也被震惊到了 他难以想象 眼前这个金发碧眼的外国人 居然会是中海大厦的继承人 张倩居然这么有本事吗 居然还勾搭了中海大厦的继承人 是吗 那又怎样 你 你最好快给我滚 要不然的话我就叫保安了 你叫吧 一看自己这样说 张扬都没有什么反应 然后打了个电话给了保安 喂 为什么中海大厦出现了摆地摊的 你们都不管 赶紧给我滚过来处理这件事 说完 然后麦克就把电话给挂了 你给我等着 张扬一句话都没有说 只是冷冷地看着麦克的行为 在他看来 虎哥既然能说出那样的话 那他已经说动了这里的上层 那么他就完全没必要动 反正只要自己挨过这四个小时就可以了 现在已经有三个多小时了 再过几十分钟就可以了 只要时间一到 自己就走就行了 也没必要一直和他杠着 过了一会儿 原先那个张扬见过的保安队长 正慢悠悠地走了过来 少爷 不知道有什么吩咐 队长扶了扶眼镜 恭敬地说道 你赶紧把这个摊位给我撤了 听到了没有 这恐怕有点困难 这摊位是老爷给吩咐的 你恐怕无权干涉 什么怎么可能 父亲他怎么会管这些事 疯 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 原先一脸俱要的迈克 突然一副不敢置信的样子 保安队长扶了扶眼镜 然后又说道 那我像是会开玩笑的样子吗 看着眼前这个人的样子 迈克的表情变得特别难看 因为他知道 他是一个不会说谎的人 那也就是说张扬是一个重要的人 可是按照张倩的话 他应该就只是一个摆地摊的 没有什么特别的身份 难道说张倩那个女人 是想利用自己对付张扬吗 想到这里 迈克的脸色越发的难看了 他难以容忍 一个女人居然敢欺骗自己 既然这样的话 那就让他继续待在这里吧 这次算你你走运 迈克特别不服气地说完这句话 然后就愤愤地离开了 分手不好意思 我带我们家小少爷替你道歉 没事 我得感谢你让我在这边呢 那既然这样的话 我就先离开了 话一说完这位保安队长 又慢悠悠地离开了 看着刚才发生的事情张扬又再一次迷糊了 他没有想到自己的后台能够那么硬 这个到底是拜托的哪位上层 难道说 这未免也太过不可思议了吧 有可能吗 那这个虎哥究竟是谁 算了 我想这么多干嘛 反正他现在对自己也没有什么伤害 后面真的有什么伤害的话 就把他处理掉就行了 张扬这样一想 瞬间就放松了 然后又继续专注地看着自己的摊子 其实张扬不知道的是那个保安 其实在他一开始摆摊的时候 就一直让人关注着他 但看到他的行为 真的就只是单单的摆摊的时候 他不免又觉得有些好奇 张扬到底是谁 居然能够说得了他 而且张扬的行为也是十分的迷惑 在自家少爷那么挑衅他 他也并没有什么反应 好像就是一个无关己的人 啊 不得不说这家伙是个有趣的人 那张扬并不知道 自己的某些行为 已经吸引了别人的注意 他只不过是不想过多的引起关注而已 结果反倒吸引了更多人的关注 然后张扬现在又在想给江白雪发信息 宝贝 我刚才有点事 没有及时给你回复信息 你不要生气啊 看到张扬的回信 江白雪只觉得有点哭笑不得 难道你家亲爱的就这么小气吗 小不小气 我不知道 不过我知道 肯定不是很大气 暴怒的表情就回了过来 跪错一板嘛 看着眼前江白雪的回信 张扬只觉得好笑 他很久没有这样放松过了 他只有在江白雪面前才敢这么放松 或许是因为他觉得江白雪和自己很相似吧 丁 恭喜宿主完成在中海大厦摆摊四个小时的任务 奖励宿主中海大厦70%的股份 现已发放到背包里面 请宿主查收 一听到脑海中系统的声音 就赶紧查看背包 果然就看见一份股权协议书赫赫在目 这让张扬莫名有一种在做梦的感觉 他难以想到就在这么短短的四个小时之内 自己就成为了这标志性建筑的主人 这未免也太过神奇了吧 然后他就接到了一个电话 你好 请问是张扬先生吗 是我 怎么了 那先生您好 是这样的 我是中海大厦这边的 现今你购买了中海大厦大量的股票 所以我们这边邀请你来交接一下 你看什么时候有时间呢 一个小时后我就到 好的 那我们这边等着你的到来 对方回以一个规范化的回答 然后就把电话给挂了 张扬把电话挂掉 有点不敢相信的 捏了捏自己的脸 但是疼的 这一切都不是做梦 原本前面张扬还在 因为中海大厦的事情而烦恼 想要获得更多的力量 成为中海大厦的主人 结果现在现实真的发生了 这感觉简直真的是太赞了 太让兴奋了 张扬高兴的很想要围着中海大厦跑几圈 但知道这是不理智的 他努力的克制着自己 暗中观察张扬的人 觉得张扬突然这么兴奋 也是特别的奇怪 因为他们不了解 为什么张扬会这样 你说什么 原本在办公室里待着的保安队长再次接到了一个电话 这下他知道了张扬即将成为中海大厦的主人 这让他觉得莫名的奇怪 张扬有这个本事的话 前面为什么还要要求到中海大厦来摆摊 这难道是傅家子弟新的猎奇游戏吗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事情未免也太好玩了吧 张扬到底是谁 这让他对张扬更加的好奇了 想要知道张扬到底是谁 挂掉电话到保安队长嘴里喃喃自语 真不会是那个人的孩子 我倒是小看你了 此时的张扬还沉浸在 自己要成为中海大厦主人的兴奋当中 然后快速的就将自己的东西给收拾了 搬运到了车子里面 大概的整理了一下自己 然后张扬就前往了中海大厦的股权交接处 他到这边的时候 居然再一次的又碰到了迈克那个金发碧眼的外国人 你怎么会到这边 你不是在那边摆摊吗 到这边自然是有事要处理 请问我爱着了你这位大少爷的什么事吗 没有 不过我来这边是处理一个叫张扬的事的 等等 你不就是叫张扬吗 难道你就是 然后这个金发碧眼的男人 再一次瞪大了眼睛看着张扬 表现出一副不敢置信的样子 没错 就是你想象的那样 我就是张扬 怎么可能 张扬先生 这边请 等一下就交接好了 好的 没事 听着这时的对话 迈克也反应过来了 这个张扬 就是他认为的那个张扬 所以说 刚才他是挑衅了这个大厦的主人 如果让父亲知道的话 按照他的那个性格的话 自己的后果恐怕 想到这里 原本有些天不怕地不怕的迈克 脸色特别的难看 他没有想到 自己会因为一个女人 而得罪了一个大人物 而且这个大人物 极有可能是他家族对抗不了的 一个可以这么轻松的 就收购了中海大厦的年轻人背后的身份 又能够低到哪里呢 杰西并不是一个单独只会吃喝玩乐的人 在正式方面相反 他的脑筋转得特别的快 他知道 张扬这个人要值得家族的注意 他极有可能是家族 在中海市发展的一个拦路虎 张先生 不好意思 请原谅我之前的冒犯 没事 前面什么都没有发生 张扬满不在意的手艺会说道 自己明白 杰西的身份恐怕不低 自己刚获得一些力量 没有必要树立那么多的人 再说 就算到后面再收拾他 也并不迟 何必纠结于现在呢 不如 我请你吃个便饭 就当是我的赔罪了 不用了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毕竟前面也没有发生什么的事 我待会还有事 我就先走了 张扬不想多搭理杰西这个人 他觉得 像他这种巨傲的人 不适合成为自己的朋友 而且像他这种性格的人 肯定招惹了不少的敌人 如果他没有感觉错的话 前面的那个保安队长 就是其中一个吧 一看就是一个深不可测的人 而且像他这种性格的人 肯定招惹了不少的敌人 如果他没有感觉错的话 前面的那个保安队长 就是其中一个吧 一看就是一个深不可测的人 这样的话 那就下次再约吧 那我也就先离开了 迈克是一个聪明人 他自然看出了张扬的不耐烦 也明白自己现在没有必要再纠缠张扬 这样反而会得到似的相反相反的结果 不过张倩那个女人 他是不会放过他的 害自己突然得罪了一个大人物 一想到这里 杰西的脸色就有点难看 但他并没有表现在脸上 话一说完 然后迈克就离开了 迈克的心情极为的不好 他在一天之内 已经被张扬连续打脸几次了 而且这个气还不能发泄 在张扬的身上 那么他肯定就是要去找一个发泄口的 想来想去 能够让他发泄的 也就只有张倩了 一想到张倩那个女人迈克 就十分想揍死他 当然 此时的张扬 可不知道迈克的想法 他正在股权交接书上 签上自己的名字 正好了 这篇股权交接书 也已经完成了 不过还有一件事要麻烦你 就是我们的董事长 在楼上等着你 不知道 你待会儿方便吗 听到这话 张扬便知道了 中海大厦原来的董事长 想要见自己 恐怕也是 因为这持股的原因吧 看来是个鸿门宴呢 就这样 张扬还是要前去的 毕竟自己突然抢了别人的产业 任谁也是 有一点不舒服的 还是先去看看是什么情况吧 好的 你前面带路就可以了 到张扬肯定的回答 这个女秘书 就带领着张扬 前往董事长的办公室 这个中海大厦原先的 董事长何伯谦 正在不安的 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 今天上午 公司里还是风平浪静的 可是下午突然就传来一个消息 自己公司那70%的股权 都被一个叫张扬的人给收购了 这么一个局势的变化 让他也是措手不及啊 一会儿张扬就到达了办公室 然后他在办公室里 看到了一个大幅翩翩长相儒雅 但眼神泛着金光的一个老者 看到这里他就明白了 这就是中海大厦的董事长何伯谦 可是一个他经常在电视里看到的人物 何伯谦看到张扬进来了 就特别热情的迎上去 和他握手 还特别热情的说道 张先生 你好 眼神示意女秘书出去 然后女秘书便静静的走了出去 并把门给带上了 何先生 你好 张先生 不用客气 来 先这边坐 何伯谦一边说着 还一边用手指了一下沙发 然后张扬便坐下了 张老弟 我这次叫你来 主要是因为 张扬摆了摆手 他已经猜到了 何伯谦想要说什么 然后开口说道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你放心 这公司的话 我也不会夺你什么的权 这公司依旧还是以你的名义运行 我一个摆地摊摆贯的人 不太想接手这么大的公司 所以公司的一切事情轻 依旧由您全权负责 何伯谦满脸惊喜的说道 老弟 此话当真 自然是真的 这公司以前如何运行呢 后面还是怎么运行的就可以 反正公司的事物交给你 我也放心 那好 我肯定不会辜负张老弟您的嘱托的 何伯谦满脸笑意 特别开心的说道 张扬也是认真思考了一番 才做出这个决定的 他知道 在地摊系统的支持下 可能后面完成的任务比较多 接受一个公司的话 恐怕自己也没有那个时间去管理它 尤其是自己还要学习 特别是如果后期系统的任务比较困难的话 处理一个公司 未免也太过麻烦了 还不如继续由何伯谦来管理呢 而且 中海大厦貌貌然的 就换了一个主人的话 恐怕会引发一些麻烦吧 这何伯谦 还可以成为一下自己的挡箭牌 又何乐而不为呢 反正不管怎样 自己还是中海大厦的主人 就算要让他做些事 也是比较容易的 何先生的能力 我自然是相信的 中海大厦交给你 我很放心 现在也没什么事了 那我就先离开了 话已经交代完了 张阳就想离开了 就开口了 张老弟 先等等 反正现在也是快到点了 不去留下吃便饭吧 刚好我也把公司的一些人介绍给你 如何 原本还想离开的张阳 听见何伯谦的这一番话 觉得有点道理 然后就答应了 好 请跟我来 然后两个人就一起下楼了 到了停车场的时候 不知道张老弟是怎么前往的 不如就答我的便车如何 张阳摇了摇手 然后开口了 不用了 我自己有车 然后他按了按车钥匙 一辆大众的车灯就亮了起来 再看到是一辆大众车 他也有点诧异 他没有想到 像张阳这种身份的人 居然会选择这样的车 但他并没有表现出来 毕竟是经过大风大浪的人 他可不想因为这么一点小事 就得罪了张阳 那可就得不偿失了 张阳也看出了何伯谦的差异 但是并没有说什么 毕竟这样的脸色 他也不是第一次看到了 许多人在第一次看到 张阳的大众车的时候 都是那样的表情 张阳已经习惯了 张老弟 果然不一般啊 不过 我的虽说是一个小小的宝马 但搭乘你还是很方便的 不如就搭我的便车过去 如何 何伯谦还是再一次 不死心的开口问道 不用了 我待会还有电视性要办 开我自己的车比较方便 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也就不难为你了 我们在天圣酒店会面吧 好 那到时候见 话一说完 两个人就各自上车 前往了天圣酒店 在车上的时候 张阳就在想 这何伯谦是个中国人 可那杰西说自己是中海大厦的继承人 那么他可能就跟何伯谦有点关系 可这杰西是怎么回事呢 难不成他是跟自己竞争中海大厦的人 那那个保安队长 又是怎么一回事 看来本不想被许多人关注的张阳 现在已经不小心就引起了其他的人的注意 张阳知道自己 现在必须还得要增强自己的实力 要不然的话 自己现在获得的一切都可能是空的 虽然说自己现在有系统 但现在的自己还并没有完全的成长 能够达到一些豪门大族的对抗 毕竟中海市还只是一个小小的事 他的目标是想要朝着世界出发 而不是仅仅局限在中海市这一个小地方 那个中海市就有那么多的人 足够令他忌惮了 如果以后他要闯到外面 又该如何呢 一想到这里 张阳的眼神就越发的坚定了 就在张阳开车的时候 然后他发现前面发生了一点事情 特别多的人聚集在一起 张阳看到的时候就想到 前面可能是有人生病了 然后一群冷漠的路人围观在外面 张阳是想直接开车离开的 但又想想救人一命盛造浮屠 然后又停下车 看了前方为什么那么多人围惧在一起 原来是有一个老人 好像是因为突发心脏病 然后倒地不起了 旁边的路人又不敢给医院打电话 害怕老人的家人会讹上自己 都在眼睁睁的在旁边看着 眼前的这个老人倒地不起 脸色轻紫 呼吸急促 感觉喘不过气一样 好像下一秒就要被过气了 张阳知道 现在自己不能坐视不管 这是一条生命 就算这个老人的家人 后面会讹上自己 按照现在自己那个资产 也不是不行 既然这样的话 张阳还是决定出手就这个老人 然后他跑进了人群的包围圈 查看了一下老人的眼睛 发现老人的瞳孔 已经产生一些变色 然后就赶紧 对老人进行了一些急救措施 不断地低头 听着老人家的心跳 然后双手压着他的心脏 不断地刺激他 让他不要昏迷过去 将自己知道的急救措施 做得差不多的时候 他赶紧让周围的人打120 发生什么事 都会由他负责 然后路人 就赶紧给医院打了120 在张阳的急救措施 做得差不多的时候 这时医院的人也过来了 然后将老人抬上了救护车 在救护车上的时候 医生大概的检查了一下 发现张阳的急救措施 做得特别好 要不是有他的急救措施的话 恐怕这个老人 就挨不到他们过来了 张阳听到了医生们的夸奖 什么都没有说 到达了医院后 他就把老人交给了医院 并给医院留下了 自己的电话号码 如果还有什么后续费用的话 可以打电话给他 他会交付给医院的 并且张阳还将老人 现实的医药费都给交完了 他见现在也没有什么事了 就想离开了 他可还记得自己 和何伯谦的约会呢 现在时间花费了这么久 那家伙肯定等齐了吧 但就算自己迟到了 他应该也会谅解的 毕竟这就是力量的好处 谁让张阳拥有了 中海大厦70%的股份呢 张阳还是知道自己 一直让他们等着 也不是个事 然后他就赶紧离开了医院 开着车火速前往了天圣酒店 到达酒店的时候 张阳便发现了 酒店里已经来了好几个人了 其中大多数都是大富翩翩的 而且年纪比较大的人 看上去应该是和何伯谦同龄的 如果没猜错的话 这些人应该都是 中海大厦古灰级的人物吧 特别是其中有几个 还是张阳以前 也是在电视里比较常见的大人物 哎哟 我们打张老弟过来了 大家欢迎 何伯谦一看到张阳过来了 赶紧站起来开口说道 大家好 朝着所有人打了个招呼 然后张阳就朝着自己的位置坐了下来 张阳的位置紧挨着何伯谦 看样子应该是他特意安排好的位置 哈哈 今天可是我们特意为张老弟安排的酒席 大家不要见外 都敞开了肚皮吃 听到了没有 何大哥 何须那么见外呢 不去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小老弟 这时 一个长相特别精明的 一看就是商人的一个人开口了 这个就是我们中海大厦的新的董事长 大家欢迎 然后张老弟 我跟你介绍一下 这几个都是中海大厦的股东 刚才开口的是南海集团的袁绍峰 其他几个 想必你也是在电视里经常见到的 应该就不用我怎么介绍了吧 好了 这些人我都知道 很高兴认识大家 希望以后大家可以相处得很好 在这里 我敬大家一杯 张阳赶紧站起来 给所有人敬了一杯酒 张阳不傻 在座的人都是大佬 没准日后 还要靠着这些人帮忙呢 哈哈 张老弟 你客气了 我们这些老家伙 还要仰仗你呢 前辈 你们太谦虚了 我还只是一个年轻人 应该是我仰仗你们才对 在座的人都被张阳如此谦虚的态度 给逗得哈哈大笑 他们知道 张阳并不像他表面上那么无害 但冲他朝他们的这份尊敬 他们还是会给他好脸色的 更何况 他们的摇钱术 还是在张阳的手中呢 你永远都是最好的交接线 小老弟 你客气了 来 我们喝 哈哈 好 大家不醉不归 可能就这样不断的喝起酒来 并且相互奉承了起来 张阳也知道这些人都是表面的工程 只要给足了他们的利益 自然就会给自己一个好脸色 况且将中海大厦交还给这些管理 自己还是愿意的 坐着就能收钱 谁不乐意呢 哈哈 张老弟再喝一杯 一旁的何伯谦又醉醺醺的朝着张阳进起了酒 张阳装自己醉醺醺的 然后又再喝了一杯 开口道 行了 各位前辈了 我喝不下了 你们慢慢喝 一旁假装喝醉的张阳 在心里暗骂一群老狐狸 都想套话呢 想得美 也不看看本大大师谁会允许你们 这么容易的就套话吗 哈哈 张老弟 你果然痛快 难怪这么年轻 就这么有作为 何伯谦在一旁夸赞道 其实这话何伯谦是比较真诚的夸赞道的 在得知中海大厦的70%的股权 被张阳给收购了的时候 他已经做好了 自己不再管理中海大厦的准备 可是张阳并没有剥夺他的管理权 依旧让他管理中海大厦 这让他觉得十分的幸运 哈哈 何先生 你夸赞了 就在张阳把这句话刚说完的时候 原本看上去还比较精神的 何伯谦就倒在了桌子上 原来他已经醉了 张阳间大家都喝得差不多了 然后就结束了 这次的聚会 反正人他也大概的认识到了 应该也就没有什么事了 然后他就找了几个代价 将这几个 无论哪一个出现在中海市 都比较轰动的人物 送回了家 解决完一系列的事情之后 张阳只觉得轻松了很多 十分放松的吐了一口气 真的是太舒服了 有时候正是一家欢喜 一家愁 在张阳放松的时候 别家愁就已经开始了 在另一边的张倩 可就没有他那么轻松了 他被迈克找来的人给 得打了一顿 此时的他 正被迈克的保安 两人同时架在一边 浑身是伤 可怜兮兮的看着迈克 而迈克也是冷漠的 看着这一切 然后开口了 你是不是故意 让我得罪张阳呢 什么 你说什么啊 迈克 那就是一个摆地摊的 没有什么势力 怎么比得上你呢 其实说这话的时候 张倩是有点心虚的 其实他攀附上迈克 就是想要迈克帮他出气 好好地收拾一下张阳 在上次卧龙山别墅的时候 他就知道 张阳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 但他没有想到他这么强 连这个号称是中海大厦的继承人 都没有办法收拾他 张倩不想承认自己 在抛弃张阳之后 遇到的那些人 还没有张阳有钱有势 这让他十分地不舒服 尤其是自己后面 那么可怜兮兮地求着 张阳服和 可是张阳都不肯 这更加加剧了他的仇恨值 所以他想要报复张阳 因此才勾搭上了迈克 哼哼 还是不肯说实话嘛 迈克了一下保镖 然后把张倩的衣服给撕扯了 我说 我说 我知道张阳有一定的势力 但我不知道 他势力有这么强 我就是想让你 帮我报复他而已 其他的并没有什么 张倩一看旁边的保镖 又想对他动手了 赶紧抱着迈克的腿 就 的求饶 然后就把一切都给说了出来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迈克 你就放过我吧 原本还想着 要不要放过张倩的迈克 结果听到他的那一番话 原来自己 就是这个女人 用来当做报复的一个工具 可笑 自己居然被一个女人给利用了 听到这里 迈克更加的生气了 然后示意保镖 把他给拉出去 好好地收拾一下 然后张倩的惨叫声响彻了 整个酒店下一秒 他就晕了过去 然后保镖 过来询问迈克张倩 要怎么处理 把他迈到非洲去吧 这会不会太 迈克满不在意地 摇了摇自己的手上的酒杯 这个女人 不过就是一个普通人家的孩子 不会有什么麻烦的 就直接得处理了吧 记住处理得干净一点 是 我知道了 这些话 迈克就离开了酒店 对于今天一系列的事情 他心里还是觉得很火大 他需要去找一些女人 发泄一下 虽然他的脑子还一团乱 他需要好好地整理一下自己的思绪 一旁的保镖 并没有跟上迈克 相反他去了另一个房间 看着晕倒的张倩 露出了一个闲雾的眼神 然后就跟他的伙伴说了一下 这个女人迈到非洲去 记得处理得干净一点 然后他就离开了 他可不像你这么肮脏的一个女人 特别是还坏了自家少爷事情的女人 一旁那人在这个保安离开之后 就开始肆无忌惮地 对张家做了一些不可描述的事 反正这个女人 都是要被卖到非洲去的 不如就先好好的 让他们舒服一下 可怜晕倒的张倩 不知道自己的命运 就这样被安排了 此时正在开车回家的张杨 并不知道自己前面一职的张倩 就在今天 些莫名其妙的事情发生之后 就被处理得干干净净了 虽说他对张倩 也没有什么感情了 但他还不至于会对张倩 做出如此可恶的事情 这也怪不了别人 只能怪张倩自作聪明 最终一切都报复在自己身上的恶果吧 而且现在的张杨 已经引起了多方人的注意 幸亏有一个人在后面 帮他打扫着尾巴 主人 事情都完成了 那就好 你继续好好跟在他的身边 记住了没有 是 在一个金碧辉煌的大房间里 有两个人正在对话 其中有一个 还是张杨认识的 原来就是那个光头虎哥 不过这时这个虎哥 可不是一脸嚣张的样子 而是一副恭敬的样子 而且似乎 这两个人是帮助张杨的 如果张杨在这的话 肯定也特别好奇的 因为他难以想象 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 可以让这个所谓的虎哥 如此的恭敬 不过现在的他是 没有这个机会的 因为收尾道 这个人是不会出来见他的 不过那个人也难以想到 张杨现在居然可以 走到江中海大厦 给收购的地步 不过他 还是成功了 看来真不愧是那个人的儿子 这人在虎哥走后 就一直眼神莫测的 盯着自己桌子上的酒杯 然后对着空气 说了几句话 这一切张杨都是不知道的 现在的他 正在快要到家的路上 并不知道 中海市现在有一只大王 正在慢慢的朝着他靠近 正因为现在什么都还不知道 所以张杨正在 平平静静地过着自己的日子 不一会儿 他就到家了 将车开到停车处厂 回到家门口的时候 张杨就看见 家里亮着一盏灯在等着他 他知道这是将白雪在等着他 难得在这么晚的夜里 居然还有人为自己留灯 张杨觉得 心里有一股暖意 在躺躺地流过 这让他感觉特别的温暖 收起自己看上去 不太正常的脸色 然后闻了闻 自己身上的酒味 还有没有 不过在这么久的车程下 经过风的吹拂下 身上的酒味闻起来也没有多少了 然后张杨就慢慢地走进了自己的家里 你回来了 事情处理的都怎么样了 江白雪一看到张杨就开口问道 宝贝都处理好了 你怎么这么晚都还没有睡 下回不要等我等到这么晚了 张杨从背后环抱住江白雪 开口说道 我没事的 对了 你说的那些货物已经在网上 都帮你直播卖完了 嗯 我的小宝贝果然厉害 真好 在江白雪将那些货物卖完的时候 张杨就听到了系统里面积分的增加 看来自己制作的手工艺品 让别人帮他卖完的话 这积分还是会增加的 就是制作的话 有点麻烦 倒是真的 比较耗费时间 不过那些产品看上去都特别的逼真 都好好看啊 你喜欢吗 喜欢的话 我给你做 那些产品都是你做的吗 对啊 难道你忘了 你上回的衣服 还是你的亲亲老公做的呢 你 你讨厌 想到上次发生的事 江白雪的脸就红得不行不行的 从背后看着江白雪脸红的张杨 看着一丝红意都布满了江白雪的脖子 只觉得好笑 他们两个都已经交往这么久了 可一谈有关于那一方面的事 江白雪就害羞得不行的 而且一害羞就特别的可爱 所以张杨就特别喜欢逗他 他越是反应比较激烈的话 张杨逗他就逗得更加厉害了 这可能就是人类所谓的裂根性吧 哈哈 张杨实在忍不住 就笑出了声 这一下江白雪的脸更加红了 很想挣脱开张杨的怀抱 就在他挣扎的时候 张杨轻轻地说了一句 别动 让我靠一下 话说完 张杨就把自己的头 靠在了江白雪答备上 江白雪听出了张杨话语中的疲惫 然后就没有说话了 两个人都静静地站在客厅里 只有当事人才知道 他们内心的感受 我们只有感觉到 两人之中温馨的气氛 开始江白雪有些僵硬地站着 然后慢慢地放松下来 张杨也感觉到了江白雪身体的变化 然后就开始慢慢地不老实了起来 随后两人再一次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 一日又是一个学习的美好的一天 张杨醒来 看着还在熟睡的江白雪 心里觉得特别的满足 这样的日子 可以说是张杨以前梦寐以求的日子 以前的张杨并没有什么远大的追求 他只是希望有一个温馨的小家 而现在和江白雪的日子 就很好地满足了他以前的梦想 张杨轻了一下江白雪 然后起床给江白雪准备好早餐 就开车去学校了 路上他碰到了狮神的杰瑞 正一个人迷迷糊糊地走着 张杨从来没有看见过杰瑞这个熊样 因为在他的印象中 他的这个兄弟都是十分开朗的 每天笑嘻嘻的 很少看到他这样愁眉苦脸的样子 哪怕就是面临挂科 他也不会表现出这个样子 突然在这么一个早上 他表现出这么一个样子 这显然就是一个匪夷所思的现象 但张杨并没有开着车 直接前去叫他 因为他还不想让他的兄弟们知道 自己变得更富有的情况 然后张杨快速开车 前往到学校驻足 在门口等待着杰瑞 想与他的朋友说一下话 让他可以排忧解难 他可不想看见自己的朋友 那么一个熊样 在学校门口等着杰瑞的张杨 结果看到了一个不速之客迈克 而且迈克在经过他的时候 似乎给了他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 这让张杨觉得有点莫名其妙 因为他觉得自己和迈克并不熟悉的感觉 为什么他要向自己发出一个那样的眼神呢 对于想不通的一些问题 一般张杨都是选择选择性的忽略 反正问题堆积到一定程度 都是要他自己亲自去解决的 与其在他还没有开始时就烦恼 还不如在他发生后 当即立断的处理掉就行了 然后在迈克走后 张杨就选择性的忽略了他 过了一会儿 杰瑞就到达了校门口 他依旧失神的一个人走着 仿佛完全就没有看到张杨一样 把他当作空气一般就被忽略了 这张杨很无奈 他看着杰瑞一个人就走了 他知道杰瑞现在是没有看见他 然后他冲上前去拍了杰瑞一下 这把杰瑞给吓了一跳 顿时杰瑞朝着张杨 就是一个抱锤 哦 你难道不知道人吓人吓死人吗 我等了你那么久 谁让你一直忽略掉我 把我当作空气 要不是我拍你 你会看见我吗 杰瑞不好意思的摸了摸自己的后脑勺 一边说着 抱歉啊 兄弟 也在想一些事呢 张杨直接哥俩好的搭在杰瑞的肩膀上 你到底在想些什么 为什么一直忽略掉我呢 我再想一件人生大事 暂时不能够告诉你 等时机到了 你自然就知道了 哟 你不会是在想 有关于结婚的是吧 那有可能吗 我一个21世纪的大好青年 会这么快想着婚姻大事吗 会这么快 就想走进爱情的坟墓吗 一边说着 杰瑞还用鄙视的眼神看着张杨 不过张杨有一个方向说对了 就是杰瑞确实在想一个女人 自从昨天看见过灭绝失态的眼睛之后 她就一直在想着那双眼睛 直到现在还难以忘怀 大爷的 那你一直在想着什么 从来没有见过你这样失神的样子 哪怕就是挂了灭绝失态的课 也从来没有看见过你这样 你这样似乎有点不太正常啊 兄弟 张杨有点狐疑的看着杰瑞开口说道 我就是想洗心革面 好好学习 不可以吗 杰瑞一听见张杨的话 有些咬牙切齿的开口说道 那可能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吧 而且 你似乎很难得这么早就来学校 迟到不是一直就是 你引以为傲的风格吗 今天又是什么的情况呢 不是得罪了灭绝失态吗 今天好像第一节课 又是灭绝失态的课 不得好好表现一下 要不然的话 期末挂科 你给我负责呢 不是从来就不怕挂科这回事吗 怎么这次 你害怕灭绝失态了 这可不太像你的风格啊 越听见杰瑞的话 张杨就越觉得 杰瑞今天奇奇怪怪的 完全就不像他平日里的风格 杰瑞一直听见张杨在揭穿自己 但脸上依旧没有表现出什么 他只是大大咧咧的说 那没有听说过洗心革面 兄弟 听说过 只不过我很难相信 洗心革面这一词 可以用在你的身上而已 在话音落完的时候 还拍了一下杰瑞的头 一抱他前面给自己一个抱锤的仇 然后就跑开了 看着跑开的张杨 今天的杰瑞 还没有恢复过来 想追上前去打他 最重要的是他看见了一个 让他魂牵梦绕的一个人 灭绝失态出现在了他的眼前 看着那双被黑矿眼镜遮挡住的眼睛 杰瑞一不小心又失了神 张杨跑了一会儿 发现杰瑞始终没有跑上来追赶他 这不像他平日里的性子 然后他回头一看 发现杰瑞正失神地站在那 而他的方向 似乎是朝着灭绝失态 当下张杨就觉得有点不妙 这家伙不会是又闯祸了吧 然后张杨又跑到了杰瑞的旁边 拍了拍杰瑞 你咋了 在看什么 没什么 我们走吧 杰瑞反应过来了 但他并不想让张杨打去自己 然后就拉着张杨想离开 他担心自己看着灭绝失态看久了 就会被张杨发现一些什么端倪 到时候脸就丢大了 因为杰瑞这不正常的反应 反而让张杨觉得他是心虚的表现 觉得还是先跟他走吧 要是待会真的发生了什么事 无法受控制的话 那就尴尬了 快要到上课的时间了 对 我们快点走 然后张杨边说着话 就拉着杰瑞快点的跑走了 前往教室的路上 这一下后面的灭绝失态也看到他们了 一看他俩跑得这么快 就知道他们两个又是快要迟到了 现在的学生几乎都是这样 灭绝失态不由的感慨到 现在自己又何需要跟这些学生计较呢 还是前往教室吧 好像待会儿自己要上的课 就是他们的课吧 就在杰瑞和张杨走进教室之后 灭绝失态也跟着进入了教室 然后再一次开始了今天的课程 在一整节课上 杰瑞都特别认真的听灭绝失态讲课 尤其是一直盯着他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 看到杰瑞这么认真的样子 张杨越发觉得 今天的杰瑞十分十分的不正常 正常到就连有点神经大条的张杨也都发现了 在课上 张杨也一直用用眼神示意张杨 杰瑞这是什么情况 张杨两手一摊 表示自己什么也不知道 也跟他一样 正犯嘀咕呢 那他俩在课堂上的互动被灭绝 失态给发现了 然后一个粉笔头就是一扔 两人顿时端坐得比小学生还要整齐 其他学生看着这两个哄堂一笑 杰瑞看着扔粉笔头的灭绝失态 那双眼睛反而更加炯炯有神 让他觉得更加迷人 不过他还是一摇头 示意自己 不要再迷糊了 但是在听着课的时候 看着老师那双发光的眼睛 他又不由自主的再一次看迷了眼 这是一双多么美丽的眼睛 哪怕就是有着黑框的阻挡 杰瑞也依旧觉得十分的漂亮 他好像明白了 为什么中国古书上会描写着有关丹凤眼的故事 这丹凤眼真的是太美了 美帝让他难以用言语来形容 就想要一直看着他 不愿离开 从小到大 杰瑞就特别喜欢看别人的眼睛 只要是眼睛好看的人 他都会去主动交朋友 而他之所以会和张扬这两个傻货交朋友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他们两个都拥有着炯炯有神的眼睛 可以吸引住他 现在让他发现了一双更加漂亮的眼睛 而且还是他从小到大 见过最迷人的眼睛 现在他的心只有一个词 那就是心动心动 特别的心动 他现在最想做的事情 就是冲上讲台 拿下老师的黑框眼镜 进行了欣赏 那一双迷人的眼睛 但他知道 这样是不理智的 然后他就一直用自己的理智 克制着自己 现在杰瑞能确定的是 自己真的喜欢上了灭绝师太这个 自己曾经最怕的一个老师 但是如果认真看灭绝师太的话 其实他的年纪并不大 只不过是经常戴着黑框眼镜 穿着职业套装 而且说话比较老陈 所以才感觉 他是一个比较恐怖的长辈 这个灭绝师太可不好追啊 得想个办法 认真考虑一下 考虑再三杰瑞杰的 还是要询问一下张扬他们的意见 毕竟他们两个都是亚洲人 应该比较了解亚洲的审美 从他们那获取一点建议的话 或许能够事半功倍 这么一打定打定主意 杰瑞又再一次看着灭绝师太的眼睛入了神 不一会儿 一堂课就结束了 下课后 杰瑞把张扬两个人带到了 他们在学校经常见面的一个地方 然后就把自己刚确认的想法 告诉了他们两个 什么 你再开玩笑吧 张扬一听 直接就从凳子上站起来 然后开口反问道 而张扬也直接是把嘴里喝了的水都吐了出来 并且还吐了杰瑞一身 杰瑞自己脸上的口水 嘴里特别嫌弃的说道 杨眼 你也太脏了吧 还有脸嫌弃我呢 要不是因为你 我会治愈这么出洋相吗 张扬也说着话 便直接一个抱锤 朝着杰瑞就过去了 杰瑞抱着自己的头 十分不敢置信的看着张扬眼 难以置信他 居然敢自对自己动手 然后杰瑞可怜兮兮的开口 我不就是看上了一个女人吗 你们用得着反应这么大吗 张扬拍了拍桌子 然后坐下开口道 能知道你是喜欢上了一个女人 可是你喜欢的这个女人 太过不简单了 你到底是怎么会看上她 这未免也太肥所思了吧 杰瑞自己脸上的口水 嘴里特别嫌弃的说道 杨眼 你也太脏了吧 还有脸嫌弃我呢 要不是因为你 我会至于这么出洋相吗 张扬也说着话 便直接一个抱锤 朝着杰瑞就过去了 杰瑞抱着自己的头 十分不敢置信的看着张扬眼 难以置信他 居然敢自对自己动手 然后杰瑞可怜兮兮的开口 我不就是看上了一个女人吗 你们用得着反应这么大吗 张扬拍了拍桌子 然后坐下开口道 能知道你是喜欢上了一个女人 可是你喜欢的这个女人 太过不简单了 你到底是怎么会看上他 这未免也太匪所思了吧 一旁的张扬 也是如小鸡灼米一般准确 两人就表达了一个意思 让杰瑞老师交代 你不会是想玩人家吧 不会就因为 任老师可能让你挂科 你就干这么确得的事 未免也太那个了吧 杰瑞一听这话 直接就拍打着桌子 然后义正言辞的开口说道 你们两个的心中的形象 就这样吗 我怎么可能会干出这样的事 但是两人都是小鸡灼米一般 脸上的表情就像是我就知道是如此明显 就是一副不相信杰瑞的样子 杰瑞 看着这两个人的表情也是十分的无奈 难以想象自己在兄弟心中的形象 居然是一个 你们两个够了 我什么时候是这样的形象 不经常都这样吗 还记得前面的倩倩 还有那个红来 还有那个谁来着 还有上个月的那个叫什么名字的 特别 这身材的一个女人 我想不起来了 在一旁平静下来 心情的张扬 也慢条斯理的陈述着 十分不给面子的 就揭穿杰瑞 那杰瑞并没有被揭穿后的尴尬样子 反而一脸平静的说 你们两个到底是不是我兄弟啊 居然这样说我 难道就不相信 我会有真爱吗 我们相信你会有真爱 但你说的这个话 不觉得未免太过疯狂了吗 未免太过匪夷所思了吗 什么时候你的口味居然变得这么大 你怎么让我们 相信你会喜欢上 灭绝师太那种风格的呢 这未免也太让我们难以相信了吧 张扬也在平静一会儿后 吃着东西 反驳着杰瑞 然后杰瑞看了看张扬 也发现 张扬爷爷也是如小鸡灼米一般 就是不相信他的话 显然他附和着张扬的观点的 反正 不管你们两个信不信 这灭绝师太 我是肯定是追定了的 我从来都没有 见过拥有那么美丽的眼睛的人 他是唯一一个 我一定会追到他的 杰瑞在一旁坚定的说道 丝毫就不在意张扬两人的意见 张扬两个人相互看了一下 然后瞬间就对杰瑞动手了 强制的压制住他 然后直奔他的弱点 你最好老实交代 可不要干什么疯狂的事 要不然的话 我们两个可不会放过你的 我不就是爱上了一个人吗 你们两个要不要这么对待我 杰瑞在两个人的压制下 艰难的说道 你喜欢的那是一个普通人吗 那可是我们学校出了名的魔女教师 而且 你一个外国人居然来祸害我们亚洲人 你觉得这个天理何在 再说 哪回你都说 爱情可有哪一段 感情是持久的 就跟我前面说的那几个美女的名字 你都是玩了两三天 然后就把别人给抛弃了 现在你又说 你爱上了灭绝师太 你这是把人家老师给祸害了 那我们不就惨了吗 张阳也直接坚定的说道 显然这次 他是和张阳站在一边的 他可不会让这家伙 去祸害人家老师 还虽说 平日里灭绝师太对待他们的学习 什么都比较严厉 但不可否认 人家是一个好老师 教给他们的知识 还是比较好的 所以在这方面 张阳觉得 灭绝师太 作为老师的话 还是比较到位的 其次就是 杰瑞和灭绝师太相差那么大 两个人对爱情的价值观 肯定是不一样的 要是真就让杰瑞 去把人家的生活给捣乱了 这不就是作孽吗 感觉灭绝师太那种严肃的样子 极有可能就是没有交过男朋友的 要是真让杰瑞给得手了 然后又把人家抛弃了 这不给人家重重的一拳吗 无论是哪一种结果 张阳一想都觉得不行 这件事情太疯狂了 绝对要打断杰瑞 这疯狂的想法 要不然 事情发展到后面 无法控制的时候 张阳都能够想象到自己的悲惨结果 要么灭绝师太生气 把他们的科全挂了 并且在学校日后的生活里 针对着他和张阳也两个人 要么就是杰瑞失恋了 他俩还得陪着他到处游荡来着 他可还记得去年杰瑞失恋的时候 喝醉了酒 跑到中海大桥那边瞎晃荡 把他和张阳也两个人 吓得都要崩溃了 你们两个都不是我哥们 都不支持我 我想象你以前干的那些 都叫个什么神 你叫我们怎么支持你 就你说 可我现在已经洗心革面了 为什么你们还是不相信我呢 你觉得你有什么 可以相信的地方吗 他所作所为 实在是让我们太难以相信了 正因为我们是好兄弟 我们才了解 你那个德性 要是真让你靠近了 我们两个 岂不就是没有好日子了 不管怎么样 张阳和张阳也觉得 都要阻止杰瑞 但似乎这样 压着他也不是个办法 要不然 就在他追求灭绝师太的时候 整些小绊子 可嗨嗨 你们俩太狠了 被放开的杰瑞 十分不舒服的 嗨嗨 自己的嗓子 然后揉了揉自己的肩 实在忍不住还是说道 你确定是我们两个人太狠了 而不是你说的事情太过于疯狂了 让我们难以接受 知道我说的话 你们一时是难以相信的 不过我相信 时间会帮我证明的 会让你们相信我的 得了吧 你这话都说了不知道多少次了 我告诉你 你不准靠近灭绝师太 一旦让我们发现你就死定了 难得张阳和张阳也两个人能够同意意见 这次他们就同意意见的举起拳头 向杰瑞警告着 但是他们两个人的打击并不能够打消杰瑞的信心 对于杰瑞来说 灭绝师太的那双眼 是他这辈子都很难遇到的珍宝 所以他是不会听张阳两个人的话 他如果自己的兄弟不支持他的话 那么他就自己创造机会好了 可这回他不傻 他不会在面上说出来 依然是要暗中自己行动 然后他就开口了 好了啦 你们两个放开我了 我不会自己单独行动的 我保证 说都不说灭绝师太可以了吗 你确定吗 张阳有些狐疑的看着自己这个外国兄弟 在他印象中 这家伙可不是这么容易就会妥协的 我确定 你们两个快点放开我 我的手要疼死了 听见杰瑞这个痛苦的叫声 张阳和张阳也赶紧就把他放开了 疼也是你活该 谁让你这样吓我们两个人呢 张阳也有些震惊的 咬了一口 自己原先放在桌上的鸡腿 然后开口说道 你这熊玩意 弄得我的鸡腿都变得不香了 你记得下回陪我 杰瑞揉了揉自己的手臂 然后不服气的反驳道 你这鸡腿都是我买的 有什么好赔的 你们两个都少说一句 不过杰瑞这灭绝师太 你是真的追不得啊 他一看就是那种梁家妇女型的 如果你真的追他 闹出什么事的话 可就不好了 这姑娘可不是以前 你可以玩玩的那种 张阳顿了顿 然后又开口说道 说你和他打过那么多次交道 你也不是不知道他那种古板教真的性格 你觉得这种人 真的是你能够驾驭的吗 这可不是兄弟两个不帮你啊 实在是你们两个差距太大了 这也太过离谱了 而且别忘了你是学生 他是老师 咱们这首中海大学 可是不允许师生练的 张阳的这些话 杰瑞也不是没有想过 但他就是经不住那双眼睛的 其实他也很是苦恼 看着杰瑞那纠结的表情 张阳知道杰瑞并没有完全的放弃 必须的压住他心里的苗头 而且 你想啊杰瑞 就灭绝师太那种死板的样子 也不是你喜欢的款啊 张阳也在一旁补刀 杰瑞双手揉着自己的头 十分痛苦的说道 好了啦 我知道了 我会放弃他了啦 你们不用再说了 看着杰瑞这纠结的样子 张阳知道这刺激的差不多了 也不能太刺激他了 毕竟这家伙 好像也难得这么认真一次 行 那你们再在这边待一会儿 我那边还有事 我得先走了 这时的张阳 看了看手表 然后开口说道 原来在他劝杰瑞的时候 他听到脑海里 系统再一次颁布了任务 丁 颁布新任务 要求宿主在今天之内 前往跳躁市场 贩卖500张竹席 并且一张竹席的价钱 是888元 期限为24小时之内 一听见新任务 颁布的张阳 就在暗自吐槽 可恶 又是有期限的 而且居然还是在跳躁市场 这未免有点太难了吧 跳躁市场 何为跳躁市场 就是指 专门贩卖便宜的东西的市场 在跳躁市场市场的产品 几乎都是次品 所以价格都是比较便宜的 突然来一个888的主席 张阳可以想象自己 可能会被市场里的 大爷大妈们给围攻 但是 这是系统的任务 张阳还是要硬着头皮 去完成的 最为重要的是 这玩意 居然是要有时间限制的 看来还是要早点 前往跳躁市场 等等 你要去哪待会儿 可是有经济科要上的 难道你不上了吗 原来吃着东西的张阳 也听见张阳说要离开 赶紧开口说道 张阳十分紧张地 收拾着自己的书包 然后开口道 但是真的有事 待会上课 如果考勤的话 你们就帮我 报个道就好了 你这也太为难 我们两个了吧 你又不是不知道 经济科那个老师 可是出了名的 要考勤的 兄弟 我相信你们两个 你们两个 一定能够把事情办好的 我就先走了呀 话音一落 张阳就跑走了 看着跑得飞快的张阳 张阳也是十分吐槽的 这家伙这段时间 天天都有事 都去干啥了呀 喂 杰瑞 你说 等了许久了 张阳也没有听见 杰瑞的回答 然后回头一看 发现杰瑞那垂头丧气的样子 想了想 还是算了 果然 今天只有我才是最正常的一个人 还是把桌子上这些吃的 都给干掉吧 所以 张阳也就一直懵的 吃着桌子上的东西 然后思考着 该好怎么应付 下一届课的经济课 快速离开的张阳 并没有听到张阳也的吐槽 就算是听到他也不会在意的 谁让自己麻烦了他呢 现在的他正急着前往跳躁市场呢 他大概的看了一下手表上的时间 现在正好就是跳躁市场开放的时间 这个点前去的话 他应该可以抓到 跳躁市场两个人流量比较大的时间 至于那个经济课的话 就后面再补回去吧 所以 张阳直接跑到停车场上车 拉档 一气呵成 刷的一下 就快速的开往了跳躁市场 并且在路上 他已经让系统自动补货 将货物已经放到了车上 张阳可不想在跳躁市场的时候 才把货物拿出来 那未免就会吸引了太多人的注意 到时候 如果被某些人发现 然后夸大 其实闹出一些惊天非闻的话 那就尴尬了 特别现在是一个网络社会 随手拍一个视频 传到网上上 便是人尽皆知 而且不是少部分的人 几乎大部分人都能知道了 俗话说 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 死猪不怕开水烫 这些道理张阳都懂 做事还是要小心一点 可不能像上次那个打架视频一样流出 虽说张阳并不怕麻烦 但能够麻烦少一点的话 还是少一点比较好 如果是麻烦 自己还好 如果到牵连到家人的话 张阳一想到 就特别的头疼 到达跳躁市场 差不多是11点40分的时间 此时刚好就是跳躁市场 人流量大的一个高峰期 正好就是带爷大妈买菜的高峰期 张阳一看时间也差不多了 顿时也不慢吞吞的了 赶紧将货物摆在他提前 让朋友联系好的一个摊位上 东西一摆好 他就开始吆喝了 来来都来看看 这可是西欧进口的主席 做工十分的精良 来来来都来看看 绝对是精品中的精品 这吆喝声 一下子就解了一群群的 大爷大妈们 他们立马就查看给了 张阳的货物 一群大爷大妈们 顿时就将张阳的摊子 围得水泄不通 来来 各位都来看一下 这可都是上好的席子 保证让你们家人都睡得特别舒服 特别舒心 绝对的超值好物 别说这席子的做工还真的不错 还有这料子摸起来也特别的凉爽 一点也没有那种普通席子 那种扎手的感觉 摸上去特别的舒服 一位大妈摸完席子之后 在那边感慨道 有一位大妈特别豪爽的说 小伙子 你这席子还可以啊 怎么卖 大妈 你果然是好眼光啊 这席子可是上好的材料 精湛的手工艺制作成的 不二价八百八十八一张 绝对不亏本 一听见这话 原来比较豪爽的那个阿姨 瞬间就脸色就变了 或者你看人呢 这是什么席子 居然卖八百八十八一张 看我们一群老头老太们 就好欺负是吗 而且 谁在跳到市场 听过这么高的价钱 你是在开玩笑吗 前面张扬的摊子 还被围得水泄不通 可是现在瞬间就走了一大半的人 显然就是被张扬的价钱吓走了 还留下几个不依不挠的 在跟张扬讨价还价 大妈 这可真不是我骗你 要不是我们工厂倒闭了 我也不至于沦落到这里卖席子 这席子手工意识真的好 而且 我已经赔本再卖了 实在不能再赔了 这是我们的最低价了 好歹也给我们一点路费啊 张扬声色动貌的说着 得了吧 小伙子 你这说辞 还有你这个席子的做工 这跳到市场 不知道多少人都用过了 就你这样 还想骗我们吗 还是算了吧 姐妹们 我们走 话音一落 原来还在张扬摊子前 不依不挠的几个老人 也都离开了 看着眼前这些场景 张扬也觉得很无奈 虽然这是他 原来就设想到过的场景 可真的发生了 心里还是有一点小失落的 难道我的颜值 都卖不出这些席子吗 没办法 既然没人的话 张扬只能静静地坐在摊子上 这一下他也不吆喝了 就干脆破罐子破摔 看能不能遇到一两个伯乐 将他的竹席都给买了 不过在这跳躁市场 还是比较困难的 而且被吆喝过来的那些人 都是一听到价钱 就溜了 一想到这里 张扬还是觉得 先进观其变吧 要是实在没有完成系统的任务 到时候再看吧 反正现在还有半天的时间呢 先在这里坐一会儿再说吧 过了许久 有一个长相比较儒雅 一看上去 就很有文化的老头走了过来 这位老先生 原来就在跳躁市场里到处闲逛 想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物 然后走到张扬的摊子前 看到他的竹席 一看就特别的顺眼 如果他没有看错的话 这些竹席 都是用高瞻的记忆 给编织而成的 要不然竹席的色泽 还有他的编织的角度 是不可能这么好的 不否认老先生 这十几年来 都没有再看到 质量这么好的竹席了 这立马就吸引了他的眼光 一走到张扬的摊子前 他就直接了当地开口了 小伙子 你这些竹席都怎么卖啊 888一张 不二价 禁止讲价 张扬抬起头 看了看眼前的这位老人 扶了扶眼镜 然后开口说道 小伙子 在跳躁市场里 卖888 是不是太贵了一些呢 因为是在跳躁市场 所以我才卖这个价格 如果在其他地方的话 我恐怕会卖更贵的价格 有人听见张扬的话 眼睛似乎闪过一丝莫名色彩 88888一张竹席 对于他来说 并不是很贵 但他只是觉得 在跳躁市场买这些 会不会贵了点 可是看着眼前 这个坚定的小伙子 他知道这个应该是一个实货的人 老人也看出来了 这个小伙子卖的竹席的价值 应该不止这个价格 恐怕是因为家里出了什么事情 才选择到跳躁市场摆摊的吧 看了看摊子上的竹席 然后用手摸了摸 果然摸起来通体透凉 尤为的舒服 果然没有看错 这竹席就是用上好工艺制作成的 只是不知道 这小伙子是在哪里拿来的货源 小伙子 你的这些竹席 我都特别的喜欢 你看我把它全部买下 可不可以便宜一点 一听见蒋价张扬 第一反应也很无奈 其实他也想要把价格降下来 可是这价格是系统已经规定好了的 意思老先生 我这个竹席只卖888亿账 不讲价 我相信我的竹席值得这个价格 你不也看出来了吗 小伙子 你果然聪明 那既然这些 我就全部包下来了 不如你告诉我 你这些都是哪里来的 我对你这些席子背后的制作人 可是很感兴趣 晚上不是我不肯告诉你 实在是这位老师傅 不太想见一些外人 既然如此如此 那我也就不强人所难了 你把这些竹子竹席 都给我打包好吧 钱是扫码支付 还是现金呢 听见张扬的话 这个老人家 有点失望的说道 张扬也看出了老人的失落 但也不知道怎么安慰他 只好说 扫码支付 给 这是二维码 老人直接扫了一下 然后就把钱转给了张扬 张扬也快速的将这些竹席 都给打包好了 不知道这些竹席 你要送到哪里 原来张扬看这个老人 单独一个人在这里逛着 五百张竹席 这重量可是不轻啊 他一个老人 如何搬得动呢 于是他就开口询问了 好伙子 我的车就在跳到市场的外面 不知道你 可否方便 帮我搬运到外面的车上就可以了 至于钱 我已经转给你了 我接收到信息了 这当然没有问题 你可是我今天的伯乐 要不是你的话 我可能也没有办法 这么快就收他了呀 张扬拍着胸脯说道 那老人一付网款的时候 张扬就听到了脑海中系统的声音 丁 恭喜宿主完成任务 现已将四四万四千金额 存入进宿主的银行卡 写奖励宿主 国外石油公司 百分之三十五的股份奖励 现已发放到背包里 请宿主查看 张扬心想查看啥 每回的奖励你 不都给我颁发了吗 这有啥可查看的 总之现在的张扬特别的开心 他没有想到 自己想着想着伯乐 没想到这伯乐 还真的就来了 我还得感谢大爷你呢 要不是你的话 恐怕我的这些主席 也没有办法这么快就卖完了 跳造市场相大爷 你这样识货的人可不多 哈哈 小伙子 这也得是你的产品 足够吸引我 我本来来跳造市场 就是想来 淘淘看有有没有什么宝贝的 刚好你的主席就吸引了我 所以你不用感谢我 而且 更何况我用你的主席 也是用来赚钱的呀 老人拍了拍张扬的肩膀说道 霍良已记 至于你用它拿来干嘛 我是不关注的 不过我还是得要谢谢老爷子 你解决我的一大难题 小小年纪既有如此心胸 着实不错 老人也特别开心的说道 小伙子 希望我们下次见面会更好 希望你能给我带来一个不一样的样子 怎么样 刚才与张扬的对话 老人就发现了 这张扬是一个不简单的人物 没准日后会成为中海市的一大风云人物呢 要不前任这个老人看人的眼光是极为独到的 正好就让他看到了张扬的特性 然后张扬还真的就成为了中海市呼风唤雨的人物 不只是中海市乃至全国都是一个重要的人物 哼 老人家你说笑了 这些主席是要拿到那边吗 跳踏市场外只有一辆车停在那里 应该就是老人的车吧 张扬一看到就开口了 没错 就是那里今天谢谢你了 小伙子 没事 刚干净把主席搬到车上 然后抹了一下自己额头上的汗 开口说道 要不是你的话 我也不会这么早收摊 要是说谢谢的话 还是应该我谢谢你才对 我们两个人就不要在这边相互奉承了 我也还想再逛一逛 要不小伙子 下午你陪我逛一会儿 也不枉费我买了你这么多的竹鞋 老人满脸笑意的开口说道 张扬低着头 仔细的思考了一下 好像自己下午也没有课 卖完这些的话 也是没有什么事的 陪这个老人逛一下 也不是不可以 毕竟人家买了这么多的花 四十多万的也没给人家什么优惠 这确实不太好 好的 老人家 不知道你想要买什么呢 打定主意的张扬 直接开口道 我不知道我来这跳到市场 就想来看一看有什么值得购买的好物 现在就买了你的竹鞋 然后想再逛一下 看一下有没有其他的好物值得购买 老人思索的说道 老陆 你先把这些竹鞋先再回去吧 我和这小伙子再逛一下 是的 那我就先把他们再回去 等一下我再过来再拧 话一说完 这个名叫老陆的司机便开着车走了 小伙子 走吧 我们去看一看 老人看着张扬 漫条丝里的说道 啊 好 老爷子 今天就让我陪你逛一下 张扬跟上了老人的脚步 跳躁市场虽说次品比较多 但也不乏存在一些比较珍贵的东西 流落在这里 偶尔这边还是有一些好物的 这就是 你要来这边逛一逛的理由吗 对啊 而且你不觉得 跳躁市场人来人往 是一个极为大的市场 而且 也可以作为一个市场考核 也可以完善 你一些产品的不足之处 不是吗 毕竟跳躁市场 也是下层人民的反应 如果你是想要打开下层人民的市场 或者是想要制作一些 带有生活气息的产品 不得不承认 跳躁市场 是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市场考察 小伙子 你的观点不错 刚好就说中了我心中的想法 跟你聊一会儿天 真的可以让我毛色顿开呢 老爷子 你说笑了 我只是把我自己觉得的一些观点 说出来而已 更何况这些观点 还是你引导我出来了呢 这回这个儒雅的老爷子 并没有回他的话 而是他的手机响了 原来那个老陆 已经把竹席送回去了 然后现在已经到达 跳躁市场的门口了 最重要的是 他们家的小姐 也来接他家老爷了 哎呀 小伙子 不好意思了 我的宝贝女儿来接我了 看来下午没有办法 让你和我一起逛 做跳躁市场了 这可真的浪费了一个好机会啊 老人有些失望的说道 没事 那老爷子 我送你 说完 张扬就送这个老爷子 到了车上 可是没想到的是 送这个老爷子的时候 他还遇到了一个熟人 是你 那个女人 也是十分不敢置信的说道 你怎么会和我爸在一起 原来这个儒雅的老人 是鲁市公司的创始人鲁班峰 他这次来跳躁市场 是他往年的一个习惯 到了一定的时间 他就会来跳躁市场这边看看 有什么好物可以逃一下 然后就刚好遇到了张扬 觉得他的主席确实不错 然后就都买了 我来这自然是摆摊啊 至于这位老先生 我也不知道 他是你的父亲 张扬有些无奈的开口 在这个女人就是前面在妹妹学校门口 购买了张扬手工一品的鲁鲜 难怪他看到张扬这么惊讶 这段时间 他一直在妹妹的门口等着张扬 想看看还能不能遇到张扬 想将前面那些手工一品卖的价钱 补偿一些给他 怎么 鲜儿 你认识这个小伙子吗 老爷子有些惊讶地看着自己的女儿和张扬 他很难相信自己的女儿 居然还会认识其他的人 早知道他这个女儿可是工作狂 认识其他的朋友都是很少的 爸 他就是上回我买工一品的那个人 小伙子 原来你就是那个卖工一品的人 难怪能卖这座这么好的猪血 老爷子夸赞地说道 张扬摸了摸自己的后耳勺 有些不好意思的开口 老爷子 你说笑了 现在既然你的女儿在这 那我也就没什么事了 那我就先走了 你先等一下 一旁的鲁心儿见张扬要走 忍不住开口叫住他 原来这鲁心儿找张扬找了好久了 在他父亲吩咐下 要将那些工一品的钱还给张扬 所以他就在爱学校那边等他 不过等了好几天也没有见到他 现在也刚好凑巧 就碰见了他和父亲 或许这就是运气吧 等了许久的张扬 也没有听见鲁心儿继续说话 然后他忍不住开口了 怎么了 那个就是上回手工一品的钱 我后面把它转手给卖了 多卖了好多钱 所以我把多卖出来的这些钱 都还给你 鲁心儿有些不好意思的开口说道 不用了 我那些手工一品已经明码标价了 你卖出多少钱 那是你自己的 不关我的事 不用给我 张扬直接了当的拒绝了 钱 他现在并不缺 这突突然的要给自己送钱 看来应该是另有所求吧 自己没有必要烫这趟浑水 还是拒绝为好 小伙子 你不用这么快拒绝 我们之所以这样 是因为我们 想要问下那些手工一品 都是有谁制作的 我们想让帮你制作手工一品的师傅 去指点一下我们 我们鲁市是专门制作手工一品的公司 而且 我的这个女儿又是个工作狂 看到你那么精美的手工一品 就给吸引了 所以才如此冒昧的问你 看出张扬什么心思的老爷子 就直接开口了 他知道像张扬这种性格的人 不喜欢隐藏 还不如直接了当的说出来 这样的话 他可能还会答应 要不然的话 听了老爷子的回答 然后看着鲁西儿那期待的眼神 张扬也觉得有些头疼 他也没想到 自己做的那些小玩意 居然吸引了这些大人物的注意 但是他还是诚实的开口了 那些手工一品都是我做的 没有什么师傅 你们不用找了 怎么可能啊 鲁西儿直接就以疑问句反驳了 怎么不可能啊 你那么年轻 怎么可能做出那么精湛的手工一品 看那些手工一品的制作工艺 起码的是拥有几十年锻炼的老师傅 才能做出来的 可是你还这么年轻 所以根本不可能的 鲁西儿据理力争的说道 张扬听得有些头疼 可是那些手工一品 确实都是自己做的 然后他看了看老爷子的脸色 显然他也不相信那些手工一品 是自己做的 那你们怎么才能相信呢 这样吧 明天也是这个时候 我跟你订五百件那个产品 要先做的 如果你可以把那些产品都带来的话 我就相信这些都是你做的 鲁西儿听到张扬的问话 就直接开口了 原来那些产品鲁士的高级技师 都看过 这做工精细 应该要花费的时间都比较长 现在就算张扬去找那个老师傅做的话 应该也来不及了 想必这样就可以证实 这些东西不是张扬做的 张扬想了想 反正自己都有全能技术 做几个手工一品 根本就不是什么男士 而且这五百个 貌似这个小妞都会购买 五百个的积分可不少啊 卖完的话 应该就可以抽一次奖了 想到这里 张扬就觉得并不亏本啊 然后就开口了 好 明天也是这个点 我把产品给你们带过来 到时候 你可不能反悔 你可要把我的产品都给买了 听到张扬的怀疑 鲁西儿也是有些无语 难道自己堂堂鲁士的总经理 还需要骗他一个摆地摊的吗 老爷子似乎也看出来 自己女儿的尴尬 然后他开口了 小伙子 你放心 我们不会骗你的 只要你把货拿过来 我们都会给你收了的 你就放心吧 不管怎么样 我老人家 还是在意自己的面子的 既然老爷子都这么说了 那我就相信你们 明天不见不散 说完这话 张扬就离开了 显然不想要再多搭理这父母俩 他可要快点回去 把这五百件手工一品都给做了 虽说有全能技术的支持 可是还是需要一点时间的 他需要回去 赶紧都把它给制作了 看着离去的张扬的背影 鲁西儿不由自主地开口了 父亲 你说那些真的都是他做的吗 明天不就知道了吗 你又何必想那么多呢 可是 老爷子看着自家女儿 迟疑的那个样子 温柔地摸了一下他的头开口 不要想那么多了 上车吧 你不是来接父亲的吗 对啊 被张扬一打岔 我都忘了 鲁一给你做了好吃的 让我过来接你回去 好 那我们就回去吧 老爷子温柔地看着自己的女儿说道 鲁西儿直接扶着自己的父亲上车 然后就让老陆开车 两妇女温馨地就回家去了 老陆 你待会儿顺路 我们去吧 二小姐一起接回去 她应该也想念鲁一了 好嘞 小姐 我知道了 二小姐肯定会很开心的 老陆开心地回应着 不过这次 鲁西儿便没有再说话了 她只是一直想着 刚才张扬的样子 觉得她特别的欠揍的感觉 怎么可能呢 一旁的老爷一好像也看出了她的想法 但是什么都没说 车上的老爷子看着在一边沉思的女儿 然后开口了 你对张扬那个小伙子是什么看法 刚开始听到父亲问话的鲁西儿 还有点迷糊 他也没有想到自己的父亲居然会向自己提问张扬 但还是认真地开口了 她是一个有能力 但是也有一些自大的一个男的 感觉她的身上似乎都是迷一样 那么我倒是不觉得 没准她会给你一个惊喜的印象呢 父亲 难道说天机不可泄露 你日后多与她交往一些吧 从她身上 你应该会学到很多东西 鲁老爷子故作神秘地说道 鲁西儿也没有想到 自己的父亲居然能给张扬这么高的评价 不由自主地对张扬就更加好奇了起来 因为在她的印象中 张扬不过就是一百摊的一个男的 之所以关注她 也不过是因为那些工艺品 可是现在父亲居然对她有如此高的评价 看来还得对她改观一下才可以 我有何须想那么多呢 还是先看一下 她明天能否带来那些精美的手工艺品吧 但就是带不来 看在父亲的面子上 她也不会多说什么的 这样一想 鲁西儿就不烦恼了 反而想着 待会儿要怎么和自己的开心的相处 毕竟梁姐妹也好久没有见面了 话说起来 还真的有点想念小丫头呢 一想到自己的妹妹 鲁西儿嘴角不禁微微弯起 老陆 是不是快要到家的学校了 老爷 你放心 等一下就到了 父亲 你看那边不是家吗 我看看 还真的是那个小丫头 在鲁西儿手指着的方向 就可以看见一个绑着双马尾的可爱女生 正在和一个短发俏皮的小女生 两个人正在交谈 似乎说到了什么好玩的事 两个人都笑得合不容嘴 看见这么放松的妹妹 鲁西儿的心情也是特别的好 瞬间就把张扬的事 抛在了脑后头 不得不说 这鲁西儿也是一个媚控 此时的鲁家 还没有注意到自己的姐姐和父亲 正在车上看着自己 正开心的和张兴交谈着呢 正在讨论着 今天课堂上生物老师那有趣的行为 原来今天的生物课 是人体实验课 生物老师在讲授一些 有关人体的相关知识 然后一会儿 学生就开始活跃了起来 然后今天班上的生物课 活跃得有点过头 弄得这两个小姑娘 觉得生物老师的反应 都特别的好玩 直到下课了 两个人讨论着 生物老师还是一直笑得合不拢嘴 在两个人讨论得可开心的时候 鲁西儿发出声音 叫了一下鲁家 家 这下听到家 鲁家就反应过来了 自己的姐姐在不远处看着自己 她赶忙摇手示意 自己听到了 然后她发现 姐姐站在旁边的车子 是父亲的车子 这下她意识到 父亲也来接她了 然后她就有一些失落 夹杂惊喜的开口说道 星星 我姐姐他们来接我了 我就先走了 你自己一个人小心一点 张星大大方方的回答 我你还不知道吗 你快去吧 别让你的姐姐等着了 那我也就先走了 嗯 话音一落 鲁家就跑向了自己姐姐的方向 她对于自己的父亲和姐姐 一起来接自己是特别开心的 因为他们一家人 能聚在一起的日子比较少 姐 你们两个今天怎么有空来了 鲁家特别兴奋的 对自己姐姐说 今天到了你们学校附近 然后差不多也是你放学的时间 所以我们就过来接你了 而且今天鲁姨做了很多好吃的 好多都是你爱吃的 鲁仙摸了摸自己妹妹的头 开口说道 家 一听见这声家 鲁家就赶紧冲进了自己父亲的怀里 父亲 我好想你啊 哈哈 我也想你啊 走 我们一起回家吧 鲁家这边一家三口都特别的温馨 此时的张扬正在忙着赶回卧龙山别墅 他已经让系统准备好了 那些工艺品的制作材料 此时 他的车上都是一些制作原材料 虽说制作这些东西的时间要比较长 但在一天之内 张扬还是能够完成的 更何况 他也没有忘记 今天是他回家的日子 今天妈妈应该做了很多的菜给他 而且他还想趁着今天的机会 把姜白雪带回家 给自己的父母认识一下 认识姜白雪这么久了 他早就发现这个姑娘是一个特别没有安全感的姑娘 而且相处这么久了 他觉得这个女孩挺好的 一点也不物质 介绍给自己的父母认识 也是可以的 这样也可以给他安全感 也可以让两个人的关系更上一个层次 如果自己没有猜错的话 姜白雪这个性格 应该可以和自己的妹妹成为很好的朋友 毕竟妹妹最喜欢这种性格好 而且长得又漂亮的小姐姐了 不过在回家的路上 张扬就给姜白雪打电话了 让他好好地打扮一下 然后说是带他去约会 并没有把事情告诉他 实际上是想要给他一个惊喜 在张扬快速飙车之下 不一会儿就到达了卧龙山别墅 一回到家 他就看见了穿着红连衣裙的姜白雪 虽说这条裙子是张扬自己制作的 但是穿在姜白雪的身上 真的特别的美 这都看了几回了 张扬还是看呆了眼 看着在那边发呆的张扬 姜白雪有一点害羞 你在那边发什么呆呢 张扬回了回神开口说道 这不是我老婆太美了 看我老婆看得太入神了吗 够了 你不要平了 你又不是没看过我穿这条裙子 我当然看过了 每回看你穿这条裙子 我都有点忍不住想受欲大发 够了 你不要再说了 你不是说要出去约会吗 什么时候出去啊 我把车上的原材料给分好 然后等一下就带你出去 好 其实对于这次约会 姜白雪还是比较期待的 可以说这次约会 是两个人确定关系以来 比较正儿巴金的一次约会 至于搬东西这种事 张扬还是不想要麻烦姜白雪雪 这个漂亮女孩的 然后她就自己从车上 慢慢的将些东西搬下来 之所以要选择轻力轻微 就是她不太想把系统暴露出来 虽说现在和白雪的关系 已经确定下来了 但系统这个事情说起来 还是太过荒诞 张扬暂时还是不想要让姜白雪知道了 看着一旁轻力轻微的张扬 不断的从车上搬下来 许多奇奇怪怪的零件 姜白雪还是挺好奇的 姜白雪是想要帮忙的 可是自己穿着这一身服装 不太适合搬货 又加上张扬 直接阻止了她的帮忙行为 所以姜白雪便没有帮忙 只是在一旁看着 你这些都是什么东西啊 感觉好像是要做什么精致的小物件一样的 搬着东西的张扬 腾出一只手 刮了刮张白雪的鼻子 真聪明 这些就是用来做一些精致的手工艺品的 今天有客人在我这里预定了货 要500件的产品 所以在明天中午之前 我要把这批货物做好 然后交给人家 还是第一次张扬跟自己说一次 有关于他摆地摊货物的事 可是一想到要明天中午之前交出去 姜白雪还是忍不住开口了 这样的话 我们待会还要出去吗 出去的话 会不会时间就不够了 就不够 让你完成这500件的产品了 放心 你也不看看 你老公是谁 要是不够时间完成的话 你觉得我还会提出 带你出去吗 听见张扬的话 姜白雪立马就放松了 他知道自己的男人 不是一个说空口白话的人 既然他说这些可以完成 那么就可以完成 因为在姜白雪的认知里 只要张扬说 能够完成的东西 就没有失信过 那好 我在旁边等你 在一旁 等着张扬的姜白雪 给自己补了一下口红 意图上口红 越发称的他敷白帽雪 看上十分的有活力 也是那粉唇看上去Q弹Q弹的 特别像果冻 让人有一种想咬上去的冲动 想可不是一个 容易克制自己的人 看见自己的女朋友 如此冒昧 然后他就实在忍不住 上去亲了一口 这可把姜白雪给弄懵了 然后他跺了跺脚 哎呀 你干嘛呢 只是看你实在是 太好看了嘛 实在忍不住了 就偷亲一口 你够了呀 看着有点气急败坏的姜白雪 脸上的红意 已经蔓延到了耳垂上了 看起来粉诺粉诺的 超可爱的 张扬一看就知道 不能再逗弄下去了 再逗弄下去 他就该生气了 然后张扬就赶紧跑开 装作认真搬货的样子 姜白雪抬起头 看见张扬认真搬货的样子 有种想揍他一顿的冲动 不过还是忍住了 张扬克制自己 不让自己看向姜白雪 然后想着 今天系统颁发的那个奖励 似乎是外国石油公司的股份 但距离自己太远了 现在的自己是没有办法前去管理的 还好 系统的服务比较齐全 股份是由代理人控制的 而且 那些外国石油公司的人 暂时是查不到自己身上的 所以现在的自己还是比较安全的 不过张扬不知道的是 外国石油公司的掌权人 查到了一点有关于他的消息 然后已经让他的爱女菲尔巴特 前往中国了 而且 目的地就是中海市 看来张扬又有的一番事情要做 但是现在的张扬正在认真搬货 不一会儿就将原料搬回了家 等事情处理的差不多的时候 他就带着姜白雪 前往了回自己家的路 看着路上的街道越来越小 姜白雪不禁有一丝 好奇着 张扬是要带自己去哪呢 虽说心里十分好奇 但是看着张扬认真开车的模样 姜白雪又不太好意思询问 两人都不发出声音 顿时就让整个车内的空间 陷入了一种静慕的状态 后面还是张扬开口 打破了这份安静 我带你见我人生中 几个比较重要的人 待会儿你可要不要紧张哦 好好表现 啊 听见张扬话的姜白雪 是有些惊讶的 他不知道 对于张扬重要的人到底是谁 不仅对此有点好奇 他莫名的有些羡慕 能被张扬如此重视的人 原本正在开车的张扬 其实一直都在暗暗的观察着姜白雪 看着他那个想问 又不敢问的可爱样子 不经玩耳 等一下 你就知道了 我想你肯定会喜欢他们的 好 姜白雪回完这句话 顿时又不说话了 然后车内又回到了一开始 那种安静的状态 不过张扬也不在意 他觉得 现在这车上 就让姜白雪好好地休息一下 因为待会儿回到家 才是姜白雪要好好发挥的时候 一想到待会儿 姜白雪可能有的紧张行为 张扬就不禁想笑 但又怕吓到姜白雪 然后忍住了 这一会儿 姜白雪就看到张扬 把自己带进了一个 充满生活气息的一个小区 在小区的里面有许多的大爷大妈 正在坐在亭子里 摇着菩萨 开心地闲聊着 再看到张扬的车子 进入到小区后 显然那些大爷大妈们 就聊得更加的热火朝天了 看着眼前一番场景 姜白雪也是有些好奇的 因为在他以前的人生中 他很少碰到像这个小区 这么热情的人了 一会儿 张扬就把车停在了一个 看上去比较陈旧的一个房子门口 然后示意姜白雪下车 学一下车 就经将张扬特别热情的 和那些大爷大妈们交谈 哟 小杨 这是带女朋友回来了吗 没错 张大妈 你看我的女朋友 是不是特别好看 真不错 小杨 你这女朋友长得真好看 看着大妈都心动了 别见啊 大妈谁不知道 你是小区里的一把好手 可不要抢我的女朋友 得了吧 我可不敢抢你的女朋友 要是抢了你的女朋友 我家老头还不得把我给抓回去 哈哈 大妈 你说笑了大姐 何止是把你抓回去 可能三天三夜都不让你出门吧 那大爷大妈们调笑道 你们都够了 看看你们这些虎狼之气 把人家小姑娘都吓到了 那小脸红的哟 真的就像一个红彤彤的苹果 张大妈看着在一旁害羞的江白雪 忍不住的开口说道 哈哈 小杨 赶紧把你女朋友带进去吧 你妈妈 她们都等心急了 这话一出来 傻子都知道 张阳是把江白雪带回家了 白雪听着这些大爷大妈们 和张阳的对话 脸都羞红了 感觉到 似乎有人拉了一下自己的遗兽 然后低头一看 是江白雪拉着自己的衣袖 并且还看见江白雪那责怪的眼神 似乎在控诉她 要带她回家都不告诉她 弄得她都没有一丝的准备 好了 大爷大妈们 我就不跟你们聊了 我这就把我家女朋友带回去 要不然 她非得被你们说的给羞死了 话音一落 张阳就带着江白雪慢慢的走进门 远处传来大爷大妈各种声音 哈哈哈哈 小阳 你就赶紧把你家女朋友给带回去吧 小阳的女朋友 长得还真是好看 瞧那小脸通通的真不错 两个人真的很般配啊 那是小阳长得也好看 个子也高 这两个人站一起 确实不错 整一个郎才女貌 哈哈哈哈 对 在紧张中的江白雪 慢慢的跟着张阳的步伐 并没有认真的 去听那些大爷大妈的话 此时的她心脏正不停的跳动着 她有点害怕 张阳的爸妈会不喜欢自己 不过张阳似乎看出了江白雪的紧张 她用手握着江白雪的手 仿佛要让自己的体温传递江白雪 这样就能够让她不紧张 江白雪看了看张阳 然后发现张阳给她一个安慰的眼神 让显然是要让她不要紧张 用平常心面对就好了 江白雪做了一个深呼吸 安慰自己不要紧张 然后就让张阳把门打开 你们江白雪就看到一个短发的妙龄女子 正在端菜 而且这个小姑娘长得特别的可爱 眉眼间似乎还与张阳有一些相似 一看可能就是张阳的妹妹 在端菜的张鑫 看到自己的哥哥带了一个漂亮的小姐姐进来 也有点惊讶 不过她还是赶紧把菜放下 然后甜甜的打了一个招呼 小姐姐好啊 江白雪有些聚谨的回答 你好 不过张鑫似乎看出了江白雪的尴尬 然后上前挽住了江白雪的胳膊 姐姐 你就是我哥哥的女朋友吗 你长得可真好看 你长得也很好看啊 听见江白雪的话 张鑫开心的直舞着嘴笑 不知道自己的哥哥 是从哪里勾搭了一个这么可爱的小姐姐 长得好看 脾气也好 虽说一开始见面有一点拘谨 但也可以看出来 这个姐姐的性格 可比张鑫那家伙好一万倍 然后张鑫就大声的喊叫了起来 你们快过来看一下 哥哥带女朋友回来了 而且长得特别漂亮 听到自家女儿的话 然后张副和张母都出来看江白雪 果然就跟他们女儿说的一样 这姑娘长得特别好看 而且似乎还有一点小紧张 小脸透红 看见出来的张副张母 白雪有一点小紧张 但还是弯了个腰 然后开口问好 阿姨你们好 我叫姜博雪 我是张阳的女朋友 今天有点小匆忙 然后就给叔叔阿姨们准备了一点小礼物 希望你们笑哪 张母特别大方的说道 好孩子 来就来嘛 带什么礼物 等等 空气中是不是有一丝烧焦的味道 张阳似乎闻到了什么味道 然后开口说道 张母猛的拍了拍自己的头 然后说了句 哎呀 都怪我 我锅上还有个菜呢 哎 你们先聊 我先把菜给做好 看着张母这特别自然的动作 姜白雪顿时就不觉得紧张了 反而觉得张阳的父母特别的可爱 特别是旁边的丈夫 还一脸宠溺的看着自己的老婆 一旁的张心开口了 小姐姐 你不要介意啊 我妈妈就是那样的性格 淑女 我妈做菜可好吃了 今天的你可是超有口福的 真的吗 那我可要大快朵頤了 早就听张阳说过 她妈妈做菜特别好吃 一直都想吃来着 今天有这机会 我肯定会吃到饱饱的 一旁的张母端着菜出来 刚好听到了姜白雪的话 然后开口说道 哈哈哈哈 那你今天可幸运了 见菜上的差不多了 然后大家就各自入座 一入座 张母就加了许多的菜 到姜白雪的碗里 看着这个漂亮的女孩 张母是越看越喜欢 那孩子 你多吃点 这道菜也是我的拿手菜哦 好的 伯母 你做的菜 真的是太好吃了 哈哈哈哈 好吃 你就多吃点 不一会儿 姜白雪的碗里的菜 就堆得跟小扇一样高 但是姜白雪一周 认认真真地吃着 因为这家里的菜 对于她来说 真的是很美味 一旁的张心 忍不住开口了 妈 你够了 您看小姐姐的碗 都堆得跟小扇一样高了 张母接一个筷子 就砸了过去 你这丫头 你就吃你的 吃完了好好学习 先摸了摸自己的头 嘴里不服气地说道 妈 你就是偏心 我哪里偏心了 我不一直都一视同人吗 你快吃吧你 看着眼前这对母女 温馨的相处 姜白雪也觉得特别的温暖 而且 她也没有想到 自己可以得到她父母的喜欢 看着自己碗里 如小山一般的饭菜 姜白雪吃得特别的开心 好了啦 妈 好好吃饭啊 一旁的张扬 看着自己母亲 欺压自己妹妹的行为 也是看不过去了 然后开口说道 你们俩兄妹也是够了 快吃 小雪 你不要介意啊 来来来 多吃点 但面对着姜白雪的张母 下一秒 脸色瞬间就变了 那就知道 她特别的喜欢姜白雪 在张家母亲的地位最高 几乎全家人都听母亲的 只要母亲喜欢姜白雪 那么他们全家都喜欢姜白雪 看着张母的变脸 姜白雪觉得 张母也是特别的可爱 还有刚才小妹的开口 她也知道 她是看出自己吃不了那么多 然后才开口阻止张母的 感觉到张家人对自己的关心 姜白雪只觉得心中暖一躺躺流过 姜白雪大口的吃着 嗯 真好吃 我会多吃的 谢谢伯母 这样五个人一起度过了一个愉快的晚餐 尤其是在餐桌上 姜白雪逗的张母一直笑着看 看着眼前特别开心的老婆 张富对姜白雪的态度也有了不少 一旁的张鑫也是十分喜欢听这个姐姐说话的 尤其是看到她能让自己的母亲这么开心 张鑫也是越发的喜欢姜白雪 一旁的张阳看着自己的女朋友 被自己的母亲和妹妹霸占了一个晚上了 然后她看时间也差不多了 时间也差不多了 今天我可要把我的小可爱带走了哟 你们可不要想我哦 哥 这么快就走吗 我有点舍不得小姐姐啊 看着即将要走的哥哥和嫂嫂 张鑫有一点舍不得 特别是今天一看到姜白雪 张鑫就觉得特别的舒服 特别是和她交谈之后 更是有一见如故的感觉 这会儿张阳要把小姐姐带走 心里顿时就不舍得了 一旁的张武 听见张阳要把她的女朋友给带走了 心里也是不舍得的 一脸仇恨的盯着自己的儿子 然后抱着姜白雪的手 就是不想让她走 自家妹妹和妈妈的反应 张阳也是很无奈 她也没有想到 姜伯轩能这么的讨他们两个人喜欢 本来她还以为要费一番波折呢 结果吃一顿饭 就让两三个女人的关系这么好 这真的有点出乎她的意外 好了 妈 我下回再带小雪过来 跟你们一起玩 这时间也差不多了 我们也是真的有事 所以要走了 听着自家儿子的话 张武也知道自己儿子是真的有事 然后恋恋不舍地放开了姜白雪的手 真的呀 那你下次可要带小雪再来看我们 阿姨 你放心吧 下次我一定会和张阳一起回来看你们的 就算张阳不带我 我也会自己来看你们的 姜伯雪在一旁安慰着张武说道 说真的吗 今天姜白雪的话 张阳的母亲就两眼泛着金光 真的啦 那好 妈 那你们离开吧 关系说完 张母三人就送着姜白雪和张阳离开 直到他们的车开得挺远了 他们还在远处 一直看着张阳和姜白雪的车 直到后面实在看不见了 张父就让张母和张星两个人回去了 不要再看了 下回他们还会再来的 张父也没有想到 只不过是来吃一回饭 姜白雪能够让张阳的母亲和妹妹都这么喜欢 这显然也是有点出乎她的意料了 不过这姑娘确实也挺不错的 也难怪自己的老婆和女儿会喜欢上她 用年轻人的话 就是这姑娘挺对 他们一家人的口味 长得好看 而且说话也比较有礼貌 也懂得如何照顾人的情绪 是一个不错的女孩 看来张阳找女朋友的眼光还是可以的 不愧是我的儿子 路上张阳开口了 今天还得多谢你啊 要不然的话我也没有这么好的待遇 想想离开的时候 母亲和妹妹依旧恋恋不舍 特别是母亲直到上车的时候 还不愿将姜白雪的手放开 直到她再三提醒 然后才才恋恋不舍的把手放开 从小到大 她都没有经历过这么隆重的送别仪式 今日还多亏姜白雪 她才能够这么荣幸的感受到 看来姜白雪真的是很让母亲喜欢 不过姜白雪能够让母亲和妹妹这么喜欢 也是出乎她的意料的 但总是好的 毕竟是自己看上的女人也能够让自家人接受 这样张阳也是很开心的 我还想谢谢你呢 要不是你的话 我也没办法认识伯母和张兴 他们两个人真的很好 我也很喜欢他们 话说起来我还真有点舍不得离开他们 姜白雪看着窗外慢慢的说道 嗯 下次我再带你来看他们 下次你了就不会单大了吧 嗯 雪一直看着窗外 然后淡定的回着张阳的话 现在她的内心百感交集 她很感谢张阳带着她去见她的父母 也很感谢让她认识了那么可爱的张母 这让她对和张阳在一起有了更多的信心 然后她还是忍不住的开口了 张阳 谢谢你 谢啥 难道忘了你是我的谁吗 张阳满不在意的回答 看着张阳那一副样子 并且听见她的回答 姜白雪知道 她什么都知道 既然这样的话 她就不想多说什么了 因为她知道张阳什么都知道 如果你真的要感谢我的话 那就一边说着 张阳还用特别奇怪的眼神 看着姜白雪 但不知道为什么 姜白雪瞬间就懂了 然后她用手指着张阳 你 你 你 够了呀 我不理你了 姜白雪就扭过头 一直脸红的看着窗外 不想要再搭理张阳了 本来车里还是感动的氛围 瞬间就被张阳的一番话给破坏了 张阳看着姜白雪那别扭的行为 也没有说什么 只是认真的开着车 现在她可要赶回去 把那几百件工艺品给制作完 要不然的话 明天就赶不上货 至于姜白雪 她自然明白她的用意 现在也不能再逗她了 再逗她 按照她的性格 恐怕就真的要跳到车外 好了 宝贝 我不逗你了 我们现在赶紧回别墅那里 把人家的产品给制作完吧 话音一落 张阳就快速的开着车 就前往了卧龙山别墅 路上自从张阳说了 要回去制作那些工艺品的时候 姜白雪就不想说话打扰她了 因为她知道制作工艺品是需要计划的 刚才回家那么久 看她那么开心的和家人相处 应该还没有怎么构思 所以 她想要把车上的时间都留给她构思 干脆就不说话打扰她了 姜白雪认识很多制作手工艺品的朋友 她印象中 她和她那些朋友 在制作这些东西的时候 都是特别认真 而且都需要提前认真构思好 虽说张阳前面可能就制作过这些东西 但她还是不想打乱张阳的思绪 而且从张阳现在开车 开得这么快回去的鸭子 她就知道现在张阳急着要把那些手工艺品给完成 怎么了 怎么不说话了 一旁的张阳等了许久 都没有听到姜白雪的回复 不担心自己多说话 然后打扰了你构思的思路吗 你想多了 亲爱的 你可是我灵感的谬思 你多和我说一下话 待会我会做得更漂亮的 在一旁调皮的说道 她不想让姜白雪一直处于思考的状态 因为她知道 如果让女人一直思考的话 就容易让这个人胡思乱想 是吗 以前怎么没有听见你说过这么甜的话 在张阳气氛的调节下 姜白雪特别开心的说道 以前那不是你不是我家亲爱的吗 现在你都是我家亲爱的了 当然得天天的对待你了 张阳一边说着 还想凑过来亲姜白雪一口 姜白雪一看见张阳这开车的胡闹行为 就给了她一个抱锤 给我好好开车 要是待会儿 咱们两个车毁人亡 你就知道错了 哎呀 你就这么不相信你老公的技术吗 交通法须知 安全驾驶 在交通面前 人人都必须遵守 听见了没有 不可以再胡闹 看着一本正经的姜白雪 张阳不禁觉得有些好笑 这是第一次姜白雪在张阳面前摆出这么一副正经的样子 这步游让张阳觉得有点新鲜 好了啦 遵命老不大人 看你老公给你展示一手技 啊 你要 就在话还没有说完 张阳突然猛的一踩油门 飞快地朝着卧龙山别墅的方向前进 速度快地让姜白雪一直握着车把手 吓得不敢说话 只能一直惊恐地看着眼前事物的不断消失 白药后面的话都给吞了进去 张阳知道自己前面已经缓解了姜白雪那种感动的情绪 然后她想让她体验一不一样的她 然后就在全能技术的加持下 突然猛踩油门 不一会儿 两人就到达了卧龙山别墅 在清过卧龙山别墅的大门的时候 前面的保安并已经认出了张阳的车 然后直接放开大门 就让她离开了 保安也只是看见闪电一般的速度 然后整辆车就消失了 卧龙山别墅的保安也不由得在后面感慨 这有钱人就是会玩 这开车都是开的不一样 特别的帅 张阳便是直接踩着油门 就到达了家门口 此时的姜白雪还坐在自己的座位上 惊魂不定 毕竟刚才张阳开的实在是太刺激了 这是他有生以来从未体验过的 好了 到家了 我们下车吧 张阳特别轻松的说道 看着眼前有些惊魂未定的姜白雪 张阳不是不心疼的 可是他想要让姜白雪接受这样的她 因为在系统的帮助下 为了张阳可能会拥有各种各样的麻烦 而要站在她身边的女人 必须有可以 陪伴她的能力 要是如果连这最基本的能力都没有的话 她觉得 有可能姜白雪以后不会选择继续留在她的身边 与其日后突然给她一个刺激 还不如自己亲手慢慢的让她适应 那 那 那个 到了 那 姜白雪依旧坐在座位上 磕磕绊绊的说道 仿佛意识都没有 从刚才飙车的刺激中恢复过来 到了 来我带你出去 张阳边说着 一边就把姜白雪抱了起来 因为她知道 在这么的刺激下 一时半会 姜白雪是反应不过来的 这样的话 还不如自己把她抱回家呢 感受着自己手上的温香软郁 张阳就觉得特别的开心 她很感谢姜白雪来恩她的生活当中 如果有不是有姜白雪的出现 恐怕她也没那么容易 就接受一个新的人 就没有那么快 能够完全的忘记张倩 那个 那个 你下回不要来那么快了 就算你要开那么快 也必须 我在 你身边 听到了没有 被张阳抱着的姜博雪 磕磕绊绊的说着 张阳听到姜白雪的话 忍不住就想笑 但没有想到 姜白雪能够在这么害怕的情况下 还要提说 如果飙车的话 必须要她在身边 这不由得让她抱住姜白雪的手 又紧了紧 好 遵命 老布大人 小的这就把你搬回去 张阳开心的大肆的笑着说道 你别平了 我跟你说正事呢 姜白雪有点害羞的 拍着张阳的胸脯说道 那不正经了 我一直都是一个很正经的人 今天一天也忙坏你了 我赶紧把你抱回房间 你好好休息一下吧 在张阳的打岔下 姜白雪忘记了 刚才飙车的刺激 只是姜投进了张阳的怀抱当中 我身上的心跳 还是在猛的舔我动的 毕竟一时半会儿这么刺激 一下子也是比较难以接受的 但心情已经在慢慢的平复了 过了一会儿 张阳就把姜白雪抱进了房间中 然后让她一个人先休息 她就去把那些手工艺品给制作完成 明天也好 把她交给客人 姜白雪就像看着襄阳 一步一步的离开自己的房间 仿佛有点不舍 像要叫住她 但又知道她有正事 然后又忍下来了 老婆大人 你早点休息 可不要想我 就快要走出房门了 张阳仿佛看出了姜白雪的心事 突然回过头来 调笑着说道 姜白雪一听到襄阳的话 直接就拿起自己旁边的枕头 就砸了过去 张阳赶紧跑开了 张阳一边跑 还一边说 老婆大人别生气 小的这就告退了 跑开的张阳 还不忘记交房间门的门关好 姜白雪只是觉得特别的放松 好像今天晚上 一直都是张阳在照顾着自己的情绪 想到这里 姜白雪的心里 就不由得躺过一丝丝的暖意 这是她第一次感觉到 原来还有人这么重视自己 在确定张阳已经离开了的姜伯萱 在床上不由得打着滚 不断地想着这今天发生的事 今天她特别开心 尤其是认识了张阳的母亲和妹妹 这两个人也让她特别的喜欢 感觉跟他们有一见如故的感觉 话怎么说都说不完 如果不是张阳提出要离开的话 她想她应该会彻夜多于这两个人交谈 哪怕就是不说话 听着他们两个人说话的话 姜白雪也是觉得特别开心的 这是在张阳妈妈的身上 她感觉到了母爱的感觉 这是她在自己的母亲身上 是从未感觉到过的 她很开心 自己遇到了张王 通过张阳 她遇到了许多自己以前都没有遇到过的事情 而且只要自己一碰到困难 张阳就会帮助自己 想着想着 姜白雪又不由自主的在床上滚了滚 不过这时姜白雪就觉得眼皮特别的困 由于回到了自己熟悉的房间 又加上今天下午 一直都处在比较惊喜的状态 然后这时姜白雪仪忍不住眼皮开始打滚了 然后姜白雪就睡着了 原本离开房间的张阳 还想进房间问一下姜白雪 要不要再喝一点东西 结果一进门就发现 姜白雪已经睡着了 然后小心翼翼的给她盖上了被子 慢慢的走出了房间 不想打扰 已经睡着了的姜白雪 回到客厅的张阳就开始慢慢的着手 组装着明天需要交给鲁西儿的工艺品 今天晚上可是一个大工程啊 张阳喝了一口咖啡 然后就开始动起手来了 另一边的张家在儿子走后 气氛也是相对有所改变 特别是张母和张星 两个人都眼巴巴的望着张阳离开的方向 他们尤其不舍得姜白雪的离开 这么一个漂亮 而且又爱听他们说话的一个姑娘 实在是太可爱了 要不是看在张阳有事的话 他们真不想要让他们离开 看着老婆和自家女儿的样子 张富也是实在忍不住了 他也知道姜白雪挺好的 但让自家老婆忽略了他这么久 他就不由得有些吃醋 然后酸溜溜的开口了 你们两个够了 要不要人家离开这么一会儿 就这么茶饭不思的 这是女人的情谊 你一个大男人不懂得了 不要再瞎说 张母有些嫌弃的看着自己的老公说 对啊 爸 你不懂得了 张星在一边也不满的说道 一旁被老婆嫌弃了张富 结果在下一秒 又被自家的女儿给嫌弃了 立马就给了张星一个抱锤 显然是不想让他再说话了 你赶紧回房间去学习 不要再在这边瞎抖乱 张星摸着自己的头 有些愤愤不道的说着哼 就知道欺负我 真是的 一边说着的张星 一边慢慢的回到自己的房间 因为他知道 现在时间也是挺晚的了 也该需要学习的时候了 他就不打扰自己的父亲了 再说他也不想再经历一个抱锤 看着被自家老公整治的女儿 张五也觉得特别的好笑 顿时就从江白雪离开的 不舍情绪中恢复了过来 不要对小星这么凶了 你这样弄他 小星以后他不理你哦 自家老婆的话 张富只觉得有点哭笑不得 要不是因为他刚才这么刺激他 他也不会像对待女儿啊 待在这里充劳好人 弄得他不由得有种手痒痒的感觉 可是在自家老婆的 之下又不敢说什么 他可不想要跪搓一板啊 老婆 你这样好吗 这有啥不好的 不过我倒也没有想到 张阳居然带了一个新的姑娘回来 这姑娘看着就比那个叫张倩的舒服多了 前面我看完就看那个张倩不顺眼了 一直那么使唤咱们的儿子 现在咱们儿子的眼光终于好了 张五在一旁感慨道 自家老婆的话 张富也是不反驳的 而且况且 现在自家老婆说的也确实是事实 他嘴里说 那个张倩自己曾经也是见过的那品性 真的不好说 不过今晚儿子带回来 这个见他们的人的性格真的是不错 这让他还是挺喜欢的 虽说前面张阳没有带张倩回过家 但有一回张富和张母不小心碰到了 张倩对张阳遗旨气使的样子 一看就是一个拜金女 当时张母很想冲上去教训一下那个姑娘的 可是丈夫把她拉住了 因为丈夫觉得 这样可能会让自己儿子难堪 然后就好说歹说吧 把张母拦了下来 然后直到现在 儿子带了一个新的女孩回家 这让他们都很满意 特别是这个女孩 还得到了自家女儿的认可 这就让他们更加满意了 特别是江白雪身上 完全就看不到当代一些小女孩 那种比较骄傲的感觉 那种充满活力的感觉 让他们两个人都觉得觉得特别的舒服 然后两个人就回到房间 慢慢的讨论着自家儿子 其实正在忙着制作手工艺品的张阳 也不知道自家的父母 在自己今天把江白雪带回去之后 这么的兴奋 居然一整晚都在讨论着他 不过他 还是有些感觉到 有人在讨论自己的 连打了好几个喷嚏 但是却毫无头绪 究竟是谁能够讨论自己那么久 不过他也没有在意 只是依旧认真的 组装着这些手工艺品 毕竟今晚还是要把它制作出来的 明天上午有课 可能就忙不过来了 答应了中午要把东西给人家送过去 就必须得守承诺 这样的话 下一回也可以更好地进行交易 只要有了信任度 其他都好说 特别是在他完成手工艺品的时候 脑海中系统就不断地提示着 自己手工艺品制作的等级 等级越高 自己获得的积分就越高 然后张阳就做得更加起劲了 兵 恭喜宿主制作成功一件高级手工艺品摆设 听着脑海中系统给出的 自己手工艺品成功的提示音 张阳就觉得特别的开心 对这些手工艺品的等级越高 就意味着他能够获得的积分就越多 这就有利于他进行下一次的抽奖 现在他已经有一万多的积分了 如果这五百份手工艺品都卖了的话 他就能多积累五万积分 这样的话 离他开启下一次抽奖 要再凑够十二万积分就可以了 想着想着 他就仿佛跟打了鸡血一样 做得就更加起劲了 张阳手上的速度不断加快 快速的制作这些手工艺品 然后大概是十二点钟的时候 他就将这些手工艺品完成了 看着桌上自己制作的 各种各样的精致的手工艺品 张阳心中的成就感就特别的强烈 这让他感觉特别的满足 这是他明白了 为什么那些手工艺者 那么爱护自己的作品 因为那都是他们的心血 都是他们花费了无数的精力制作而成的 可以说 那些作品就像是那些手工艺人的孩子 所以他们才能够那么重视 现在的张阳有一点懂得了 为什么父亲一直坚持在那家工厂上班 可能就是因为与工厂器积累的感情 让他不愿意放弃那里吧 只有实践才会让人成长 通过这些不断的实践 张阳人生的感悟有了进一步的理解 看着看着张阳就打了一个哈欠 现在的他也有点累了 然后就捏手捏脚的洗漱 慢慢的走进了房间 轻轻的躺下去 开始江白雪发出了一语 张阳还以为自己把他给吵醒了 看了一会儿才发现 原来江白雪是在说梦话 这不禁让他笑了一下 然后轻轻的在江白雪的额头上亲了一下 低声说了一句晚安 然后张阳就睡不去了 一日天气大好 依旧是六点钟 张阳就醒过来了 醒过来的张阳 依旧是寒沉自己日常的一些事情 然后给江博雪留准备好早餐 并且留下了一张纸条 告诉他自己去上课了 让他在家里自己好好照顾自己 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 不要让自己太累了 虽然说昨天发生了一些事情 可能让江白雪打开了一点心结 但有些事情毕竟还在那里 还是需要处理的 还是要让江白雪慢慢的自己放开心情 这样他才会把那些事情都告诉张阳 张阳自然也猜出 江白雪应该还是有一些事情在瞒着自己的 要不是看出这一点 他也不会想着把江白雪带去见自己的父母 等一切事情都准备好了 然后张阳就前往了学校 在路上他又碰到了杰瑞 而且还碰到了灭绝师太 路上他 现杰瑞看着灭绝师太的眼神 依旧不是很正常 似乎是那种特别迷恋的样子 这让张阳觉得 看来自己昨天和张阳也的警告 似乎对杰瑞的效果不大 这样他一大早顿时又觉得特别的头疼 看来对付杰瑞 还是得要想一些新的办法 可是观察着观察着张阳就觉得 杰瑞可能真的是对灭绝师太动了感情 因为感觉他看向灭绝师太的眼神 和他一往看其他女生的眼神 有一点不一样 这让张阳也不由的怀疑 杰瑞是不是真的就是喜欢上了灭绝师太 而不是像他和张阳也想的那样 纯粹是玩笑 此时杰瑞均在远处站着 看着前面的灭绝师太 他并没有注意到张阳正在后面观察着他 他只是认真地看着自己 看着眼前觉得那最美的一抹色彩 自从上次看上灭绝师太的眼睛 杰瑞只要碰到灭绝师太 就不由自主地把眼光放在他的身上 看着看着他越觉的灭绝师太十分地漂亮 只不过是穿着还有打扮掩盖了他的美而已 然后杰瑞不由自主地又再一次看呆了眼 看着杰瑞的这个傻样 张阳觉得或许这次杰瑞是懂得珍惜自己 不应该要阻止他的 毕竟真心只有那么一次 如果阻止了他 或许会成为杰瑞日后的遗憾呢 想着想着 张阳就觉得干脆自己就不要阻止杰瑞了 就让他去追求自己所谓的爱好了 既然想通了 张阳就直接开着车走了 他可不想要打扰自己兄弟的追求呢 如果后面真的发生什么事的话 自己作为兄弟 只要好好地帮助他们处理掉那些事情就好了 这样最起码没有让自己的兄弟留下遗憾 比什么都好 杰瑞盯着 灭绝师太盯了一路 直到到了学校 他知道自己这样盯着他不太好 然后就赶紧回到教室上课 等他进入到教室的时候 张阳已经在教室了 杰瑞赶紧跑过去 嘴里还说着 兄弟 你都不知道 昨天真的是太凶险了 还好我们没让你被抓到 你就放心好了 我知道了 接下来好好上课 好好听课吧 这样你也更有机会接近他 不是吗 听到张阳的话 杰瑞有些惊讶地看着他 他明白自家的兄弟 就是同意他追灭绝师太了 然后他就立马抱住了张阳 嘴里大喊着万岁 喂 注意点形象 钥匙里 所有人都把目光投向我们这边来了 才感觉到 所有人的眼光 都投向到张阳这边的时候 他实在忍不住地 对杰瑞这个二伙说着 然后他小声地说着 不过我得重申啊 除非你的学习成绩达到了前一百的话 我们就给你帮忙 要不然的话 你想都别想 好的 知道了 我会努力的 杰瑞坚定地说着 杰瑞也知道张阳是什么意思 他明白 如果自己没有什么成就的话 压根就搞不定那个难搞的女人 那个难搞的女人 可是出了名的严厉 自己就成绩才能够让她幸福 这一次 杰瑞真的动了心的 他想要好好地追求她 要想获得女人的真心 自己就必须付出千万倍的努力 让他们相信自己的真心 只有这样获得的感情才是真的 难得杰瑞想了这么多 看来这次他真的是浪子回头了 一节课的杰瑞都处在兴奋的状态 不过他还是十分认真的听着老师的讲课 认真的做着笔记 本来就十分的聪明 在大概的听老师讲的课以后 他就理解了老师讲的是什么意思 然后就开始了翻书的自学行动 他可是要努力 不想要浪费自己一丝一毫的时间 我旁边杰瑞这四分认真学习的样子 照样觉得 看来他这次是真的动了真心 不过既然自己的兄弟这么认真的话 那就好好地给他一点动力吧 然后张扬也认认真真的听课 做好笔记 下完课后 他将东西收拾好 不过也还是没有忘记 要叮嘱杰瑞 如果真的想好了 那就好好行动 如果后面半途而废的话 我可是不会认你这个兄弟的 杰瑞开心地说着 放心 我会坚持下来的 老姐 你已经决定了的话 那你就好好行动吧 我待会儿还有事 可能我要先走了 如果有事的话 你就给我打电话 我保证立马就到 杰瑞拍了拍张扬的肩膀 兄弟 你知不知道 你这样的话 说得让人觉得很有奇异啊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咱俩是断背山的呢 旁边的人似乎听到了断背山一词 然后眼神有点诧异地 看了看杰瑞和张扬两个 发现这两个人 举止确实十分的亲密 露出一丝了然的神情 不过张扬倒是也没有注意到 别人奇怪的眼神 只是依旧叮嘱着杰瑞 你就不要再疲了 你应该知道我的意思 不过我待会儿确实有事 我得要先离开了 不过你不要忘记我 可是时刻盯着你的 你要是有什么违规行为的话 我可不会饶了你的 我知道了 你就先走了吧 我保证 我不会做什么违规的事情的 嗯 那我就先走了 话音一落 张扬就离开了 此时的 他开始前往停车场 因为他发现自己 和鲁西尔约的时间 也差不多快到了 然后就赶紧上车 飙车赶到了跳躁市场 张扬到达 与鲁西尔约定的 那个地方的时候 他发现鲁西尔 早已经就在他们 约定的地方等着他了 就知足了 看了看手表 发现自己并没有迟到 反而还早到了15分钟 然后他赶紧 把车开到那里 跟鲁西尔打了个招呼 哈喽 这么快就到了吗 张扬摇下车窗 礼貌的和鲁西尔问道 看见张扬 鲁西尔也没有什么 因为等待而生气的样子 只是大方帝说着 我习惯了 提前等别人而已 对了 你把那500件 手工艺品带过来了没有 鲁西尔依然知道 张扬之并没有迟到 只不过是他来早了 前面在公司的时候 他就一直想着 张扬能不能 把手工艺品带过来 所以他就提前 来到了跳蚤市场 这样也可以让他心静一会儿 他依旧 还是对张扬的那一番话 十分的怀疑 他觉得张扬是完不成的 可是父亲的话 又让他怀疑自己 为了不让自己想那么多 索性他就早点 来到了跳蚤市场 对于鲁西尔的这个怪癖 张扬并没有说什么 毕竟每个人 都有自己特殊的癖好 这又有什么好说的呢 更何况 提前早到等别人 也是一个礼貌行为 嗯 你要的那500件工艺品 我已经给你带来了 你稍等一下 我这就把后备箱给你打开 张扬的话毋庸置疑 是让鲁西尔特别惊讶的 他没有想到 张扬真的把这500件 手工艺品带来了 这么精湛的作品 就是他公司的那些 元老级别的手工艺者 都做不出来 可张扬居然能够 带出来这么多 他想 会不会这些作品 都是老者以前的作品 张扬把后备箱打开 鲁西尔认真一看 这些作品的材料 都是比较新的 一看应该是近期完成的 可他想象不出来 究竟是哪方神圣 居然一下子 可以完成这么多的 精湛的手工艺品 如果让鲁西尔 知道这些手工艺品 是张扬在几个小时之内完成的 不知道他会不会 吓得直接晕倒呢 看着一直在发呆的鲁西尔 张扬有点怀疑 他是不是不想要 买自己的手工艺品了 然后就有一些不满的开口了 这些你还要吗 听见张扬的问话 鲁西尔就立即回过了神 显然他也意识到 到了自己刚才的行为 是不妥的 然后他有一点 不好意思的开口了 抱歉 我只是没有想到 自己真的能看见 这么多手艺精湛的手工艺品 一不小心看呆了 没事 本来张扬就不是小气的人 既然鲁西尔 说了自己发呆的理由 那张扬就不介意了 我还有一个不情之情 你说吧 对于金主大大 张扬还是比较大方的 可以告诉我 这些手工艺品 都是有谁制作的吗 我对你背后的老师 真的十分的好奇 听见这话 张扬皱了皱眉头 觉得还是不要骗他比较好 然后就开口了 都是我自己做的 并没有神妖老师 你不用想那么多 听见张扬的话 鲁西尔还是觉得特别的惊讶 因为他觉得 像这么手艺 这么好的手工艺品 不可能是他这么一个年轻人 才能做出来的 做好这么一个手工艺品 起码要需要二十年左右的训练吧 可张扬 现在才多大 看样子 应该还是一个学生 怎么可能会拥有 这么精湛的手艺 看着鲁西尔的眼神 张扬并没有在意 因为他也知道 这是确实有一点不可思议 不过他并不想解释什么 对鲁西尔并不是他的谁 他不需要过多在意他的感受 张先生 你确定吗 反正话都说了 你要信就信 不信我也没办法 张扬两手一摊 显然是不想多做解释 鲁西尔看的夜市特别的惊讶 他没有想到 张扬居然这样对待自己 好歹自己也是一个美女啊 他要不不要这么敷衍 和张扬的对话 让鲁西尔第一次觉得 自己是没有魅力的 他怀疑的看了一下自己的着装 低头看看 发现和平常没有什么不一样 为什么每回碰到张扬 张扬好像自己是一个 无关存在的人一样的感觉 特别是他刚才说的那些话 这应该是对一个女士说的话吗 实在是太没礼貌了 现在张扬在鲁西尔的印象里 纯粹就是一个无礼的男人 特别特别没有礼貌的男人 鲁西尔觉得张扬可能是自己 这二十几年来 遇到过最无礼的一个男人了 不过鲁西尔还是低头看看 后备箱里制作的那些手工艺品 一看就是比较新的材料 应该是最近两天完成的 如果按照家族中那些元老 及工艺师的话 这些这么精美的产品 不应该是量产的 那么张扬是怎么制作出 这么多精湛的手工艺品呢 这让人简直觉得就是匪夷所思 而且看着张扬的样子 虽说张扬是比较无礼的 但看他的样子也不像是说谎 那么这批产品 应该就是张扬自己制作的 这么一想 鲁西尔还是很惊讶地看着张扬 因为这对于他来说 实在是太过于神奇了 他真的难以想象 自己原先觉得如此精湛的作品 居然由一个自己 比较讨厌的人完成了 而且居然还制作了这么多 所以和张扬的对话中 鲁西尔一直都是用 比较惊讶的眼神看着张扬的 张扬一直被这种眼神看得直发毛 但是他也知道自己所做的事 确实是有一点匪夷所思 常人一般都比较难以接受 更何况像鲁西尔这种只知道工作 不知现实生活的人 在看到自己 拿出这么多精湛手工艺品的时候 就把自己当作神了吧 这样一想 张扬就觉得鲁西尔可能一时半会儿 还反应不过来 看来自己还需要再等他一会儿 所以张扬干脆就不说话 站在那里跺了跺脚 他想让鲁西尔自己恢复过来 他可不想表现出 自己催着他要钱的样子 反正货也已经带过来了 鲁西尔也在自己面前 而且看鲁西尔那样子 应该也是特别喜欢自己的作品的 只不过他听到这些作品 是由自己做的时候太过惊讶 一时半会还反应过来 大不了就多让他看一会儿 反正多看一会儿 也废不了什么事 一旁的鲁西尔在看了许久以后 发现自己一直眼直勾勾的盯着一个男人 是一个不礼貌的行为 前面自己还想张扬 对自己不礼貌 可是好像自己在他面前 也没有表现出有多么礼貌的行为 特别是第一次在他那里买东西 连一句道谢都没有 直接拿东西就跑了 这样一想 鲁西尔有点不好意思开口了 抱歉啊 不好意思 我只是觉得 这些手工艺品都是你做的话 我只是觉得太惊讶 我觉得 你的年纪应该还达不到 我知道你的意思 这些手工艺品一共是五十万 请扫码支付 张扬并不想关注鲁西尔说了什么 毕竟对他来说鲁西尔只是一个无关人士 只是他的雇主 既然获已送到 只要扫码付款 其他的就不关他的事了 而且 这五十万按到手的话 自己系统里面的积分 也可以多增加五万分 也就快打到抽奖的程度了 啊 好 我立马给你付过去 鲁西尔一边说着 一边赶忙忙到从包里拿出手机 然后直接扫码 给张扬付了五十万过去 张扬一件钱已经到账 而且听到系统内已经发出了通知 叮 恭喜宿主卖出多件手工艺品 且已卖出 奖励奖励五万积分 现已发放到背包里面 听到系统提示的提示音 张扬特别的开心 然后小心的把这些手工艺品 都慢慢的搬到了鲁西尔的车上 一旁的鲁西尔 看着正在搬运的这个男人 只觉得他特别的迷 说他无礼 可是他的某些行为 又特别的有礼貌 说他无赖 好像又有一点 但有时又特别的绅士 总之他感觉 张扬就是一个多变的人 不一会儿 张扬就把所有东西 都运送到了鲁西尔的车上 然后鲁西尔就直接上车 想把车开走 结果他发现 自己的引擎发动不了了 不由的大骂一声shit 他看见张扬还没有走 然后又叫住了张扬 那个 你有空吗 听到鲁西尔的问话 张扬也是很疑惑 他不知道鲁西尔的葫芦里 卖着什么药 前面还对他爱搭不理的 现在又问他 有空没有 怎么了 那个我车的引擎咋动不了了 你可以先送我回公司吗 我公司里急需要 你这批手工艺品 所以才这么紧张 可以吗 鲁西尔特别甘尬的说着 因为他也没有想到 自己居然要求住张扬 张扬看了看鲁西尔 觉得他并没有说谎 看在他是老爷子的女儿 而且还买了他这么多的货 反正下午也没什么事 那么送他也没有什么事 那好 那你把后备箱打开吧 我把货再搬过来 然后就送你去公司 如何 好 我立马就打开 真的多谢你了 一边说着话的鲁西尔 就赶紧把后备箱打开了 然后赶紧下车 帮着张扬把东西再搬回到他的车上 东西搬好后 然后鲁西尔就给4S店打了一个电话 让他们待会把他的车给拉过去 幸亏鲁西尔是这家4S店的VIP客户 所以对方立马就答应了 等一下就过去 把车给拉回去 见对方答应了 鲁西尔就把具体的位置发过去了 刚才事情有点多 他也没有注意张扬开的是什么车 这一下事情处理好了 回头认真一看 他才发现张扬的车居然是大众车 这让他有一点不舒服 因为鲁西尔对车是特别挑剔的 他曾经坐过大众车 都是味道比较重 而且座椅十分不舒服的 然后他就有点犹豫 要不要上车 张扬已经打完电话的鲁西尔 还迟迟不上车 就等着稍微有一点不耐烦了 然后开口道 你还要上车吗 鲁西尔也听出了张扬语气中的不耐烦 况且又是自己要求张扬来送他的 而且现在改变主意似乎有点不太尊重人 就这样鲁西尔就强忍着头皮 然后就坐上了张扬的车 可是一上车 鲁西尔就感觉不对了 坐上张扬的车特别的舒服 那个座椅也是特别的远 而且车内的空气也是特别的清新 这简直是刷新了他对大众车的印象 瞬间还觉得自己那样 宝马还没有张扬 这辆大众来得更加舒服 然后他就用手摸座椅 感觉自己真的没有做梦 张扬坐上自己车的鲁西尔的那一副 仿佛没有见过世面的样子 不由的觉得好笑 自己这系统出品的车 肯定是经过系统改造的 要比平常的大众车好的许多 当然他可不会傻着去跟鲁西尔解释 然后他开口了 把安全带系上 张扬的话 鲁西尔顿时觉得脸上特别的热 感觉自己特别的不好意思 然后赶紧就把安全带给系好了 然后诺诺的开口 好了 张扬并没有说什么 他也知道鲁西尔这是不好意思了 然后就猛的一踩油门 比较平稳快速的前进 他并不想表现出太多的东西给鲁西尔 才路多比较招仇恨这个道理 他还是比较懂的 可是就算张扬没有表现出什么 但鲁西尔还是再一次被他震惊到了 虽说张扬控制了速度 但他开的速度 比他以往坐的大众车快的很多 而且十分的平稳 一点都感觉不到车在行进过程中的震动 这让鲁西尔坐的十分的舒服 让他不由怀疑 这真的是一辆大众车吗 明明在他印象中的大众车 就不是这样的 而且看着张扬的一番动作 也是十分的行云流水 认为操作是十分的简单的张扬 并不知道自己就是这么一个简简单单的开车的操作 就已经把鲁西尔给震惊到了 他只是认认真真的开着车 并没有过多关注后座上的鲁西尔 张扬对自己还是比较认得清的 他既然已经跟江白雪交往了 他自然就不会再去招惹其他的女人 所以对待其他的女人能够躲闪就躲闪 这次只不过是因为鲁西尔遇到了困难 所以他才出手帮他的 要不然的话 张扬觉得自己恐怕连话都不会跟他多说几句 在张扬的快速行驶下 原本需要三十分钟的路程 十五分钟就到了 然后已到达目的地的鲁西尔 还有点恋恋不舍的下车 他想要再多坐一会儿张扬的车 因为张扬的车实在是太和他口味了 实在是太舒服了 他找了许久的车都没有找到过这么好的车 看着恋恋不舍的鲁西尔 张扬特别冷酷的开口了 到了下车吧 那些货是我帮你搬进去 还是你叫你公司的工作人员来搬进去 听到张扬的话 鲁西尔反应过来了 他似乎有一点不好意思 谢谢你 我还是叫我公司的工作人员给搬进去吧 你在这里稍等我一会可以吗 好 张扬简单干脆的回答了 然后鲁西尔就赶紧下车 叫他公司的前台找来保安 然后快速小心的 就把张扬后备箱那五百件手工一品 都给搬到了公司里面 张扬看着这会儿行动迅速的保安 也不由得感慨大公司里的秩序 果然就不一样 瞧瞧人家这么一会儿 就把后路都被搬完了 见东西搬得差不多了 鲁西尔再一次的跟张扬表示感谢 谢谢你 要不是你的话 我恐怕没有这么快就把这些东西 给送回到公司 张扬手摇了摇 然后开口说道 那我还得谢谢你 帮我这些货都给买了 如果下回还有生意的话 你直接联系 我就可以 我会准时给你把货送到的 好 鲁西尔落落大方的回应道 听到鲁西尔的回应 张扬直接用手示意了再见的意思 然后就直接开车离开了 看着张扬车离去的样子 鲁西尔觉得心里有点怪怪的 然后他拍了拍自己 可能是因为自己舍不得张扬的 那辆大众车吧 既然这样的话 不如待会儿 自己去4S店 看一下其他的大众车怎么样 这么一打定主意 鲁西尔就觉得自己 把那些手工艺品处理一下 然后就直接前往4S店 再挑一辆车吧 然后鲁西尔就转身回到了 将从张扬那里购买的 500件手工艺品 进行分门别类 近距离的看这些手工艺品 鲁西尔不由的在感慨 这制作手工艺品人的手艺的精湛 这些手工艺品实在是太精美了 而且这500件手工艺品 都是不一样的造型 这让鲁西尔更加的惊讶了 而且他也看出来了 这些手工艺品 应该就是这些最近两天才完成的 日期应该不会超过两天 那么也就是说 张扬是在一晚上 就将这些手工艺品就完成了 一旁的助理 也仿佛看出了鲁西尔的惊讶 不由的开口问道 怎么了 难道这些手工艺品 有什么问题吗 不 没有任何问题 相反他们实在是太过于精美了 可以说是我这二十几年来看过的手工艺品 可以排上前三位的 一旁的鲁西尔满眼惊艳地看着这些手工艺品 然后便漫不经心地和自己的助理说道 鲁西尔的助理也没有想到 他居然会给这些手工艺品 他也认真的观察着这些手工艺品 在他看来 这些手工艺品确实挺精美的 但他怎么也想不到 这些手工艺品居然能获得鲁西尔这么高的评价 这实在是太难得了 因为鲁西尔是一个已挑剔出了名的手工艺者 而现在 那总经理 你知道这些都是有谁制作出来的吗 可不可以招揽到我们公司 这绝对是有利于我们公司发展的 现在可以做出这么完美作品的人可不多了 我们可不能放过呀 看着这些手工艺品的助理 突然满脸兴奋地说道 听着自家助理的话 鲁西尔则是想着张扬今天的话 现在他也发现了张扬应该没有说谎 这些手工艺品应该就是由他自己制作的 要不然的话他是无法无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就交出这么多的作品的 但是按照张扬那个人的古怪性格 鲁西尔觉得应该是没有办法把他招到到自己公司的 自己多次遇到他 他都是选择在摆地摊 而且拥有这么高的工艺 也从未看他多么骄傲自满 而且就算在知道自己是鲁氏的经理之后 也没有对自己脸色更为好看 从这里鲁西尔便知道张扬是一个比较崇尚自由的人 他应该不会想要公司的束缚 所以从头到尾他都从来没有说过要招揽张扬进公司的话 本来和张扬的关系就不是太好 如果再因为一些言语上的不当 反而更加的恶化了两人之间的关系 日后见面恐怕就不太好了 特别是自己的父亲 看样子应该是十分喜欢张扬 可以说是把张扬看作是一个忘年交的好朋友 既然已经有了这么一层关系的加持 就算是后面再向他购买一些产品的话 应该也是可以的 这么一想鲁西尔觉得不必将张扬招揽到公司也是可以的 当然面对自家的助理鲁西尔并不想把话说的那么多 毕竟张扬这个人太神秘了 越多的人知道反而越不好 但不回话可能又会让助理有些尴尬 然后鲁西尔就脸色有点奇怪的说 那个人不太适合进公司 听到鲁西尔的话 助理只是诧异的看着自己的经历 他明白这是鲁西尔不想多说什么 他不想说那自己就不问就好了 毕竟这是作为一个助理最基本的原则 凡事不需多嘴 该自己知道的自然就会知道 不需要自己多问的 那么就不要问 就陪着鲁西尔慢慢的对这些产品进行分门别类 这样更好让公司里那些元老级级别的手工艺师来研究这些产品 这样也可以完善自己的手工艺技术 不过越是近距离看这些产品助理 便越发觉得这些产品真的是巧夺天工 实在是做得太好了 让他不由自主的对做这些东西的人产生了好奇 可是看着刚才鲁西尔的脸色 他又不太敢提问 此时在远处开车的张阳则是在一直的打喷嚏 他不知道是谁在暗中讨论他 不过讨论的应该是好事 要不然他也不会一直在打喷嚏 从小张阳就有一个特别奇怪的天赋 那就是只要别人说他好事的时候 他就会一直在打喷嚏 一旦有人说他坏话的时候 他就什么也反应也没有 所以张阳从小到大都看事情 看得就比较开 比较不容易钻牛脚尖 现在张阳又开始打喷嚏了 他明白应该是有人在说他的好话 或者是在讨论他的优点 虽然说不知道是谁 不过既然是夸赞他的 那么他就更不需要在意了 感觉到有人在夸自己的时候张阳 觉得还是挺开心的 不由自主的油门踩到底了 一不小心就在国道上标起了车 展示着自己绚丽的车技 不断的快速的抄着前面的车 让那些被抄车的人都看得目睛口呆 没有想到在电影里面才能出现的场景 居然真的在现实生活中出现了 众人只看见一辆车 正在不断的超越前面的车 到后面居然直接侧起行驶 后面比较年轻的车主 直接在后面为张阳大喊加油 实在是太酷炫了 太帅了 简直就是只有在电影里才能看到的场景 现在真的出现在生活里面了 这顿时让一些觉得有些沉闷的车主 也活跃了起来 想要热血沸腾起来 不过这么酷炫的行为在交通法里 可是不行的 不一会儿交警大叔就赶了上来 一直吹着警笛提示张阳把车停下来 这个时候的张阳 其实也已经玩嗨了 并没有注意到 后面的交警的摩托车是在追赶他 而且吹的口哨也是警示他的 他依旧快速的开着自己的车 到后面交警完全就追不上他了 只看见一道虚影在自己眼前快速的流走 追赶了很久的交警 都没有追上张阳 直到后面眼睁睁的看着 张阳在自己的面前消失了 然后大汗淋漓的交警 把车停在了路边 将自己的帽子摘下 十分气冲冲的说 不知道是谁家的倒霉孩子 居然把车开得这么快 真的是累死我了 这年头连交警都不好当了 什么时候交警也改变赛车手了 而且还比不过人家 现在快速飙着车的张阳可不知道 至今已经被交警吐槽了 也得亏他这车是系统出品的 无法查询到真实的主人是谁 所以他安全地躲过了交警 不一会儿 张阳就回到了卧龙山别墅 对于他的车 保安们早已知道了 在远处看到张阳的车的时候 就已经把大门打开了 然后就再次看到 车虚影一般的就开走了 就是作为卧龙山一号别墅主人的福利 拥有其他普通住户都没有的权利 再次看到 开车这么猛的张阳 后面的保安又再一次感慨 这个有钱人还真的是不一样 开车都这么的炫 正在认真开车的张阳 显然也是没有注意到保安的话 他看到大门开了 然后就直接开过去了 然后下一秒 他就到达了自家的门口 车停好后 他想起来 似乎自己答应了江白雪不飙车的 而且如果飙车的话 还得要他在身边 可是现在即已经一个人飙了这么久的车 好像有点没有遵守莫言呢 这么一想 张阳就觉得有点苦恼 感觉有点没有颜面去见江白雪 对于性承诺 张阳还是比较遵守的 但凡是他答应了别人的 他就会尽量的去实现 不过这也是分人的 如果是对于张倩那种忘恩负义的人的话 他会选择忽略掉那些诺言 诺言是要给重要的人 而不是要给一些可恶的人浪费的 都怪自己 刚才太兴奋了 一不小心就踩油门了 又加上在全能技术的支持下 张阳的车技 真的特别的酷炫 简直就可以和电影里的那些特效场景相媲美 毫不夸张的说 现在张阳的车技 完全就可以和国际上的著名赛手相媲美 一想到自己没有完成和江白雪的诺言 张阳就觉得特别的头疼 因为这又是一个他没有完成的诺言 每回只要没有完成和重要的人之间的诺言的话 张阳就会觉得特别的头疼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 现在他已经将江白雪 看作是特别重要的人 在前面江白雪的弟弟欺负他的时候 张阳就觉得 江白雪是一个需要他珍惜的女人 他绝对不能够忽略掉自己和他的诺言 可是这次自己居然没有信守 一想到这里 张阳就在车子旁边直跺脚 对这种没有信守莫言的感觉 实在是太难受了 在车子前面纠结了许久的张阳 想了一想 算了 还是先回家和江白雪承认错误吧 毕竟有些是自己自首的话 比他后面发现的话会更好一些 这么一想 张阳就决定回家去交代错误 不过在开门的时候 还是有一些缩手缩脚的 不过此时的江白雪在家 似乎感应到张阳回来了 然后就赶紧去开门 一开门 果然就看见 拿着钥匙的张阳站在门外 然后他给了张阳一个特别开心的笑脸 欢迎回来 看见笑得如此灿烂的江白雪 张阳不由自主地看待了 这样的江白雪 仿佛就像是张阳小时候最喜欢的一种花 实在是太美了 不由自主地看待杨幼 再一次出现了 一直保持着笑脸的江白雪 笑了许久都没有听见张阳的回复 然后抬头看向张阳 发现他又看着自己看呆了 顿时脸就一红 哎 你怎么了 张阳摸了摸自己的后脑勺 就是觉得你太美了 然后一不小心又看呆了 谁让你在我面前 要笑得那么的美呢 哼 就知道有嘴滑舌 今天怎么回来的这么早了 一边说着话的江白雪 让开位置 让张阳走进房子里 然后他就把门给关上了 这不是没有那么忙吗 就赶紧回来陪你啊 你看老公 是不是特别的好 江白雪有些狐疑的看着张阳 觉得今天的张阳 似乎哪里有一点不正常 觉得今天的他特别的会说话 完全就不像是以前的张阳 这让他觉得这个张阳 是不是有点问题 给我老实交代 你是不是做了什么措施 然后才突然这么有嘴滑舌的 那个这么快就被发现了吗 我还真的做了一件不太好的事情 需要你原谅呢 一听见江白雪的问话 张阳就顺势接下了 说到底什么事情 江白雪脸色特别严肃的 看着张阳说道 昨天晚上我不是答应了 如果你不在身边的话 我就不飙车的嘛 然后我今天又遇到了一点 有点开心的事 一不小心就踩油门 踩得快了一点 真的 真的就只是一点而已 张阳一边说着 还一边用手比划着 看着有点严肃的张阳 江白雪只觉得好笑 他没有想到 张阳所谓做错的一点事情 居然只是因为飙车这么一件事 而且自己昨晚只是随口一说 但他没有想到 张阳居然会这么重视这么一件事 其实就算他不说的话 自己肯定也是不知道了 他完全没有必要 这么老实的就交代出来 这让他再一次感觉到了 张阳对自己的重视 等了许久的张阳 都没有听到江白雪的回复 然后抬头看向江白雪 发现江白雪 正热泪盈眶的看着自己 这突然就让张阳的心一紧 然后江白雪 就突然的跑进了 张阳的胸膛里 一开始 张阳还没有反应过来 然后慢慢的用手环 抱住了江白雪 让江白雪在他怀里 靠得更舒服一些 两人抱着 什么话都没有说 过了一会儿 张阳感觉自己的怀里 似乎有一种湿润的感觉 他明白 应该是江白雪流泪了 把他的衣服给弄湿了 然后张阳就把张白雪 抱得更加的紧了 此时无言更甚有言 这时的两人都明白 两个人的心 又更加的接近了一点 过了一会儿 张阳就听见在自己 闷在自己怀里的江白雪 发出闷闷的声音 张阳 谢谢你 真的谢谢你 谢谢你这么的重视我 我好像爱上你了 听见江白雪话的张阳 只是一直的傻笑 他觉得特别的开心 如果没记错的话 这是江博雪 对自己的告白吧 真的难以想到自己 也会接受到女人的告白 嗯 我也是 笑着的张阳 慢慢的发声了 然后抱着江白雪的手 也更紧了 此时的她 不再觉得自己 没有完成诺言的头疼 而只有满心的甜蜜 张阳觉得 江白雪真的是太容易 就满足了 只是因为自己 轻轻的一句话 她就给了自己 这么大的惊喜 这让张阳觉得 自己日后 一定要对她 更加更加更加的好 绝对不要辜负这个姑娘 以后只要是 对她做出的承诺 她都要完成 此时的张阳 在自己心中 暗自下了决定 可是又何止她呢 江白雪也同样 在心里做出了决定 她以后绝对不要离开 这个叫做张阳的男人 除非是她抛弃她 要不然的话 她定永生相随 绝不离开 暗自在心中 都做好决定的两人 相互抬头与低头 让双方的眼睛里 只有对方 仿佛想让对方 知道自己的真心 尤其是张阳 也没有想到 正是因为 自己没有遵守 诺言的头疼 反而让她获得了 江白雪的真心 或许有时候 这便是阴差阳错吧 或许自己的这个毛病 就是为了与江白雪 在一起而存在的 此时的张阳 慢慢低头 然后就稳住了江博雪 两人开始了 而热烈的激吻 仿佛谁都不想放开谁 就想让时间在这里静止 一吻结束后 江白雪气喘吁吁的 靠在张阳的怀里 而张阳也是满心甜蜜的 看着远方 既然可以让自己 免遭没有遵守 诺言的惩罚 而且又可以有 温香软玉在手 张阳顿时觉得 生活是美滋滋的 在遇到系统之后 她的生活 都是比较幸运的 几乎都是朝着 好的方向发展 这样一想 张阳就把江白雪抱得更紧了 而江白雪 也是老老实实地 靠在张阳的怀里 并且还说着 张阳 谢谢你 真的很谢谢你 让我找到了家 一般的感觉 张阳温柔地 摸着江白雪的头发 然后回应道 其实你不必谢我 要不是你的话 恐怕我也不会走出得这么快 应该说 咱们两个是互相帮助吧 好 我知道了 听到张阳话的江白雪 如此地回应道 江白雪觉得 张阳是为了自己放开心 才这样说的 他很高兴 自己能遇到这样子的男人 如果不是他的话 恐怕他后面后面 也会体会到这么多的温暖 江白雪满脸笑意地看着张阳 张阳被江白雪 有一点不好意思 但是依旧能浓 易地看着江本雪 就在两个人 都正在冒着粉红泡泡的时候 突然张阳的脑海中 传来系统的声音 丁 颁布新任务 要求宿主 立刻前往中海大桥 进行摆摊 摆摊时间是四个小时 听见脑海中的声音 张阳也不由地吐槽系统的不识趣 居然在这个时候颁布任务 未免也太过不近人情了 但是转念一想 又觉得系统又不是人 如何有人情呢 不过既然颁布了任务 那就前往吧 可是低头一看 江白雪又莫名地觉得尴尬 一时间张阳也不知道说什么 突然就从原来的浓情蜜意 变得有些尴尬的眼神 想说话 可是张阳又不敢开口 顿时场面 从甜蜜变得有些尴尬 眼前的张阳一脸为难地看着江白雪 想说却又不敢说的为难样子 也让敏锐的江白雪发现了 后面他实在看不了张阳这幅不为难的样子 然后忍不住地开口了 阳 你怎么了 原本一幅为难的样子的张阳 在听见江白雪对自己的称呼的时候 突然就表现出一份特别惊喜的样子 仿佛不敢置信 江白雪能够这样亲密称呼自己一样 还是江白雪第一次这么亲密地称呼张阳 也难怪他如此惊喜 就这样在江白雪的甜蜜冲击下 然后张阳居然开心地一直傻笑了起来 还忘记了系统颁布的新任务 就一直保持着傻笑的样子 张阳的这副样子 让江白雪不由地觉得好笑 刚才还一副为难的样子 在听见自己叫了他之后 居然一直在傻笑 看着傻笑了许久的张阳 江白雪不由地用手在他的面前挥了挥 他看出了刚才的张阳 应该是有事情 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说 所以可不能再让张阳 保持着这副傻笑的样子 要是真的有事耽误了的话 恐怕就不好了 被江白雪挥了挥手的张阳 这时候好像有一点反应 突然特别惊喜地抱着江白雪 就转起了圈圈 然后特别开心地说 啊 你居然叫我的名字了 真是太好了 张阳这么一番神操作的江白雪 也给弄懵了 他好像有点理解 但又不太理解 张阳为什么这么的兴奋 毕竟他也是 一直刚出道的恋爱小白 对这方面还是稍微的有点迟钝 虽然说被张阳兴奋地 抱着直转圈圈的江白雪 也挺开心的 可是他一想起张阳刚才的神色 明明就是有事 只不过自己的称呼 听个一时冲昏了头 理智告诉他 不能让张阳再继续下去 否则他这样就会保持一个下午 如果保持一个下午 而耽误了什么事的话 江白雪越想越觉得这样不好 然后江白雪就在张阳的怀里挣扎了起来 原本被爱称给冲昏了头的张阳 此时也感应到了江白雪的挣扎 然后就把江白雪放下了 有些疑惑地看着他 被张阳这么傻愣愣地 看着的江白雪 也莫名地觉得好笑 因为张阳此时的样子 实在是太可爱了 就像是一只正在发愣的小仓鼠 然后他就忍不住用手指 弹了弹张阳的额头 一边嘴里还说着 那不要傻愣愣地看着我了 你刚才那么一副为难的脸色 是不是有事情要做 如果有事情的话 就不用待在家里陪我的 我没事的 就是下次开车注意一点就可以了 听见面前的温声细语 张阳这才反应过来 刚才好像是系统颁布的新任务 是要求立刻前往摆摊呢 刚才被江白雪的爱称 一不小心给冲昏了头 现在照样觉得 要立刻前往中海大桥 既然如果要飙车的话 就带上江白雪的话 那么张阳觉得 就带着江白雪 一起前往中海大桥摆摊吧 如果这样操作的话 自己也没有违背诺言 而且又可以进一步的培养 与江白雪的感情 让江白雪更加的了解自己 至于系统的话 实在是太过匪夷所思了 一时半会儿的 还不能跟江白雪说 这样一想的话 张阳还是决定 带着江白雪一起前往 这样一想 然后张阳就开口了 我刚才不小心看到了时间 意识到好像要前往 中海大桥摆摊了 可是 可是什么 江白雪有些疑惑的 看着他说道 可是 这不是咱俩刚才这么甜蜜吗 而且 你又叫了我的爱陈 我一时太兴奋了 张阳一脸兴奋的说道 好吧 那你现在走吗 江白雪有些失弱的说道 对 现在走 张阳顿了顿 接着说道 不过你要跟着我一起走 一边说着 张阳还一边拉着江白雪的手 原先还有一些失望的江白雪 听见张阳的话后 立马就开心的笑了起来 他觉得 现在的她 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因为她遇到了一个他爱的男人 并且 这个男人也同样喜欢她 被张阳拉着的江白雪 也开始傻乎乎的笑了起来 正在换鞋的张阳 抬头看见江白雪 这个傻乎乎的样子 然后就弹了江白雪的额头一下 这么一下 立马就将江白雪给腾醒了 然后江白雪用双手捂住自己的额头 用一双控诉的眼神看着张阳 看着江白雪的样子 张阳只觉得特别的可爱 不过她觉得 现在时间不等人 然后就开口了 快点穿鞋 我们要出门走了 张阳突如其来的一句话 也让江白雪反应过来了 对啊 要出发了 然后就赶紧把鞋换了 就跟上了张阳的脚步 后面的江白雪 一直都紧跟着张阳的大不卖法 后面有点跟不上了 就小跑跟上去了 不让自己拖累张阳 看着张阳急冲冲的样子 他就知道 应该是时间比较急的 要不然张阳不会是这个样子的 要不然的话 按照张阳那个赵国人的性格 就让自己这么的仓促 为了不拖累张阳江白雪 只能够不断的小跑着 追赶着张阳的步伐 不一会儿 两人就到达了停车场 张阳直接行鱼流水的 就把车门打开了 上车 并且还特别留注意的 帮江白雪系好安全带 并叮嘱他要扶好把手 因为他待会儿 可能会快速行驶 这速度的话 可能会让你有点害怕 听见张阳的话 江白雪只觉得特别的暖心 然后就好好地扶着把手 又不太敢睁开眼 因为他觉得 昨天的那个飙车 实在是太刺激了 还是先闭上眼睛 这样比较好 看着白雪那有一点害怕的样子 张阳开始觉得有点不忍心 但是想想这样的生活 迟早是要江白雪适应的 就是这样 一步一步慢慢来吧 然后张阳检查好了 江白雪座位上的一切事宜 然后就开始踩油门出发了 一边踩着油门的他还想着 既然江白雪已经选择了和自己在一起 而且这系统又是随机颁布任务的 必须得按接受自己随时的变化 虽然这么一次要他 还是比较接受的 但长期这样的话 肯定会造成一些矛盾的 看来等完成这个任务之后 得要好好跟江白雪 开诚不公地谈一次 这么一想 张阳不不由地踩的油门更快了 刷的一下 两人就停在了别墅的出口处 不过此时的保安行动 似乎有点慢 没有提前把栏杆给张阳打开 这样等了许久 还未见保安把栏杆打开 张阳就一直按着喇叭 这时候保安才发现 张阳的车已经停在那里了 然后赶紧把栏杆打开 只看见刷了一下张阳的车 就没有影子了 虽说保安已经见过两三次 这样的情况了 虽说内心已经有点接受了 张阳的开车技术 不过再次看到的话 还是忍不住惊讶 因为张阳的开车技术 实在是太酷炫了 太帅了 这不由得让保安也想起了 自己曾经的赛车梦 然后看了看自己身上穿的 不禁感叹一句 还是不要做梦了 现在你只是一个保安 还是好好做一个保安的工作就可以了 就是这么一会儿 坏得雄心壮志 就被现实给打败了 此时的张阳正在认真的开着车 也不知道自己的行为 给了保安这么多的想法 他用眼角描了苗江白雪的情况 此时的江白雪依旧闭着 也不敢睁开眼 感受着飙车的刺激 张阳知道 现在一时半会 也没有必要刺激江白雪 就这样让他慢慢接受 还是比较好的 我一想张阳就什么都没说 只是依旧认真的开着车 就这样刷刷刷的几下 张阳就在车道上不断的行驶 不断的超过前面的车辆 显然张阳的车速也是超速了的 但依旧没有发生什么危险就是了 被他超过的人 再一次觉得这难道是在拍电影吗 然后不敢相信的揉了揉自己的眼睛 却发现前面的那辆车已经没影了 让他们有一种 好像见了鬼一般的感觉 然后交警再一次集体出动了 本来前一两个小时 就发生了一起超速的事件 而且交警一会儿人还没有追上 这是奇耻大辱 结果现在又来了 这下每个交警都觉得 必须要将这辆车给拦下 要是不将这辆车给拦下的话 交警队就没有面子了 然后车道上就出现了一幅壮阔的景象 那就是张阳的车在前面刷刷刷的没影 后面尾随着一大伙的交 紧张阳一开始开着车 也并不觉得那些交警是在追自己 后面发现这伙交警一直在尾随着自己 这下他也意识到了 事情好像有点不妙 如果他觉得交警应该还不知道自己的身份 要是知道自己的身份 就不用这样一直追赶着自己了 早在前面卧龙山一号别墅的时候 就通知他了 嗯 这下张阳觉得不能让这会交警给追上 追上的话可能就有一点麻烦了 然后张阳决定干脆加速好了 然后就在全能技术的加持下 踩的油门更加梦了 瞬间就眉影的消失在了交警的面前 只是感觉在拍电影的 不仅仅只是原先的那些车主 还有一直追赶着张阳的交警们 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 在自己出动了那么多警力的时候 也依旧没有追赶上张阳 反而让他再一次 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给流走了 这让交警们都非常的气急败坏 有一个非常帅气的交警小哥哥 还不由自主地握着拳头 递砸了一下自己的车 把手觉得张阳实在是太气人了 原先一个发现了张阳车牌号的交警 就开始打电话查询车牌主人 结果发现这个车牌是有权限的 凭借他暂时的职位是查不了的 这一下他也意识到了 张阳是一个大人物 可能是他们这些小交警们都惹不起的 原先气急败坏的交警们 在听见这么一个消息的时候 都强忍住了自己的气 因为他们觉得张阳应该是一个特殊的工作人员 刚才的飙车只不过是在完成一项特殊任务 所以才开得这么快 如果不是特殊工作人员的话 恐怕也没有这个技术 让他们如此追赶 这么一想 一会儿交警就收拾好自己 返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 继续客进职守 此时在前面的张阳 可不知道交警们如此丰富多彩的心理活动 也没有想到自己不过是飙车 居然会被当作是什么特殊工作人员 现在的他正在认真地开着车 并且时不时地观察着姜白雪的反应 总的来说 姜白雪的这个反应是比较好的 开到后面的时候 姜白雪直接睁开了眼 看着刷刷刷不断消失的景物 张博雪也就慢慢地接受了 然后平静地坐在座位上 看着已经接受了的姜白雪 张阳只觉得心里特别的欣慰 他知道这样的姜白雪 能够继续和自己在一起 然后不由地油门踩到更到底了 速度更加快了 然而这样却没有吓到姜白雪 反而更加兴奋地朝着外面看去 现在的姜白雪 只觉得自己 好像就是电影里面的主角 感受着里面的飙车的快乐 而且 他前面好像也听到了交警的声音 不过看着张阳开得这么酷炫 交警也没有追上自己 这一下 他也莫名地觉得刺激 原本需要将近半个多钟头的路程 在张阳的快速飙车下 十几分钟就到了 一到达了目的地 张阳就开始了摆摊的准备 姜白雪也在一旁给张阳帮忙 这个摊位 就是张阳从原来的那个敌对的同学张瑞凡那边获得的 因为上次张瑞凡觉得 张阳应该是一个不平凡的人 为了跟他打好关系 所以就专门给他预留了一个摊位 给亏那个小弟慧眼识人 要不然的话 如果得罪了张阳 恐怕他们就会惨得有点不忍直视 一会 两人就把东西摆好了 姜白雪也没有一开始 在接受张阳开车的时候 那么的难以接受了 也已经接受了 能够在一下车时 能够不腿软了 能够帮着张阳一起收拾东西 特别是帮着张阳收拾东西的姜白雪 觉得心里特别的甜蜜 在看见张阳流汗后 小心的拿出纸巾帮他擦干净 这让张阳对他会心一笑 就在两人都比较甜蜜的看着自己的时候 他们并不知道他们刚才的行为 都被另一个人给看去了 而且 这个人还特别的气急败坏 特别是在发现 张阳开的车是大重车 而且在这里摆地摊的时候 他就想冲上前去揍他 不过觉得这是大庭广众 还是忍一下让别人去做这件事 一想着这个人就离开了 而张阳和姜白雪 依旧甜蜜地看着对方 甜蜜到张阳都不意吆喝 就直接摊摆在那里 反正现在的他也不缺钱 如果要买他产品的人 自然就会上来询问 而且也不需要他怎么吆喝 上次处理掉那些竹席的时候 张阳就意识到了这个道理 不需要什么广告吗 这样可以卖出去吗 这事的姜白雪也反应过来了 开口说道 因为在他的印象中 摆摊好像是要吆喝的 第一次和张阳出来摆摊的时候 他就听见了 可是现在张阳什么都没有叫 张阳摸了摸姜白雪的头 然后开口说道 不用吆喝 这些产品都卖的比较贵 如果不是一般人家的话 根本就买不起 要和招揽当那么多的人 可能也没有几个会买的 与其这样 就等着实货的人过来买吧 听到张阳的话 张博学忍不住吐槽了一句 你可真是一个佛系卖家 我那佛系了 我这不天天出来摆摊挣钱养活家吗 你居然还说我佛系 真是的张阳假装不满的反驳道 好了 好了 你不佛系 我说错了 一看见张阳脸色变了的姜白雪 赶紧求饶 你觉得我有这么好就可以求饶的吗 除非你 张阳特别神秘的说着 除非我什么 姜白雪好奇的问道 然后张阳就在姜白雪的耳朵旁 小声的说了一句 这让姜白雪的瞬间就变得通红 有点气急败坏的看着张阳 显然不敢相信 这话是张阳说出来的 仿佛如果张阳真的那样对他做了的话 他就会揍他一般的感觉 怎么样 张阳眼含笑意的看着姜白雪说道 看着张阳眼里的笑意 姜白雪这下才立意识到 张阳是在开玩笑呢 立马就小粉拳给砸了过去 原来还真的以为张阳灰那样的把他吓死了 还在想 如果照样真的样做的话 他会怎么样 结果这家伙就是嘴上说说的 这样一想姜白雪不由的砸的就更狠了 被姜白雪打着的张阳 突然嘴里叫了一声 哎呀 好疼啊 叫的时候 还一边捂着自己的胸口 好像特别疼的样子 刚开始看到张阳这个样子的时候 姜白雪狐疑的看着自己的手 他并不觉得自己的力气有这么大 为什么能把张阳打得这么疼 觉得张阳应该是在骗人 所以就一直站在旁边 动都不动 冷眼看着张阳 可是过了一会儿 张阳还是保持着那一个痛苦的样子 这让姜白雪觉得可能自己真的打 打疼了他 因为张阳的那抚养的实在是太痛苦了 都看不出来是假装的 然后特别心疼的扶着张阳 脸色特别惊恐的说着 我是故意的 我真的打疼了你吗 哪里疼着 我给你揉揉 看着姜白雪这个样子 张阳还是保持着疼痛的样子 用手示意了一下自己的心口 姜白雪了 不记得自己打过哪里 这下他也意识到了 张阳这是在骗自己呢 瞬间就回过了头 不想要再理这个男人 气冲冲的看着眼前的货物 这下张阳也发现了 姜白雪似乎生气了 立马就不装了 立马就开始求饶了亲爱的 你不要不理我吗 我刚才是真的被你打痛了吗 而且 你刚才都不注意 值得砸我 哼 姜白雪直接回应 而且还给了 张阳一个河豚一般的表情 似乎在表示 本宝宝真的很生气 很生气 你居然敢装腾 我这让我特别特别的生气 你要是不哄我的话 我就会更加的生气了 看见姜白雪 这么一副可爱的样子 张阳立马就今生细雨的 宝贝 不要生气了 你也不想我在大街上 对你做一些 比较特殊一点的行为吧 你 你 好了啦 不生气了 我们好好摆探 好不好 说着话的张阳 还一边摆着各种各样 奇怪的表情 这些个表情 瞬间就把姜白雪给逗笑了 实在是张阳的表情 太搞笑了 一看见姜白雪笑出来了 张阳就知道 她已经不生气了 可以张阳赶紧趁势追击 好吗 宝贝 你都笑了 所以就不生气了 好不好吗 看着眼前一直耍无赖的张阳 姜白雪不生气了 也不敢生气了 这家伙实在是太磨人了 然后就静静的 看着眼前的货物 但是却也没有说什么 不过心里却一直想着 张阳真的是太可爱了 可爱到爆了 既然这样的话 自己就不跟她计较了 不过又何止 她心中认为张阳可爱了 张阳也觉得姜白雪特别的可爱 特别的善解人意 这么一想 她也不胡闹了 毕竟现在还是在大街上呢 如此秀恩爱 如意遭雷劈 刚才的说话 竟然她已经感觉到了 隔壁仇恨的视线 隔壁的摊主 还是张阳曾经见过一面的 就是再上次在影视城 想要跟她买水晶鞋的 那个卖杂货的摊主 正一脸极度的盯着张阳 原来今天这位大哥 刚和自己的老婆吵了架 结果出来干活 还遇到张阳 这对一直在虐狗 还虐了她很久 然后她就在感慨 真的是苍天太狠了 她不就是出来干个活吗 为什么还要让她碰见 这么甜蜜的一对呢 至于在她面前这么秀恩爱呢 哎 现在的日子真是太难过了 到底还让不让人过活了 江白雪也就是感觉到了旁边的视线 所以就不敢再说话了 看着江白雪的张阳 也意识到了 然后有些眼神不善的 飘向隔壁的摊主 隔壁的无名大哥一家 收到张阳的眼神 也是很无语啊 明明是 你们一大早在自己的面前 不断的秀恩爱 自己吃狗粮 结果你居然还这样的眼神看我 难道我就不能够眼神反抗吗 难道和老婆吵架的男人 就一定要吃你们这么一份狗粮吗 哎 人生真的是太难了 看了几眼摊主的张阳 这才回过神来 看着眼前的货物 她也不敢再打去江白雪了 她觉得 再这样下去的话 那个摊主在流露出的眼神 可能会把江白雪给气走 这样的话 就没人陪自己摆摊卖货了 这些多么不值啊 谁让自家找的女朋友 这么容易就害羞呢 不过也正是江白雪的这一份纯真 才打动了张阳 过了一会儿 张瑞凡突然带了一伙人过来了 然后好像沿着摊位在收着保护费 看着这一番情景 江白雪有些担心的看了一下张阳 然后张阳回给她一个放心的眼神 一会儿 张瑞凡就到达了张阳的摊子前 特别凶狠的说 保护费给我交出来 听见张瑞凡的花 张瑶也有些诧异 明明上回张瑞凡对自己的态度 已经好了许多 可是今天 如此气势汹汹的 貌似有点来者不善呢 然后 张阳就慢条斯理的开口了 你不是说了 这个摊位是特意给我的吗 我随时什么时候都可以营业 而且也不用交保护费 现在 这是什么意思 张瑞凡并没有说话 但他旁边的一个小弟 把狼牙绑架在自己的脖子上 特别凶狠的说 什么玩意 居然敢这么跟我们老大说话 让你交保护费 你就交保护费 现在能把摊位给你就不错了 你还想要怎么滴 一边说着 还露出特别凶狠的表情 对着张阳 这个样子 看得姜白雪特别的生气 然后姜白雪就想冲上去理论 张阳赶紧拉住了姜白雪病 把他拉到自己的身后 不让他乱动 张阳也看出了 张瑞凡明显就是想来挑适的 想以保护费为理由 撤销自己的摊位 而且看他的样子 似乎还想要好好地整治他一下呢 张瑞凡突如其来的变化 让张阳觉得有一些惊讶 因为上次他明明就不是这样的 那么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让他干这么有底气的 和自己这么说话呢 张瑞凡 怎么你自己不敢说话 要让你的小弟说话呢 你今天来到底是什么意思 张阳脸色有些严肃地说道 张润凡只是像小 一样 慢慢地吸了一口烟 然后吐出眼圈 接着再开口说道 意思就是 要跟你要保护费而已 难道你以为在这里 就不需要付出一点什么代价吗 以为我真的会帮你吗 你可别忘了 咱们可是敌对关系 一直以来的敌对关系 上次你可不是这么说的 怎么一下子又改变主意了吗 吓得张阳脸色 又也有一些不好看了 直接就有一些 针对的意味在里面说着 你也未免太过天真了吗 难道真的以为我会帮你 难道你忘了 我们是什么关系吗 张瑞凡直接把烟头扔到了地上 然后呃 地踩着说着 本来张瑞凡就看张阳不顺眼 上次只不过是因为那个人在 所以才不敢对动手 可是现在那个人都倒台了 自己又何必还要忍着张阳呢 不得不说张瑞凡是一个比较没有眼光的人 居然这样对待张阳 啊 他那个小弟 你看就是一个充满智慧的人 不过那个小弟前几天已经被他处理掉了 没有这个小弟的出谋划策 张瑞凡瞬间就得罪了不少人啊 今天就是要开战到张阳的头像 更主要的是 因为江家小公子 刚才找他谈了一些东西 这让他觉得自己前途大好 然后直接眼神示意自己的小弟们 就开始动手砸起了张阳的摊子 他倒是想看看 张阳到底要怎么反抗自己 而且江小公子承诺 自己把事情办好 就会给自己丰厚的奖励 这么一想 他便觉得得罪张阳不是事 现在张瑞凡特别得意洋洋的看着张阳 因为张瑞凡上次就想说是张阳了 只不过是被那个小弟给阻止了 这次江小公子都叫自己对付他 他倒是想看看张阳这次怎么逃 原来就在张阳和江白雪 在中海大桥打情骂靠的时候 不小心被江白凡看到了 江白凡在医院享受极致的痛苦之后 就想出来放松 结果一放松就遇到了张阳和江白雪两个人 正在打情骂靠 甜蜜的要死 而他记得自己上次之所以会被那个黑衣人 殴打进医院 起因就是因为江白雪 要不是他遇到江白雪的话 他也不会碰到那个黑衣人 他这几天就不会过得这么惨 一想到那惨烈的疼痛 江白凡就气得牙痒痒 忍不住用拳头砸向了墙壁 江白凡就特别想教训一下江白雪 觉得如果要不是因为这个女人的话 自己也不会受伤 也不会沦落到在医院里躺那么多天的地步 现在一想到那痛彻入骨的难受 以及在医院自己母亲的恐怖哭泣 江白凡瞬间还觉得似乎身上还有疼痛感 一般可以说 这次进医院不仅只有身体上的疼痛 还有精神上的痛苦 这次在医院的时候 江白凡的父亲不仅没有关心他 反而冷眼旁贷 仿佛这就不是自己的儿子一般 来到医院的江父 并没有怎么关心自己儿子的伤势 而一直在教训他的母亲 埋怨他没有将江白凡给教育好 整天进士给他闯祸 什么也帮不上忙 天天还要让他去收拾烂摊子 这回可好 直接给整进医院了 本来就疼痛难忍的 江白凡还整日要听着自己父亲的埋怨 以及那整日惧怕父亲不敢反抗父亲的母亲的 一直哭泣的声音 可以说江母就只是一个直老虎 在外人面前极为嚣张 而在江父的面前就是一只认人 那小猫咪完全不敢反抗 在忍受着剧烈的疼痛的江白凡 还要整日听着自己父亲的埋怨 这就让他痛上加痛 更加痛恨那个把他给弄伤的黑衣人 不过他找不到那个黑衣人 就只能够把仇恨算到江白雪的头上 如果不是他他的话 自己也不会受到那么大的伤害 每回一想到这里 江白凡凡就迸发出仇恨的眼神 不过他并没有把这件事告诉自己的父母 如果让他们知道 是因为江白雪才变成这样的话 可以更加想象出父亲的暴怒 更加觉得自己是一个废物吧 无奈之下 江白凡只能忍受着藤面对着母亲整天的以泪洗面 母亲的关心不仅没有让他好转 更加的刺激他了 让他更想要收拾一下 这个自己童母异父的姐姐 从小江白凡就看江白雪特别的不顺眼 所以他就经常的奴役他 在这个所谓的姐姐身上寻找刺激感 对于江白凡来说 江白雪不是姐姐 而是一个奴隶 可以任人打骂的奴隶 可今日居然在这个奴隶的身上翻了跟头 立马就让他有一种想报复的心理 想毁了他 就在江白凡发泄是拍打墙壁的时候 他想起来中海大桥这边 好像是他好朋友的小弟的底盘 一想到这里 他就两眼散发着金光 然后赶紧给自己的兄弟打了一个电话 喂 江公子 今天怎么有空给我打电话了 电话一打过去 就响起了一个年轻男子的声音 我有件事 想让你帮我搬一下 说吧 咱们两个有什么拐弯抹角的 我记得中海大桥这边 似乎是你的地盘吧 没错 中海大桥那边是属于我的地盘 怎么我手下的兄弟冲撞你了 我立马就打电话收拾他们一下 不是 我想让你帮我收拾掉一个摊子 这么简单吗 这个好办 我立马就吩咐人去干 不过 你可得把那个摊子的位置告诉我 我也好安排人 好 我待会儿给你发过去 不过你可得悠着点啊 我这边都听到了点声音 这大好晴天的 肯定是干活的时候 是吧 知道兄弟你大病出狱 等恢复好的时候 再一起出来玩 好 那就先这样吧 到时候再约吧 一挂完电话 江白凡就呃的看了看张阳和江白雪 实在是这两人的打情骂靠 弄瞎了他的眼 实在让他十分痛恨 他没有想到 在自己经历如此大的痛苦的时候 可这个所谓的姐姐却过得如此的甜蜜 这反差实在是让人难以忍受 江白凡将张阳和江白雪的位置 就发给了他的朋友 然后他的朋友在接收到信息的时候 就立刻给张瑞凡打来的电话 让他收拾一下这两个人 本来经过上次的张瑞凡 就觉得最近暂时先不要动张阳 先观察一下 再看结果 自家老大就发一条信息 要处理一下这个人 这瞬间就合了他的心意 而且自家老大也说了 是江家小公子 要处理这个人 江家那什么身份 那也可以是中海市有名的豪门大户 多方权贵 这次张阳居然惹江家 肯定是没有好果子吃的 他可不相信 就张阳这么一个原先如此贫穷的大学生 即使是成为了爆发户 也不可能说是突然就有这么强大的实力 可以和江家抗衡 一有了底气的张瑞凡 便不管上回那个小弟的劝阻 直接就把那个小弟给控制在房间里 不想让他打扰自己收拾张阳 然后就带领着众多小 小弟们就来到了张阳的摊子面前 这才发生了 我们上面所看到的情形 那个小弟看着张瑞凡 不管自己的劝说 仍然选择要收拾张阳 在外老收拾张阳 还直接就把自己给关起来了 这下这个小弟觉得张瑞凡是无法跟随了 这个人的眼皮子太浅了 恐怕难有出头之日 至于张阳 从上次见他就感觉这人身上 有种神秘的气质 而且他的第六感 告诉他 这个人绝对不简单 要不然的话 恐怕也开不了那种车吧 一想到这里 小弟就有了决定 然后就直接撬窗户离开了 直接拜拜咯 可以说 现在在张阳面前 一副地痞样子的张瑞凡 让张阳觉得 这家伙特别的欠收拾 十分的手痒痒想收拾他 本来张瑞凡前面说话的时候 他就忍着怒气 可是现在张瑞凡居然敢让他的小弟 直接就炸他的东西 这一下他可忍不了了 他用手势意 将白雪待会找个地方躲起来 将白雪也不是傻的 看到张阳的手势 他就明白了 他是什么意思 毕竟上回他也正迟到了 张阳的功夫 所以他并不担心他 反而觉得张瑞凡十分的可怜 居然敢得罪张阳 就他那三脚猫的功夫 恐怕张阳一会儿就给收拾了 我张白雪就想在一旁呐喊诸威吧 又觉得自己不应该给张阳拖后腿 然后就赶紧描了一个比较安全的墙角 就跑了过去 不过特别幸运的是 他发现在这个墙角还有一个人 原来就是刚才比赛 眼神看着他和张阳的隔壁摊主 看到这个人在这里白雪凑过去 小声的说 嗯 给我一个位置 江白雪一边说着 还拿出了刚才在摊子上拿的瓜子 然后边磕起了瓜子 看着张阳和张瑞凡几个人的战斗 他这一番吃瓜的操作 直接让旁边的那个摊主给看傻眼了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一个这么年轻貌美的小姑娘 居然这样对待自己的男朋友 这简直太匪一所思了 江白雪也并不关注隔壁摊鼠那个怪异的眼神 其实他还是担心张阳的 不过知道张阳是不会被这些人欺负的 所以才会如此放松 而他吃瓜子 也真是为了缓解自己的紧张情绪 不过这些也没必要跟一个外人说而已 张阳在看见江白雪 已经有了一个安全的位置的时候 然后就直接一拳 就朝着砸他货物的那个小混混 脸上就打了过去 直接就把人家的大门牙就给打掉了 只见一颗大门牙呈现着兔子般的抛物状 然后掉落到远方 那个小弟也疼得一直在地上打滚 张阳如此狠的一个一招 就让其他人都看呆了 虽说他们平时也经常打架 但很少看到像张阳这种一招出来 就这么凶 到几个人都相互的看了看 而且张阳的这一招 也让张瑞凡给看呆了 他也没有想到 张阳居然有如此强大的实力 也不过是短短的两年 感觉就跟超级赛亚人进化一般 他有点狐疑的看了看张阳 觉得和他印象中那个文弱的白切鸡完全不一样 感觉张阳可能就真的跟自己的小弟说的那样 不一般 但是真的就不收拾他吗 可是后面还有一个江小公子在催促呢 如果没有完成任务的话 自己的后果也不好 在两头为难的情况下 张瑞凡还是决定收拾张阳吧 毕竟张阳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背景 想到这里的时候 张瑞凡直接眼神示意 让他的兄弟们冲 不要犹豫 反正咱们人多 没什么好怕的 兄弟几个接收到张瑞凡的信息 以后直接几个人就如同猛虎一般都不上了张阳 张阳可不怕人家人多 直接来了一个太极 顺势就将一个小弟给拍飞了 对付用拳头的小弟就直接以柔克钢推出去 让他撞到墙壁上 顿时墙上布满蜘蛛 张阳在对战之中 不仅使用了太极拳 还运用了擒拿手 铁布山可谓是 得体验了一把当大侠的感觉 现在他只觉得特别特别的爽 在几朝之间 张阳就将张瑞凡的几个小弟都给收拾了 张瑞凡看着自己的小弟们都东倒西歪的躺在了地上 而张阳还好好地站着 仿佛刚才他什么都没有做的一样 但自己的小弟们都已经疼得起不来了 这让他实在有些迟疑了 到底要不要冲上去 张瑞凡的犹豫张阳看出了 可是就算是这样 张阳也没打算要饶了张瑞凡 本来他前面好生好气 跟他说话的时候他不听 偏偏要自己动手 既然动手了 那就好好玩一下 可玩了一半居然还想打退堂鼓 这世界上还没有这么好的事情呢 总而言之就是一句话 张瑞凡这家伙欠收拾 趁着这次机会 好好地把他收拾一下 下次也不敢再找自己麻烦 张瑞凡看着地上的东倒西歪的弟兄们 明白了自己肯定不是张阳的对手 要赶紧回去搬救兵 然后就向撒腿跑开 张瑞凡的这番动作也看待了张阳 他没有想到张瑞凡居然这么的没股气 而且当初在高中的时候 张瑞凡就是一股气出名的 什么时候居然变成了这个样子 看着逃跑的张瑞凡 张阳直接就使用了一个零微波布 立马就拉住了张瑞凡 然后葵花点学手点住了他的穴道 让他无法再动它 张瑞凡十分恐惧地看着张阳 他完全想象不到 刚才还在逃跑的自己 突然就被张阳给抓住了 更为重要的是 就在他点了他几下后 他感觉自己都动不了了 跑啊 你不是喜欢跑吗 那你就接着跑啊 张阳有些洋洋得意地说道 不不不是 我就是 有吗就是故意想来收我的摊子 砸我的货物 张瑞凡 我看你就是欠收拾 你夸张了 你觉得我收拾得了你吗 张瑞凡一边说着话 眼睛还在那一边快速地转动着 显然在想办法如何逃脱 但是看着眼角 看着东倒西歪的兄弟们 他瞬间就觉得逃跑无望了 而且在这条街上 这些商贩也被他欺负了 比较多 恐怕这些商贩也不会为自己出头 看来今天是真的就败在了张阳的手上 然后张瑞凡就表现出了一副 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 但他师父相信张亚会杀了自己的 不过现在既然输了 就任人宰割吧 看着突然摆出这么一副样子的张瑞凡 张阳只觉得莫名的好笑 但是他也知道 如果不是因为自己实力强大的话 恐怕张瑞凡的下场 就应该是他的下场 甚至可能更惨 所以没想就简单地放过张瑞凡 谁让他这么欠收拾呢 在看到张阳将张瑞凡这几个人收拾得差不多的时候 江白雪就赶忙跑到张阳那边 并且走过来的过程中 还用脚踹了踹那几个躺在地上的小混混 仿佛在表示 让你们欺负我 踹死你 阳 这些人都要怎么处理 想怎么处理 就怎么处理 只要没有弄死就可以 王自信满满地说道 就算是江白雪把这些人都给弄伤了 他也有办法让他们恢复原状 并且警察也查不出来 所以不如就把这些人给江白雪好好地玩一玩 原先的摊主在看到这场景的时候 他便也知道张阳是个不好惹的人物 也幸亏自己没有得罪他 要不然的话 恐怕躺在地上的人就是自己了吧 不过看到张瑞凡几人被张阳收拾一下 还是觉得挺开心的 平日里张瑞凡这几个小 经常就收他们的保护费 霸占街道 极为盛气凌人 大家为了生意生活都敢怒不敢言而已 都一直忍受着 如今这样张阳将这几个人都收拾了一下 个个都拍手撑吼 但还是没有一个人冲上来 说是直接教训张瑞凡的 毕竟他们都是普通人 后面如果张阳离开的话 恐怕他们会被张瑞凡收拾 所以就在旁边一直看着 摊贩们的反应也正是张瑞凡预料到的 平日里他欺负这些摊贩本来就够狠 如今他们不来落井下石就已经不错了 所以他们这种不反应的反应是在他的预料之中的 况且在这几条街上本来就是胜者为王 败者为寇 谁赢了就是谁的地盘 但如果背后有顾一家公子的保驾护航的话 只不过会让他们走得更为顺利一点 张瑞凡也就是靠这个崛起的 不过这次没有完成自家老大的命令 即使在张阳这边躲过去了 恐怕自己家老大那边也无法走过吧 我也不知道怎么收拾他们 不过我刚才踹了他们脊脚已经 递出气了 至于其他的就不用这么狠了吧 江白雪有些为难的说道 他也觉得这些混混欺负他们两个人的摊子 很是气氛 但如果说真的像狠手的话 江白雪还是下不了手的 他的心没有那么狠 张阳也看出了江白雪的为难 然后特别大方的说道 嗯 既然我的女朋友对欺负你们于心不忍 那我今日就放你们一码吧 那就减少一点对你们的惩罚 话音一落 张阳就直接动手了 直接在这几个人身上都点了几下 然后就让张瑞凡几个人离开 看着张瑞凡几人的离开 江白雪也有点惊讶 他没有想到 张阳真的就这么简单的放过他们了 还让他们玩手玩脚的就回去了 张阳打这些家伙 虽然打得看上去比较的惨的感觉 但实际上都是皮外伤 并没有动机筋骨 所以还是极为好的修养的 江白雪觉得按照张阳的性格 虽说不会太大的惩罚 但也不会这么简单的 就放过他的敌人 张阳发现了旁边江白雪吃惊的样子 然后伸手刮了刮他的鼻子 温声笑语的说着 你让我放过他们的吗 怎么现在又这么惊讶呢 江白雪揉了揉自己的鼻子 然后闷闷的开口 我说那你就要照做吗 那是老婆大人的命令 还是要听的吗 而且我都说了会放过他们的 不是完全的放过 只不过稍微没有那么重的惩罚而已 这样吗 江白雪有些狐疑的看着张阳 因为他实在没有看出来 张阳到底怎么收拾了张瑞凡几个人 好了老婆大人 你就不要纠结这个东西来 我们过来把东西收拾一下 继续我们的摆摊大业 今天可能要摆得比较晚一点哦 张阳一边推着江北雪 一边说着 按照张阳的性格 肯定就不可能很简单的 就放过了张瑞凡 他前面给张瑞凡那几个人 点了几个穴道 这个穴道会加剧他们的疼痛感 尤其是张瑞凡 张阳还给他点了几的血 虽然他没有打他 但也能够给让张瑞凡产生疼痛感 这种疼痛感 虽然说不是特别的剧烈 也能够让他头疼很长的一段时间 这样他也没有时间再打扰自己 不过那几个小弟 可能就得剧烈疼痛的好多天了 希望他们跟了张瑞凡这个傻货呢 居然还傻乎乎的陪着他来得罪自己 不好好收拾一下 自己也难受 那为了不让自己难受 害死让他们好好地痛个几天吧 其他倒是没有跟江白雪说 不过是因为他不想让江白雪 知道太多这方面的事 毕竟他的女人 还是只要陪着他幸福就好 在某些方面可以不触碰的话 也是可以的 而且张阳觉得按照江白雪 那聪明的脑子 恐怕也不太会相信自己的 然后张阳两个人 就赶紧把东西收拾好 摆好 然后旁边的摊贩们 也是在一旁看着张阳这平静的行为 仿佛刚才的打斗 就和他没有一点关系 一样依旧平常如旧 虽然这几个摊贩 心中有所怀疑 不过这条街倒是经常发生殴斗 所以他们也习惯了 即使是在这么一条混乱的街 一下子就再次恢复了热闹 仿佛刚才张阳什么都没有干过一样 这就是大城市 能够最短的时间内更新 也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 想看着这些人的反应 也知道他们应该是看习惯了这样的事 所以才能够这么平静的就接受 尤其是在他收拾东西的时候 他发现旁边的那位大哥 也正在摆的东西 并且还回过头 冲他和善的笑了笑 但张阳并没有在意 现在离他摆摊的时间 已经过了快一半的时间了 也就是说 自己即将要完成系统的任务 在剩下的时间 还是好好地摆摊卖货 反正今晚处理了一下张瑞凡 短暂的时间内 是没有人敢再惹自己的 不过这时候 张阳也貌似想起来 似乎自己今晚还没有开摊呢 最近经常发生没有开摊的事情 张阳倒也不觉得太在意 只觉得自己摆摊 但是却没有卖什么东西 有点小奇怪而已 张阳也忽略了 现在的他是属于不开张就不开张 一开张就一次吃三年的那一种 看着张阳似乎在想什么呢 发呆样子 然后江白雪朝着张阳的脸 然后挥了挥手 想什么 刚才那几个人不是处理掉了吗 好像也没什么可以打扰咱们吧 再想要不然待会咱们摆完摊后 去吃个夜宵吧 好像我也没怎么晚上和你一起逛过呢 现在倒是个好机会 我们可以早点下摊 怎么样 不过现在我们还是好好摆摊吧 好好卖货 今天还没有卖出货呢 你看货物都没有卖出 你以后怎么养你的老婆呢 岂不是我要跟你喝西北风 听见江白雪的话 张阳只是是一只傻笑 并没有反应 因为在刚才江白雪的花中 他听出来了 他的意思 他已经承认自己是他的老婆了 你开始傻笑什么 没什么 原来就在两人交谈的时候 突然张阳的脑海中 再一次传来了系统的声音 丁 恭喜宿主在任务过程中 完成了诚挚结巴的随机任务 现在奖励宿主个万能摆摊小板凳 那脑海中系统的声音张阳 觉得有点好笑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自己就这么皱了 张瑞翻一下 结果还得到了系统的奖励 别是这个系统 居然还是万能摆摊 小板凳 这板凳可实用了 可能会是自己以后 摆摊的出门必备品 反正也是白来的 就这样先放着吧 还是好好地买眼前的货吧 卖掉一些就是一些 尤其是摊子 没有上还有几件张阳自己的手工艺品 没准还能够就卖出去呢 不过张阳然后假装从车里 拿出了万能小板凳 就让姜白雪坐着 一坐下姜白雪 就直呼这个凳子 特别的舒服 舒服就好 你在这里好好坐着 这样也舒服不了 你讨厌 姜白雪扭过头 不看张阳 张阳和姜白雪 又开启了虐狗模式 也得亏隔壁的摊主 是一个忍耐力比较强的人 要是换做平常人的话 恐怕早就一锤就砸过去了 这两人说着话的时候 张阳的摊子前 再次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特别是这个不速之客 张阳还是有过一面之缘的 对他有一点印象 他记得 他好像是张瑞凡的小弟 难道说是来算账的 所以张阳就一直眼神戒备的 看着张瑞凡的这位小弟 高天飞也自然看出来了张阳的警惕 不过这也正常 如果他没有什么反应的话 天飞反而会觉得 这家伙是个傻子 高天飞直接用手挡着 然后嘴里还说着别别别 你老别太计较 待会儿一出手 把我打伤了就不好了 你来这干什么 你的老大和你的兄弟们 都已经回去了 难不成你是想来跟我算账的吗 我还是有自知之明的 我还没有办法 在那么短的时间内 就将那么多人给打败了 不过你确实很强 所以 你到底要表达什么 有些狐疑的看着 这个所谓的小弟 觉得这个人行为 好像有点古怪 而且 从他上次次能看出自己的车 以及一系列的分析 张阳又觉得这小家伙 应该也简单不到哪里去 嗯 你看我能不能跟着你 我也不需要啥 我只需要你 给我满足一日三餐便可 如何 高天飞特别平静的说道 那你 江伯雪和张阳 都同时一口同声的说 听到高天飞的话 张阳和江白雪 两个人都震惊了 完全没有想到 这个人居然会提出 这么一个要求 然后两个人相互狐疑的看了看 怎么样 只需要满足一日三餐 你们便可以获得一个保镖 感觉如何 高天飞还一脸兴奋的说道 看着这个高电芬 脸上的兴奋不是假的 张阳反而觉得更加的奇怪 他并不觉得自己 有什么吸引之处 可以吸引到这么一个人 你看中了我们这边的什么地方 如果你没有说出一个理由的话 恐怕我会亲自动手送你出去的 我看中了你的国术 刚才你使的那几招 我都特别的喜欢 我喜欢强者为尊 现在在我的眼里 你是一个强者 所以我就想跟随你 高天飞满脸特别认真的说道 看着高天碑 这认真的模样 张阳觉得 这家伙应该没有骗人 可是不管从哪方面来说 这家伙的脾气确实很奇怪 不能用一般人的思维来揣测 你也太夸张了 我使用的 不过就是三脚猫的功夫 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 你应该是使用了 林波威布葵花点学手 而且 你在他们走的时候 点的那几个学道 恐怕会让他们痛苦上好几天吧 我已经很久没有看见过 如此精湛的技艺了 您是首当一位 所以我想跟随你 我并不觉得 你那是三脚猫的功夫 听着这人的话 张阳觉得 还是有一点道理的 不过 要不要把这个人收下来呢 旁边的江白雪 拉了拉张阳他示意 要不然就把他收了吧 这样的话 有时候也更方便一些 张阳还是觉得 哪里奇怪 因为刚才自己玩的那几手 就把这个年轻人给吸引了吗 可这未免也不太可能啊 从上次见这年纪的样子 都不像是没有见过世面的 可如今 你就把我收了吧 我还可以帮你们负责家务呢 一日三餐 以及相应的生活服务 这下 高天飞用特别带有雌性的声音说话 瞬间就吸引了江白雪的目光 收你也行 那就这样吧 那你就先跟着我们吧 张阳想了想 还是答应了 虽然他觉得 这个人的动机可能有点不寻常 但对于这类不寻常的事物 放在自己身边 或许更好 这样也免得被人暗中偷来一脚 就在张阳说了许久的时候 高天飞都保持在原地不动 一直直愣愣地看着张阳 看着高天飞这样的表情 江白雪在一旁看不过去了 拉了拉张阳的袖子 示意他看一下高天飞 这是什么情况 张阳感觉到 有人拉了自己的袖子 低头一看是江白雪 然后就看到江白雪 示意给看一下那个人是什么情况 然后张阳一回头 就看到高天飞 一直直愣愣地看着自己 似乎想说一些什么 但又不敢启齿 然后江白雪就在张阳耳边语 这个人是什么意思 张阳也表示疑问 他也不知道 高天飞这是什么意思 突如其来地说 要投靠自己 并且还突如其来地站在那里 一直直愣愣地看着自己 并且还是在自己答应 要收他当小弟后 依然还这样 这让他也很纳闷 然后张阳盯着高天飞的眼睛 开口说道 那你还有什么事吗 我不是已经答应收留你了吗 然后高天飞特别平静地说道 那个 我想问一下 有吃的吗 我有点饿了 听到这话 张阳和江白雪都特别地惊讶 两个人都互相地看了一看 他没有想到 高天飞居然给出了一个 这么令人诧异的回答 然后江白雪 有些尴尬地扶了扶凳子 开口说道 有有有 你看看 旁边就是吃 那我先带他去吃点东西吧 要不然 张阳一时半会 也不知道说什么 只好回应着 嗯 要不然你就先在隔壁吃一下 垫垫肚子 等后面回去的时候 再吃点其他好的 怎么样 高天飞一听这话 顿时两眼放金光 特别兴奋地盯着张阳和江白雪 他这眼神 再一次让张阳和江白雪给看呆了 因为他怎么都没有想到 这家伙开口问的第一句 不是了解什么情况 或者什么的 结果就问有没有吃的 特别是人家还有那种特别认真 和纯真的表情看着你 让你也不好拒绝 对 要不然你就在旁边吃一会儿 怎么样 一旁的江白雪 看着高天飞那认真的样子 也随着张阳问道 没事 没事 主要是吃的就行 高天飞满眼放着金光说道 然后张阳就想给他点吃的 然后一时间也不知道他要吃什么 更重要的一点 他才想起来 好像到现在为止 他还不知道 这个人的名字呢 想到这里 张阳不由的嘴角扯起一丝丝微笑 他也不知道 为什么会答应要收下这个人 他也知道 收下这个人可能会遇到一些麻烦 但是当看着这个纯真而又认真的脸的时候 他的直觉告诉他 必须要把这个人给收下 本来张阳就是喜欢顺应感觉的人 既然自己的第六感觉都这么说的话 然后张阳就决定把他给收了 等等 我好像还不知道你叫什么 而且 你想要吃什么 你想要吃什么 就跟这个摊主说就好了 张阳回头看了下高天飞说道 这位大哥 你给他做些吃的吧 他吃了多少 待会我过来结账就可以了 反正咱俩也在隔壁 这样也方便 你看怎么样 张阳有礼貌的跟店主说道 没事做 吃的是我在行的 想吃啥都可以 刚才看你收拾那个小混混的时候 心里特别的爽快 兄弟不错呀 隔壁的摊贩大哥特别豪爽的说道 这没有啥 张阳有些尴尬的笑着说道 隔壁的摊贩大哥似乎也看出了张阳的尴尬 然后就没有说什么了 直接就开始动作了 就听见有不断的菜刀声从隔壁传出来 看这边安排的差不多了 就让高天飞留在这里吃饭 他先去摊子前看着 然后高天飞乖的像个小孩子一样 坐在摊子前等着吃的 两眼放金光的盯着隔壁摊贩大哥的手 仿佛那就是美味的红烧猪蹄一样 下一秒他就要冲上去给咬一口 张阳回过头 看到高天飞这个样子的时候 也觉得有点好笑 但又觉得笑出来似乎有一点不礼貌 在张阳一走的时候 江白雪就一直看着他们两个人 结果就看到了高天飞的那个傻样子 也觉得特别的好笑 然后就觉得更加的疑惑了 这个人到底是怎么能成为张瑞凡的小弟的呢 完全就不像是一个混黑的人 反而特别像是一个孩子 等张阳一回到摊子上 他就拉着张阳的手 小声的问道 这人是谁啊 我们真的要把他收下来吗 你觉得他靠谱吗 他叫什么 我暂时不知道 如果我的感觉告诉我 收留下这个人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就把他给收了 啊 你确定吗 是的 你放心 凭借你老公的实力 这人还是欺负不了我们的 我觉得我的第六感 还是挺准的 要不是靠我的感觉的话 恐怕我当时也就不会收留下你了 我们也不会有现在的姻缘啊 可是 是他能够跟我比吗 亲爱的老婆大人 你就不要疑惑了 或服自有天安排 就算我们现在再疑惑 也不能干啥 而且 你不觉得这个人纯真的脸孔特别有杀伤力吧 好像也不太好开口 拒绝的那种感觉 有没有 听到张阳的话 江白雪也觉得特别的有道理 特别是当高天飞盯着他的时候 他瞬间都不敢拒绝了 总觉得好像是一个特别可怜兮兮的孩子 在盯着自己 让自己十分的不忍心 这么一想 好像自己也不忍心把他给丢下来 然后江白雪也就不说什么了 他觉得张阳肯定是有自己安排的 要不然肯定也不会把他给收下来 想想也不觉得 朝阳做出了决定 真的就是靠第六感吗 算了 自己不要想那么多了 每回张阳的决定 后面都是比较好的节 还是先看一看再说吧 那好吧 江白雪也有些无奈的回答 主要是江白雪自己 也实在对高天飞那双纯真的眼睛 说着拒绝的话 然后他又有点理解张阳的话 也就只能无奈的看着张阳了 在两人思索之间 然后就听见隔壁似乎有什么声音传来 回头看去 就过去了那么一会儿 他们就看到高天飞的那张桌子 堆积了无数的盘子 就这么短短的十分钟左右 高天飞那里 就已经堆积了十个盘子 而且看他那个吃得行云流水的架势 张阳就觉得 这家伙应该还吃得下 重点的是 不仅张阳注意到了这个事情 然后他发现 有许多的人都围惧在了高天飞的旁边 都用诧异的眼神看着高天飞 实在想不出 一个如此高高瘦瘦的人 是怎么在如此短的时间内 就塞进了五盘的炒饭 以及五盘的炒和牛 原先隔壁摊饭并没有什么生意 但由于高天飞吃得如此迅速之下 摊主大哥就快速地动起了手 仿佛忙得十分火热 并且额头还不断地流汗 重点的是高天飞 吃得如此像一个大卫王的表现 还信了一大伙的小哥哥和小姐姐们 围惧在隔壁摊主的摊摊子上 并且 还有些人还忍不住地录起了视频 更甚者 更是直接在直播 各位小姐姐们 这里就是中海大桥 比较出名的一个街道 在这里我还碰到了一个好看的小哥哥 不过这个小哥哥可是个大卫王啊 你们看就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 他就干掉了食盘料理 是不是很厉害 这样辨别真伪 我带大家更近地看一眼如何 这个小主播也一直地 围绕在在高天飞飞的那伙人群之中 张扬在一旁看的目瞪口呆 他怎么也想不到 高天飞这家伙是如此的能吃 本来张扬想去把高天飞拉出来的 可是在高天飞吃了这么多料理的招牌之下 许多人都来到了隔壁摊贩这边 顿时隔壁就人山人海的 一下子张扬也不好 去把人家拉出来 不想要成为众木 他只能回头看了看江白雪 结果江白雪也是和他一样的表情 他也是特别的诧异 怎么想不到一个如此高高瘦瘦的男人 是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就将这么几大盘的东西都塞进了肚子里 然后江白雪就在一旁 就木木地拉了拉张扬的袖子 有点慢慢地说到 说他是怎么吃下那么多的 而且还是在这么短的时间 这家伙不会饿了好多天吧 你觉得我们把它收留下来可以吗 不知道 我现在也很怀疑 到底要不要把它收下来 我觉得把它收下来的话 可能伙食费会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张扬也在一旁回应道 现在最开心的应该是隔壁的摊贩大哥 因为高天飞吃得如此香的表现 然后他的摊子面前就聚集了特别多的人 好多人都要填和高天飞一样的食物 所以他瞬间就忙得热火朝天 汗地也不断地留下 但是脸上却洋溢着非常好的笑 他的摊子面前好久就没有这么好的生意了 这还得多亏隔壁的张扬 今天晚上不仅让他免了保护费 好些还带来这么一个人 为他招揽了这么多的生意 这样的话 他也就不跟他计较 前面让自己吃狗粮的事情了 然后大哥就干得更加起劲了 一不小心又多做了好多 并且还多做了好几份 分量比较足的炒和牛和炒饭 迅速地端在了高天飞的面前 然后在空闲之中 赶忙给自己的老婆打了个电话 让他赶紧过来帮忙 本来这位大哥 早上还和老婆闹别扭着来着 然后今天晚上 他老婆在接到自家老公的电话的时候 他的老婆就气消了 赶紧兴冲冲地就跑过来帮忙 也不计较早上发生的事情了 贪贩大哥感觉到 自家的老婆应该是不跟自己生气了 然后就干得更加起劲了 他瞬间就觉得今天是美好的一天 发生的一切都是如此的美好 高天飞并没有在一旁边发生的情况 他只是认真地吃了东西 他已经好几天都没有吃东西了 并不是说他在张瑞凡那边没有吃的 只不过前几天发生了一些事 他觉得这个人靠不住 然后就没有在他那边吃东西 然后又加上今天晚上 张瑞凡和张阳发生的事 就让他更加决定要跟随张阳 我也实在是饿得受不了了 然后吃的就更加快了 也更加认真了 现在吃完了将近三十个盘子后 高天飞觉得自己已经有半饱了 然后就不吃了 因为他记得张阳曾说过 就是先让他垫一下肚子 待会晚点摆摊 回去的时候还会带他吃些好的 还是先不要吃那么饱 留点肚子比较好 高天飞心想 一抬头 他才发现身边围惧了很多的人 而且还有许多人用闪光灯不断地拍着他 弄得他眼睛十分的刺痛 但他也不在意 直接让人群让让 然后就回到了张阳那边 不过这会儿人 可不是那么快就放过高天飞的 都特别兴奋地问道 小哥哥 你怎么可以吃那么多啊 你的胃都那么大的吗 高天飞可不理这些稀奇古怪的问题 直接走到了张阳面前 特别感谢地盯着他 他已经好久都没有吃过半饱了 张阳觉得这情况好像有点尴尬 然后就让江白雪先看一会儿 然后他去付钱 老板 刚才他吃的那些东西都多少钱啊 老板特别大方地说 算了 要不是他的话 我的生意现在也不会这么好 就当我请他吃的吧 你帮我多谢谢一下那个小伙子 如果他还想吃的话 记得再让他过来 好 那我就不打扰你了 张阳看着 在一旁十分忙碌的大哥 以及他摊子上特别多的人 他也觉得 看来这顿饭是不需要自己出钱了 然后就开口了 随后他就发现 还有一大伙人围在自己的摊子前 仿佛有特别多的问题 想问高天飞 然后张阳灵光一动 觉得 或许这还是一个宣传自己摊子好机会 这么多的人 恐怕自己摊子上的东西 也能够卖掉一些吧 这么一想 张阳就赶紧回到了自己的摊子前 然后就让高天飞好好地站着 哎 各位 这是我的兄弟 如果你们想问些什么的话 都可以问我 张阳现在镜头前 特别认真地说着 看着张阳的这一番动作 江白雪也是有些惊诧的 不过他也意识到了 张阳要做什么 这样脑子一转 然后江白雪就让高天飞 也好好地站在那里 那我们想问一下 这个小哥哥 是怎么吃下这么多的 这个挺简单的 主要是因为我的这小兄弟 天生就比较能吃 真的是这样的吗 当然是真的 要不是因为我的这小兄弟太能吃了 家里实在负担不了 所以我们才出来摆摊好 刚才实在是我们的兄弟饿了 然后就送他去吃东西了 张阳脸上特别自然地说道 好吧 那我想问一下 这双鞋怎么卖 原先盯着高天飞的其中一个小姐姐 在听到张阳的话之后 看了一下他的摊子 然后发现 他的摊子 简直就像一个摆货 什么东西都有 其中有一双鞋子的手工艺品 看上去特别精美 就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然后问道 这个是五百块 是纯手工艺制作品 这么贵吗 本来看着那双鞋 十分喜欢的小姐姐 在听到这么一个价钱后 有些迟疑地问道 这个你买了 绝对不亏 这可是 一双能够招有福气的鞋子 摆在家里的话 可以为你招来福意 而且 它还是纯手工制作的 保证物超所值 就不能便宜一点吗 不好意思 我们这边不接受奖价 主要还是因为 也知道我的兄弟比较能吃 所以我们的东西 都是按照原价差不多卖的 也不敢卖的太贵 就卖的差不多就行了 所以我们这个 纯手工制作的话 它的价格是稍微高一点的 一旁的江白雪 听到就直接说了 一飞小姐姐 在听到张白雪的话 之后就特别迟疑 到底要不要买 实在是后面越看越喜欢 然后就干脆就掏出了五百块钱 然后大方帝说着 好吧 看在这个小哥哥的份上 这双鞋我要了 给我包上吧 张阳赶紧把钱给接过来 然后就让江白雪 把这个东西给人家包装好 在这么一番操作下 原来围绕在那里的人 也都看到了张阳摊子上的物品 觉得他摊子上的物品确实不错 然后也就纷纷购买了起来 原先十分冷清的张阳的摊子 瞬间也变得十分的 合起来 然后顿时江白雪和张阳两个人 接钱就接得有点手软了 一会儿张阳摊子前的东西 就几乎就卖光了 张阳也不断地听着系统里传来的 关于积分增加的声音 这听的他也是十分的兴奋 因为这几天 他的积分都没有怎么动 还是那天 鲁西尔买了他的大量的手工艺品 增加的比较多 而且 这实在是也是出乎了他的意料之外 然后他看高天飞的眼神 也和善了许多 觉得这小子 还是有一点用处的 但是在东西卖完之后 这一伙人的热情还是没有减 依旧还是举着手机 大声地问着高天飞 他到底是怎么吃这么多的 他们都特别的好奇 高天飞依旧还是保持着 那一副冷漠的样子 站在那里 对其他人的问题都不肯搭理 此时 张扬也听见系统里传来的声音了 恭喜宿主完成新任务 并且还解锁了招收小弟的子任务 所以奖励宿主更为丰厚的奖励 奖励为一本全能天书 现已经发放到背包里面 请宿主到时查收 张扬听到脑海里的声音 也知道这时候可以走了 也没有必要再面对着面前的人 而且他现在还有一大堆的问题 还想要问一下高天飞呢 他觉得高天飞今天的样子 有一点不一样 和他第一次见到的时候 完全是不一样的感觉 似乎不是同一个人一样 但明明又是同一张脸 然后张扬就直接把桌子凳子一收 然后把高天飞拉开 也不管后面一伙人的大声阻止 直接就把车门一关 然后和江白雪三个人 就离开了中海大桥 看着后面一会人的议论纷纷 江白雪有些担忧的说道 咱们就这么离开没什么事吧 现在还有这么多人呢 而且还有一些人 都给咱们拍了照片 我担心 一旁开着车的张扬 直接回道 放心吧 没什么事的 虽然那些给咱们拍的照片 可咱们也没有干什么伤天害理的事 所以他们也找不到什么痛楚 而且当今的网络 也不至于这么盲目 不是吗 那江白雪想了想 然后说道 那倒也是 而在后面的高天飞 仿佛就是一个乖乖的小宝宝一样 只是在一旁听着这两个人的对话 一句话也不说 因为在他的心里 张扬就是老大 老大没让自己说话的话 自己就不能够说话 不像是张扬车里这么平和的环境 当晚被打的张瑞凡几个人 此时正在医院疼得嗷嗷的大叫 现在的他们 就和当初的江白凡一样 都是浑身十分的疼痛 但是医院里的设备 都是检查不出来的 此时的张瑞凡正在 呃呃的骂着护士 医院都是干着什么吃的 你没看见我们兄弟几个 都疼得这么厉害了吗 你还说 我们什么事都没有 你们都是用医 先生 不好意思 可是我们已经有最先进的医疗设备 给你们检查了 发现你们身上就是一些皮外伤 并没有其他特别严重的伤 护士特别有礼貌的说道 旁边的医生也是特别诧异的 看着这会儿 因为这个问题 好像并不是第一次发生了 似乎前面的那个江公子 好像也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 看来医院这个月 有一些流年不利呢 这眼前的这个景象 这个江医生有点若有所思 似乎中海市出现了一些好玩的事情了 也不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 想到这里 这个江医生就眼神莫测 好像唯恐不乱的样子 似乎中海市好久没有这么热闹了呢 也不知道会是谁带动这股风波呢 不过现在眼前的情况 也容不得他细想了 这是张瑞凡 一会儿就开始闹了 毕竟是几个年轻力壮的小混混 闹起势来也比较难处理 然后他就上前一步 张先生 我劝你最好注意一点 你也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 如果我们医院都没有医好 你们的话 你觉得中海市 还有其他哪里可以医好你们吗 张瑞凡听到这个医生的话 然后就让他的兄弟们助手了 他也明白中海医院是中海市最厉害的医院 若这里都没有办法救治好他们的话 恐怕其他地方也不行的 而且中海医院有许多的权贵投资 如果在这里惹事的话 恐怕明天他们割几个就不在了 医生 也不是割几个小闹事啊 实在是身上太疼了 疼得不行了 要不然的话 我们也不会在这 张瑞凡疼得咬牙切齿地说着 一旁的护士也说 医生 可是 将医生用手阻止了他 这个暂时我们医院也没有办法处理你们的情况 实在是最先进的医疗社都无法检查出你们的情况 所以我们医院给定的判定是 你们身上并没有太严重的伤 如果你这样说的话 你未免就有一点太不负责任了吧 张瑞凡眼神恶地说着 张瑞凡心想 虽然自己不能明面上在医院里闹事 可不代表自己不能暗地里做一些事 如果这个医院还是不能救治自己的话 他觉得自己后面必须要采取一些行动 医生自然也听出了张瑞凡的威胁我 有些不在意地说道 先生 你觉得我们有必要糊弄你吗 而且没有医治好你的话 我们的医院也会蒙上一些不好的名声 难道你说不是吗 到这里张瑞凡也就知道这个医生 是铁定不给他们割几个字 然后他就失忆 他的兄弟几个跟着他们的离开 旁边正腾着那几个混混 在看到自家老大的那个手势之后 就知道这顿疼 他们都是要忍着的 现在并没有人可以救治他们 张瑞凡也很识相 知道现在并不是和这个医生应听的时候 他觉得还是要把自家的情况 告诉一下自己的老大 自己的老大 现在应该是有办法帮他们处理的 张瑞凡几个人就离开了医院 在路上 他把自己和兄弟几个的情况 都打电话告诉了自己的老大 什么 你们就是一个废物 那么多的人 居然连两个人都收拾不了 现在居然还要连打过来让我帮你们 电话里只传来了怒吼的声音 对 对不起 可是我们现在真的是没有办法了 所以才求你的 张瑞凡低声低气的说道 我们就忍着 就当是你们这次完成任务不利的惩罚 这句话一说完就把电话给挂了 然后电话只传来嘀嘀的声音 这把张瑞凡气的不行 然后就把手机给扔在了地上 一直呃的盯着外面 再次发誓 绝对跟张阳势不两立 要不是他的话 他今天也不会受到如此的耻辱 显然张瑞凡也是一个计吃不计打的人 江白凡也在原来他的朋友那边坐着就听见了他接到的电话 结果听到张瑞凡他们几个失败了 而且他们也是遭受了和他上次医院差不多的疼痛 这让他知道了果然他上次的疼痛就是和江白雪身边的人有关 而且如果没错的话 那个黑衣人就是应该是今天摆摊的人 不过看着今天张瑞凡一伙人都实在了 那个小菊的手上看来那个小子不太好对付 如果要报复的话 还得想一个周全的计划 江白凡在一旁想着 旁边的朋友似乎也看出了他在想着什么 然后就开口了 兄弟 抱歉啊 这次是没有给你办好 下次下次 我一定给你办好 怎么样 那我等着你 然后两个人就喝起了酒来 谋划着如何收拾张阳和江白雪两人 这边发生的是 张阳和江白雪两个人是不知道的 不过此时的他们也已经到达了卧龙山别墅 在车上的时候 他们两个人不方便问高天飞一些事 主要还是高建飞那一脸神 真的就像孩子一样的表情 盯着他们 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开口 不过回到了自己家的时候 两个人就比较轻松一点了 而且在经过路上的思考 他们也知道该要问高天飞一些什么问题 而张阳更是直截了当的直接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为什么要来投靠我 你有什么目点 我叫高天飞 不过在我的印象中 咱们应该前面应该是见过一面的 就是在上一次张瑞凡找你的时候 我觉得你的气质比较适合当我的老大 主要我还是一个靠感觉生活的人 所以我就来找你了 更主要的是 我觉得跟在你的身边 我应该可以吃饱饭 这回答 把又一次把张阳和江白雪给整蒙了 就这么一个理由 所以他就来了吗 献这家伙 不是猴子请来的逗逼吗 你觉得你这个理由 能够让我们相信吗 一旁的江白雪 也听不下去了 直接回答 可是是不管你们相不相信 你们都已经收留了我 而且已经答应让我做你们的小弟 那么你们就不能反悔 高天飞直接特别无奈的就抱着沙发上的抱枕说道 看着面前这个无赖的样子 张阳和江白雪叶觉得很头疼 似乎前面就不应该说收留这个人 似乎他们的问题也并没有什么用 行 我们不反悔 既然答应了留你 那就留你 你就先休息吧 至于你的生活用品的话 我们明天再给你准备 张阳头疼的摸着自己的脑袋说道 其实他也看出来了 高天飞就是纯粹赖在自己身上了 就算自己赶他 他也是不会离开的 与其这样的话 那就顺其自然的接受了吧 真的吗 你真的同意就收下我了吗 高天飞一听到张阳的话 就特别兴奋的说着 没错 对 我同意收下你了 而且就算我不收下你 恐怕你也会一直赖着我吧 张阳有些无奈的说道 怎么会呢 我是一个这么文明的人 我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呢 是吧 呵呵 是吗 你还是先去休息吧 张阳手挥了挥 显然是不想再说什么了 高天飞看见这样这个样子 也知道他是要留下自己了 然后就并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说了一句 我的房间在哪 张阳看了看江白雪 然后说了一句 你的房间是一楼的客房 就在楼梯的左边 你现在就可以去休息一下 然后高天飞有点瑟瑟的举手 那个我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房间带有独立卫生间吗 你觉得呢 张阳有些眼神不善的 看了一眼高天飞 显然是不想再跟他多说什么 好好 我知道了 那我就走了 我就不打扰你们两个的二人世界了 话音一落 高天飞就赶紧跑向了原先张阳 给他指的那个房间 在高天飞离开之后 江白雪还是忍不住的开口了 你确定我们真的要把他留下来吗 这个人真的没有什么问题吗 因为听了高天飞的话 让人觉得有点疑惑 因为这压根就不是一个正常人的思维 莫名的觉得这个人很奇葩 张阳有些头疼的摸了摸自己的额头 然后开口回应道 你觉得我们现在还有办法把他给退了吗 而且这家伙似乎也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这话是什么意思 江白雪有些狐疑的看着张阳问道 因为在他的印象中 高天飞看上去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高瘦男子 此时的张阳并没有说什么 只是想着 今天遇到高天飞的所有场景 在解决张瑞凡那一伙人的时候 他就觉得莫名的有一些顺利 而且如果他没有感觉错的话 在他进行打斗的过程中 似乎还有人帮助了他 如果他没有猜错的话 那个暗中帮助他的人 恐怕就是高天飞 要不然的话后面他也不会出现了那么凑巧 而且如果他没有猜错的话 高天飞并不像他表面表现的那么纯真 简单 从第一次见到他这家伙的眼光实力就不一般 今日还帮助他解决张瑞凡的话 恐怕这小子还真的就是一个文武双全的人 没准还真的用得上他 像这种实力超群的人 可不会无缘无故的就跟随一个人 可今天突然就跟随我 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想了许久的张阳 还是没有想明白 然后他就干脆不想了 本来张阳就是比较随性的人 遇到事情也是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人若犯之 绝地杀之 总之一句话 一旦有人欺负了朝阳的话 张阳便会让那个人倾家荡产 付出难以想象的代价 这突如其来就多了这么一个小弟 生活上还是相对有一些不习惯的 没什么 平时你就尽量不要惹他就可以了 好好相处 这样按照他的性格 应该也不会为难你 说完这句话以后 张阳就去把东西给收拾了一下 独留江白雪一个人在客厅思索着 江白雪想了许久 也没有想明白张阳是什么意思 但是他知道他是让自己不要去招惹高天 非要在他面前太过放肆 最好是和平相处 这样才不会发生些什么事情 虽说还是很疑惑 但江白雪却没有再向张阳询问了 因为他知道 如果是张阳想让他知道的话 他自己便会告诉他 并不需要他问 现在他不说的话 那就是天高飞这个人还不足以危及他们的安全 这样一想 江白雪也就没有觉得什么了 然后就跑过去帮张阳的忙 一下子就把车上的那些摆摊用具 就搬回到了别墅里面 张阳和江白雪的话 自然也是被耳力超群的高天飞听到了 不过在房间里的他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的异样 对于张阳和江白雪的话 高天飞都觉得这些都是预料之中 从他一开始打算投到张阳这边的时候 他就知道这两个人应该会出现类似的话 毕竟突然跑出来一个人要当自己的小弟 任谁都是会有疑惑的 不过现在张阳愿意将自己说为小弟 高天飞还是很开心的 主要是现在的发展形势 就和他当初占卜的是一模一样的 高天飞曾在自己比较小的时候 接受过一个高人的占卜 在那个时候 占卜就显示 大概在他20岁的时候会遇到一个有缘人 而且这个有缘人是一个比较奇特的人 在遇到他的时候 高天飞的生活就会有大变化 主要是 自从高天飞在上次遇到张阳之后 他的生活就出现了一些特别奇怪的事 一些以前在他的生活中 从来没有发生过的这些事情 一发生的时候 让他想到了那个高人的占卜 其实他还有一些不相信 可是在今晚看到张阳的出手之后 他觉得这容不得他不相信 因为现实告诉他 张阳绝对就是他的有缘人 而他未来的命运 应该会和张阳有很大的关系 反正他也不欠张瑞凡什么情 前面之所以帮他 也只是为了还了他的 嗯 不过上次帮他处理掉那些事的话 嗯就已经还完了 那么双方就是没有关系的人 后面自己要前往哪里 都不关他的事 就这么一张 然后高天飞就在帮助张阳 处理掉张瑞凡那些人之后 所以才蹦出来 直接说他要做张阳的小弟 其实他前面肚子之所以那么饿 也主要是施展了一些术法 消耗了一些能量 急需大量的补充能量 所以才吃那么多 劲才引来那么多人的围观 后面发生了一些事情 是他也没有想到的 他也没有调到当代人 居然那么无聊 只喜欢拍他吃东西的视频 一想到这里 高天飞也有一些小乌鱼 算了 反正现在事情也已经成功了 高天飞心想 也就不用想那么多了 最重要的是 他吃那些东西 似乎也帮助张阳 把他的货都给卖了 如果不是 后面把他的货 都给卖完了的话 恐怕这家伙的脸色 也没有这么好吧 重要的是 如果他没有猜错的话 张阳可能就会再请他 吃完今天的晚饭 就把他给赶走 而不是把他带回了家 应该是他后面也发现自己 在他与张瑞凡的战斗中 是失以援手的 不得不说 自己的眼光还是没有错的 最起码 这个观察力 还是个一顶一的 想到这里 高天飞就不由自主地笑了 虽说取得信任 还要多一些精力 不过现在算是 有一个好的开头吧 此时的张阳和江白雪 也已经把东西搬好了 张阳则是让江白雪去洗漱 然后都是一个人坐在房间里 认认真真的研究今天的奖励 张阳在系统里点开背包 是发现 背包里面果然就是 和系统所提示的那样 是一本名为 全能天书的奖励品 对于这全能天书 张阳还是有点疑惑的 因为他前面就有一个 全能技术书奖品 现在颁发的 居然是两者如此相似的名字 这两者之间 到底有什么异同呢 我也在张阳查看 全能天书的时候 系统再一次发出了声音 丁 请问宿主要激活 全能天书的技能吗 等等 我有点好奇 这个全能天书到底是什么 全能天书是全能技术的升级版 它能够让宿主 获得技能的速度更快 而且还拥有一些高难度的技术 例如制造火箭等等 这里张阳有一些明白了 也就是说 全能技术 是相对于一些初级的技能 自己可以掌握 而全能天书 则是造火箭创造事物 只要我拥有足够的材料的话 无论什么 我都能够造出来 一想到这里的时候 张阳瞬间就觉得自己 是一个牛逼轰轰的人物 未免也太过神奇了 原先的张阳 只能看着那些伟人 创造历史的奇迹 而如今有这本全能天书 在手的话 岂不是说 只要我能够找到那些材料 不论什么 就算是飞机火炮 我也能够徒手造出来 甚至造出的产品 会比那些国际品牌更加厉害 而且还有可能响彻国际 一想到这里 张阳就一直坐在床上 傻乎乎的笑个不停 洗完澡刚出来的江白雪 就看见张阳一个人 单独的坐在那里不断的傻笑 这顿时让他看得有点诧异 感觉这不太像张阳的风格 然后他就忍不住的 上前用手推了推张阳 此时被推的张阳 也从自己的幻想中走了出来 抬头一看 就看见是江白雪推了自己 然后就用疑惑的眼眼神看着他 怎么了吗 张阳的这个眼神 看得江白雪也很是想吐槽 但他知道 刚才张阳可能是走神了 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 然后就直接开口了 刚才一个人在傻笑什么 此时的张阳也反应过来了 于是回应道 把我的兄弟发过来一条 特别好笑的语音 然后我就忍不住笑了起来 这话听得江白雪也很是疑问 并且他也没有绷住脸上的神色 一直用一副特别疑惑的表情 盯着张阳 显然觉得他说的不是实话 真的亲爱的老婆大人 你觉得我还需要骗你吗 这可不一定啊 毕竟老话说 男人的话可以相信的话 母猪都可以上述呢 听到这话的时候 张阳也知道自己 必须得找一个比较好的油头 才能够把江白雪给打发掉 要不然的话 江白白雪肯定会一直揪住着这件事的 让女人记住一件事情的话 后面肯定会特别麻烦的 然后张阳更是直接的拿出了手机 给江白雪看了一下今天的收益 好了 老婆大人 我不该骗你的 其实我傻笑 主要是因为 我看到了今天的收益 我摆摊最近很少能够有这么高的收益了 然后一不小心 就做着爆发爆发户的美梦 然后就傻笑个不停 你这没出息的样子 就你摆摊这点收益 好像还不够满 咱们家这栋别墅的钱呢 看着张阳指着的手机上显示的数字 江白雪顿时觉得好笑 虽然他对别墅不是特别的了解 但是看卧龙山一号别墅里面的装饰 以及整个房间的宽阔度 不管怎么想 他都觉得 这栋别墅起码要上亿 而张阳手机里的那点收益 可能都没有他的零头那么多 一听到这话 张阳就直接抱住了江白雪 然后开口说道 老婆大人 那不一样 这可是我第一回和你出去摆摊 获得了这么多的收益 难得让我兴奋一下吗 好歹他也增加了下我的小金库 不是吗 这下江白雪算是明白了 不管他怎么问 这张阳都是可以有话给他回答的 于是他开口说道 行行行 不管怎么说 你都是可以自圆其说了 你还是先去洗个澡吧 今天也已经那么晚了 好好地休息一下 好的 老婆大人 我遵命 我现在立刻就前往浴室 说完这话 张阳就赶紧拿着床上的睡衣 就赶紧奔往浴室 看着张阳的这个样子 江白雪是有一点小失落的 其实他今天是给张阳准备了一点小惊喜的 就是他特意穿了一件比较的衣服 但从始至终 好像今晚张阳都没有怎么注意到自己 然后江白雪又想了想 觉得今天的张阳 毕竟是跟人打了一架 可能是比较累了 算了 今晚还是好好地休息吧 奔到浴室的张阳 赶紧跟系统开口说道 开启全能天书的技能 恭喜宿主 现已将全能天书的技能开启了 并且 这是永久使用的 但是宿主要注意 每次使用全能天书的技能之前 必须得找起所需要的原料 否则是无法开启的 听到这里 张阳其实是有一点明白了 那就是 全能技术的开启 必须要在自己将 所需要制作的东西的 所有原材料 都购买齐全了 才可以使用 想到这里 然后张阳就觉得 果然是全能天书的技能开启 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在使用它之前 看来还是要花费一些东西的 然后张阳就跑到了系统里的商城 看了一下 结果发现 这些原材料的制作是 要求用积分兑换的 不过看着这些商品 张阳觉得 此时的自己 就是一个十足式的穷光蛋 你就不要说啥了 就说商城里最便宜的淬炼水 居然都要50万积分 可是张阳的系统积分 现在连10万积分都不到 也就是说 现在的他 根本就没有办法购买系统商城里的产品 而且从另一方面来说 张阳现在积累的积分 是他用来准备积分抽奖的 一旦进行一次积分抽奖之后 他的积分又在将归零 想到这里 张阳还是有一些头疼的 从零开始 这让谁都觉得不舒服 然后他就觉得 看来自己接下来 还要努力再行摆摊才可以 然后他就想着 自己到底要怎么样 才能够增加摆摊的生意呢 然后他认真地想了想 自己的身边不正 现在就有两个大网红吗 一个是江白雪 另一个是高天飞 如果在这两个人的加持下 自己再多做一些手工艺品的话 张阳觉得 积分获得便是指日可待 特别是 如果自己做出高级手工艺品 或者稀有的手工艺品的话 那么就不要说是抽奖了 就是兑换商城里的商品 或许都是绰绰有余 一想到这里 张阳的脸上 瞬间又一满了笑意 仿佛看到了美好的日子 就在前方等着他一般 然后张阳又开始在浴室里傻笑了起来 不过傻笑了一会儿 他就慢慢地反应过来了 因为此时的他听到了敲门声 怎么了 张阳直接问道 没事 只不过我好像没有听到什么声音 我担心你在里面泡澡泡地给晕倒了 在外面的江博雪带佑地说着 因为张阳已经进去浴室进去了挺久了 可是一直便没有什么动静 然后他就忍不住了 老伯大人 我知道了 你放心 我没什么事 我只是刚才想一些事情 想得有点入迷了而已 我等一下就洗好了 你等我一会儿 张阳在里面立马回应道 好 你自己注意一下 然后张阳就快速洗了一下澡 就赶紧出去了 他不想再让江白雪再担心自己 因为今晚在发生一些奇怪的事 他觉得 可能今晚自己就没有办法入睡了 可能就需要接受江白雪的连番盘问了 果然一从浴室里出来的张阳 就看到了江白雪对他疑惑的眼神 我这也难怪 江白雪会露出这样的眼神 因为今晚张阳的某些行为 实在是太奇奇怪怪的了 首先就是 将高天飞收作自己的小弟 并且还将这个陌生人给带回了家 而且回到家后 他还一直时不时的愣神 不管怎么看 今天的他 都是比较奇奇怪怪的 张阳可不想让江白雪 这么一直疑惑地看着自己 直接抱着江白雪就亲了起来 今天的他还是很开心的 尤其是在接受了系统的奖励之后 虽说使用他的代价 稍微昂贵了那么一点 但这也无法抵消他的激动 开始江白雪是不想让张阳亲的 想让他把事情给交代清楚 但张阳实在是亲得太热情了 然后两个人就顺势而为 发生了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 再一次度过了一个美妙的夜晚 另一边的高天飞 开始是听到了一些奇怪的声音 但随后想想 附近的这两个是孤男寡女的 也是十分正常的 然后就没有说什么了 只不过就嘀咕了一句 这年头单身狗果然是不太好存活的 在嘀咕了一句之后 高天飞还是再一次的沉浸在了 张阳这个别墅里面的豪华卫生间的 从刚进入这个别墅的时候 他就觉得这个别墅里面的装饰什么的 都特别的豪华 果然进入到他的房间里的时候 他又再一次的感觉到了 这独立的卫生间 实在是太符合他的心意了 可以使用的泡澡的巨大浴缸 还有自动调温出水的恒温器 可以说这个厕所是十分让他满意的 他之所以选择在外面打拼 就是想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立的豪华的卫生间 而现在跟随了张阳 真真实实的让他获得了这么一个卫生间 这让他非常的开心 然后也让他越发觉得 自己一定要好好的跟在张阳的身边 如果真的按那个占卜所说的话 以后他跟在张阳的身边 应该就会发生挺多的 不可思议的是 这样的话 生活就会变得多姿多彩 一想到这里 高天飞更加的开心了 然后就直接把自己的头 都闷进了泡澡的水里 然后浴缸里就不断的冒着泡泡 就这样张阳 再一次度过了一个比较奇特的一天 但此时的他们都没有预料到危险 正在明天等着他们 总之 今天晚上 三个人都和平的度过了一个平静的夜晚 但是这样的夜晚中会过去的 新的世界又在第二天 等待着他们继续挑战 第二天一早 张阳又从床上爬了起来 然后重复着每天早上的任务 给姜白雪准备美味的早餐 再给姜白雪准备好早餐之后 这时候他才想起来 好像家里还多了一个新的住户 这么一点早餐 还不够那家伙吃的呢 可是一想到高天飞的那个饭量 张阳又觉得有点头疼 似乎自己的这点时间 也并没有办法给他准备那么多吃的呢 这时的张阳 不由得又埋怨自己的脑子 是不是抽风了 居然真的就收留了高天飞这么一个人 就其他的什么都不说 就单单这个吃的方面 好像这家伙 就是一个比较难伺候的主 所以现在这家伙的早餐 应该要怎么解决呢 想来想去 然后张阳看了一下自己手表上的时间 他也知道 现在的自己是没有时间 再给高天飞准备早餐的 干脆就给高天飞交外卖好了 然后张阳就给江白雪留了纸条 并在桌上放了一张银行卡 纸条上写着 这些早餐都是给亲爱的准备的 至于昨天收留的那个家伙的话 可以用银行卡上的钱 给他一些外卖 如果里面的钱不够的话 可以跟他说 然后他会再转一些钱进去 看了看桌子上的银行卡 张阳觉得 在里面存了一百万 不过单单是早餐的话 还是可以支付高天飞 那个海量的味道吧 这么一想也差不多 然后张阳直接放心的 就收拾东西离开了 其实走的时候 张阳还是有一点不放心的 他对高天飞这个人 还是有一点怀疑的 如果又认真回想了 他昨天晚上的一些行为 他又觉得 这个人是有飞敌 暂时应该不会伤害自己 然后又放心的离开了 路上张阳再一次直接的开着车 就快速的离开了卧龙山别墅区 不过也不知道为什么 似乎今天在开着车的时候 张阳总觉得 似乎在暗处有某人的视线 在盯着自己一般 可是一回头 后面什么都没有 这让张阳觉得有些奇怪 因为在开启全能天书的时候 张阳就觉得 似乎自己的感应能力 比以前强了很多 尤其是自己的听力和视力 在昨晚他就发现了 他发现自己 居然能听见 好几百米之外的声音 一开始的张阳 还以为自己在做梦 可是后面他 认真一听 自己是没有听错的 也得亏内实施在半夜 并且江白雪也睡着了 如果让江白雪 看到自己的那个样子 恐怕也会把自己 当做疯子吧 但是事实却真的就是 发生在了张阳的身上 所以在下半夜的时候 张阳都是特别兴奋的 然后就不断地学着 如何控制自己的能力 只要自己不是认真 去听着的话 张阳发现自己 还是可以听不见 那些声音的 因为他发现自己的视力 好得特别多 即使是在黑暗中 也能够将某些东西 看得特别的清楚 仿佛就像拥有了 猎豹一般的视力一样 无论多远的东西 他都能看清一般 今天在开车的旧时候 就是感觉如此灵敏的他 老是觉得在这暗处 似乎有眼睛盯着他一般 而且这种感觉就是 他在离开卧龙山别墅区 以后开始的 虽然只是若隐若现的 但还是被张阳给捕捉到了 所以张阳在开车的时候 就频频地摇着头 观察着四周围的环境 可又发现 四周围的环境并没有什么变化 似乎刚刚真的是 他的错觉一般 但是张阳的内心 始终还是萦绕着 一种不安的感觉 他总觉得自己的感觉没有错 就是有东西在跟着自己 因为在这种不安的感觉的驱使下 张阳开车开得更快了 暗处的一个人 似乎也发现了 张阳这有点变化的行为 嘴里轻声嘀咕了一句 这小似乎还是挺灵敏的嘛 不过暗处的人 依旧是小心地观察着张阳 这此时的他并没有动脑 只是依旧站在原来的位置 哦 看着在远方消失了张阳 然后嘴角扯出一丝 令人猜不透的微笑 在看见张阳 已经彻底地消失在他的眼前之后 这个暗处的人 也就离开了那个地方 仿佛在这个地方 从来就没有出现过 这么一个人一般 不过就是在如此开车的速度之下 张阳心中的那一丝丝不安 正在慢慢地消退 在这不安小腿之后 他发现 似乎那一种若隐若现的 被人盯着的感觉也没有了 就在这个时候 张阳抬头一看 发现杰瑞今天又是在他的前面 而且他如果没有看错的话 似乎灭绝失态也是在这前面呢 这时的张阳 就从不安的状态中走了出来 有点好奇地看着杰瑞 接下来会对他的这个所谓的女神 会采取一些什么行动呢 如果是按照杰瑞往常的行为的话 张阳觉得 这家伙可能会像一个浪子一般 创造浪漫的景象 然后就让这个小姑娘喜欢上他 毕竟 作为一个拥有着米国血统的杰瑞 在浪漫这方面 还是很有天赋的 这自然也是杰瑞在女人这方面 人缘这么好的原因 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的女人 会对杰瑞如此的恋恋不忘 杰瑞每回都在女人开心完之后 提出分手 也不会给她们留下什么分手的愤怒 总之就一句话 按照杰瑞所说 这就是一场享受 享受完之后 和平分手就好 可是现在经常看着杰瑞这样的 跟在一个女人的屁股后面 这让张阳还是觉得有些难以接受的 实在是太颠覆张阳脑海里 对杰瑞这个浪子的印象 但张阳还是发现了 杰瑞现在 似乎只是对灭绝失态身上的某个方面比较痴迷 但还没有完全到达爱的地步 也不知道 这两个人后面会再发生一些什么呢 想到这里 张阳也有一些兴奋了 不由得他也想吃起自家兄弟的挂了 现在 他好像有一点懂得了吃瓜群众的快乐 貌似着感觉还不赖 不过他现在自然也不会貌貌然然的 就去打扰杰瑞 还是好好前往上课的路上好了 这么一想 张阳踩油门的速度就快了一点 不过一不小心 也让灭绝失态注意到了他 他发现 这辆似乎不是老师递车 如果是老师递车 也不会在校园里开这么快 然后他就叫喊了起来 让张阳赶紧停车 正想着事情的张阳也没有听到 直接就开着车就走了 徒留下灭绝失态在后面不断的追赶着 后面的杰瑞也看到了这一场景 心里再暗骂 也不知道是那个家伙在校园里开车 居然把他女神的注意力都吸引走了 如果让他知道是谁 非好好地收拾一下他不可 此时的杰瑞可不知道 他骂的是自己的好兄弟 只能说 事情就是这么的机缘巧合吧 并且 张阳也在一路上 一直地打着喷嚏 他老觉得 似乎有人在骂他一般 但是又不知道是谁 只能够暗自说着 可能是有人太想他了吧 后面的杰瑞 就一直看着灭绝失态 在前面气急败坏地跳着叫着 但还是没有让张阳把车停下来 如果是原先的杰瑞 肯定会觉得 这样的灭绝失态的行为 是极为的粗鲁的 可是自从迷上了 灭绝失态的眼睛之后 他就觉得 灭绝失态的动作 都是特别美的 即使是这么粗鲁的行为 他也觉得 灭绝失态实在是太可爱了 然后不由地在后面看待了 如果张阳知道 他心里的想法的话 他觉得他肯定会拿一把锤子 敲开杰瑞的脑袋 想看一下里面是什么结构 这绝对不是常人的脑子的结构 这绝对是特异人式的结构 而且极有可能是杰瑞的眼睛瞎了 就灭绝失态这气急败坏的行为 也能够叫可爱 在前面不断地跳脚着的灭绝失态 然后一不小心地 就踩在了旁边的一个石头上面 然后就脚底打滑了起来 似乎下一秒就要摔倒了 后面的杰瑞一看到这个场景 就发挥了百米冲刺的速度 赶紧上前扶住了灭绝失态的腰 而且特别认真的盯着灭绝失态 灭绝失态本来以为自己就要摔倒的 摔一个狗肯宁一般的姿势 也没有想到 这时候突然有一个人就扶住了自己的腰 此时的他也正处于惊魂不定的状态 所以就一直靠在杰瑞的手上 并没有动作 到了一会儿 灭绝失态反应了过来 然后发现扶住自己的是他的学生 让他还是有一点不好意思了起来 毕竟这是他第一次这么靠近一个男人 虽说是学生 但毕竟也是一个小男生吧 特别是在青春校园里 散发着浓烈的雄性荷尔蒙的学生 这顿时就让他有一些脸红 然后他就不好意思咳嗽了起来 示意杰瑞将自己放开 在听到灭绝失态的咳嗽声的时候 杰瑞也反应过来了 赶紧把杨夕凤给放开了 此时的杰瑞也有点尴尬地摸了摸自己的后耳勺 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 也得亏杰瑞能够快速地控制着自己的表情 恐怕他在看着灭绝失态的眼睛就已经入迷了吧 一旁的学生似乎也发现了这两个人的互动 然后就在他们的身边窃窃私语地走过 咳嗽后的灭绝失态十分感谢地说着 那个杰瑞谢谢你啊 要不是你的话恐怕我就摔了 没事 老师 下次小心一点就好了 遇到事情不要那么急 嗯 我知道了 你我看现在时间也差不多了 你赶快去上课吧 别待会迟到了 迟到了就不好了 老师 那我就先走了 你自己走路慢一点 行 你走吧 灭绝失态有点不自然地说道 主要是在刚才和杰瑞的亲密接触 直到现在 灭绝失态还觉得有一点小小的尴尬 他也没有想到 就这么一个小小的意外 居然让他体验了一次不一样的感觉 尤其是自己刚才对杰瑞的幻想 这让他越发觉得 自己似乎有一点不配为人师表 所以就想快点摆脱杰瑞 好的 老师 我先走了 那再见 听着灭绝失态的话 杰瑞还是有一些恋恋不舍地说道 见识过那么多的女人的杰瑞也自然看出了此时灭绝失态的尴尬 他知道现在也急不得 还不如先大大方方的离开 给双方一个都比较好的印象 他知道按照灭绝失态这种比较严格的性格的话 如果要突破失声恋 还是比较困难的 但是在两者的关系之间 还是要先从好学生开始 而且双方的关系 只要有了交流的话 后面什么都比较好进展 尤其是刚才他们两个的互动 在学院的早晨上 似乎闹起了一阵骚动 许多人都朝着他们两个人的方向看过来 杰瑞知道 按照灭绝失态这种好面子的性格来说 这种窃窃失语是他不能忍受的 与其这样的话 还是先离开吧 这么一想 然后杰瑞就直接地跑开了 然后他就大步地迈向了前往教室的路 他边走着 还边激动地用手势给自己比了一个V字 总之他觉得 今天是一个特别美好的早上 因为刚才的意外 他抱了一下自己的女神 并且还近距离地观看了他的眼睛 他发现 即使是那黑矿眼镜 也无法阻挡灭绝失态那迷人眼睛 实在是太漂亮了 所以他刚才不由地看呆了眼 幸亏灭绝失态当时咳嗽了一下 让他反应过来了 要不然的话 他们两个可能真的就要被人围观了 而且就灭绝失态那个名声的话 恐怕他们还得登上当天的校园头版 成为今天的失声笑谈吧 是即使就算是这样的话 杰瑞还是依旧觉得特别开心 主要还是因为他禁忌里的 看见了那双美丽眼睛的弧线 实在是太好看了 好看到他难以用言语 来形容他内心的那种兴奋 总之一句话 现在的杰瑞就是特别的激动 此时的另一边的灭绝失态脸 也是比较红的 然后他拍了拍自己的脸蛋 并且他还认为 今天的自己可能有一点疯膜了 他刚才居然把自己的学生 当作是一个男人 而且似乎心脏也有所跳动 拍了脸之后的灭绝失态 在下一秒瞬间就恢复了 比较正常的状态 然后就大跨步的 就走向了前往办公室的道路 虽说现在灭绝失态的脸 看上去是恢复了正常的 但心脏那里的悸动 依旧还存在着 感觉到自己心脏的跳动 灭绝失态 现在整个人的思绪 还是处于比较混乱的状态 还一直想着 刚才杰瑞扶助他的那个样子 一想到这里 灭绝失态又赶紧的摇了摇头 心里大骂自己老不正经 居然对自己的学生有幻想 然后就赶紧大跨步的 走向了办公室 一到办公室 就给自己倒了一杯凉水 然后一口气就喝了下去 旁边他的同事看到了 关心的问道 杨老师 你这是怎么了 不舒服吗 灭绝失态 假装用手拍了拍 然后开口说道 我就是觉得天太热了 然后就喝的水比较多一点 那你可要注意一体 可不要太劳累了 后面的杰瑞 就一直看着灭绝失态 在前面气急败坏的 跳着叫着 但还是没有让张扬把车停下来 如果是原先的杰瑞 肯定会觉得 这样的灭绝失态的行为 是极为的粗鲁的 可是自从迷上了 灭绝失态的眼睛之后 他就觉得 灭绝失态的动作 都是特别美的 即使是这么粗鲁的行为 他也觉得 灭绝失态实在是太可爱了 然后不由的在后面看待了 如果张扬知道 他心里的想法的话 他觉得 他肯定会拿一把锤子 敲开杰瑞的脑袋 想看一下 里面是什么结构 这绝对不是常人的脑子的结构 这绝对是特异人式的结构 而且极有可能是杰瑞的眼睛瞎了 就灭绝失态 这气急败坏的行为 也能够叫可爱 在前面不断地跳脚着的灭绝失态 然后一不小心地 就踩在了旁边的一个石头上面 然后就脚底打滑了起来 似乎下一秒就要摔倒了 后面的杰瑞一看到这个场景 就发挥了百米冲刺的速度 赶紧上前扶住了灭绝失态的腰 而且特别认真的盯着灭绝失态 灭绝失态本来以为自己就要摔倒的 摔一个狗肯尼一般的姿势 也没有想到 这时候突然有一个人就扶住了自己的腰 此时的他也正处于惊魂不定的状态 所以就一直靠在杰瑞的手上 并没有动作 到了一会儿 灭绝失态反应了过来 然后发现扶住自己的是他的学生 让他还是有一点不好意思了起来 毕竟这是他第一次这么靠近一个男人 虽说是学生 但毕竟也是一个小男生吧 特别是在青春校园里 散发着浓烈的雄性荷尔蒙的学生 这顿时就让他有一些脸红 然后他就不好意思咳嗽了起来 示意杰瑞将自己放开 在听到灭绝失态的咳嗽声的时候 杰瑞也反应过来了 赶紧把杨熙凤给放开了 此时的杰瑞也有点尴尬地摸了摸自己的后耳勺 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 也得亏杰瑞能够快速地控制着自己的表情 恐怕他在看着灭绝失态的眼睛就已经入迷了吧 一旁的学生似乎也发现了这两个人的互动 然后就在他们的身边窃窃私语地走过 咳嗽后的灭绝失态十分感谢地说着 那个杰瑞谢谢你啊 要不是你的话恐怕我就摔了 没事 老师 下次小心一点就好了 遇到事情不要那么急 嗯 我知道了 你我看现在时间也差不多了 你赶快去上课吧 别待会迟到了 迟到了就不好了 老师 那我就先走了 你自己走路慢一点 行 你走吧 灭绝失态有点不自然地说道 主要是在刚才和杰瑞的亲密接触 直到现在 灭绝失态还觉得有一点小小的尴尬 他也没有想到 就这么一个小小的意外 居然让他体验了一次不一样的感觉 尤其是自己刚才对杰瑞的幻想 这让他越发觉得 自己似乎有一点不配为人师表 所以就想快点摆脱杰瑞 好的 老师 我先走了 那再见 听着灭绝失态的话 杰瑞还是有一些恋恋不舍地说道 见识过那么多的女人的杰瑞 也自然看出了此时灭绝失态的尴尬 他知道现在也急不得 还不如先大大方方地离开 给双方一个都比较好的印象 他知道 按照灭绝失态这种比较严格的性格的话 如果要突破失声恋 还是比较困难的 但是在两者的关系之间 还是要先从好学生开始 而且双方的关系 只要有了交流的话 后面什么都比较好进展 尤其是刚才他们两个的互动 在学院的早晨上 似乎闹起了一阵骚动 许多人都朝着他们两个人的方向看过来 杰瑞知道 按照灭绝失态这种好面子的性格来说 这种窃窃失语是他不能忍受的 与其这样的话 还是先离开吧 这么一想 然后杰瑞就直接的跑开了 然后他就大步的迈向了前往教室的路 他边走着 还边激动的用手势给自己比了一个V字 总之他觉得 今天是一个特别美好的早上 因为刚才的意外 他抱了一下自己的女神 并且还近距离的观看了他的眼睛 他发现 即使是那黑矿眼镜 也无法阻挡灭绝失态那迷人眼睛 实在是太漂亮了 所以他刚才不由的看呆了眼 幸亏灭绝失态当时咳嗽了一下 让他反应过来了 要不然的话 他们两个可能真的就要被人围观了 而且就灭绝失态那个名声的话 恐怕他们还得登上当天的校园头版 成为今天的师生笑谈吧 是即使就算是这样的话 杰瑞还是依旧觉得特别开心 主要还是因为他禁忌里的 看见了那双美丽眼睛的弧线 实在是太好看了 好看到他难以用言语来形容他内心的那种兴奋 总之一句话 现在的杰瑞就是特别的激动 此时的另一边的灭绝失态脸也是比较红的 然后他拍了拍自己的脸蛋 并且他还认为今天的自己可能有一点蜂膜了 他刚才居然把自己的学生当作是一个男人 而且似乎心脏也有所跳动 拍了脸之后的灭绝失态在下一秒瞬间就恢复了 比较正常的状态 然后就大跨步的就走向了前往办公室的道路 虽说现在灭绝失态的脸看上去是恢复了正常的 但心脏那里的悸动依旧还存在着 感觉到自己心脏的跳动 灭绝失态现在整个人的思绪还是处于比较混乱的状态 还一直想着刚才杰瑞扶助他的那个样子 一想到这里灭绝失态又赶紧的摇了摇头 心里大骂自己老不正经 居然对自己的学生有幻想 然后就赶紧大跨步的走向了办公室 一到办公室就给自己倒了一杯凉水 然后一口气就喝了下去 旁边他的同事看到了 关心的问道 杨老师 你这是怎么了 不舒服吗 灭绝失态假装用手拍了拍 然后开口说道 我就是觉得天太热了 然后就喝的水比较多一点 那你可要注意一体 可不要太劳累了 我知道了 谢谢你的关心 灭绝失态特别有礼貌的说道 好 那没什么事 我就去上课了 说完这句话 这个老师就离开了 独留下灭绝失态一个人待在办公室里 刚才这个老师的话 刺激了灭绝失态 他也慢慢的反应了过来 自己不能再想着刚才的情景了 否则自己这一整天的思绪都放在那里了 见身边没人 灭绝失态还用杯子里的水拍了拍自己的脸蛋 这下他恢复过来了 然后又再次摆上那副严肃的样子 恢复成让学生所害怕的灭绝失态 与办公室相比 教室里是相对比较热闹一点的 原来是灭绝失态晚上和杰瑞的互动 被后面的张扬也给看到了 随后张扬也一到教室 就把他看到的一切都跟张扬说了 张扬一听 觉得杰瑞干得不错啊 居然这么快就有所行动了 看来这两人还真的有一点缘分呢 就在两个人讨论完不久之后 杰瑞也笑眯眯的走进了教室 并且坐在了张扬的旁边 看着杰瑞这么高兴的样子 张扬和张扬也也觉得 这家伙绝对是有预谋的 然后张扬拍了拍杰瑞的手臂 直接开口了 兄弟 说说吧 今天早上发生了什么事 笑得这么开心 没有发生什么事啊 只不过今天就是特别的开心罢了 杰瑞一边从书包里拿出课本 然后一边说着 张扬也直接在一旁起哄道 真的没有什么事吗 可是今天早上 我似乎看到某某人 似乎抱住了一个某某女人 说着这句话的时候 张扬也还表露出特别夸张的表情 显示不相信杰瑞的话 杰瑞一听见张扬也的话 知道他应该是看到了 自己早上和灭绝师太的互动 所以这才在取笑自己 哥们 最好注意一下 你知道吗 像你这么夸张的行为 只有可能会引起学校的轰动的 到时候 给我们两个造成了惊天飞闻 可怎么办啊 杰瑞有些无奈的说着 他现在最怕的 就是想张扬也这种瞎起哄的人 如果再多来几个的话 他觉得自己 可能就真的要成为学校的头版新闻了 张扬也则是用一直调侃的眼神 看着杰瑞 然后开口说道 是吗 但是 作为你最爱的兄弟中的一员 你必须把第一手资料告诉我 否则的话 我和张扬两个人都不会放过你的 听到张扬也的话的时候 杰瑞也抬头看向了张扬 结果发现 一旁的张扬也是调侃的看着自己 并且还表露出一副 如果你不把事情交代好的话 那么我可就要 递收拾你一般的样子 这时杰瑞也知道自己 肯定是瞒不过自己的两个兄弟了 然后就将今天早上 与灭绝事态互动的仪式 都老老实实的跟自己兄弟交代了 不过令他有一点尴尬的是 似乎他面前的两个兄弟 都表露出一份不相信的神色 越是听着杰瑞的话 张扬和张扬也就觉得 似乎这有点不太可能啊 如此小清新的风格 居然是发生在他们兄弟的身上 这未免也太匪所思了吧 但是他们认认真真的 看着杰瑞脸上的微表情 发现杰瑞的表情特别的认真 不太像是他说谎时变化的样子 所以说他所说的这些是真实的 毕竟三人也交朋友这么久了 对于杰瑞脸色的变化 他们两个人还是比较了解的 看着今天杰瑞的表情 他们知道他并没有说谎 兄弟 你真的就这么纯情 这似乎有点不太像你的风格啊 张扬也在一旁二语道 毕竟学校这么多人 说太大声也不好 那你觉得我风骚得起来吗 杰瑞一边说着 一个白眼就扫了过去 哼 那倒也是啊 谁让你看上了一个母老虎 这也没有办法 张扬也顿了顿 接着说道 哥哥 要不然你就不要他得了 你看广大校园 有诸多美好的妹子等着你 为什么你就偏偏看了一个这样的人呢 你给我shit 杰瑞特别认真的说道 张扬也直接举起双手投降道 对 对 对 我什么也不说了 你是大佬 你说的算 说完这话 张扬也就老老实实的 坐在自己的座位上 什么话也不说了 适当做何事老的张扬开口了 那你们两个就别胡闹了 差不多要上课了吧 好好听课 不过 这回一旁的两个人都没有说什么话 只是低着头 默默地翻着自己的课本 可以看出来的是 杰瑞好像有点因为张扬也的话生气了 那样就这样坐在两个低气压中间的张扬 默默地过了一节课 也得亏他现在有全能添书的帮助 对知识的理解能够增加百分之八十的能力 也就是说 只要是他学习到的东西 他几乎都能够理解 这节课张扬几乎全就听懂了 不过他似乎看他身旁的两个人气氛也有点不太对 不过是上课时间 他也不好说什么 低 下课铃声响了 听到下课铃声响 经济课老师就安排了下次课堂的一些内容与任务 然后大家就离开了 这就是大学校园比较轻松的大学校园 可是显然张扬旁边的这两个男人却不是轻松的 然后张扬敲了敲桌子 这下杰瑞和张扬也两个人都看向他 好了 你们两个都僵持这么久了 再说张扬也是说话比较那个嘛 你就不要介意了 你也不是不了解他那个人 还有你也是 下回注意点说话的措辞 下课张扬就把这两个人都给劈了一顿 杰瑞和张扬也都低着头 听着张扬的批评 什么话都不说 这可把张扬看得给气的 然后直接就分别给这两个人一个抱锤 直接就让张扬也和杰瑞两个人分别的 抱着自己的头 十分控诉的 看着张扬是要他给出一个理由 要不然的话 他们两个都不会放过他的 并且杰瑞还直接开口了 这个没良心的 要不是有劳资的话 你上次事情能解决得这么快吗 而且上次我们可是帮你在经济课上逃课呢 你居然还这样对待我们两个 张扬也是直接用手指指着张扬 然后附和道 对 要不是有我们两个的话 你现在也没有这么轻松 居然对我们下手这么狠 你难道不知道抱锤是很疼的吗 看着自己这两个一口同声的兄弟 张扬知道这两个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了 毕竟也是相处将近两年的兄弟了 大家的脾性还是比较知道的 张扬用手在两边挥了挥 然后说着 好了 你们两个这样不就没什么事了吗 还用得着我动抱锤 下次你们两个再这样 我直接拿铁锤 结果张扬这话一出 直接换来了两人的怒目直视 仿佛他再说下去的话 他们两个人就要联手合作 把他扔到厕所里去洗香香 那你们俩别看我了 对了 接下来还有课吗 如果没课的话 我带你们去见两个人吧 张扬直接了当地说着 本来原先还有些生气的两个人 在听到张扬的这句话的时候 又都两眼放着光地看着他 你还用肩膀撞了撞张扬的肩膀 调笑着说道 你这是要带我们去见什么人啊 不会是什么神秘人物吧 最好是美女哦 杰瑞和张扬也都坏笑着对视 就是在张扬的这么一打岔下 他们两个刚才的气都没有了 本来也就是一时的 等一下就恢复了 那你们就别玩了 你看下面有没有课啊 如果没课的话 我就叫他们都出来 张扬更是直接了当地说道 不想理这两个人的嬉笑打闹 这样你看晚上行不行 白天可能还真的不行 我下午还有社团活动呢 一点钟就要过去 这有点时间比较赶 张扬也这下也认真地回答 一旁杰瑞也是回答着 夏杰克可是灭绝失态的课呀 我可不想缺席呢 那杰瑞的话 张扬又是直接一个抱锤就过去了 然后吹了吹手 开口道 众色亲友的家伙就应该要有这个待遇 杰瑞一听这话 就只是抱着自己的头 什么话也不说 一直用控诉的眼神看着他 行了 行了 你们都别闹了 反正今天白天是聚不了了 要不然干脆就晚上吧 一旁的张扬也直接就阻挡了杰瑞的眼神杀 转移话题 张扬低着头想了想 然后开口说着 也行 这样双方也能有个准备时间 也没有那么敢 而且我刚才接到消息 说是下个时间 我们要补那个汉语言文学 哎呀 本来还想去摆摊的呢 又被计划给搭搅了 真的是 你说什么 那我岂不是下节课不能见到我的女神了 真的是 这时的杰瑞和张扬爷 个人都是特别的垂头丧气 这下张扬也看不过去了 然后这回换他 给张扬和杰瑞一人来了一个抱锤 然后心里还在想 这打人的感觉就是爽 顶着这两个人想要打人的眼神 张扬也直接就开口了 看看时间差不多了吧 赶紧去上课 要不待会迟到了 汉语言那个老巫婆 可不会放过你们 然后张扬就看了看时间 确实上课的时间又要到了 然后也顾不得打张扬也了 他和杰瑞两个人 快速的收拾着东西 就前往了汉语言文学的教室 一到达教室 就看到老师已经开始在点名了 然后再暗自庆幸 还好来得及时 前面的老师也看到了 匆忙走过来的杰瑞和张扬 但是他并没有说什么 只是依旧的点着花名册 至于张扬也那个家伙 这个社团的事情 然后就直接在这节课请假了 不得不说 这家伙还是比较幸运的 能够再一次逃掉老巫婆的课 可以说 这个汉语言文学这个老师的名声 可不比灭绝师太好到哪里去 都是中海大学的恶魔级别的老师 但是对于这些资历比较深的 而且比较认真的老师张扬 还是比较敬重的 毕竟从小他对于老师的话 还是养成了比较尊敬的习惯 主要是前面有一回张扬困难的时候 好像就被汉语老师发现了 主动指导 他解决那个问题 让张扬毛色顿开 但重要的是 似乎他知道 张扬家里有一些紧急情况 居然还在辅导的时候 偷偷的给张扬塞了一个小信封 并且上面还写着先不用急 等他以后拥有了能力 再还也没有事的 当时那笔钱对于张扬来说 可谓就是一个救急 让他的生活没有那么的慌张 所以在大学里 他比较敬重的 就是这个汉语言文学的老师 因此张扬一直也比较尊重这个老师 这个老师的课 他也从来没有逃过 旁边的杰瑞发现 张扬似乎又对这个老师愣神了 然后开口说道 你咋了 你不会看上这个老师了吧 说啥呢 只不过这个老师曾经帮助过我 我比较敬重他而已 你瞧瞧你这脑子里都装的什么 这样吗 我还以为你也要步入兄弟我的阵列中呢 杰瑞调笑着说道 你可别瞎说 待会晚上我还要给你们介绍一下 我的女朋友呢 你说什么 你说你现在有女朋友了吗 而且还要介绍给我们 可是张倩呢 对于张扬的话 杰瑞还是有一些惊讶的 因为他没有想到张扬真的找了一个女朋友 在以前他可是对张倩是爱意十分的满满的 可以说就是一个十足时的舔狗 张倩说东他绝对不敢往西 可是现在居然冒出来一个新的女朋友 这未免也不太正常吧 前面有事忘记跟你们两个说了 那就是我已经和张倩分手了 张扬十分淡定地说着 一听到张扬的话 杰瑞直接跳了起来 并且大声地说着 什么 杰瑞闹出这么大的动静 顿时就让整个教室里的学生 都把目光投向到了杰瑞的身上 还是讲台前面的汉语言文学老师 还眼神特别不善地看向了杰瑞 这和他实在是忍耐不住自己的怒火了 压制着怒气散发着低气压 问道 到这位同学对我讲解的知识 有什么疑问吗 而且此时教室里的所有人都看着杰瑞 想要听一下他有什么回答 毕竟这个汉语言文学老师可不是好惹的 突然打扰了人家的课堂秩序 不管怎么想 都会是一出好戏 所以这会儿所有学生都在旁边看着热闹 这个时候的杰瑞也反应过来了 自己似乎干了一件比较尴尬的事 然后小心翼翼地转过头 十分有礼貌地说着 是我没什么疑问 只不过是您刚才的课讲得太好了 我一时忍不住激动 然后一不小心就蹦了起来 听到杰瑞的话 这个汉语言文学老师也明白 这家伙就是个刺头 越是揪着他的刺就越麻烦 还不如现在就给个台阶 先让他坐下去 等到后面再收拾他 于是他就直接开口了 这位同学 难得你这么认真听讲 如果下次我的课堂上有什么疑问的话 请你正常的提问 不要如此一惊一乍的 如何 还有就是 其他同学要向这位同学学习 认真听课 坐下去的杰瑞 觉得今天的这节课 似乎有一点惊险 惊讶一个接着一个压过来 前面听到张阳的就够惊讶了 结果下一秒就被老师给抓了 可以说 现在的杰瑞 尴尬得特别欲哭无泪的 坐下来 他都还能够感觉到 老师不断放在他身上的眼神 所以 坐下来的杰瑞 一句话都不敢说了 他可不想再被这个老师给盯上 那知道 现在这个老师 只是在课上放过自己的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恐怕下课后 还有一场灾难等着他呢 等等 如果在课后的话 这个老师 应该是让自己去办公室的吧 我去办公室的话 是不是还可以再见到他呢 这么一想 杰瑞的心情又稍微好了 那么一丢丢 一旁的张阳 一直盯着杰瑞 一直以来的那种表现行为 从他的小表情上 他就知道 这家伙在想什么 不过一开始 他也没有想到 杰瑞就会那样 直接给跳了起来 在德教室里 所有人的目光 都集中在他们两个这个角落 即使是在杰瑞坐下去之后 他还依旧能感觉到 教室里其他同学的视线的头来 而且大多数都是比较佩服的 眼神似乎都在幸灾乐祸的说着 居然还有人能够在 汉语言文学老师的课本上 可以说是传奇人物 然后他们好像还发现 杰瑞是一个米国人 然后就用更加惊讶的眼神盯着他了 因为在中海大学的学生都知道 汉语言文学老师 对米国的学生的学习 抓的是特别的严重的 所以一般的米国学生 都不敢在他的课上冒事 结果出现了杰瑞这么一位 自然大家都以看好戏的眼神盯着 不过有点点出乎意料的 就是汉语言文学老师 不知道今天是大发慈悲还是怎么的 居然没有怎么揪杰瑞的毛病 一般对于想不出来的问题 张扬一般都是不再思考的 对于他来说 处理事情都是兵来降荡 水来土掩 事情发生了 临时随机应变 然后把事情都给处理好 可以说张扬是一个比较理性的人 但他现在也知道 在这杰克上 他和杰瑞两个人 已经成为了交点人物了 特别是汉语言文学老师的眼神 还时不时的往他们这边射来 让他们尤其的受到所有人的关注 汉语言文学老师则是严厉的警告 而教室里的其他人则 都是一副看好戏的眼神 所以现在最好的解决办法 就是保持乖宝宝的形象 不要再有什么异常举动了 已经想通的两个人 立即开始端正坐姿的课堂生活 而且是杰瑞坐姿端正的尤其标准 仿佛就是六七十年代的小学生标兵代表 其实也不能怪杰瑞如此端正 主要是 他也不太想惹汉语言文学老师 可以说 这个汉语言文学老师 就是他小时候的噩梦 以前张阳和张阳也就两个人就特别的好奇 杰瑞的中国话是怎么讲的这么好的 可以说 杰瑞的中国话之所以可以讲的这么好 就是多亏了这个汉语言文学老师 这个汉语言文学老师 是杰瑞父母的一个比较好的朋友 以前就经常到他们家做客 有一回 这个老师来他们家做客的时候 刚好他的父母谈到了孩子们的其他语言教育 然后这个老师一听 本来他也是教这方面的 然后他就说杰瑞的外语教育就教给他 这么一听 杰瑞的父母觉得也行 对于自己的朋友 他们还是了解的 他们觉得这个老师的能力可谓是绰绰有余 随后就开始了将近半年的语言魔鬼训练生活 一想到那一段生活 杰瑞现在还是决绝的有点出的慌 可以说天不怕地不怕的杰瑞小浪子 尤其就是害怕自己的老师 可是今天却在老师的课堂上 闹出了这么一点小笑话 杰瑞都可以想象自己后面的悲惨小结局 这个老师整治人的方法 可谓是穷奇不绝 而且这个老师也比较的小气 如果你稍微的出一点岔子 他就会找各种各样的方法整治你 直到你改正掉自己的坏毛病为止 但是这个老师也有着所有中国人的通病 那就是如果你提前认错的话 惩罚就会稍微的减轻一点 这也是后面杰瑞端做的 犹如镖冰一般的端正姿势的原因 他可不想待会自己被整治的太过厉害了 不过有点抱歉的是 自己似乎将兄弟也牵连上了 下一秒他就将同情给收回了 因为他想起了自己之所以赚起来的起因 还是因为张阳说的话实在让他太惊讶了 所以才会有下面的小尴尬 今天的汉语文学课 就是在如此引人注目的情况下度过的 哪怕在下课的时候 张阳都能够感觉到 其他人对他们两个人的注目力 不过特别幸运的是 也不知道是不是下课后 老师忘了他们俩 还是他有事来不及收拾他们 他居然没有把杰瑞和张阳两个人 给叫到办公室里 给的收拾一顿 可以确定的就是 杰瑞和张阳两个人暂时逃过一劫 杰瑞心里也特别的好奇 他也没有想到老巫婆居然这么轻松的就放过他们 不由的暗自庆幸 不过一下课 张阳还是叫一起了杰瑞 你听事就听事 不要这么激动好不好 你看两回都是因为你在课堂上 被老师如此的叮嘱 而且还要遭受如此幸灾乐祸的眼神 你居然还怪起我来了 两回不都是因为你才惹的事 要不是你每回都放出如此今天的新闻 你觉得我会这样吗 杰瑞也以同样嫌弃的眼神回过去 行行行 也有我的错 不过你还是注意一点 控制下情绪比较好 张阳两手放着平和的说道 他不想再和杰瑞较劲 再较劲 这家伙非得吵起来不可 这还差不多 不过你得先交代清楚 你是怎么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的 居然这么聪明 和张倩分了手 杰瑞一脸看好戏的神情 盯着张阳说道 看着杰瑞那一副神情 张阳只能说 以前自己或许真的 就是认识人不轻吧 连杰瑞都发现了 张倩就无疑是一个败金女 明显的是 可自己和他交往了那么久 却什么都没有发现 还一直将他奉为自己的女神 任劳任怨地伺候着 想到这里 张阳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 就把自己和张倩发生的那些事情 都给杰瑞说了一遍 听了杰瑞是又气又笑 气的是张倩那家伙 居然把自己的兄弟这么当猴耍 下次如果让他再一次碰见他的话 他绝对会让他好看的 笑得又是还好自己的兄弟 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了 和张倩那个丫头分了手 并且他也能从自家的兄弟的话语中听出 他对张倩已经没有感情了 既然没有感情的话 那么伤害也相对没有那么大 杰瑞拍了拍张阳的肩膀 安慰地说道 是啊 这世界上女人那么多呢 又何必在意那么多呢 张阳不想再听杰瑞罗七八缩的 说一些什么东西了 然后就直接开口了 你不要跑题啊 我后面可需要带你去见我家亲爱的 要是你乱说什么话的话 兄弟可会对你不客气的哟 杰瑞直接一副良好的搭着张阳的肩膀 笑嘻嘻地说道 你才是太不够兄弟了 连分手都不跟兄弟说一声 不过你小子速度也挺快的 就这么短短的时间内 就在找了一个说是不是的大美人 是不是比张倩更漂亮啊 我觉得应该也是 要不然的话 你也不可能这么快就一情别恋 你就别瞎猜了 到时候你见面就迟到了 反正是比张倩更好看 张阳有些得意的说道 啥玩意儿 比张倩更好看 就你 这话说的 我怎么那么不太相信呢 张阳有些狐疑的开口 虽然说张倩为人不咋样 但毋庸置疑 他长的样子还是可以的 可以算是美女一美 所以在这个方面 杰瑞和张阳也对于张阳的眼光 觉得还是可以的 真的 你觉得我现在有需要骗你吗 张阳无比认真地说道 得得得 不要说这个了 距离见你家亲爱的 还有一个下午的时间呢 不过 在这下午之前 我们不如现在 去食堂先吃个饭怎么样 杰瑞一边说着 肚子上还一边响起了 咕咕叫的声音 哈哈 行 就看着你 这个肚子的份上走 今天中午 我请你去吃一下食堂的大餐 张阳把东西收拾好 然后站起身说道 喂喂 你这也太小气了吧 请吃大餐 你就请请我到食堂里去吃 太不够哥们了吧 杰瑞表情特别嫌弃的说道 爱吃不吃 别忘了 我晚上还要请你们 你真不能让我老师大出血吧 杰瑞一边哥俩好的 塔在张阳的身上 对嘞 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我就不欺负你了 走吧 等等 话说你这家伙 最近怎么说话 一股东北大茶子的味道 张阳也有些嫌弃的说道 这不是我的女神北那边的人吧 然后最近 我就学习了下东北那边的文化 可能 一幕话之中说话的味道 带了一点 那边的味道 杰瑞挑了挑眉 渐渐的说道 张阳看着自家兄弟的那个样子 只觉得特别的嫌弃 以前也没看见他这么的好学啊 果然只有美色才能催使这样的人 这么有动力 想当初自己求他一个是都那么难 可是现在 只能说是往事 不可回首啊 你未免也太重色亲友了吧 张阳的话还没有说完 只见一辆特别嚣张的红色跑车 突然猛的就在他们脚边刷了一下就过去了 差差一点就把张阳两个人给撞到了 幸亏杰瑞眼尖的很 及时把张阳拉开了 有点惊魂未定的张阳开口说道 这车的主人是谁 居然在校园里这么嚣张 杰瑞眼神有点严肃的说道 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 应该是杨家小公子的车 如果真的是他的话 事情可能有点不太好好处理 是吗 张阳压抑着自己的怒气说道 人家可以说是中海市的地头蛇 也难怪人家这么嚣张 如果是现在的我们 恐怕还没有到人家跟前 就被他给收拾了 虽说我家在这边也有点势力 但毕竟还干不过人家地头蛇 杰瑞有些为难的说道 张阳听出了杰瑞话里的意思 想了想 反正现在他们两个也没有出什么事 那就暂时先忍下这口气吧 如果后面这个所谓的杨家小公子 再惹到他的话 张阳肯定是会的将这个人给收拾一顿的 那兄弟 我们先去食堂吃饭吧 你放心 这个人我也不是那么轻易地放货的 虽然不能大整治 但小小的给收拾一下 我还是可以的 杰瑞慢慢地说着 脸上还若有所思的感觉 张阳也看出了杰瑞表情的严肃 然后安慰着说道 没事 反正我们现在不是也没有什么事吗 如果真的有事的话 我肯定会上去把那个家伙给剁了的 张阳知道杰瑞作为一个米国人的身份 在这边多方关注 不能做一些太出格的事 否则的话 应该是会被送回国的 好 我也饿了 我们先去吃饭吧 这个是后面再说吧 说完这句话 杰瑞就恢复了平时的表情 不过张阳知道 自家的兄弟不会这么简单就放弃了 然后他想想还是随他吧 如果后面实在事情闹得太大的话 他就让青龙堂那边出面吧 话说起来好像 最近几天也没有和那个虎哥他们联系了 也不知道青龙堂这边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然后两个人就一起前往食堂 果然这个点都食堂是人来人往啊 看着这人来人往的食堂 杰瑞和张阳顿时就觉得有点头疼 要不然再换个地方 要不要换个地方 张阳有些为难的开口 不用啊 就这吧 好久也没有吃过食堂的饭菜了 杰瑞特别开心的说道 张阳有点不懂 为什么杰瑞突然变得这么开心 不过下一秒他就知道了 他似乎在食堂看见了一个女人的身影 而且 那个女人的身影 可谓是中海大学的噩梦 灭绝失态 这看着张阳不由的苦笑 就在他苦笑的同时 然后就被杰瑞给猛的就拉去排队 在排队的时候 杰瑞还时不时的把眼神 往灭绝失态那边瞟 看着杰瑞这个痴汉的样子 现在的张阳只能苦笑 也不好乱打扰人家 然后想了一想 他就给江白雪打了个电话 喂 你那边怎么样啊 我这边挺好的 没什么事 那个高天飞挺好相处的 电话里 江白雪温柔的声音就传过来了 是吗 恐怕那家伙一直在吃吧 我在卡里留的那些钱 够他吃吗 雪也有些无奈的笑着 因为此时的高天飞还在吃 并且房间里堆放了许多外卖的盒子 他一想起在拿外卖时 那个外卖小哥的眼神 至今他都觉得有点小尴尬 够 只不过他现在还在吃而已 我都有种感觉 这家伙可能好久都没吃饱饭了 没事就让他吃吧 对了 晚上我带你出来见我的两个朋友 你看怎么样 江白雪一听见这个话的时候 刚开始有点猛 后来想想 也觉得没啥 毕竟两个人都交往这么久了 连父母都见过了 更何谈几个朋友呢 行 反正我晚上也没有什么事 那到时候 你把地址给我 我直接过去就好了 不过高天飞一个人 在家里怎么办 江白雪喝了一口水 慢调思理的说着 他没事 人家不是喜欢吃吗 你走的时候 给他多定一点 吃的就可以了 张扬平静的说道 也行 我也觉得 他今天能够吃一整天 也不知道他那么小的身体 是怎么装下这么多东西的 真的有点不可思议 而且看着他吃东西 觉得特别香 刚才我才吃了好多呢 你这样在你家亲爱的面前 谈另一个男的 你觉得这样好吗 你也不怕我吃醋吗 江白雪听到张扬的话 有些无奈的说着 那行了 我知道了 那给你一个亲戚 在张伯贤给了一个电话 bobo之后 张扬就听到高天飞的声音 从电话里传来了 你们两个要不要这样秀恩爱 你们这样 还让我怎么吃东西 你们是故意虐我这个单身狗吗 大哥 你这样对小弟不行啊 吃你的吧 你就好好当你小弟的任务 好好地吃东西就可以了 一旁的江白雪 此时有一点害羞了 然后就不敢说话了 走走走 算了 你们是我的衣食 父母是我的大佬 我不敢得罪你们 我吃东西就好了 旁的高天飞大声地说着 这一下可惹的江白雪 怒气冲冲地看着他 表示 如果他再多说话的话 他就拿手上的热水壶砸过去 这两个人的压迫 瞬间就让高天飞给闭上了嘴巴 我他的眼神还是比较不服气的 但是不服气又如何呢 面对一世父母只能够忍着了 好了 那到时候你把时间和地点告诉我就可以了 我到时候就直接过去 江白雪这才开始在说道 不要 反正下午我也没什么课了 我到时候回家去接你 咱们那边也不好打车 你一个人的话不太好 听到张阳暖心的话 江白雪笑了笑 然后说道 那好 那我到时候等你来接我 一说完 江白雪就开心的 就给张阳来了一个摸 听见电话里的那个吻 张阳也是特别的开心的 因为难得 江白雪面对他这么的主动 主动到他觉得江白雪越来越可爱 那好 那那我到时候去接你 那就先这样吧 说这句话的时候 张阳就把电话给挂了 并且还傻笑着站着排队 另一边的江白雪 也是挂完电话 都脸红的不行 并且还一直傻傻的笑着 尤其是他还忽略了 旁边似乎还有一个人的存在 看着这样的江白雪 这时的高天飞也忍不住出声了 大嫂 你是不是忘记了 你旁边还有一个人呢 谁是你家大嫂啊 高天飞调笑着说道 当然是你啊 你刚才不是在和我大哥聊天吗 看着调侃他的高天飞 江白雪瞬间就不说话了 直接转身就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然后不断的傻笑着 并把自己的头埋在了被子里 高天飞看着逃跑的江白雪 也是很无奈啊 然后又继续开始了自己的开吃大夜 他可还要靠着这些食物 恢复能量呢 吃了这么多的东西 然后高天飞感觉了一下 自己身体的恢复的情况 然后看了看桌子上的食物 觉得如果在家那些东西给吃下去的话 他的身体差不多就修补了 没想到这里高天飞有些眼神莫测的 看了看周围的环境 觉得跟在张阳的身边的话 恢复好的身体就有了用武之地了 不过这时 食堂里的灭绝师太吃完饭就离开了 在另一边观察着灭绝师太吃饭的杰瑞 觉得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他觉得灭绝师太就是吃饭 也是这么的好看 直到灭绝师太完全的消失在他的眼前的时候 他才反应过来 他反应过来后 他就发现旁边的张阳 一直保持着傻笑的样子 不知道 他刚才背着自己在走神的时候都干了什么车 笑得这么开心 然后杰瑞直接一个巴掌就过去 这下把张阳给拍醒了 你干什么 张阳眼神特别不善地说道 是看你笑得太甜了吗 你兄弟我有点羡慕极度恨 一不小心啊 这个手就稍微的有一丢丢的痒 杰瑞一边说着 还一边摸了摸自己的手 总之就一句话 现在杰瑞就是脸上的表情特别减 这下张阳可不惯着他了 直接就锁着他的脖子 嘴里还特别狠地说着 让你动我 老子锁死你 杰瑞一直咳嗽地拍着张阳的脖子 结结巴巴地说道 那兄弟 是我错了 你快点放开我呀 难受的不行了 张阳觉得给他教训就好了 然后就放开了他 留下杰瑞在那里摸着自己的脖子 特别不善地看着他 你可别这么看着我 要不是你的话 我恐怕也不会碰你的 太不够兄弟了吧 我就碰了你那么一下 你居然这样弄我 你看你把我脖子弄得多么难受 我现在嗓子还是哑的 下手也太狠了吧 行行行 别纠结了 兄弟 你看一下 你要吃什么菜 然后杰瑞和张阳两个人 分别点了自己的菜 然后就慢慢地坐到座位上 吃着自己的东西 不过就在他们吃东西的时候 隔壁发生了一些响动 然后就吸引了张阳两个人的目光 张阳只看见一个长得特别帅的小伙子 直接就把一个看上去 比较弱小的一个人的范一角 给踢到旁边去了 那个长得比较帅的男孩子 脸上特别的嚣张 仿佛在说 如果这个弱小的人反抗一下 他就会把他给杀了一般的感觉 大概地看了一下 张阳便知道 这应该是校园霸凌呢 不过这是并没有放在他的头上 所以他并不想搭理 毕竟能在中海大学这么嚣张的人 肯定背景是比较深厚的 尤其是他看到杰瑞看到那个帅哥的时候 眼神似乎有一点变化 能让杰瑞表现出这样神情的人 恐怕这中海市也没有几个 虽然张阳对杰瑞的背景不是特别的了解 但就日常的一些相处 他知道杰瑞是天不怕地不怕的那种人 一般能让他稍微有些忌惮的人 都是背景比较深厚的 一般看到这种人 他们都是可以不惹 自然就不会惹了 可以说 在一些方面 张阳是比较冷血的 他一般都只帮助一些 自己看得比较顺眼的人 主要是他觉得 那个表情看上去特别弱的人 一看就是比较软弱的人 没有什么报复心理 就算自己帮了他 那个人还未必会感恩 反而可能会饿咬一口 竟然是这样的人 自己又何必去帮呢 那小子还是这么的嚣张呢 杰瑞一边吃着饭 一边说着 怎么 你认识那边的那个人 刚我们不就碰到他了吗 那辆红色跑车 就是那个嚣张的家伙 嗯 行 先吃饭吧 等后面再收拾他吧 大庭广众之下是 闹大了 也不太好 张阳平静地说道 可以说 现在的张阳 是不想要碰这个人的 他知道 能在杰瑞的口中 说出的中海式的地头蛇 肯定是不好对付的 虽然现在的他 拥有青龙糖 但他还不想那样地 露出在众人的眼前 可以不惹事 就不惹事 不过 显然事情并不想放过他们呢 就在张阳和杰瑞两个人 在这边安安静静地吃饭的时候 突然那边的饭盒 就朝他们砸了过来 并且还差一点 就将杰瑞的头给砸到了 幸亏杰瑞反应得躲闪了一下 不过还是让饭菜给见了一声 杰瑞直接大声地骂了一句 Shit 这时的张阳 其实也被惹火了 他说 饭菜没有见了他一声 他及时地躲避了 可是今天 这个所谓的杨小公子 不是一次逃了两次了 这让他也有一点 压抑不住自己的怒火 眼神十分不善地 就朝着那个所谓的杨小公子 就看了过去 似乎那个杨小公子 也看到了他们 不过他 始终完全一副 不在意的表情 直接走过来 就甩出了几百张百元大钞 然后就扔在了地上 还一边说着 这都是给你们的干洗肺 这时张阳生气了 直接站起来 但他还是压抑着怒气说道 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这不是把你们的衣服给弄脏了 给你们的干洗肺而已 放心 我还是多给了几张的 足够让你们洗干净了 杰瑞一听这话 他那暴脾气可忍不了 本来前面 因为这所谓的杨小公子的红色跑车的 是他就更生气了 现在这家伙 似乎是看他不反抗 觉得他好欺负呢 他就直接冲上去 揪住了杨文杰的衣领 十分大声地说道 你小子 赶快丢我道歉 不然我可不会放过你 你知道我是谁吗 居然敢这样对我 杨文杰也是特别生气地说着 不过就是杨家的人罢了 难道你以为我会怕你们杨家吗 你是谁 居然在知道我的身份后 还敢这么对待我 陈杰也不是个傻的 一听到杰瑞的话的时候 顿时也眼神十分锐利地盯着他 不过在他的印象中 他似乎没有见过这么一号人物 不过没有杨文杰的话的话 他的那些小弟 暂时是不会动手的 我的身份 你就不需要知道了 不过你现在要给我道歉 杰瑞脸色特别难看地说着 你就别想了 我杨文杰是不会向任何人道歉的 不过既然你知道我的身份的话 那你也知道我们杨家是不好惹的 想必你也不敢 对我动手吧 杨文杰有点脸色 满不在意地说道 你真的觉得 我不敢对你动手吗 一听到杨文杰的话 杰瑞的脸色变得更加难看了 然后反问道 一旁的张阳 只是警惕地看着周围的环境 一旦杨文杰那边有任何异动的话 他就 得冲上去 将他们给收拾 反正他是不会给杨文杰那边的人机会 伤害到杰瑞的 看着那个落跑的人 张阳也是很无语 这世道果真什么人都有 不过看着周围那些蠢蠢欲动的杨文杰的小弟 张阳觉得这家伙果然就跟他想的一样 不太好对付 不过就算不好对付 那又怎样 既然已经惹到了头上 那就得好好地收拾一下 不然下次再欺负到头上 可就真的太让人讨厌了 那我倒要看看 你怎么收拾我 杰经到杰瑞的访问时间 脸上更加嚣张地说道 显然就没有把杰瑞的话给放在心上 看到杨文杰那个嚣张的表情 杰瑞只觉得一阵火大 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了 直接一拳头就给他呼过去了 本来他也不想这么直面地硬扛杨文杰 实在是杨文杰的话太过分了 最重要的是他刚才的行为 是伤害到他的兄弟的 既然碰了兄弟的话 那就别怪他不客气了 这一拳就把杨文杰给打到了地上 并且似乎还打掉了他的一颗大牙 只见趴在地上的杨文杰吐了一口血水 然后慢慢地从地上爬了起来 本来他的小弟们 看到自家老大一被打到地上的时候 就想冲过来的 不过却被杨文杰用手给阻止了 顿时那些小弟都用十分不善的眼神 一直盯着杰瑞和张扬 你倒是挺有胆量的 居然敢在中海大学这边碰我 杨文杰一边说着 一边慢慢地从地上起身 从他说话之间 张扬只觉得 这家伙不像是一个贵公子 反而十分像是街道上的地痞 看来看去他觉得 原先他那个所谓的朋友张瑞凡的气质 可能都比这家伙好一点 然后他就有点狐疑 这家伙真的是贵公子出身吗 你放心 杨文瑞可不会因为你来动我 那家伙最近应该在忙着公司的大项目吧 红怕也不会注意到 你在学校发生了这些事情 杰瑞看着倒地的杨文杰 三条势力地说着 仿佛他并不担心杨文杰 会对他采取什么行动一般 听着杰瑞这么清楚地 说着自家的事 杨文杰知道 杰瑞肯定就是一个不好惹的不对 在他一开始就准确地 说出自己的身份的时候 杨文杰便知道 杰瑞是一个不简单的 只不过他后面的话 再一次印证了他的想法罢了 不过到时 不知道眼前的这个米国人到底是什么身份 一时之间 杨文杰也不敢动手 他不太想 因为自己的冲动 而给家族造成些什么麻烦 如果真的惹了什么麻烦的话 恐怕自家那个大哥也不会放过自己 然后杨文杰就决定 单脆暂时先忍了这口气 等到后面再慢慢慢处理 最起码 等到他把杰瑞的身份 给调查清楚之后再动手 也不维持 你倒真的是对我家的是挺了解的吗 算了那我今天就先放过你 一说完这话 杨文杰就压抑着怒火 朝自己的小弟打了一个手势 然后就带领着自己的小弟离开了食堂 张阳看着眼前的一切 有些疑问的看了看杰瑞 放心 就凭这个小子 还没有办法动到我的头上 不过倒是你 似乎今天咱俩 没有度过一个比较好的午餐呢 杰瑞有些头疼的说道 刚才那个小子 让他们没有度过一个完美的中午 这倒没啥 不如我们再去买一份 张阳把话这说完 然后杰瑞就拉着他 朝着一个更贵的窗口走了过去 食堂里面的其他人 看着这么一场事 这么简单的就结束了 尤其是其中还有几个 比较有眼见的人都知道 杨文杰不是一个好惹的 可是今天 他在受了如此大的羞辱之后 居然就这么简单的离开了 这未免也太不可思议了 然后他们看向杰瑞的眼神都变化了 不过他们知道了 在这中海大学里 不只有杨文杰一个这么嚣张的 似乎这个米国人比他更嚣张的 看来这中海大学的天也要不平静了 在另一边走着的杨文杰 显然也是压抑着怒气的 脸色特别的难看 一个似乎是他的亲信走上前说 老大 我们真的就这么放过他了吗 可是刚才也太 你觉得你的老大 是这么大方的人吗 既然刚才那个米国人 咱们一时半会还动不了他 可他旁边的那个人穿的衣服 是如此的破烂 不见得我们动不了他 杨文杰眼神十分不善的 盯着食堂的那个方向就开口了 老大 你的意思是 一旁小弟小声的说着 那个米国人不在的时候 就把他身边那个人 给好好的收拾一下 要不然 我这在中海大学的威名还不要了 杨文杰十分不耐的说道 他们是把目光盯向了张扬 既然杰瑞那个米国人收拾不了 杨文杰还就不信了 张扬那么一个中海大学 普普通通的学生 他还收拾不了 然后他就带领自己的小弟走的 准备下面好好地收拾一下张扬 要是张扬的表象给人太简单了 一看就是一个比较好欺负的人 所以杨文杰才敢把目光放在他的身上 此时的张扬可不知道 这个所谓的杨小公子 居然有这么多的花花肠子 而且还把想法打到了他的头上 不过就算他知道的话 他也不会在意那么多的 反正现在的他 收拾一个杨家的小小的公子 还是可以的 不过他看着此时 依旧还在气冲冲地盯着杨文杰离开的杰瑞开口 行了 别生气了 你还要吃不 要不我们再打一份吧 杰瑞捡起自己掉在在地上的衣服 然后拍了拍衣服上的灰说道 实在是刚才被那小子破坏的胃口都没有 算了 还是不吃了 就留着肚子吃你晚上的大餐吧 那就老地方见吧 那我就先回家去接一下他吧 那到时候晚上见 张扬也直截了当地说 那我先回宿舍睡一下觉 对了 你待会儿离开的时候小心一点 我觉得 就杨文杰那个呲牙逼爆的性格 有可能会趁我不再在半路上赌你 刚开始表情有点放轻松 然后又变得严肃的杰瑞说道 张扬拍了拍杰瑞的肩膀 然后开口说道 你放心吧 那小子一时一时半会 还不敢来收拾我 你倒是担心一下你自己吧 如果真的让那小子查出了什么 恐怕你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就那个家伙 还收拾不了我呢 他要是敢碰我的话 到时候 我就让他们杨氏的公司 都给黑皮搞坏他们的项目 杨家的掌权人非包了他的皮不可 杰瑞特别自信地说道 仿佛一点也不害怕杨文杰找他的麻烦 得嘞 我就知道 我的兄弟是个厉害的人物 你先回宿舍吧 把今天食堂的事 顺带也跟张扬也说一下 要是后面发生什么事的话 他也好有所应对不适 张扬所有所思地说道 其实杰瑞和张扬都知道 这个被落了面子的杨小公子 肯定不可能这么简单地收手的 有可能会对他身边的人 做一些小动作 及时提醒的话 也让张扬也太有一个准备 我知道了 你去照顾你的小女朋友吧 这边我会处理好的杰瑞 拍了拍张扬的肩膀 示意他不要紧张 让他赶紧去吧 对于自己兄弟的能力 张扬还是知道的 然后觉得应该也差不多了 然后他就离开了食堂 离开食堂后 张扬就觉得自己周围的环境 似乎有一点不正常 他尤其的感觉到 似乎有人在跟踪他 而且其中有几个人的气息 还让人觉得特别的熟悉 转念一想 他就知道这几个是谁了 原来是前面杨文杰的那几个小弟 正在周围跟着他 张扬嘴角微微一扯 他已经知道是谁在跟着他了 不过既然描上了他的话 那可是要付出一点代价的 然后张扬就开始正常的走着路 还好今天他车停的那个地方比较偏僻 那待会儿就把这几个人给带到那边去 就是得给揍一顿 恐怕也没几个人能够发现吧 这么一想 然后张扬就直接行动了 本来他就看这几个人不顺眼 既然别人也要凑上来 让他对付的话 那就别怪他不客气了 看着的这个路线 后面的几个人也是尤其的兴奋 其中有一个小弟还直接开口了 大哥 我这这个方向他后面到达地方特别的偏僻 是学校的后山那边 这小子怎么到那边去啊 待会儿我们把他给 递揍一顿 也算给老大报了仇 前面那个领头的人 直接就给了他一个抱锤 示意他不要说话 不要让张扬发现了 如果让张扬发现他们的诡计的话 事情没有办法完成的那么顺利了 这个小弟就特别安静的 跟在他的领导人的前面 需要他们几个人 又特别认真的盯着张扬那个方向 似乎等一会儿他们就要把张扬给的收拾一顿 此时的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已经被张扬给发现了 而且正被张扬带着走 而且张扬也是故意带着他们前往后山那个方向的 在后山他可是知道一个好地方 在那个地方收拾这几个家伙的话 一时半会儿也不会被其他人发现 可谓是一个做坏事的好地方 果然走了一会儿 张扬走的地方越来越偏僻 偏僻到身边的人从一开始的几个到后面的林格 后面的几个人一看 现在周围也没有什么人了 肯定是动手的好机会 然后十来个人就立马冲出去 就将张扬给包围住了 原本张扬就知道 后面应该是一伙人跟着他 不过他也没有猜到 居然有这么大的阵仗 十来个人都来找他了 看来这中海大学的校园也不是特别的干净啊 在包围住的张扬 就一脸坏笑的盯着旁边的这几个人 然后似乎是一个带头的人手里 拿着一个扳头敲着手 然后眼神特别不善的走向张扬 这个人张扬还是有一点记忆的 毕竟刚才在食堂才见面不久 要想忘记还是比较困难的 他记得这个人好像是站在杨文杰的旁边 似乎是他的亲信吧 这倒是让张扬有点受宠若惊啊 他倒没有想到 这个所谓的杨小公子 居然会出这么大的阵仗 居然还真的就想在学校这边收拾他 也不怕闹出事 果然全大事大就是不一样 一想到这里 张扬的眼神都变化了 小子 你居然敢得罪我们 就算是你倒霉吧 放心 我们不会动 对你动太大的手脚了 只不过让你受一点点的伤 让你那个嚣张的米国兄弟 知道一下我们老大的厉害 那个临头人一边敲着着自己的手 一边嚣张的说道 是吗 那可就要看一下你们的本事了 张扬特别平静的说道 哪怕就是在一开始 被所有人给包围住的时候 张扬的神色都没有变化 反而特别冷静 本来在获得全能天书之后 张扬就想试验一下他上次的奖励 一直都还没有机会 现在这伙人的到来 刚好可以让他试验一下 一想到这里 张扬就莫名的激动 这白来的试炼 不练白不练 看着张扬平静神色 许文志也有一些怀疑 从一开始将张扬给包围住的时候 张扬都是一副特别平静的脸色 完全都没有害怕的感觉 这让他不禁怀疑张扬是不是有后招 但是他又回头看了看 发现并没有什么动静 他又看了看自己的兄弟 觉得自己带来了这么多人 干掉一个小小的张扬 还是可以的 早在前面的几分钟 他就大概的摸清了一下张扬的底细 不过就是一个小小的工人阶级的孩子 而且还经常以摆地摊来缴纳学费 至于他的那个米国兄弟 倒是背景有点复杂 可是这个却是简单的 就算真的把他收拾了 那个外国人一时半会儿 也没有办法来找他们麻烦 就当是一个警告吧 而且 那个米国人 也不过就是一个比较有名的黑客 只要及时将他控制了 他倒不信 这么几条小虾米 能够翻出什么大波浪 不得不说 杨文杰的这伙小弟 行动还是比较迅速的 能够再这么快 就摸清了张扬和杰瑞两个人的底细 你貌似特别的嚣张 难道真的不怕我们 把你给收拾吗 可不要挑战我们的底线 我们的底线 可是你想象不到的 许文贼顿了顿 然后说道 你可要知道 上次也是有一个像你这么嚣张的人 可是那个人在一个月之后 就再也没有来过学校 你能猜到他最后去哪里了吗 张扬看白痴的眼神看着他 显而易见 就是被你们给收拾了吗 看到张扬的这个眼神 许文贼也不想废话了 直接手一挥 然后就朝着张扬给砸了过去 其他的小弟也前仆后继 朝着张扬攻击了过来 在这伙人开始攻击的时候 张扬就把自己的书包 给扔到了旁边的树上 然后就开始使用了太极以柔克钢 将这伙人的攻击不断的转移 攻击到他们自己的身上 这伙小弟 本来想要攻击的是张扬 可是他们惊讶的却发现 张扬只不过是随意的挥舞了手几下 他们的攻击轨道就偏移了 更让他们惊恐的是 下一秒 他们的拳头就砸向了 他们自己的兄弟 砰的一下就倒地了 即使他们再怎么惊恐 他们也没有办法 将自己的力道给收回来了 只能够眼睁睁地看着自己 被自己的兄弟攻击 或者自己打向自己的兄弟 下一秒 他们便两败俱伤地倒在地上 而张扬依旧平稳地扎着马步 站在中间的地方 像七刀八歪地倒在地上的那些小弟 挥了挥手 示意他们再过来 地上的小弟也不信邪 赶忙从地上爬起来 又再一次地把拳头挥舞向了张扬 张扬也并不想留后手 直接擒拿手抓住 就将这个小弟猛地就给砸到了地上 顿时这个扫地只觉得两眼冒金花 连人都分不清了 然后就晕倒在了地上 其他的人看到这个冲向张扬的小弟的惨样 他们立刻就明白了 刚才并不是什么意外 而是张扬使用了一些手段 才让他们的攻击鬼像偏移了方向 这时的许文志也意识到了 张扬就是故意将他们引到这个方向 一开始他就发现了 他们在跟着他们 所以才将他们带到这个没有什么人烟的地方 就算他们一伙人真的是受了伤 将他告学校的话 学校那边肯定也不会相信自己十多个人 居然被这么一个人给撂倒了 到这里 许文志就不想朝着张扬动手了 然后示意自己的小弟们都助手 那个实在对不起 我们不是故意打扰你的 我们现在就离开 就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 如何 许文志冒着冷汗的说到 在后面张扬出的那一手 他就发现了张扬应该是一个国术大师 要不然的话 那一擎拿手也不会使用的这么流畅 尤其是那个擎拿手还融合了跆拳道 听到许文志的话 张扬便知道这个小子想要稀释宁人 可是有点不好意思 现在的他可不太想稀释宁人 不如何 这地方可是你们带我来的 当然要好好地玩一下 才不枉费这边这么好的美景 难道不是吗 张扬十分不给面子地反问道 你确定吗 你真的要跟我们这边死扛到底吗 不管怎么说 我们老大还是有来路的 恐怕你销售不了 这一下 许文志的脸色特别的难看了 虽然他是有一点退缩之意 但不代表他已经完全的惧怕了张扬 如果张扬不肯松手的话 自己也还是可以 递跟他打一场的 反正这个战斗还没有打呢 最后谁知道谁败谁胜了 毕竟自己身边还有十来个人呢 真的就猛地冲上去 未必就干不了他 你觉得我会害怕你们那个老大吗 会害怕的话 恐怕我们刚才在食堂也不会那样了吧 张扬十分挑衅地说道 这下许文志知道这是没有会员的余地了 只能够打 就算是输了的话 也只能够算自认倒霉了 不过他觉得自己是肯定不会输的 然后用眼神示意了自己的兄弟们 然后再一次就朝着张扬给扑了过去 张扬也并不留守 对着第一个冲过来的人就是一掌 那个小弟还特别惊讶的眼神盯着张扬 因为他感觉自己身上并没有任何的疼痛 也就在这个时候 他的后面突然传来了一阵惨叫声 原先在他后面的一个人 居然疼得直接倒在了地上 并且一阵惨叫声响彻天际 这个小弟也意识到 此时的张扬是使用的隔空打牛 然后就想挥舞着拳头朝着张扬打过去 可是张扬又怎么会给他机会呢 虽然是借用他隔空打牛 然后张扬又快速点了他几个穴位 最后 这个小弟就僵直着挥舞拳头的那个姿势站在那里 其他的人看见张扬诡异的手势 顿时一下子也不敢冲上去了 只能警惕地盯着张扬 这下许文质也知道了 张扬就是一个深藏不露的人 下次他也慌了手脚 到底要不要再继续朝着张扬给冲上去 可如果不收拾张扬的话 杨文杰那边也不会放过他们的 一想到杨文杰的那些狠烈的手段 许文质就觉得头皮发麻 现在朝着张扬攻击也不是事啊 在看到张扬的这些招数的时候 许文质便知道 这张扬肯定是一个深藏不露的国术大师 恐怕自己刚刚几分钟之前收拾收集到的那些消息 是有假信息的 许文质还是在这两个方面上 想了一想 觉得还是朝着张扬攻击过去吧 要不然自己临阵脱逃 被杨文杰知道的话 恐怕下场会更惨 然后他拿着扳手救的朝着张扬给砸了过去 似乎不把他收拾了就不罢休 但是张扬又启示那么好对付的 又启示他这个奇迹败坏的行为就能够收拾的 然后张扬直接一个太极 就把徐文质的攻击给推了过去 然后直接就是一个螳螂腿 就将徐文质直接 地就扫倒在地了 其他的几个人 看见自家老大居然被收拾的这么惨 就更是 得挥舞着拳头就砸了过去 张扬直接擒拿手 隔空打牛降龙十八掌 就将这几个人都给 得收拾了一遍 可以说 在这场战斗中 张扬将自己 在小说中曾经看过的那些武功招数 都使用了出来 顿时这伙小弟就七到八歪了 全都倒在了地上 而且已经没有还手之力了 尤其是许文质躺在地上 又一双恶 被眼神盯着张扬 显然就是不服输 但是他又没有更多的力气 将自己心里的说法给喊出来 只能够用眼神来表达自己的愤怒 从他的眼神便可以看出来 他跟张扬势不两立 他肯定会在报复的 只知道张扬是一个深藏不露的人 可是许文质也还是压抑不住 自己内心的气氛 毕竟他也还只是一个年少气盛的青年 还不懂得怎么隐藏自己的情绪 看着许文质那恶恶的眼神 张扬也在思索着 到底应该要怎么收拾掉这几个人 然后他又想了想 干脆就把这几个人放在这里 等他们自己恢复力气的时候 自己就离开了 自己就不要管他们 反正这个地方 也没有什么深山蒙兽让受伤的 他们躺在地上的话 也是一个很好的惩罚 这样的伤口 最多就让他们疼几个小时 然后就能够回到学校那边了吧 也不用自己动手收拾 这样想想 然后张扬看了下手表上的时间 发现他已经在这几个人身上 磨蹭了将近三个小时的时间了 这会儿差不多也可以去接江白雪了 本来他还想看一下 今天还能不能不摆摊呢 被这伙人这么一闹 现在肯定是去不了了 还是去接江白雪吧 张扬跳起来 将自己挂在树上的书包给拿下来 拍拍书包上的灰 然后开口道 嗯 就算你们好运 刚好我有事情要做 就不怎么收拾 你们了 至于你们的话 就自己想办法回学校吧 我就先走了 说完这句话 张扬就背上自己的书包 然后转身离开了 他已经不想再在许志文这伙人身上 再花费时间了 毕竟再花费时间的话 他可就要迟到了 他可不想让江白雪 在他的兄弟面前 留下一些不好的印象 还是先去接他家亲爱的吧 不担心徐志文 这回人离不开后山这边 毕竟刚才在打斗的时候 他可没有破坏他们的手机 反正如果他们想要离开的话 只要打一个电话就行了 而且他也没有 将他们身上的伤打得特别的重 最多就让他们在床上躺个几天而已 疼痛感也没有那么强的 就算是爬他们 也还是能够爬回去的 看见张阳一离开 许文志他们顿时就发出了疼痛的叹息声 尤其是许文子 还顶着一双香肠嘴 就给杨文杰给打了一个电话 用特别浑厚的声音说着 老大 快来救我们 我们现在在后山这个偏僻处 刚看到许文志的电话 杨文杰还以为许文志 已经把张阳给收拾了一下 现在向他邀功了 结果就听到这么一句 他立马也知道 许文志他们失败了 十几个人 连一个人都干不过 这倒是有一点出乎他的意料 不过现在就是出乎意料的话 听到许文志的话 他也知道 现在必须得让人去把许文志他们给接回来 要不然的话 真的让他们在后山出了什么事的话 由头肯定也是找在他的头上的 本来最近他的死对头 就一直盯着他 现在出了这么一件事 肯定会好好地奚落他一番的 并且还会造个由头 的按一下他的名声 杨文杰也不是个傻的 他自然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然后他就赶紧赶紧示意 自己旁边的人去将许文志他们给接回来 这时跑到后山去接应许文志的那些人 发现许文志一伙人全都倒在了地上 并且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定的伤 尤其是许文志更惨 他的嘴直接变成了两片厚重的香肠 让人看着十分的恐怖 仿佛是吃了什么毒蘑菇一般 杨文杰在看到他那些兄弟的惨样之后 顿时也对张阳更加感兴趣了 他没想到 自己查到的那么一个默默无闻之辈 居然还有这么一手 这确实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但是他现在也知道 张阳是并不是好惹的 一时半会 自己可能不能够对付他了 要是有机会的话 还得想办法拉拢他 想到这里 杨文杰还是觉得有点头疼的 他也没有想到 现在的自己 还得想办法拉拢自己的敌人 但如果不拉拢的话 张阳就有可能会被他那个死对头给拉抖 一想到 如果自己的死对头 拉到一名如此的猛将的话 恐怕自己后面的日子 会更不好过的 所以他现在必须得想好方法 如何将张阳给弄到他这边来 至于前面的事 只能够不计较了 可是话虽这么说 可是行动却很难够实施的 从前面和张阳交际的时候 他就发现了 这家伙的脾气不太好 而且可能比较的执拗 一时半会可能还改 不过他的想法 如果真的要拉拢他的话 恐怕还得想一个万全之策才可以 作为杨家的比较小的孩子 杨文杰还是有一定见识的 拥有一定的识人能力 在交际方面 还是比较厉害的 虽然他平日里比较跋扈 但处理事情的方面 还是比较很拉厉害的 一边正在前往着自己停车位置的张阳 弯弯场子 而且在路上 他也没有碰见杨文杰的那些人 如果再碰见他的那些小弟的话 恐怕张阳也不会轻易地放过他们的 对待自己的敌人 张阳向来不会手软 他知道对待敌人的仁慈 就是对待自己的狠毒 能够将自己的敌人 的收拾一顿的话 他是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 但只不过是因为没有时间 然后他就没有另外采取措施 将许文芝那伙人都给 的收拾一下 不过也就刚才那个打斗 恐怕许文芝他们身上的伤 也没有轻到哪里去 也是需要一定时间修复的 一想到这里 张阳还是比较开心的 然后就打开了自己的车门 直接就猛地加速 快速地前往着 沃龙山一号别墅那个方向前进 他知道自己接下来可要开快一点了 要不然可能真的就迟到了 他可不想让自己的女人 和自己的兄弟第一次见面 就处在这么尴尬的局面 不一会儿 张阳就到达了沃龙山别墅的入口处 不过似乎新来了几个保安 并没有那么快 就帮他把蓝丹给打开 他们按照惯例 然后查询了一下张阳的身份 确认他是沃龙山一号别墅的主人后 然后就放行了 不过就是这么一会儿 还是让张阳觉得有一些不舒服 主要是他这段时间 只要他的车一过的话 那些保安都知道他是谁 都能够在他出去或进来的时候 提前把栏杆给放开 让他自由地通行 现在突然来这么一个检查 让他有一点小小的不习惯 即使心里有一点小小的不舒服 张阳也还是没有说什么 他也知道这毕竟是别人的工作 他们只是认真的工作而已了 然后在确认完后 张阳就直接开车前往了自家别墅 后面新来的那几个保安 在喃喃自语着 这么年轻就可以拥有了沃龙山一号别墅 这位你也太牛逼了吧 其中一个保安 直接拍了说这句话的人一下 你就别做白日梦了 还是好好工作吧 然后这么一场羡慕 就这样结束 这会儿张阳也到达了自家别墅 到了家后 他就发现客厅里堆满了各种各样食物包装盒 并且此时的高天飞还在那里拼命地吃 看着这场景 张阳有些的无奈 他在想自己是不是先回来一头猪 要不然怎么会这么能吃 其实在自己不小心走一下的时候 又踩到一个包装盒的感觉 张阳越发觉得自己的想法是正确的 恐怕他可能就真的捡了一头猪回来 但是其实正在吃东西的包天飞 似乎也注意到了张阳的到来 然后吃着东西 嘴里含糊着说道 你老婆去梳妆打扮了 你先等一下吧 行 我知道了 你也注意一点吃啊 你吃这么多的话 你身体能够承担吗 没事 我天生就是这么能吃 也就是因为这么能吃 所以家族那边才将我给驱赶了出来 高天飞不太在意地说道 听到高天天飞的话 张阳也瞬间地无语了 他越发地觉得自己收的这个小弟 就是一头猪 一头确确实实的猪 并且他觉得 可能猪都没有他这么能吃 尤其是看着高天飞 不断地往自己嘴里塞东西 他越发觉得 自己的猜想是正确的 在张阳无语的时候 他就看到了江白雪 站在了自己的面前 今天的江白雪 打扮得特别像是一个校园里的女孩子 白雪穿着白T恤 然后配了一条紧身的牛仔裤 很是完美地修饰了她的身材 休闲而又简单 脸上并未涂抹什么化妆品 但依旧让人觉得 她看起来很舒服 看到眼前的张伯雪 张阳觉得还是很满意的 他觉得自家的女人 不管怎么穿都是那么的漂亮 可以说是一个十足十的衣架子 你今天真好看 看着眼前的江白雪 张阳就直接的夸赞出口了 江白雪推了张阳的胸口一下 一边说着 瞎说啥呢 旁边还有一个人呢 那个人不用在意 我觉得他在意的 应该是他眼前那些吃的 果然两个人一低头 就看到高天飞 依旧在那里埋头苦吃 似乎连头都没有抬过 看着这样的高天飞 江白雪也觉得有些好笑 因为他觉得 今天似乎高天飞就没有停止过吃 从早上吃到现在 依旧还在吃 似乎是注意到了 张阳两个人的视线 高天抬起头说 你们还不走呢 恐怕待会就迟到了吧 应该会让你们的朋友等极了吧 张阳一听到高天飞的话 觉得现在时间应该也差不多了 然后直接就拉着江白雪白雪离开了 看着这两个人 离开自己的视线之后 高天飞再一次将自己的视线 转移到旁边的食物当中 不想浪费自己的美食 还是继续吃东西比较好 车上的张阳和江白雪 两个人暂时无语 张阳认真地开着自己的车 然后猛地就冲到了老地方 一到达老地方之后 张阳看到了自己的两个兄弟 似乎早已经到达了 正坐在桌子那边闲谈了 哦 张阳便也没有怎么停留 直接拉着江白雪 就前往了张阳也 他们两个人的那个方向 看着张阳拉着自己的手 江白雪只觉得特别的开心 但是在开心的同时 他的心里还有一丢丢的小紧张 他有点担心张阳的朋友 可能会不喜欢自己 在张阳拉着江白雪 走向杰瑞他们那个方向的时候 杰瑞和张阳也两个人 就已经注意到张阳两个人了 都一副看好戏的眼神盯着张阳 因为他们发现了 这家伙拉着的美人 似乎是上次在食堂出现的那个美人 看着张阳和江白雪 正在慢慢地走向他们的方向 张阳也朝着杰瑞说了一句 这小子行啊 居然把上次的那个美人给收拾了 上次在食堂的时候 我就说这两个人肯定有猫腻 张阳也这话一说完 张阳和江白雪 就到了他们两个的跟头 杰瑞张阳也两个人立马站起来 跟江白雪打了一个招呼 江白雪也特别有礼貌地说 你们好啊 张阳则是在一旁介绍 这两个是我比较好的兄弟 他们分别是杰瑞和张阳也 咦 张阳也这个名字和你的好像啊 江白雪一听 惊呼地出口 对啊 所以我们才是成为了狐朋狗友吧 要不是因为这名字的话 恐怕我还认识不了他们 张阳也在一旁 也特别爽快地说着 这下杰瑞也直接开口了 既然人都到齐了 大家都坐下来了 也不要太拘谨了 而且我们也好难得聚在一起 在杰瑞说完这句话的时候 四个人就分别坐下来了 在坐下来的同时 江白雪也大概地看了一下周围的环境 如果没有认错的话 这里应该是中海大学附近一家比较有名的小店 曾经他和自己的朋友也曾来过这家店吃过东西 不得不说 这家店的东西是出了名的好吃 可以说中海大学的人都比较喜欢来这边 不过江白雪还是比较少来这边的 因为他上大学的时候资金不是特别的充裕 不能够支撑他经常去外面吃东西 只能够偶尔和朋友到附近尝试一下 各位小哥 人到齐了吧 你们想要吃什么 突然在旁边传来一阵特别爽朗的女人的声音 老板娘 你也太热情了吧 当然 是你这里有什么好吃的 就给我们上啊 越好吃的越好 杰瑞也是十分爽快地说道 哈哈 小家伙倒是有贫呀 知道我们家的东西好吃 不过你们就四个人到底想吃一些啥 在菜单里看一下吧 老板娘眨着眼睛说道 然后杰瑞就点了一大盘小龙虾 四瓶啤酒 再点啤酒的时候 他还眼神示意了一下江白雪 问他喝不喝 江白雪十分有礼貌地点了一下头 表示他可以喝 老板娘 就先这样吧 就先一大盘小龙虾 然后来一些烤串 再加四瓶啤酒 如果不够的话 我们再点 老板娘一边在纸上刷刷地写着 然后嘴上硬道 好嘞 待会儿就给你们上来 看在你们今天见女朋友的份上 我会给你们家足够的料的 说完这句话 老板娘就离开了 然后说了一句 这个老板娘比较豪爽 你不要介意啊 没事 你放心 再说他说的话也是对的 我确实就是你的女朋友 江白雪回应道 哈哈哈哈 小姐姐果然大气 不过 我们倒是不知道 你怎么看上我们家的这个木头呢 一旁的张扬 也听见江白雪爽朗地回答 然后又在后面追问道 那你恐怕就得问他了 因为我觉得他身上没有缺点 哪里都好 江白雪特别认真的回答 杰瑞一旁感叹一句 哎 这恋爱的酸臭味啊 张扬也更是直接抱住杰瑞 然后嘴里还说着 真是虐死我这个单身狗了 我也要去恋爱 看着面前耍宝的这两个人 江白雪忍不住的 直接就捂着嘴笑了起来 他没有想到 张扬的两个兄弟 居然是这么一对活宝 本来还有点点紧张的小心思 立马就被消散了 看着自家兄弟的这个样子 张扬也是头上青筋直跳 他十分想给面前的这两个人来一拳 实在是张扬也和杰瑞两个人的样子 太牵走了 不过这时候 老板娘也叫大龙虾给端了上来 一上来就看见张扬也和杰瑞两个人抱着 瞬间就给了他们一个我懂得的眼神 张扬也这下也意识到不对了 赶紧将杰瑞抱开 然后擦了擦自己的手 并且急忙解释道 我们两个没有什么事 但是老板娘并不听他的解释 直接给他一个我懂得的眼神 然后就离开了 看着眼前这冒着热气的红彤彤的大龙虾 张扬也顿时有了一种欲哭无泪的感觉 杰瑞也是一副特别嫌弃他的表情 似乎在怪他 是因为他让自己被别人误会了 我杰瑞并没有对张扬也说出什么恶话 然后只是十分有礼貌的 做了一个手势 让江白雪开吃 这时候啤酒上来了 而且烤串也上来了 在端东西上来的时候 老板娘的眼神也没有那么怪异了 不上来的菜倒是跟他说的话一样 料加的特别的足 离开的时候老板娘还说了一句 小兄弟们吃好喝好 然后杰瑞就直接举起自己的啤酒 开心的说着 今天欢迎江白雪的到来 欢迎他加入到我们这个小团体 也特别感谢他看上了我们的老三 帮助我们这个团体完成了第一个脱单任务 万岁来干一杯 杰瑞的话一说完 四个人就开始碰杯了 杰瑞和张扬也对江白雪都挺满意的 不得不说这个姑娘长得好看 而且又有礼貌 一看气质就特别的好 比张倩那玩意儿强了 不知道多少倍 两个人都不由在心里感叹着张扬的艳福 就是不浅 一碰完杯 然后四个人就开始分别开动了起来 张扬出手 直接拿过一只大龙虾 开始包了起来 而且一包完就 当着杰瑞和张扬也的面上 把他放到了江白雪的碗里 还嘱咐江白雪多吃点 不要见外 杰瑞和张扬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张扬这个无耻的行为 他们都知道 张扬这是在无声地炫耀自己女朋友的事实 就是故意要欺负他们 这两只单身狗 那又怎样呢 两个人只能默默地包着自己的龙虾 也不好说什么 江白雪雪也听说了张扬的言外之意 然后笑笑说道 好了 我知道了 我自己会包的 我不会见外 然后江白雪朝着杰瑞和张扬也两个人说道 你们也吃啊 先千万不要和我见外哦 你放心 我们可是比较热情的哦 从你一开始 见到我们应该也认识到了吧 张扬也一边吃着一边说着 对对对 你看这家伙的傻样 就知道他有多开心了 你放心 我们不会见外的 来来来 都吃吃吃 吃起来 搞起来 玩起来 说着杰瑞又拿起了酒杯 然后四个人又碰了一下 张扬更是直接一口闷 老三好样的 有了女朋友就是不一样 瞧瞧这把气 张扬也在一旁起哄道 一口喝下酒后的张扬 看了张扬也一眼 然后说道 行了 真是吃都堵不上你的嘴 这句话的时候 张扬直接拿起一只大龙虾 然后就塞到了张扬也的嘴里 这可把张扬也给难受的 直接就咳嗽了起来 然后还颤巍巍地用手指指着张扬 显然 在控诉这家伙重色轻友 居然这样对待自己的亲兄弟 更重要的是 他居然还让自己 在他媳妇面前给丢脸 真是罪不可恕 看到这个样子的张扬也 杰瑞也笑了起来 实在是张扬也的样子 太好笑了 好笑到让他都忍不住了 其实现在的他 也有一点手痒痒 想把龙虾塞到张扬也的嘴里 不过看着看到江白雪 那震惊的样子 然后又想想还是算了吧 然后他就开口了 你们两个就别闹了 也不看看今天是什么场合 乔把我们大美人给吓的 江白雪看着这样的张扬也 有一些小小的尴尬 但他还是认认真真地说了一句 你们两个的感情真好 这时已经反应过来的张扬也 直接就向江白雪投诉了 小姐姐 你到底是怎么看上张扬这个家伙的 你看看他行为多么的粗辱 居然直接就把龙虾飞到我的嘴里 你看他是多么的可恨 这家伙到底身上哪个发亮的位置 吸引到了你啊 这未免也太让人不可置信了吧 张扬也一口气说了这么多 似乎有一点渴了 然后喝拿起桌上的啤酒喝了一大口 又接着说道 你看看这家伙 这么的奇貌不扬 穿着也是如此的老土 最最最重要的是 还特别爱欺负我 一下子听了 张扬也说了这么多 江白雪也是瞬间就猛逼了 然后傻傻地看着张扬也 张扬并不介意 张扬也说了什么 只是认认真真的在一旁包着龙虾 然后小心地把龙虾肉 放到江白雪的盘子上 再听到张扬也把话说完了之后 然后他就给张扬也一个不善的眼神 让其自行体会 小姐姐 你看你看这家伙 又又用眼神威胁我 一你看他是多么的可恶 多么的可恨 多么的令人想揍他 实在是太可恶了 这下张扬也仿佛就像是被刺激了的龙虾一样 更是用手指指着张扬不断地控诉道 听到这句话 江白雪直接就轻笑出了声 一时间江白雪的笑脸 吸引了在座的三个男人 实是江白雪笑得太好看了 呵呵呵 你真是太逗了 一边捂着嘴笑的江白雪 一边轻声说道 看呆了的张扬也这下也反应过来 自己这样盯着自己的兄弟的女朋友 这有点不太好的 不过偏着他的嘴皮子 也很快转移了方向 小姐姐 你身边有没有其他单身的人士 可以给我介绍一下 我觉得是美女的话 身边肯定都是云集着美女的 我相信你的朋友都是个顶个的美人 所以有没有单身人士 可以给我介绍一个 我可是一只千年单身狗 最近实在想找女朋友 张扬也顿了顿 看我还是张扬的好朋友呢 从他的品性 你就可以看出我也是个好的 我只不过是有点小话了 其他方面 我还是挺优秀的 希望你可以给我介绍一个了 原本还在笑着的江白雪 在听到这个话的时候 顿时脸上都僵了 他再一次被张扬也的厚脸皮 给震惊到了 刚在放龙虾肉的时候 也是手抖了抖 他也没有想到 张扬也的脸皮 似乎是最近都升级了呢 但他还是开口了 你不要在意他这么多 这家伙就是脑子有点抽风 等一下就好了 等我和杰瑞给他修一修就可以了 然后张扬就眼神示意了一下杰瑞 杰瑞心领神会 因为他也不想再听张扬 也啰嗦那么多了 直接手就朝着张扬 也得要给用力的扭拧了一下 但是他觉得 这家伙太丢人了 丢人丢到家了 这一下 可把张扬也给整的 立马就呲牙咧嘴了 疼得就不行 他非常想跳起来踹死杰瑞 但他也知道 现在是公共场合 也只能够忍着 然后不断地往自己的嘴里塞着烤串 并且还要呃的眼神 看了杰瑞好几眼 那个不太好意思 我身边的朋友 几乎都是有了男朋友的 可能不太方便给你介绍 姜白雪在一旁特别诚恳地说着 看着姜博雪 那特别认真的眼神张扬 也知道这小姑娘肯定是认真了 然后他就摆摆手说 别别别 我就是跟你开玩笑来着呢 你别认真 杰瑞也发现了这小姑娘的好骗 然后说道 你别太打理这家伙 这家伙经常就是满嘴跑火车呢 十句话里可能九句都是假的 你也别太在意他 对对对对对 他说的对 也立马就在一旁附和着 仿佛他跟杰瑞关系又恢复好了 刚才发生的一切都是假的一样 好 我知道了 不过有机会的话 我还是会为你介绍的哟 姜白雪吞下自己嘴的食物 认认真真的回答 别闹了 大家都好好吃东西吧 都闹了一晚上了 张扬在旁边转移话题 听到张扬的话 杰瑞和张扬 也两个人又开始吃起了烤串 喝起了啤酒 然后几个人又讲述了一些张扬 前面在校园里发生的事情 顿时桌上传来了阵阵的笑声 杰瑞讲述了 他在第一次碰见张扬的时候 这家伙居然连男宿舍都找不到 一不小心就得罪了宿管的事 给倒露了出来 这把姜白雪给逗的呀 还在姜白雪面前的张扬 都是一个比较沉稳认真的样子 仿佛也没见他出过什么差错 除了偶尔有点像一个小 以外 张扬在他面前表现的可谓是一个男神 一般的人物长得好看 而且又有能力 总之就可以说是神一般的人物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原来自己的男朋友 在自家兄弟面前 居然还有这么多的糗事 不过杰瑞和张扬 也可能也是因为喝了一点酒的关系 说着张扬的糗事 说得越来越起劲 仿佛要将 他这大雪两年来发生的糗事 都给姜白雪说一遍 说本来一开始 张扬看着笑得这么开心的姜白雪 就不计较这两个家伙了 是这两家伙说到后面说得越来越过分了 居然开始不断的丑化他了 这就让他有一点点的手痒痒了 然后又开始了前面的一招 把两只大龙虾 分别的塞进了这两家伙的嘴里 让他们说不出来话 做完之后 张扬还美月其名的说了一句 两个说了这么久了 应该也饿了 给他们补补 这样才有力气 看着张扬在那边空口说白话的样子 姜白雪只觉得好笑 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幼稚的张扬 不知不觉 他们两个已经交往了这么久了 好像在一天天的相处中 姜白雪觉得自己见到的每一天的张扬 都是不一样的 每一天他都给自己不一样的印象 被塞了一嘴的杰瑞和张扬 也知道 刚才自己可能说话过分了 然后张扬觉得不开心了 本来还想说的 可是看了张扬那不善的眼神 算了 还是给自家的兄弟留点面子 话说这小龙虾的味道还真是不错 也难怪张扬直接喂给我们了 看来这老板娘的手艺健长啊 刚才他说的料给我们放逐了 还真的就放着了 这味道真不烂 张扬也就直接开口调笑道 没错 这味道确实不错 许久不来 老板娘的手艺就增加了 这么一吃 味道确实不错 也可能是因为今天太开心了吧 也能够见到老三的女朋友 哦 杰瑞又举起了自己的酒杯 想和大家再碰杯一下 本来张扬是不想理他的 可是看到姜白雪又搭理他们两个人 然后也开始碰杯了 其实 今天张扬在姜白雪面前表现的是最真实的自己 他想让姜白雪多了解他一下 特别是他在自家兄弟面前的样子 这样的话 就算他以后真的做出一些什么出格的事 姜白雪也能够理解他 理解他和自家兄弟的感情 姜白雪也仿佛知道了张扬的用意一般 他们三个人面前表现得特别放松 也可以说 今天晚上 是他在大学毕业以后表现得最为放松的一次 他知道 能够被张扬当做兄弟的人 肯定也不会差到哪里去的 对自己并没有必要那么在意他们的话 而且 他们的话也没有针对自己 什么都是尽量在调节气氛 想让自己放松一点 既然这样的话 那就如他们的意好了 所以 在杰瑞碰杯的时候 姜白雪愿意跟他们碰杯 也愿意跟他们畅谈一起 开心地吃着小龙虾 撸着串讨论着一些生活中的趣事 并且一起开始大笑起来 在座的几个人 都不是笨人 都猜到了对方各自的一丢丢的想法 所以 在吃东西的时候 也比较自然 特别是在吃东西的时候 杰瑞和张扬 也更是看姜白雪特别的顺眼 这个女娃真的太好了 也不怎么关注他们两个的胡言胡语 并且还能在一定时候复合他们 尤其是有时候 她还能够帮他们当下张扬的攻击 虽说张扬面对兄弟的时候 已经手下留情了 真的被那么的碰一下的话 头还是疼的 所以就是一句话 能不被打的话 就不要被打了 干杯 开始碰起了呗 然后又是一个一口闷 慢慢的开始撸起了串来 总之 四个人就在一个特别开心的气氛下 吃着今天的晚餐 但是好像有人并不想 让他们这么的安逸 就在他们撸着串的时候 突然来了一个长得 比较社会的人 似乎是喝醉了酒 拿着酒瓶跌跌撞撞的 就撞到了他们的桌子上 嘴里还说着一些乌言晦语 哎呦 哪里来的这么漂亮的小姑娘 来陪哥喝一杯 听到这样的话 姜白雪肯定是不会搭理的 直接就把头扭过 并且赶紧起身躲开这个人 得醉鬼就直接起身 抄着张扬的那边 想要把姜白雪给拉出来 陪他喝酒 可是张扬又岂会让他得逞呢 直接就抓着这个酒醉的人 把他的手指轻轻一掰 就给扭过去了 疼得这个喝醉酒的人 就在那里哇哇大叫 而杰瑞和张扬 也则是在一旁看着好戏 顿时他们就觉得 前面老三应该是对他们手下留情了 要不然的话 像这位大哥的话 岂不是太惨了 两人相互对视一眼 然后吞了吞自己的口水 当然他们也是比较小心的 虽然也发现了张扬的厉害 但他们还是朝的周围看了看 防止这位大哥 可能背后有着什么小弟 突然冲过来就不好了 虽然刚才这个大哥 是一个人拿着酒瓶过来的 但他们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在他来的那一桌 似乎还有几个长得比较凶的大汉 没准就是小弟可能会来算账 果然下一秒发生的事情 就印证了他们的想法 在这个酒醉男发出痛叫声之后 他原来的那桌史上坐着的几个大汉 瞬间就站起来 眼神特别不善地看着张扬 仿佛是他再不放开手的话 他们会递收拾他一顿 其中的一个壮汉 更是直接砸碎了桌上的啤酒瓶 并用破碎的啤酒瓶锐利的方向 对着张扬他们 这时的老板娘 似乎也发现了他们这边的闹局 赶忙跑过来 让双方都冷静一点 毕竟老板娘做的可是小本生意啊 真的让这两伙人闹起来的话 恐怕今天他就白做了 但是显然并不是他说阻止 就能够阻止得了的 双方没有一个人想听他的 尤其是张扬掰扯醉酒男的手访 而用的力气更大了 这样顿时让他更是疼得惨叫天际 然后张扬更是 得将这个醉酒男给扔到了地上 并且还附加了几脚 让醉酒男全说的躺在地上不断的打滚 原先和他一组一起喝酒的那些小伙伴们 看到自家老大成了这个样子 顿时也更火大了 他们本来就站起身来了 这时更是每个人都砸碎了一个啤酒瓶瓷拉的声音 顿时就在这个烧烤摊上响了起来 然后他们就拿着身边可以当作武器的东西 就朝着张扬他们砸了过来 张扬则是示意背后的江白雪 躲在安全的地方 他可不会允许别的男人欺负自己的女人 尤其是对自己的女人毛手毛脚的男人 他都是要得给收拾一顿的 反正实力也并不是他才有自己的实力 也差不到哪里去 再说有青龙堂当自己的背景 他就不信在中海是魂黑的 还有谁能够混过他 看到张扬那副想要认真干架的样子 杰瑞和张扬也知道 今天的衣架是在所难免的 但他们也不会让自己的兄弟孤军奋战的 他们也会帮忙的 所以在一群黑衣人要冲上来的时候 杰瑞和张扬也是直接拿起凳子 就朝着衣人给砸了过去 张扬看了看自己的两个兄弟 也觉得心里特别的安慰 但他也知道他们两个人的实力 如果放任自家两个兄弟 直接冲上去的话 肯定会让他们受伤的 所以他现在必须要快速快决 先把这几个人给收拾了 然后张扬就在自家兄弟冲上去的 前一秒就将他们面前的黑衣人 立马就是用了一招飞毛腿 将他们踹了出去 其他人更是直接采用了葵花点穴的技术 将他们几个人给定住了 所以大概就在那么一分钟的时间 他就将这几个壮汉给收拾了 而且也没有毁坏掉老板娘的餐具和桌子 张扬这么一手操作 可把杰瑞和张扬也给看呆了 我不知道自己的老乡 是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 简直就是一个武术大师 而且还是古代传说中大侠级别的 就那么刷刷刷几下 就把几个壮汉给干倒了 而且还是几个喝醉了酒 没有什么意识的 壮汉 本来这群家伙的战斗力 应该在比他们意识相对清醒的时候 就比较的强 可居然这么弱鸡 就被张扬那么刷刷刷的几下给干倒了 看得杰瑞和张扬也是特别的不敢置信 并且杰瑞还直接开口 沙雕 你快捏一下你的脸 看看疼不疼 然后张扬也就得捏了杰瑞的脸一下 把杰瑞疼了 同时他也意识到自己没有做梦 而且这时的张扬也意识到了 眼前这么厉害的一个人 确实就是他们的兄弟 但他们还是擦了擦自己的眼睛 看了看再站着不动 以及地上躺着七到八歪的一两人 摸摸自己的眼睛 还是没有什么变化 他们知道这确实是真的 他们并没有做梦 但是原先躺在地上的那个醉酒男在前面 在张扬给他打了一顿的时候 他的酒就有一点醒了 然后睁开眼 看见自家的兄弟都被打成那个样子 顿时就傻眼了 什么话也不敢说了 不过显然张扬可不想这么轻松的就放过他 在将黑衣人打刀之后 他又走到醉酒男的旁边 拿出了一根针 在醉酒男的身上扎了几针 这次看在我朋友的份上 就不怎么收拾 你们了 不过 我还是会给你一个小小的教训呢 让你下次再也不敢调戏别人的女朋友 张扬一边扎着 一边冷冷地说道 在收拾完这些人之后 张扬就直接起身 给那些被葵花点血手的人也扎了几针 并且还解开了穴道 将他们朝着醉酒男的方向扔了过去 将这些人都给收拾了之后 张扬就拍了拍自家兄弟的肩膀 示意他们都回过神来 然后张扬也和杰瑞两个人 就用特别不敢置信的眼神盯着张扬 似乎也要让他把事情给交代清楚 但是张扬并不理他们两个 而是走向了江白雪长生的那个地方 拍了拍江白雪 江白雪抬头一看是张扬 然后他就知道了 刚才他的感觉没有错 张扬已经把那些可恶的家伙都给收拾了 然后江白雪就直接起身 地抱住张扬 慢慢地平复自己的气息 原先倒地的那几个人 见张扬不在他们身上动手脚了 都快点从地上爬起来 然后拐着脚扶起自己的老大 用自己平生最快的速度逃离这个烧烤摊 他们可不想再被张扬给揍一顿了 即使身上疼得不行 可是他们还是依旧坚持着一瘸一拐地走着 大概过了一会儿 那几个人都离开了这里 张扬只是抱着江白雪 盯着那几个人离开的方向 冷笑了一声 现在跑那么快 有什么用 离开了的日子反而会是地狱 他刚才再给那几个人扎了那几针 可以将他们的痛绝放大几十倍 这会让他们在接下来的日子 疼得只会哭爹喊娘 而且应该还会求着来找自己 想到这里 张扬也不阻止这几个人的离开 反而冷艳旁观 随便他们离开 反正这些猎物 最还是会到自己手上的 一旁的杰瑞和张扬 也这时有一天看不过去了 在旁边咳嗽了几声 示意张扬和江白雪两个人注意一点 这旁边还有两只单身狗呢 这时 江白雪也注意到了身边还有人呢 而且似乎大家都盯着他们两个人的方向 然后就赶紧将张扬给推开了 张扬感觉自己怀里的落空 有一点小小的失落 然后又开始用不善的眼神 瞄了瞄张扬也和杰瑞 本来张扬也和杰瑞 是并不想打扰他们两个的 只是美女老板 在一边一直虎视眈眈的看着这气氛 似乎有一丢丢的尴尬 张扬这时也反应过来了 旁边还有人盯着他 然后回头看一下美女老板娘 他发现美女老板娘 似乎想对他说一些什么 但是又不敢开口 然后张扬大概看了一下周围的环境 发现由于刚才他和那几个人的战斗事故 还是破坏了一下老板娘的吃饭工具 张扬心里有一些小小的歉意 他也知道大家都是要靠钱吃饭的 现在自己破坏了他赚钱的工具 确实不太好 然后张扬就拿出自己的钱包 从里面抽出好几张百元大钞 反正现在他也不缺钱 赔偿人家也没有什么事 并且张扬还多给了老板娘一些 就当是刚才放的比较足的料理的小费吧 老板娘看张扬给自己那腰多的钱 连忙推迟 不不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不是想问你要钱的事 只是我想说的是 刚才你打的那几个人 在这边是出了名的地痞 而且还是隶属于青龙堂的 一般人都不敢招惹他们 可是你今天如此落了他们的面子 恐怕后面日子不太好过 张扬一听 刚才那几个人是青龙堂的人 更加就不害怕了 反而还起了 要好好地整顿青龙堂一下 毕竟现在青龙堂还是要他管理的 看来他还是要抽一个时间 前往一下青龙堂 不能再让这种地痞 在里面混了 如果真让这些地痞 后面招惹了什么大人物 虽说自己是不怕的 可还是会有些让人头疼的 张扬也知道老板娘的好意 直接就把手里的钱 塞到了老板娘的手上 嘴里还说着 谢谢老板娘 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了 你放心 青龙堂那些人我并不怕 还有你就好好地把钱收下吧 毕竟我刚才我也损坏了 你一些桌椅板凳什么的 那都是要用钱的 老板娘还想推迟的 这时候杰瑞也说话了 老板娘 你跟我们搁几个客气啥 我们搁几个 既然能把这钱给你 毅然就是没什么问题的 你不用顾虑太多 再说咱们都认这么久了 你还不了解搁几个 听到杰瑞的话 然后老板娘又看了看 张扬也和江白雪 他们脸上的表情鞋 也是让自己把这钱给收下来 而且张扬也是一副 特别诚恳的表情 然后老板娘就把钱收下来了 收下的同时 他也没忘记叮嘱 青龙堂的那些家伙 你们还是小心一点吧 毕竟那些家伙都是魂飞的 杰瑞搭着张扬也的肩膀说道 老板娘 你就放心吧 青龙堂那些家伙 搁几个还不放在眼里 那你先把这里收拾一下 搁几个就先离开了 说完这句话 杰瑞他们一群人 就开始离开这个烧烤摊 他们知道这几个地痞 可能后期会过来找麻烦 这个点走是比较好的 如果他们没有找到自己的话 自然也闹不到哪里去 所以这样觉得 为了这个老板娘日后的生意 还是先离开再说吧 听到杰瑞的话 老板娘也跟他说了一句再见 并且开始将倒地的桌椅给扶起来 摆好将撒掉的那些配料什么的 都给收拾好 一边收拾的时候 他还眼神莫测的 盯着张阳离开的方向 如果张阳回头看见 老板娘的眼神那的话 他就会觉得 这人的眼神特别的奇怪 而且还让他有一种毛毛的感觉 这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说不上来 但是没有如果 至始至终张阳都没有察觉到 那一种威胁感 所以他就一直没有回过头 老板娘的伙计拍了拍他 立马老板娘就将眼神给收回去了 在场没有一个人发现 他看向张阳的奇怪眼神 东西都收拾好了吗 如果后面马阁那伙人来找麻烦的话 你就找一个说辞 将他们推脱掉就好了 他们在咱们 这还是羡慕起什么风浪的 可以躲就躲掉吧 可是这样可以吗 没事 老马 他们那伙就是太放肆了 找人收拾一下也好 这样长记性 谁让他们还敢在咱们这里犯事呢 老板娘顿了顿 行了 把东西收拾好 继续营业吧 真的不担心 他们再来找事吗 不用担心 他们惹了一个不该惹的人 后面自然有人会帮我们 把他给收拾了 不用在意那么多 老板娘眼神特别莫测的 小心地说道 听到自家伴娘的话 小伙计也就没有说什么 他相信自己的老大 既然他都说了 没有什么事的话 那自然就没有什么事给 只要好好的工作就可以了 路上的四个人安静地走着 但是张阳也 那个火宝就忍不住了 阳啊 你跟我们说说 什么时候变得那么厉害了 是怎么刷刷刷的 就把那几个人给收拾了 张阳也一边说着 一边还手舞足蹈的 张阳本来是不想搭理他的 可是看着旁边的杰瑞 似乎也是 一点好奇地看着他 仿佛他要不说出 一个所以然的话 他们两个今天晚上 都不会放过他一样 重要的是 旁边的江白雪 也是一直拉着他的袖子 仿佛要让他说出来一样 看着身边的三个好奇宝宝 张阳也很是无奈 到底自己要找一个 什么的说辞 反正将系统说出来时 肯定不可能的 既然这样的话 不如就用小说给圆了吧 这是个秘密 不过既然要讲给你们听的话 那自然还是先找一个 安静的地方吧 你们也不看看 现在是什么地方 张阳假装一脸平静地说道 顿时旁边的三只小宝 就往周围看了看 也觉得在这夜市上 人群如此多的地方 似乎不太方便说 这个尤其是刚才张阳 露了那么一手 吸引了许多人的目光 现在在这个夜市上 还不断地有目光 跟随在他们的身上 然后三个人都 同时直接地拉着张阳 就往他们停车的 那个方向走去 总之就表示了一个方向 必须得让张阳给交代了 只要身边这三个人 如此默契的行为 张阳也不由得觉得好笑 不过是一晚 白雪和他们的关系 居然变得这么好 行了 你们三个不要拉着我了 我自己可以走的 张阳将三只小火宝的手 给放开 然后慢慢地走着 但是就是这么慢的步伐 江白雪还是要尽力地 迈着最大的步子 才能跟上他三个人 张阳后面也发现了 自己的布置 可能迈得太大了 然后就放慢了脚步 让江白雪能够跟上他 然后四个人就在夜市中 在诸多人的注射中慢慢地离开了 虽然刚才张阳的行为 吸引了一大堆人的注意 但是好歹张阳一行人离开得快 此时他的话题在夜市中 成为了一个比较火的热门 如果他再不走的话 可能就会被一大火人围起来 问为什么他的功夫如此的厉害 更为恐怖的是 此时的张阳 还不知道自己前面打架的行为 又一次被一个小网红给拍下来了 并且还传播上了网络 一时间张阳的视频 点击的数量 在短短的三十分钟 就超过了上亿 有的网友觉得 张阳是做假的 不可能那么几招 就Q了那么多壮汉 可能是拍的假片 但也有网友认为 张阳是一个国术大师 所以才能如此顺利地 就解决掉那么多的人 他们都看出来了 张阳使用的都是中国功夫 而且有许多都是在小说中 比较出名的 尤其是其中的太极 更是每天早上 诸位叔叔阿姨们最爱的动作 总之就是一句话 张阳在今晚的行为中 成为了一个火红的存在 并且流传于各大平台 刚好今天鲁尖在刷视频 刚好也刷到了张阳的那个视频 他越看里面那主人公越是熟悉 似乎在哪里见过 盯了许久之后 他才想起 这是自己好闺蜜张兴的哥哥 然后立马叫了张兴一下 仙儿 怎么你哥是个武术大师 你都没有说过啊 张兴也是两眼茫然 他怎么不知道自己的哥哥 是一个武术大师呢 然后就从席地中抬头说道 瞎说啥呢 我哥什么时候变成一个武术大师了 看见张兴那种两眼茫然的样子 鲁尖也知道 他可能什么都不知道 但他又觉得 视频中的人确实就像他的哥哥 然后就拿着视频向张兴走了过来 那你看一下这个视频 这个主人公 好像你哥真的长得太像了 我都觉得就是你哥本人 你自己看一下 鲁尖视频中的人朝张兴说道 张兴看了看视频 然后他发现确实是自己的哥哥 但他还是有点茫然 自家的哥哥 什么时候变得那么厉害了 然后他又想起自家哥哥前面 跟自己说的有关于系统的事 下一秒就知道了 能是自家哥哥完成了什么什么任务 系统给他的奖励吧 不过自己哥哥一下子变这么厉害 张兴还是接受的有点茫然的 开始的张兴其实还是有一点怀疑的 然后他又在视频里看到了一点江白雪的影子 然后他就确认了自己的哥哥 确实就是变得这么厉害 没有错的 尤其是他还看到了杰瑞和张扬 也那两个傻雕 果然拥有了系统的哥哥 瞬间就变得不一样了呢 一下子突然变得这么厉害的哥哥 让张兴似乎有一点接受不了 若他知道 这也不能够大肆宣扬的 如果让一些不怀好心的人注意到 那就尴尬了 然后他就开口了 这只是长得像而已了 这不是我哥哥 那倒也是 你哥哥看上去也不像是这么厉害的人 算了 我还是继续刷着吧 你继续做题吧 我不打扰你了 鲁佳把手机拿起 继续开刷 不过现在张兴有点无心桌上的习题 然后他就给自家的哥哥打了一个信息 哥 注意一下抖音 今天你打架的视频火了 原本正在走着的张兴听到了手机的提示音 然后打开手机就看到了自家妹妹发来的信息 赶紧就把抖音给打开了 发现自己前面打架的视频被传到网上了 而且这点击量还十分的高 看到这里张兴又觉得头疼了 张兴也就不管解释什么了 直接就拉着杰瑞上了车 并且给他看了一下手机上的视频 杨阳也和江白雪看到张兴那个严肃的眼神 也立马就意识到可能发生了什么 也赶紧上车 一上车他们就听到了杰瑞的声音 刚才被拍视频了吗 不过这也没啥事啊 这你不就在网上火了吗 就成为一个比较火的网红 你还可以借这个开一个直播 顺带还能赚赚钱 这不是挺好的吗 江白雪一听拿着杰瑞的手机看了起来 发现原来是张兴刚才打架的视频 给被人给拍下来了 而且还传到网上了 更为重要的是 这点击率还特别的高 张兴也在一旁看着 顿时就加了一句 哎呦 这把我们家杨还拍得怪帅的 难怪小雪雪能喜欢上杨阳 行了 你们都别评了 杰瑞 你就说有没有办法吧 就把这个视频给处理了 张杨特别严肃的说道 处理掉干嘛 出名不是挺好的吗 你不是以前最喜欢出名了吗 杰瑞无所谓的两手一摊说道 你还不知道我的意思吗 我什么时候喜欢出名了 我一直喜欢的都是平静的生活 你又不是不知道 你就说这视频你可以处理掉吗 张阳脸色更加的严肃 好了 我不逗你了 给我十分钟 我就把它给除掉了 不过你们先得等我一会儿啊 说完这句话 张阳也就开始操作自己的手机 慢慢的清除掉各大网站上出现的 有关于张阳的视频 一旁的江白雪看得惊呆了 他完全不知道 杰瑞还居然还有这么一门技术 而且看杰瑞 那熟练的操作 很明显就是一个比较厉害的黑客 张阳也直接说了一句 人家的杰瑞可是著名的黑客 如果小姐姐 你在网上也遇到了什么问题的话 随时可以让杰瑞帮你解决哦 听到张阳也的话 江白雪再一次确认了自己的想法 这个杰瑞就是一个比较厉害的黑客 也难怪张阳会直接问他 能不能把视频给处理了 一旁的张阳 也是脸色认真的 看着杰瑞的那一番操作 其实拥有全能天书的张阳 他是可以自己操作的 不过现在身边毕竟还有那么多的人 如果今晚自己使用的东西太多了 可能会让杰瑞他们两个人产生怀疑 想了一想 还是让杰瑞操作好了 一旁的江白雪也猜到了 张阳为什么要让杰瑞 把视频给处理掉 显然就是张阳不让自己 国书大师的名头出名 虽然他不知道 张阳这样做的完整的理由 但大概的还是猜出来了 所以他就一句话也没有说 也是在一旁看着杰瑞的一番操作 张阳也看自己前面说的话 都没有人搭理 知道自己的话 暂时调节不了氛围 然后也一句话没说 看着杰瑞的手指 在手机上不断地跳动着 无论看了多少次 他还是觉得杰瑞的手 真的很适合敲键盘 尤其是这个手速 看着真的是太爽了 此时的杰瑞 也被没有关注车子上 其他人的动机 只是认认真真的 在那里处理着网上的视频 主使张阳这个视频 在短短的几分钟 被人家转发的太多了 他只能通过各个网站 一个一个的进行消除 所以花费的时间 较为多了一点 需要的精力也要更多 就这样 大概过了十分钟之后 杰瑞把视频给处理好了 然后拿着手机伸了一个懒腰 嘴里还说了一句大功告成 好家伙 这速度不减当年嘛 这么快就处理好了 张阳在一旁夸赞道 江白雪也是以那种 特别崇拜的眼神 看着杰瑞 实在是没有想到 杰瑞这么的厉害 那行了 各位都别崇拜哥哥 只是一个传说 只要一出手 分分钟解决 杰瑞特别得色的说道 事情都解决了 现在就该换小阳了 说说吧 什么时候 武术变得这么厉害了 一旁的张阳 也再也忍不了了 直接开口了 一瞬间车上的三个人 都眼神亮晶晶的盯着张阳 似乎要让他 把前面那个话题继续说完 不说完的话 他们三个人 今晚都不会放过他的 看着跟着两只火宝 一起起哄的江白雪 张阳也觉得很是好笑啊 因为他难得看见 这么活泼的江白雪 其他地方并没有 张阳车上气氛那么好 尤其是被他们 处理掉视频的那些人 此时更是气急败坏 原来那些网红 是靠着张阳的视频 火起来的 可是突然就说 他的账号被人黑了 前面发的视频 都被人给删了 本来他是要爆红的 如今一下子就变成了云烟 这顿时让他气得 就不行不行的 后他就气得 联系网站的客服 可是客服说 他们也不知道 并且也不需要为此负责 一看到这里 这个网红也不敢来找张阳的 毕竟张阳前面表现得那么厉害 如果他靠近 被收拾一顿怎么办 但是网站这边又给处理 所以他就只能生着闷气 在车上的张阳 给自家妹妹发了一个信息 说是视频的事情 都处理好了 让他不用担心 新一看到自家哥哥发的信息 知道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事情了 然后又将精神 投入到自己的习题当中去 不过这时候 他听到鲁尖儿 倒过了一句咋回事 刚才明明保存了 那么帅哥的武打视频 什么情况 现在都找不到了 这听到张在那边一直强忍着笑 不过他可不会跟家儿说 视频里的人 确实就是自己的哥哥 而且他保存的视频 还是被自家哥哥给删除了的 他怕自己说了的话 家儿急得直跳脚 并且还会一直缠着自家的哥哥 问一些有关于武术的事 他可是知道这丫头是一个武术迷 如果让他真的知道自己的哥哥 是一个武术大师的话 恐怕自家哥哥后面 就得忙得不行了 如果因为这样 害自己哥哥谈恋爱 出了一些问题的话 那可就太头疼了 毕竟一个青春靓丽的小姑娘 缠着一一个男子的话 肯定会闹出一点闲话的 如果让自家小嫂嫂江白雪 看到产生一些误会的话 那就太糟糕了 好不容易自家哥哥 找了一个比张倩还要可爱 而且又招他们 家人喜欢的姑娘 要真掰了 就可能铁书万年都难开花了 这么想着的张欣 反而下笔更加的有神了 不一会儿 就将一页纸都给写满了 一边他的哥哥 正在跟他的朋友们解释 他突然变得这么厉害的原因 旁边的人都一脸惊讶地看着他 仿佛都不相信 他说的是真的 实在是张杨给出的 这个说法太扯了 说是他有一回 跑出去吃麻辣烫的时候 碰到了一个老乞丐 然后他觉得 那个老乞丐特别的可怜 他就给他买了一份麻辣烫 由于那个老乞丐 吃了麻辣烫以后 就想要给张杨报恩 然后就交给他一些武功招数 所以他刚才才将那些人 收拾得那么容易 可他之所以能将那些人 收拾得那么容易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他后面将老者 交给他的那些招数 一直勤学苦练 然后就练就了一身的本领 张杨的这一番说辞 说到车上的三个人 明显就一副不相信他的眼神 仿佛要他找一个正当的理由 可是他们又盯了许久 张杨的表情 觉得这家伙的表情 特别的认真诚恳一点 也不像撒谎的样子 可是这个说法 为你也太扯了吧 扯到让人真的很难以相信好不好 然后三个人又相互的对视了一下 怎么想 还是觉得哪里特别的奇怪 这下张杨也就直接戳了戳张杨的肩膀 然后用特别怀疑的声音说道 问你确定没有骗我们吗 为什么我觉得你这有点太扯了 感觉都要扯到天际去了 有吗 张杨直接反问 难道你觉得我不扯吗 你难道不觉得 你说的这些 让人觉得太不可思议了吗 还是你认为我们有点傻 张杨也直接控诉道 听到张杨也的控诉的张杨 回头发现 车上的三小只 都用一种特别怀疑的眼神盯着他 他知道必须得将这个谎原下去 所以脸上的神色不能有一丝的变化 就算是扯 他也要将这个说成是真的 看看你们三个 我如此诚恳的说了事实 可是你们又不信 还用这样的眼神看着我 已经用话来控诉我 你们这样才是不对的 好不好 张杨不搭理张杨也的控诉 只是认认真真的开着车 这下杰瑞说话了 好了 我相信你说的话是真的 不过既然你还有那些招数的话 如也教教我和张杨也两个人 让我们也可以防身啊 杰瑞一边说着 还特别可爱的搓搓小手 这个没有什么问题 等后面有空的话 我教你们一些简单的防身术 收拾掉几个大汉 还是可以的 但碰到比较高深的武术大师 可能不行 张杨想了想回答 这个没啥 你能让我们收拾掉几个壮汉 就已经不错了 我们也不奢求太多 不是 张杨也一听 这话就是有戏的 然后就立马在旁边附和道 你也可以教一下姜白雪吗 她一个女孩子 有时候出门在外的 也难免会碰到一些坏人 学一些防身术的话 也可以让她自己照顾自己 如果你不在她身边的话 她也能够保护自己 坐在后面的杰瑞 看到姜白雪 那有一点小渴望 但又不敢说的小眼神后 就直接开口了 你们就放心吧 我的女人 我自己会照顾好的 至于你们的防身术 就每天去上课的一些空余的时间 我慢慢的教你们 这样的话 可能一个月后的话 你们的体质会有很大的进步 那这件事 就先讨论到这吧 对了 你们待会儿是直接回学校吗 那我就直接把你们送到学校吧 张杨一边开着车 一边说道 原本杰瑞两个人 还想再出去玩的 可是看了看身边还有一个女孩子 似乎也不太方便 算了 今晚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 他们也看出 张杨应该是累了 想了想 还是先回学校吧 嗯 你把我们送到住的地方就可以了 张杨也和杰瑞一口同声的说道 然后杰瑞又说了一句 今晚过得还是挺刺激的 大家都回去好好休息一下吧 尤其是你和姜白雪 你可要好好地安慰一下 人家小姑娘的小心脏哦 德花一出来 就把在前排坐着的姜白雪 听得顿时脸又红了 一下子也不知道 说什么话来反驳杰瑞 就只能脸红的一直坐在那 然后他就发现自己 似乎在认识张杨之后 脸红的次数越来越多了 以前的自己 是一个万年都可能不会脸红的姑娘 可是现在却时不时的脸红 这难道就是恋爱的滋味吗 想到这里 姜白雪还用手摸了摸自己的脸 哎呦 老杰 你不要再说了 瞧瞧你这话 把人家小姑娘说的都害羞起来了 张杨也在一旁起哄道 张杨自然也看出了姜白雪的害羞 然后他就开口了 啊 你们两个人就别闹了 你们住的那边也快到了 差不多 你们就都给我下车吧 嘖嘖嘖 要不要这样子呢 那是好伤我们的心啊 我们的心立马就碎了 怎么可以这样对待自己的兄弟呢 张杨 你真的是太心狠了 张杨也在一旁卡着自己的嗓子说道 这声音听到车上的三个人 顿时头皮都发麻了 杰瑞更是直接动手了 直接就一个抱锤给砸了过去 显然他是受不了张杨也的声音了 一边打 嘴里还骂骂咧咧的 你大爷的说话就说话 不要发出你那种那么恶心的声音 你瞧瞧大碗上的 所有人都被你争恶心了 哪有哪里恶心了 你在动手 信不信我还手了呀 张杨也在一旁控诉道 我在后面又开始打闹的两个人 姜白雪又笑了起来 实在是这两个人太好玩了 不过没有了张杨也那做作的声音 车上的氛围又稍微好了一点 老张 这也不是咱们几个人嫌弃你 你那声音确实是让人受不了 张杨也是直接在前面就发声了 张杨也一听 这三个人都在控诉自己 顿时又装作哭哭啼啼的声音 而且还一边翘着兰花指 你们三个人都欺负奴家 奴家不跟你们玩了 这话一出 杰瑞又是想给张杨也一个抱锤 不过这时的张杨也学聪明了 看到杰瑞一有要动手的趋势 他就赶紧用手足挡 所以杰瑞并没有打到他 小杨 你以为我会一直让你打吗 是吗 一反问完 杰瑞就用另一只手 再一次给了张杨也一个抱锤 这把张杨也给腾了呀 顿时惨叫声响彻了天井 与此同时 他们住的地方也到了 你们两个别闹了 住的地方也到了 赶紧下车吧 时间也不晚了 我和小雪两个人也回去了 行 那我们就走了 说完这话 杰瑞就打开车门 并且拉着张杨也一同离开了 离开的时候 张杨也还朝着姜白雪 他们两个人打了一个招呼 不过 杰瑞可不想再听见 张杨也发出声音了 就直接用手捂着 张杨也的嘴架着他走的 看着离开的张杨 也是那么的惨兮兮的 姜白雪给了他一个同情的眼神 但是也忍不住笑意 然后就笑了起来 后面他还说了一句 你的朋友们都好可爱啊 对 就是因为我们三个人 都玩得比较疯 所以才成为了好朋友 不过今天晚上 倒是让你见笑了 这两个人实在是太逗逼了 张杨也是认真地说道 没事 我倒是很开心 认识了两个新的朋友 而且 这两个人还那么的好玩 希望下次还可以再见面 你喜欢他们就好 下次还可以再聚 听到张杨的话 姜白雪又开心地笑了起来 主要还是因为 今天的杰瑞和张杨 也给了他比较深刻的印象 最重要的是 姜白雪通过今晚发现 原来张杨还是有另外一面的 在朋友面前的他 和平时在他面前的他是不一样的 现在又让白雪见识到了一个不同于平时的张杨 姜白雪觉得特别的开心 他觉得自己似乎更加了解张杨了 张杨在听到姜白雪的笑声之后 透过后视镜看到姜白雪笑的特别开心的那张脸 顿时自己也觉得特别开心 不由的嘴角青杨 然后他就开口了 其实你笑起来很好看 你在我面前完全没有必要那么拘束 只要认真的做你自己就可以了 特别是多给我一些笑脸哦 因为你的笑脸真的很美 听到张杨的话 姜白雪有一些愣了 他没有想到自己平时就那么一丁点细微的反应 都被张杨给捕捉到了 其实张杨成为自己恋人的成分上有很大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他还是自己的恩人 所以在有时候他觉得自己面对张杨的时候 有一点点的小拘谨 难道就是自己这么一个细微的反应 都能让张杨给发现了 那张杨的心该有多些啊 还有他在自己身上的关注是有多么多啊 这再次让姜白雪觉得自己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人 从和张杨在一起 姜白雪就发现了自己突破了很多个第一次 而这些都是张杨带给自己的 这也让姜白雪对张杨的感情就更加深了 然后他特别放松的说了一句 好 你放心吧 以后你就知道了 嗯 我知道 我们早点回去吧 我觉得这个点差不多高天飞 应该吃的也差不多了 好像咱俩走的时候并没有给他留卡交代 他要买吃的 恐怕咱们现在回去的话 就能看到他虎视眈眈的盯着门吧 张杨一边开着车一边说着 听到这里姜白雪才想起来 高天飞还一个人在家 好像他给他点的食物 按照高天飞那个吃东西的速度的话 好像确实是不够 在出去的时候 自己似乎还把银行卡给装包里了 在了高天飞好像在家里 还是处于身无分文的状态 一想到这里 姜白雪也有一点小着急了 和高天飞在家里相处了一天 他就发现这家伙真的特别的能吃 而且吃的速度也特别快 不过也好歹是第二天 看到他这样吃了一惊 有一点点的接受能力了 所以就只能任命的给他点着吃的 只要有吃的 高天飞的就特别的安静 而且他吃东西的声音也不大 也压根不会打扰到姜白雪 所以两个人就这么平安无事的度过了这一天 最重要的是在张杨离开之后 家里多了一个人 当自己在客厅里坐着的时候 高天飞会和自己搭几句话 在他的话中 似乎说他是一个道士 经常给人占卜 想到这里 姜白雪就开口了 我们快点回去 不要把他一个人留在家里 我卡还带出来了 我觉得这家伙 现在可能正在啃沙发呢 行 话音一落 张杨就猛踩油门 再一次开启了 让交警都望尘莫及的速度 这是他再一次 将在电影里才能发生的片段 让中海市的部分人民 再一次体验到了 这还有人直接拿出手机 拍了几个片段 又给发到了网上 张杨不知道自己在偶然间 又一次爆红网络 我就算知道他也不在意 因为单看车牌号的话 完全就查不出他这个人 毕竟他的车牌 可是连交警都收拾不了的 又何必怕这些网络不是 刷刷刷的几分钟 张杨和姜白雪两个人 就到达了卧龙山一号别墅 两人一开门就看见 高天飞垂头丧气的江头 放在桌子上 身体还保持着他们离开时的姿势 用一副哀怨的眼神 盯着他们进来 老子辽天飞的这个眼神 姜白雪和张杨 也仿佛觉得自己 似乎犯了什么天大的罪恶一般 顿时也有一点不太好意思 那啥 下次我们注意啊 不过 你还想要吃其他的什么东西吗 如果要的话 我们给你点 边说着 张杨有点略感抱歉的 挠了挠自己的后脑勺 不过这时的高天飞 似乎有一点耍脾气 直接把头一扭 特别理直气壮的说了一句 不要了 我吃饱了 不过看着高天飞的那个姿势 张杨也能够看出 这家伙应该在闹别扭 不过一个大男人撒娇的闹别扭 这让他看得稍微的 有一丢丢的小头疼 他没有想到 自己第一回收的所谓的小弟 居然是一个如此傲娇的人 原本张杨以为高天飞 是一个比较有本事的人 可是他今天的这个反应 也让他有一丢丢的怀疑 到底昨天晚上出手的是不是他 还是现在的高手 都比较喜欢像他这种 跟小孩子类似的 傲娇的摔跤方式 这一时让张杨 都有一丢丢的小迷惑了 这时将白雪开口了 行了 别装了 别以为我们不知道 你这是故意的 大不了下回 我们去吃东西的时候带你去 要么就是把吃的给你准备好 这样可以吗 一听借江白雪的话 高天飞立马就没开眼笑了 仿佛刚才因为饿肚子 而受委屈的他 根本就不是他一般 立马就开口了 这样倒是不错 不过你可要记得你说的话 可不要再发生今天的情况 你看看 本来我还打算 把我的肚子给撑大一点的 可是居然没料了 瞬间就不能撑大了 一下子就破坏了我的理想 真的是 你们两个太坏了 尤其是 你们居然还背着我去吃麻辣小龙虾 等等 你怎么知道 我们两个吃了什么 张扬疑惑的问道 毕竟现在时间已经过了这么久了 味道几乎也都消散了 这家伙也没跟着他们过去了 怎么知道他们两个吃了什么呢 不然就让张扬对高天飞 有了一丝丝的怀疑 这家伙究竟是一个什么人 过这时高天飞特别傲娇的 甩着自己的脖子 扭了两下自身的身子 特别得意的声音说道 当然是天赋一禀了 我从小到大 可是一个拥有号称狗鼻子一般的人物 凡是只要被我闻过的气味 都不能忘记你们两个一进来 都那么重的麻辣小龙虾 以及烤串 甚至还有啤酒的味道 我怎么会闻不出来呢 最最最重要的是 你们两个居然是在我饿肚子的时候去吃的 这简直就是难以饶恕 说到后面高天飞 越扯越远 直接就控诉他们两个人的恶行了 一听到这个话 张扬就有一些尴尬的摸了摸自己的鼻子 实在是高天飞这狗鼻子太厉害了 居然将他们晚上吃的东西都如数家珍 仿佛都是他亲眼看过 并且也吃过一般 尤其是他 还对他们两个的控诉 这让他觉得更加尴尬了 然后尴尬的时候 他突然灵机一动 等等这家伙的狗鼻子这么厉害 如果后面去青龙堂的话 岂不是能让这家伙发挥一丢丢的作用 一想到这里 张扬突然就有一种特别活跃的眼神 盯着高天飞 他终于觉得收留高天飞还是有一丢丢的用处的 尤其是这鼻子就帮他解决了一个重大难题 他前面之所以不敢接受青龙堂 他就害怕青龙堂里面有人是贩卖毒品 毒品这玩意儿实在是让人太痛恶深绝了 张扬可不太想碰这个 如果把他给弄过去 让他的鼻子闻一下 就能出青龙堂里面是否有人在吸毒 根本还在控诉着商量两个人的高天飞 突然感觉到张扬的眼神似乎变化了 盯着他有点不舒服 然后他突然紧张到用双手抱住自己 害怕张扬下一秒就会对他做出什么事一般 那江白雪没有看到襄阳变化的眼神 只是突然看到高天飞那奇怪的知识 然后顺着高天飞的眼神转头看向了张扬 发现张扬盯着高天飞的眼神 十分的火热 这让他心中也起了一丝不妙的念头 然后江白雪拉了拉张扬的衣袖 开口说道 扬 你这是咋了 那张白雪的问话 张扬这三个意识到自己的眼神 只是是不太适宜的 然后他有点小尴尬的甲壳了一声 然后开口 我没什么事 只是我突然发现高天飞的一个比较好的用处 而且能够帮我解决未来几天的一个难题 这让我有点小兴奋 这收来的小弟终于能够派上用场了 也不枉费 我今天给他投喂了那么多的食物 等等 你说啥呢 啥叫投喂那么多的食物 我觉得 你这话说的有点怪怪的 感觉 就跟养宠物一般的感觉 听到张扬的话 高天飞就觉得特别的不对劲 尤其是后面的投喂那两个字 一出现高天飞 立马就炸毛了 直接就蹦起来 指着张扬说道 听到高天飞的话 江白雪和张两个人瞬间就无语了 他们两个算是发现了 这家伙的脑细胞和平常人并不一样 每回他抓的点都是比较不一般的存在 然后都用特别无奈的眼神看着高天飞 张扬特别无奈的直接举起双手 投降的说道 我错了 不过梦诗你抓的点不应该是后面 然应该是前面吧 明天哥就带你去做一件大事 发挥你吃了这么多食物的效益如何 高天飞若有所思的摸了摸自己的下巴 然后开口 行 明天帮你办事 不过别忘了明天的食物 这些食物可对我大有用处呢 没有问题 只要你明天帮我把事情处理好 你想吃啥就吃啥 怎么样 张扬特别大方地说道 那好 现在这么晚了 我也就不为难你了 恐怕外卖也没啥好吃的了 那我就去睡觉 好好地休息一下 帮你把明天的事情给处理好 说完这句句话 高天飞就离开了大厅 朝着他的房间走去 看着高天飞那傻愣愣的样子 江白雪有点好奇 张扬会让这个傻乎乎的家伙 去完成什么任务呢 而且他真的觉得高天飞这个家伙能完成吗 越想他越觉得高天飞这家伙的行为 实在是太让人怀疑了 主要还是太不靠谱了 在高天飞离开后 江白雪觉得他听不到自己的话的时候 然后开口了 你真的觉得这家伙能够帮你解决问题吗 你觉不觉得这有点稍微的 一边说着 江白雪还露出一种特别为难的神情 似乎不太相信张扬的决定一般 两只手搭在江白雪的肩膀上 用一张特别诚恳的脸 他让人觉得特别幸福的声音说道 你放心吧 别看高天飞那家伙 那不得能吃 但他还是有点实力的 要不然的话 你觉得我为什么会将他受为小弟呢 如果他真的一点用处都没有的话 我也不会让他进我的家门的 听到张扬的话 江白雪还是有一丢丢的不相信 他始终还是相信自家男人的 然后就点了点头 表示放心的样子 那行 你带他出去的时候 记得多准备一些吃的 这家伙实在是太能吃了 我担心 如果吃的不够的话 他不会老老实实的给帮忙的 这你就放心好了 高天飞那家伙 就是表面笑嘻嘻的 如果真的要让他办事的话 他还是能够办好的 他可不像是表面上 看上去那么简单 如果他真的那么简单的话 当初也不会让张瑞凡那个家伙 听他的话了 张扬有些若有所思的 盯着高天飞离开的方向说道 我懂了 江白雪听到这里也懂了 那就是 高天飞根本就不是在他面前 表现的那个傻白天 是一个拥有能力十分强的一个高手 而他之所以要到张扬这边 恐怕也是 看中了张扬身上的某个地方 想到这里 江北水发现张扬 正在开始慢慢的将他的想法告诉他 让他也参与到一些他的圈子里面来 然后江白雪用特别感动的眼神 看着张扬 张扬仿佛当作没看见的 直接用手就推着江白雪 走向他们两个人的房间 现在时间也不早了 本来前面在烧烤摊的事 就忙活了那么久 现在我们赶紧去洗漱一下 然后我好好地休息一下 明天课还有大事 等着你家老公处理呢 得保持着比较好的精神状态 要不然的话 那些家伙可能不会幸福你老公啊 听到张扬的话 江白雪都不用张扬推 直接撒腿就跑向了房间 然后快速地进行了洗漱 看着眼前江博雪那风一般的行为 张扬觉得 女人果然都不是一般的生物 想想前面江白雪那磨蹭的行为 可是现在却如此的快速 仿佛就像身体里换了一个性子一般 果然 女人都是比较神奇的生物 一般人都是猜不出来的 看着在发愣的张扬 江白雪直接推了她一把 然后先发制人 你自己说快一点的 你现在在发什么愣啊 赶紧去洗漱 然后早点睡觉 养好精神状态 我告诉你 你可是我的男人 我的男人 可是不允许打败仗的 明天要以最好的精神状态 迎接你的敌人 把他们杀得片甲不留 好的 我立马就去 话一说完 张扬就立马冲去厕所 然后开始了洗漱 洗漱好 回到房间后 看到江白雪已经躺在床上 开始看起了杂志 这样的的江白雪 突然张扬来了兴致 然后就慢慢的走到了床上 开始躺在床上 并且 手还比较不安分的望江白雪那边蹭着 躺在床上的张伯雪 自然也是发现了 朝阳那不安分的动作 男师又想起他说 明天有事 看时间也不晚了 就不想让他瞎胡闹了 直接拿着杂志一手拍过去 嘴里还说着 别闹了 时间也不早了 早点睡吧 想到江白雪的话 张扬就知道今晚没戏了 只好乖乖的把被子盖好 然后闭上眼睛 再一次发挥 他强大的一秒入睡功能 旁边的江白雪 感应到后面的张扬 似乎都没有了什么反应 以为他是不开心了 然后转头看向张扬 发现这家伙 居然几秒钟就给睡着了 现在已经正在发出那种 悠长棉细的呼吸声音 一听就是睡着的声音 那江白雪也很是惊奇 他没有想到 在短短的几秒钟就给睡着了 这未免也太神奇了 但看着张扬的帅气睡颜 他又觉得内心十分的满足 然后忍不住的就伸出了手 勾勒着张扬的脸 那时候在他的眼睛 驻足的特别久 他最喜欢的就是张扬的眼睛 每当张扬认真和他 他说话的时候 都会有特别真挚的眼神 看着他 这让他觉得特别的舒服 越看张扬 他越觉得张扬越看越帅 看着看着江白雪也睡着了 这样平静的意外又过去了 仿佛大家都不知道 明天又会有什么事情 在等着他们 不过这件事发生有点大 再一次让中海市震动了 第二天张扬又根据 自己的生物中醒来了 一醒来就发现 江白雪一周还在熟睡当中 然后就捏手捏脚的起床 给江白雪准备好早餐后 他就前往了高天飞的房间 发现那家伙居然还在睡觉 然后猛的一脚就踹了过去 这一下高天飞也不装了 直接就从床上蹦了起来 然后揉着自己的心松睡眼 嘴里还嘟囔着 吓唬你叫人起床的方式 不要如此暴力 我的反应快的话 恐怕那一脚真的就上来了 你把我打得鼻青脸肿的话 带出去也不太好看 不是 你就别叨叨了 你真以为我不知道你那伸手 先出去吃点早餐 然后就跟我去一下一个地方 帮我处理一点事 行 立马就去 话音一落 高天飞就冲去洗漱了 该要干正经事的时候 他可是贼正经的 可不会给人把事给耽误了 而且他看着张扬那严肃的表情 便知道待会儿肯定是有大事要处理的 所以就立马就冲了过去 等到了客厅 他就发现张扬已经准备了一大堆吃的 然后快速的往自己嘴里塞了一些东西 之后就跑去了张扬所在的停车位置 高天飞立马将车门打开 然后就蹦到了车子上 绑安全带的时候 高天飞还说了一句 我们要去哪 还有 你要我帮你做什么事 你的鼻子不是特别的厉害吗 我想要让你帮我去闻一下青龙堂里面的人 看里面有没有碰毒的 以及贩毒的某些行为 我想要将那些人都给清理掉 张扬十分郑重的说道 听到青龙堂三个字的时候 高天飞用特别惊讶的眼神盯着张扬 他没有想到的 是他居然让自己去帮忙处理青龙堂的事 只要是魂黑的 谁不知道青龙堂在中海市的大明 那可是一个黑白两道通斥的存在 可以说是多方大势力都比较关注到 可是张扬又是怎么和这样一个地方牵扯上了呢 更重要的是 为什么他还要让自己帮忙处理呢 虽说他也知道自己的能力挺强的 而且确实也对他比较的忠心耿耿 但毕竟他们两个人认识的时间也不长啊 为什么一下子让自己处理这么大的事 张扬仿佛知道 高天飞一直用惊讶的眼神盯着自己 然后他就开口了 前几次不都帮了我吗 我相信你对我没有什么恶意 而且按照你的能力的话 你也完全没有必要屈尊在我的位置之下 可是那天你却突然来投奔我 那就可想而知 你对我并没有什么恶意 既然这样的话 那就让你帮忙做一些事 也没有什么的 就当是扶你的饭费吧 你也知道 就你那个饭量 一般人是负担不起的 哼 这都被你发现了吗 哦 我让你当我老大 我也是有势心的 但是你给我安排的事情 我都会给你处理好的 反正我高天飞就是一句话 只要你不让我离开你的话 我就会一直跟随在你的身边 为你赴汤蹈火 高天飞特别认真的说道 听到高天飞的话 张扬也有一点好奇 他是这样 究竟有什么地方吸引到他 值得他要这样做 不过既然是对他没有坏处的 反而有好处的是 干脆他就不想那么多了 直接就接受好了 就算到时候 这家伙真的对自己不利 而自己拥有系统的话 也能够将他收拾了 然后他就开口了 行了 我知道你的意思 你不用再说了 你只要帮我把事情办好就可以了 而且 这些是办好的话 也足够付你的伙食费 你就放心吧 伙食费 这我还是能够上交的 只要我的身体恢复了的话 等等 你的身体有什么问题吗 我受伤了 急需要大量的食物 补充自身的能量 就这样才可以让我恢复 所以 这段时间我 才会大量的摄取食物 高天飞想了想 直接就把自己的情况给说了 如此你放心 只要你帮我解决到一些事情的话 食物这些都不是问题 不过 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的身份暂时不方便告诉你 日后时机到的话 我自然就会告诉你的 此时的话 我先把你要做的事都给办完吧 说完 这句话高天飞就没有再说话了 只是将自己的视线 投往到车窗外 仿佛在想着什么 听到高天飞的话 张扬也知道自己 没有必要再多问什么了 如果后面时机到了的话 按照高天飞的性格 自然就会告诉自己 既然他不想说的话 自己也没有必要勉强他说 对于有些事的话 张扬知道 还是不能强求的 而且现在高天飞已经说的够多了 他已经将自己 最近摄取大量的食物的原因已经说了 他说 对于襄阳来说 这个并没有多大的用处 不过他既然能说的话 也是对自己表忠心的一种方式 一时半会儿的 也不能强求太多 过了一会儿 张扬一行人 就到达了青龙堂的总部 看到眼前 这栋辉煌的建筑 张扬不禁在心里感叹一句 这金龙堂 不愧是中海市的第一 势力 只见一座特别高大的 辉煌的建筑 在门口 还有保安守着每一个进出的人 他们都严格的审查着 然后高天飞说话了 青龙堂的进出 还是比较困难的 如果不是金龙堂的人 一般都是进不去的 你确定 我们能够进去吗 你放心吧 我既然会 将你带到这里的话 自然就有办法让你进去 说完这句话 张扬就上前了 但是门口建树的两个保安 直接就把他拦住了 似乎他们都知道 张扬是一个比较陌生的人 自然他们 是不会让他随意进出的 衣冠不整整 这里不能随意进出 一个戴着黑色墨镜的 剑兽的保安 直接开口 纳尼 张扬疑惑的开口了 他可不记得 虎哥什么时候跟他说过 进入青龙堂 还有这么一句话呢 记得那天给他打电话的时候 虎哥还说 如果他想进入青龙堂的话 直接走进去就可以了 还说青龙堂的人 已经都认识他了 进出是没有问题的 可如今现在是什么情况 难道说 前面的那个合约 是作废的吗 想到这里 张扬的脸色就有一些变化 想把眼前这两个 阻挡他的人都给他收拾了 不过张扬觉得 还是先不要声势端 将怒火忍了下来 然后又说话了 我是张扬 不好意思 先生 这里衣冠不整整 不能够进去 保安可不管他说什么 那何谓衣冠整洁 自然是是穿戴的 和我们家虎哥一样的整齐 依然就是衣冠整洁者了 小兄弟 你看你这不是能答对吗 那进去吧 保安把手一挥 就让张扬两个人进去了 这么一手操作 也把张扬给整了 这到底是多么杀雕的人 才能够弄出这么一句话 他有种感觉 门口的这两个保安 似乎在戏弄他一般 他有点想冲出去 教训一下这两个人 但又觉得 在大门口处理自家人 似乎面光上 也有点不好看 而且也因此引得 一些人的不满的话 接受青龙堂的话 可能就会更麻烦一些 不过他身边的高天飞 倒是有一些好奇的盯着张扬 他没有想到 他们两个人 居然真的这么容易 就进入了青龙旁的总部 这未免也太不可思议了吧 当然 他可不相信 就刚才的那两句傻逼的话 就是进入的暗语 显然就是 有人在整人的感觉 而且像青龙堂 一个这么黑白两道通吃的地方 怎么可能就设置一句 这么简单的暗语 就让人进来了 应该是有人前面 就知道张扬要来这里 所以暗中就已经安排了人 这不知道 现在到底是鸿门宴 还是什么 但是看张扬那个表情 显然就是要来整顿青龙堂的 这突然要和中海市的第一大 视力扛起来的话 高天飞莫名的觉得有一丢丢的小心动 似乎血液也开始发热了起来 他莫名的对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 更加好奇了起来 前面走着的张扬 可不知道高天飞这么丰富的心理活动 现在的他 只是想要上顶部 将金龙堂这边的事都给整理好 本来前面 就因为他那边意外的发生了一些其他的事情 所以他才没来将这边的事情给处理好 要不是因为昨晚那几个傻逼的话 恐怕他也不会来这边 毕竟自己还是前龙堂这边的挂名 要真的是让金龙堂多收了几个傻逼 并且还要那些傻逼惹了一些事的话 事情早都会找到自己的头像 与其等到那一天的话 还不如自己先把这些都给处理好 想到这里 张扬的眼神就坚定了 然后他就走到了大厅前台那边 问了一句 会议室在哪 刚开始 前台小姐姐听到这个的时候 有点小小的惊讶 不过他的职业素养 让他很快就恢复了 先生 在顶楼 你可以直接前往 其他人差不多都到了 就等你了 他十分有礼貌的微笑着说道 那怎么前往顶楼呢 张扬直接问道 你只需要搭乘电梯 搭到十三楼后 自然会有人来接应你 前台小姐姐 依旧保持着那个前往的姿势 然后十分有礼貌的说道 行 我明白了 那就有劳你了 张扬一把话说完 然后就走向了电梯 不过他没有发现的是 在他转身离开后 前台的眼神似乎有所变化 便得有些神秘莫测 一般的感觉 如果他看到的话 可能就会发现 这次前往青龙堂 极有可能就是一个鸿门宴 不过就算是没有看到 张扬也知道 这回来青龙堂的话 肯定不会太轻松的 毋庸置疑 首先他的年龄就太小 还达不到那种威势 其次就是突然来了一个新来的 肯定会受到老牌势力的挤压 不过他倒是想知道 虎哥会准备一些 什么来迎接自己呢 虽说早上进来 还是比较轻松的 就是不知道 接下来要发生一些什么 张扬好歹在市场摸爬 打混了那么久 见过各类各样的人 时任的眼光还是有的 虽说后面虎哥 对自己称臣俯首的 但他依旧还能感觉到 他身上还有一点不服气 要不然的话 按照他的本事的话 恐怕自己今天 进入青龙堂会更加的顺利 而不是莫名其妙的 对了一个什么乱口号 而且还是那么一个瞎扯的口号 对于有些事情 张傻并不傻 他能够看出来 但这些事情 并没有必要放在明面上 说罢了 他只需要在接下来的会议 将这个青龙堂 好好地整顿一番 他也不怕虎哥 再在暗地里搞什么小动作 任何事都是 要靠实力说话的 只要实力够强 别人自然会信服你 而且就那个收服虎哥的过程 也确实难以 将他的傲气打消掉 主持人 这次机会好好的 将他收服就好了 在这青龙堂 毕竟还是要需要自己的势力的 跟在张扬后面的高天飞 此时小声地跟张扬而语了一句 你确定我们来这没有问题吗 放心 这会儿可不敢对我们动手 待会儿 只要给我发挥好你的作用就可以了 见机行事吧 待会儿可是一个红门燕 张扬面不改色的小声回应道 高天飞听到张扬的话后 就没有再说话了 是他的眼神瞬间就变化了 闪烁了几分凌厉的感觉 似乎待会儿如果发生什么事的话 他会立刻帮张扬解决一般 反正就一句话 只要他在张扬的身边 就不会让任何人伤到张扬 如果让人伤到张扬的话 也就枉费他作为别人的小弟了 特别是 如果张扬受伤的话 岂不是他的靠山也倒了 那他以后的饭找谁去 等了一会儿 电梯就开了 但是十分冤家路窄的 就是电梯一开后 张扬就看见一个人呃的盯着自己 特别是这个人长得 还有几分熟悉的感觉 他认真一看 好像就是昨晚被他打的 那个想要调戏江白雪的罪鬼 本来杰瑞格因为昨晚的事情后 就来找自己的舅舅 让他帮忙查一下 张扬是什么身份 居然敢不大胆的对他 谁知住家舅舅并没有因为自己受伤而安慰自己 反而劈头盖脸的骂了自己一顿没用 本来他被张扬打就够憋屈了 而且疼得还难受 结果还要被自家亲人如此对待 简直就是新仇家旧恨 这下杰瑞格就将更多的仇恨值 放在了张扬的身上 总之就是一句话 杰瑞格要将张扬给碎尸万段 结果就在自己灰头土脸的 从电梯下来之后 就看见自己的这个仇人 就站在自己的面前 瞬间杰瑞格的脸色就变得特别的难看 而且特别饿的盯着张扬 这应该 这就是冤家路窄啊 这家伙还真的没有什么好运气呢 似乎刚来到这里 就要收拾一个人 想想杨舅为面前的这个家伙 挨到了几秒钟 谁让这家伙这么倒霉呢 两次三分的落在自己的手里 刚好就成为了今天自己的开门石 也刚好可以展示一下自己的实力 让楼上的那些老家伙 更加的幸福不适 然后盯了几秒钟之后 杰瑞格就直接叫喊起来了 保安保安 在哪里 是谁让这个外来人士 来到我们青龙堂的 你们都是瞎了吗 居然放外人进来 快点过来 给我把人压出去 最好直接丢出大门 开始听到杰瑞格的叫喊声后 迅速就来了一大伙的保安 将他们给包围住 这杰瑞格可是青龙堂 四大堂主之一的亲侄子 他的话一说出来 肯定能够找来许多的手下的 一大会就来了 但他们看见张扬后 也都面露难色 因为他们也知道 只要能够进到总部的 肯定就不是好惹的 有一句话说的好 正所谓是上头打架 遭殃的都是他们 这群下面的人 如果真的有什么问题的话 恐怕门口的人 也不会让他们进来 面对着如此棘手的情况 顿时他们就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到底要不要对张扬动手 所以说杰瑞格是 四大堂主之一的侄子 他的话语权是足够强大 但是眼前的这个张扬的背景 他们并不知道 如果真的没人动了大人物的话 那恐怕就不太好 最重要要的是 这个堂主的侄子 可是出了名的嚣张跋扈 好多人都很害怕 他们不想要招惹什么麻烦 可现在到底要不要听他的呢 但无论对哪一方面动手 可能都不是他们能负担得起的 绝世保安中有几个海认出了张扬的他 他们想起来好像似乎找两天虎哥交代了 会有一个年轻人过来 恐怕说的就是张扬 虎哥 那可都是大家伙都认识的一个人物 能让他亲自来交代的 能会是什么简单人物 本来有人要动手的 就被那几个保安给拦住了 眼神示意他们 这人动不得 杰瑞格见自己发号施令之后 还没有人动手 就气得直跳脚 嘴里就破口大骂 你们都在这站着干嘛呢 平时给你们的钱都是白费的吗 赶快给我动手 哎 这个杰瑞格一直在那里跳脚 对着保安破口大骂的时候 原先站在前台的那个漂亮小姐姐 十分妖娆的走了过来 发出好听的声音 杰瑞格 你就别闹了 这这人可是上面说了 要参加会议的人 杰瑞格听后 十分不敢置信的说 艾莉 你不会脑子发烧了吧 就这么一个在街道里瞎混的人 你现在告诉我 他是要参加会议的人 你觉得我可能会相信吗 前台小姐姐十分轻松的挑了挑自己的指甲 然后嘴里也说着这话 我就跟你说到这了 你爱信不信 如果你真的惹了什么大人物 到时候保不住你的话 可就不管我的事了 毕竟我已经提醒你了 听到艾莉的话 杰瑞格瞬间就不叫海了 反而脸色变得十分严肃 思考着他话里的意思 他是知道艾莉的身份的 如果能让爱艾莉都如此的屈尊降跪的话 张扬到底是什么身份 而且能够参加会议的人 起码都是跟他舅舅那一辈身份差不多的人 可是就这么一个年轻的人 真的可能会是吗 艾莉平时可不会是管闲事的人 除非事情闹得比较大的时候 要不然他可不会出手的 今天这家伙突然出手 绝对是张扬这家伙身上 有什么值得他挖掘的东西 可就是这么一个年轻人 又怎么可能呢 等等 年轻人似乎今天参加会议 接管青龙堂的那个人 也是一个比较年轻的人 难道说是他 这么一想 杰瑞格瞬间就冷汗直流 再也不敢嚣张了 反而用十分狗腿的语气说道 对不起 对不起 我这就把路给你让开 你赶紧前往会议室吧 楼上的人都在里面等着你呢 前面的事 真的是实在是太抱歉了 杰瑞格突然一下子语气就变化了 而且神色也变得特别的快 这一番神操作 把张扬看呆了 他原以为这家伙 就是一个比较无脑的人 没想到脑子转得这么快 这情绪掌控能力确实不一巴 看来这青龙堂还是十分有趣的呢 不过昨晚倒也没有 怎么看他出手 主要还是因为他喝醉了 而且又被自己一拳给打晕了 确实也没有想到 这家伙的应变能力能有这么快 但是一开始表现的那种嚣张的样子 哼 果然这有钱 人家的孩子 而且还是魂黑的 这应变能力确实强啊 但是就是道歉了 会让自己接受吗 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张扬脸色十分骄傲的说道 单单一句道歉 就会让我接受吗 如果这世界上做错了事 只要道歉就可以的话 那还要警察干嘛呢 听到张扬的话 杰瑞格的脸色也有些变化 现在他知道 这事肯定是善了不了的 而且极有可能张扬 就是想用自己来震慑着青龙堂里面的人 看来真的就是自己给撞枪口上了 一想到接下来可能会发生的事 杰瑞格的脸色就变得更加难看了 因为他的这一番作为 极有可能会让自己的舅舅 在青龙堂里面成为众矢之地 到时候 这时不仅只有杰瑞格的脸色变化了 这时候 艾莉的脸色也变化了 他之所以要出现在这里调节两个人 就是他不想要让事情给闹大 如果现在的事情给闹大 闹大的话 可能会让楼上的那几个大人 脸色变得十分难看 到时候 恐怕惩罚的 就不仅只有杰瑞格那个傻货了 恐怕自己也善了不了 但是杰瑞格也不是傻的 祝自己内心的不满 十分有礼貌的说 你想要怎么样 我自然是让你好好的道歉啊 更重要的是 我要你请我上电梯 要特别有礼貌的 请知道吗 张阳自然也是假装十分巨傲的说道 在他后面的高天飞 看着张阳的那个样子 心里也在暗笑着 这家伙似乎有点腹黑呢 不过倒是不知道 这个要求 能不能让面前的这个杰瑞格接受呢 但是此时的他 接受与不接受 都会将事情给闹大 可以说 这就是一个两难的境地 就看他怎么选择了 杰瑞格一听张阳的话 紧攥住自己的拳头 而且脸色也变得十分的难看 然后哑声哑气的缓慢的说道 你不要太过分了 过分吗 我哪里过分了 貌似是你一直在招惹我吧 我只不过是给了你一个更好的选择 不过现在还有二十分钟 这个会议就开始了 倒是不知道 咱们两个在这里能够坚持多久 要是时间真的过去的话 我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所以 你还是好好地跟我道歉哦 想满不在意的 用渐渐的声音说道 这个声音再一次惹怒了杰瑞格 他十分想要冲上去 直接揍他两拳 但是却被人给拉住了 他回头一看 是自己的舅舅 这时他的脸色就变化了 瞬间就变得有些惊恐了 他刚才差一点就把事情给闹得更大了 杨少 与我家侄子的冒犯你的事 我在这里就跟你说一声抱歉 这家伙有些年幼无知 要是在某一些地方冒犯你的话 实属抱歉 还望你海涵 这时 张扬只看见一个长得十分儒雅俊俏 但极有气质的一个中年男人 十分有礼貌地说道 而且似乎在这个男人出现之后 那些保安就变得更加的动作整齐了 整个大厅里面的气氛 也变得更加的紧张了 显然这家伙就是一个大人物 而且极有可能是待会儿 自己上楼要面对的一个人 不得不说 这家伙来的 还真巧啊 这么一个麻烦 就被他轻轻地用几句话就解决了 还说这家伙年少无知 也不看看他家侄子长的那个样子 像是年少的样子吗 真的就是睁眼说瞎话 我要是不喊海涵呢 听到张扬的话 杰瑞格就想再次冲上去 不过还是被他家的舅舅给拉住了他的眼神 十分严厉了 示意他不要轻举妄动 自家这个侄子真的就是 没事就给自己找事 这次还给自己惹了一个这样的家伙 说好处理也好 处理说不好 处理也不好处理 总之就是一个比较棘手的玩意儿 一不小心烧塔查错 可能便会万劫不复吧 不过这就是那个 即将要接替青龙堂的人吗 倒是有两下子 可以说这样的气质 在当今诸多的年轻子弟中 还是在名列前茅的野 难怪那个老家伙会看上 不得不说 眼光还是好的 但就是好的又怎样 只要妨碍到自己的 那就都清楚了吧 所以此时的封天策 眼神也有一点点的变化了 他就在想 要是张扬真的还是要继续不给面子的话 那也别怪他心狠了 那倒不会怎么样 只不过 如果后面 你的身边发生了一些其他的事的话 那不关我的事啊 封天侧面无表情的轻声说道 你这是在威胁我吗 你觉得我会怕吗 张扬也脸上并没有一丝丝的变化 十分冷静的回应 杨绍 你的身手大家还是知道的 但是如果你肯放过一码的话 我觉得接下来的某些事情也会更好地办 你觉得呢 是吗 一听到封天策的话 张扬就在心里大骂了一句老狐狸 不过这事情已经差不多达到了自己的要求 该给的面子还是要给的 要是真的全闹僵了 对谁的面相也不好看 而且也加大了自己任务的难度 这又何必呢 那当然是真的 毕竟君子一言 四马难追 难道不是吗 哈哈哈哈 那待会儿就有劳锋大哥你了 一切便都放在你的身上吧 待会儿我可要看你好好的表现啊 一边说着一边张扬 觉得这是收尾的还可以 对于封天策 他也是早有耳闻 早在他要前往青龙堂的时候 他就已经让虎哥将青龙堂的所有资料 都给他发过来了 首当其冲 就是这个封天策 他有一个十分巨大的弱点 就是疼爱自己的侄子 可以说这个侄子就是打开他的口 果然今天成功了呢 本来他也没有想到 事情居然可以这么容易的解决 就只能说是机缘巧合 他前面就知道封天策 有一个侄子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 昨晚自己再和朋友出去一趟 还能够遇到这个家伙 然后他就干脆顺势而为 更气人的是 他居然敢调戏自家的小雪 那就干脆收拾狠一点 更让人意外的是 今天早上 他还自己给撞枪口了 成为自己的一把枪 这又能说啥呢 只能说 这家伙太倒霉了吧 三番两次落入自己的手中 这一次 恐怕能给他一个比较大的教训了 改改这好色的毛病 一个女人 让他误了自家舅舅的一大盘棋 估计不用自己收拾面前的这个封天策 也不会轻易地饶了 自己那个蠢侄子吧 张扬想着 心里就一直在暗笑 但是他的脸上并没有表现出分喉 然后张扬就直接大迈步地 朝着电梯的那个方向 并且高天飞也紧随其后 还未离开的封天策 眼神莫测地听着张扬离开的方向 紧握着自己的拳头 应该说 自从当上青龙堂的堂主以来 十几年以来 他都未存在遭受过如此的耻辱 可是今天竟让一个黄河小儿给摆了一道 这着实让他有一些气氛 现在杰瑞哥看着自家舅舅那个难看的脸色 别知道现在自己只能承认错误 这样的话 受到的罪还能少一点 不然的话 恐怕自己 舅舅 我 这个的话还没有说完 就被封天策给的甩了一个巴掌 啪的一声 顿时响彻了整个大厅 大厅里的其他人都特别惊讶地看着他们 但是封天策的助理 这时也直接开口了 保安 你们都愣在这边看干嘛 赶紧离开 该负责什么工作 就负责什么工作 下次记得长点眼 一听到上头的话 保安们也意识到 这是自己不应该围观 也赶紧大迈步地 就离开了现场要 要不然待会儿怒火迁移到他们身上的话 他们可承受不了 这封大堂主的手段 大家都是知道的 稍有不慎 可能就会落得一个五马分尸的下场 此时还剩下爱丽 冷眼旁观地看着杰瑞阁被打 但是他的神色并没有异的变化 仿佛已经细以为常一般 行了 你就回去吧 你的前台还是需要你的 封天策冷酷的声音再次响起 嗯 我知道了 这家伙 你还是好好地教训一下吧 这次是我在旁边才阻止了他 要不然的话 事情可闹得就更大了 这点眼色都没有 未免眼 爱丽一边说着 一边就离开了 她直接回到自己 负责的工作岗位上 有些唉声叹气的 扶着自己的脑袋 看着远处的杰瑞阁和封天策 封天策见人都离开后 轻声地说了一句 你回去好好地反省一下 你知不知道 因为你害我的计划都得更改 还有今晚过 我会让佳文把你 送去特训一番 一大伙人 居然连一个人都不干不掉念 是够丢脸的 而且居然还敢再次挑衅他 也是够没脑子的 也是白费了 我多年对你的培养 现在你自求多福吧 说完这句话 封天策就离开了 踏上了前往会议室的电梯 看着自家舅舅离去的背影 杰瑞阁的脸色 变得更加的灰白了 他的思绪还沉浸在自家 舅舅要把自己丢入禁区 给特训一下 一想到这里 他的脸色就更加的灰白了 这禁区不是一个好玩的地方 这地方的人都是一个疯子 一个个嗜血如狂的疯子 真的要让自己在里面 待上一段时间的话 不管怎么想 杰瑞德都觉得自己 可能缺胳膊少腿了 而这一切都是张阳害自己的 他绝对不会聊过张阳的 就算这家伙 有可能会接替青龙堂 那又怎么样 反正只要是惹了他的人 他都不会放过的 他的眼里 只显示着几个字 张阳 你死定了 此时的张阳和高天飞 也正在电梯上 在电梯里的高天飞 只是认真的 看着阳的后背 然后他还是忍不住开口说了 这样真的没事吗 这风天撤可不是好惹啊 在道上这家伙的名声 可不是太好啊 好 那又怎样 但你不得否认的一点就是 这家伙名声虽然不好 可是信誉还是是有的 今天的事闹得如此之大 难道你以为真的就楼下 那几个人知道吗 恐怕楼上早都知道了 张阳十分冷静地开口了 你的意思是 这你就别担心了 后面我自然也要让你办的事 到时候你给我把事情办好就行 张阳十分冷静地回答 对于高天飞的身份 虽说不是特别了解 但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这家伙是混过黑的 要不然也不会对青龙这篇这么熟悉 尤其是风天撤一出来之后 似乎是看到了自己背后的高天飞 然后脸色就瞬间变化 从一开始的轻视带了一丝丝的忌惮 能让一位大佬都露出忌惮的神色的话 可想而知高天飞的地位也低不到哪里 不知道这家伙的作用还能发挥到哪里 反正高天飞对自己也没有什么害处 这次带他出来 反而可以让自己整顿青龙堂的势力更加轻松 这又何乐而不为呢 一会儿十三楼就到了 果然到了十三楼 张阳就看见一会儿黑衣人正在等着自己 而且其中还有自己的老熟人虎哥 一看就是等了自己许久了 本来刚才那女人的话并没有骗自己 这十三楼倒还是真的有人啊 老大你到了 那待会儿就跟着我们前往会议室吧 楼上的其他大佬们也到了 现在就等着你了 哥一改平时的气息十分有礼貌 并且拘谨的说着 这倒是再一次刷新了张阳对这个虎哥的印象 我们走吧 张阳直接说道 然后虎哥一行人就带领着张阳左拐西拐的 然后就到达了一个看上去比较高端的 一个地方 只看见虎哥用声音识别后 然后这扇门就打开了 张阳在心里感叹一句 这金融堂不是混黑的吗 不过这总部的高科技用得到还是可以啊 居然是当今最先进的密码所 这确实有点出乎人的意料呢 不过好像也没有什么出乎预料的 能够在黑白两道通吃的一个室里 用的东西又岂会是太过平常呢 一进门 张阳就看见在这个会议室里 已经坐了好几个人 他们都虎视眈眈的盯着自己 有一个人脸色看上去 比较开心一点的 他们一看见张阳进来 每个人的脸色瞬间就变得有点难看 尤其是其中有一个刀疤脸 更是难看得要死 还对着张阳不屑地哼了一声 一进来的张阳发现 会议室里还有两个空位 其中的一个应该是他的吧 还有一个恐怕就是 刚才为自家人清理屁股的丰天彻吧 那这伙人脸色之所以变得那么难看的 恐怕是他们也没有想到 丰天彻都亲自下去了 还没有把他给收拾掉 可能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了吧 不过这群家伙未免也太小 看我张阳待会儿 就让你们好好见识一下我的能力 既然青龙堂已经隶属于我了 我自然就会好好处理这个势力 张阳慢慢地走上前去 然后坐在了自己的位置上 我一坐下 就让那个刀疤脸的脸色更加难看了 用同龄一般大的眼睛发出恶的光芒看着张阳 仿佛要将张阳给碎尸万段 更为主要的是 他似乎是想要把自己从这个位置给拉下去 还有一个人 只是一直低着头 玩着自己手上的珠子 仿佛从未看见张阳的进来 一般当作没有他的存在 让人觉得 无语的是 居然还有人用一副看好戏的眼神盯着张阳 仿佛他知道 张阳会给他带来一场比好玩的表演 正津津有味地等着张阳表演 这些人都各怀心事 但可以确定的是 这里面没有一个人是支持张阳的 如果要将这些人都信服自己的话 恐怕还是要用实力说话的 毕竟混黑的都是靠拳头打出来的 尤其是面前的这个刀疤脸那虎视眈眈的模样 看得张阳也觉得他 是十分的欠揍啊 瞬间就觉得手特别的痒 想一拳给砸过去 不过张阳自然知道现在还不是时机 等到后面他自然会好好地教训一下面前的这个人 真的是手痒痒呢 他倒是有点好奇 接下来风天吃了会做一些什么呢 是帮助自己呢 还是顺水推舟 让面前的这几个老油条收拾自己一顿呢 想着想着 张阳的嘴角轻轻扬起 张阳可不是一个会亏待自己的人 想笑自然还是笑的 反正面前的这几个人暂时也管不了自己的笑 不过他这一笑 倒是将会议室里的人都将眼神投向了他 此时的张阳也感应到了面前这个刀疤脸压抑的怒气 他就觉得 这家伙好像是个比较好对付的 瞧瞧这易怒的脾气 往往这样的人 只要单靠拳头就行了 大脑用的并不多 看来这青龙堂倒是没有自己想的那么复杂呢 早在一进门 张阳就把这里面的人都大概的观察了一下 本来这些人的资料他也是有的 只不过资料上的信息 还是要与现实结合一下而已 不过这下那个刀疤脸可不忍了 直接动手就拍了一下桌子 然后发出十分粗犷的声音 小白脸 你笑什么呢 这个刀疤脸平时最恨的 就是像张阳这种比较帅气的男人的笑 显然今天张阳就是犯了他的忌讳 这让他十分的想发脾气 只要他发脾气的时候 他可不管这是什么场合 所以 这也是他在青龙堂里面树敌比较多的原因 可以说在座的人都是比较了解他的 一看到到刀疤脸 已经直接将矛头指向了张阳 然后所有人都一副看好戏的眼神看着着 但没有一个人说一句话 他们就想看一下 张阳到底要怎么样应对眼前的情况呢 就在张阳与这几个人对峙的时候 风天彻一行人突然就进入了会议室 哎呦 老田这是怎么了 怎么我姨不在 这气氛就这么的热闹 风天彻一边迈着自己的步子 一边说道 这个所谓的老田应该就是这个站起来贱奴巴张的刀疤脸吧 这个外号倒是挺配这张脸的嘛 但是似乎这个刀疤脸在听到这个称呼的时候 好像脸更臭了 听到风天彻的话 这个刀疤脸并没有怎么回话 只是气冲冲的又坐下去了 发出一声比较大的响声 只要是人就能够看出这个老田脸上的不满 但又活生生的给压回去了 瞬间整个会议室的气氛又回到那种比较尴尬的感觉 这时张阳也更加认识到了这个风天彻在青龙堂里面的地位 好像刚才那他下的套也不是说没有什么作用 这不 这威望就可以使用了 别我一进来这会议室 瞬间就气氛就变了 刚才你们在谈什么 现在接着谈啊 也不用在意我的 风天彻一边拉开椅子 一边坐下 一边还说着话 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个新人物 想必他刚才进来的时候 大家也应该认识吧 他是张阳 是接地我们青龙堂老大地位的人 风天彻十分冷静地说道 就这么一个矛头小子 就能够管理我们吗 这位民也太有点出格了吧 长得看上去十分精明的 并且还长着落腮胡子的一个老头 一边玩着自己手上上的佛珠 然后就开口了 杰老 你这话就不对了 难道你还不相信大哥的眼光吗 风天彻顿了顿 接着说道 这可是打败了骆嘉义的人 风天彻的话一出来后 在座的所有人都用比较惊讶的眼神看着张阳 他们没有想到 本应该跟他们同仇敌忾的风天彻 居然帮着张阳说话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 眼前这个矛头小子 居然还打败了骆嘉义 骆嘉义可是青龙堂众多长老 共同培养出来的一个接班人 其武术造诣尤为精深 可以说在座的人都不是他的对手 而如今 他们居然听到他们的清传弟子 居然败在了这么一个黄毛小子手上 这未免也太不可思议了 风天彻 你这话未免也太夸大气词了 你觉得我们会相信吗 这时到刀疤脸直接发出了如破布一般的粗嘎的声音 直接反驳道 而且在这刀疤脸如此直接的反驳后 在座的其他人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 仿佛都在等着风天彻的回应 更为重要的是 张阳还发现 似乎在座的这些人都特别习惯刀疤脸那种直接就反驳的性格 好像刀疤脸这样 直接吓人面子的行为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他们都已经司空见惯了 张阳在风天彻进入会议室之后 一句话也没有说 反而都让风天彻说着 他还要再观察一下会议室里的人具体的性格 以及相应的思维模式 正所谓知彼知己 方能百战不殆 在楼下与风天彻碰面的时候 他就感觉到 风天彻应该是站在自己这边的人 要不然的话 在楼下他也不会那么快就让自己 要不然按照这种性格 如此强势的人在楼下 就应该可能直接出手活剥了自己 毕竟这里是青龙堂的总部 就算他们真的在这里把自己给宰了 那些警察肯定也是查不到的 不过这家伙竟然没有动手 恐怕现在已经程度上 还是像在自己这边的 既然如此接下来会议室 这些人就交给他处理吧 等时机到了 自己再出手也不迟 老天 你觉得我有必要说谎吗 风天彻低沉舒缓的声音 再一次响彻了这个会议室 听到风天彻的声音 张阳也不由地感叹 这家伙的声音 听起来还真是不错 如果去做声忧的话 恐怕也会成为一方大佬吧 听到风天彻的话 这使老天的脸色 变得更加的难看了 本来他就因为脸上的那道刀疤 就显得极为的严肃 这一下反而就变得更加的恐怖了 可以看出 他是极为不服气 张扬这么一个黄口小儿 来接替自己老大的位置 但是他还是忍不住的开口了 就这样 那又如何 可是这家伙的背景 就是一个普通的工薪阶级 即使他拥有如此强大的武功 但那又怎么样 他并没有其他什么成就 能够让我们信服他的吧 毕竟这金龙堂 又不是单靠武力职就能够控制的 还需要有智谋 以及强大的资产支撑的背景 要不然的话 谁会同让 就这么一个普通人 接替青龙堂 一听见老田反驳的话 他的身边 也再一次发出了反驳的声音 这时张扬敲了敲桌子 发出了清脆的当当声 那就将会议室里的人的目光 都投向了他 仿佛觉得这个小伙子 应该是要强出头 只不过倒不知道他会怎么样出这个头 无论怎么样 他们都是无法信服他的 毕竟张扬实在是看上去太年轻了 才只有21岁一个 就小小21岁的人 又如何能够担当老大这个位置 他们严重怀疑 自家原来老大的眼光 怀疑自家老大 是不是老眼昏花了 但是这些话 他们只能够在心里想想 说出来是肯定不可能的 明面上自然不能得罪自家老大 就自家老大那个很辣的性格 跟随他多年的他们肯定都是知道的 他们可不知道 这个年轻小伙 是不是自家老大拿来试探他们的 防止他们在他有事情之后产生一些 进而顺势铲除异己 要是真的只是一个试探的话 一旦他们表现得不好 肯定都会被咔咔给收拾的 为了保险起见 所以会议室还有一些人 一直都不说话 只是静观着形势 他们这个年轻小伙 还是有一把刷子的 居然能将他们这里最难处理的 钉子护锋天彻给收了 要是让他们对张阳有了一丝刮目相看的感觉 但即使就是这么一点 还难以支撑他们接受他 你怎么就觉得我没有能力接受青龙堂呢 没准我还真的有这个实力呢 张阳淡淡的说道 张阳的话让老田的脸色又变化了 这时他突然发出震天的一阵笑声 仿佛在嘲笑张阳的不自量力 他真是笑死我了 这黄头小儿 这是在说什么 就他这样 还能够有足够的能力接受我们青龙堂 你们觉得可能吗 这简直就是一个天大的笑话 这又有何不可 据我所知 青龙堂近两年来 是处于黑白两道通吃的一个地位 但往往全市越大 招人嫉妒的地方就越多 特别是最近青龙堂 从欧洲那边的石油合作 就不是很顺利了吧 恐怕青龙堂内部一些巨大机器操作公司 最近也遇到了一些麻烦 这些麻烦 似乎田老你并没有能够很好地解决呢 张阳一边敲着桌子 一边淡淡地说道 但他所说的这些语句 却刺进了每一个人的心中 老田听着的话也是脸色又变了变 但他还是硬着头皮说 又怎么样 凭借我们金龙堂强大的势力 肯定很快就恢复了 这只不过是一个小波兰罢了 但是事实上 却并没有老田自己说的那么轻松 他本来就是处理这方面的负责人 事情的严重程度 他大概也是知道的 他只是不知道 为什么这些事件 张扬一个外来人能够这么清楚 难道说 自己那边内部出现了什么叛徒 看来自己那边的人事实后 也要好好地给整顿一下 这样随意泄露信息的话 后面肯定是不好处理的 而且自己今天 居然还让这么一个小孩给打了脸 简直就是不可饶恕 现在老田心里就一句话 要将自己那边内部的人 都给好好地清理一下 如此机密的信息都能够传出 要是之后 真的有人要杀自己的话 岂不就是 就是轻而易举了吗 这种事情 老田绝对不会让他发生的 根据我所知道的 这是可没有老田你说的这么好处理呢 似乎这段时间已经让青龙堂遭到了比较严重的打击 难道不是吗 黄头小二 难道说 你有办法解决这件事吗 方法自然是有的 只不过 我为什么要帮你解决呢 貌似你们一伙人 也并不希望我成为你们的老大 既然我不是你们的老大 那么我自然就没有义务 要为你们擦屁股 张扬依旧将自己的思绪 放在敲桌子上 仿佛刚才的那些话 都不是他说的一般 听到张扬话的老田脸色自然是变了又变 对于这些事 他是再清楚不过的 可是现在 这些危害以及发生 都让张扬给轻描淡写的 用几句话给说出来了 这难免让他有一点丢脸 明明是自己一开始就反驳这个人的 可是现在居然却被他抓到了痛脚 一下子就将老田推到了两难的境地 市里的其他人 看着这个年轻人不断的爆出猛料 他们也开始瞬间就改观了对张扬的看法 他们知道张扬并不是像他表面表现的那么无害 真那么无害的话 也不会这么快就抓住了老田的痛脚 而且还收服了风天撤 让风天撤帮他说话更为重要的 居然连脾气如此暴躁的田老 都能够让他用区区的几句话 就给堵了回去 风天撤看着这些面面相去的老家伙们 也不禁在心里暗笑 哼 就你们还想打张扬的主意 就连我都在他身上栽了跟头 更何况你们 你们就栽的比我更狠一点吧 最好让这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一些 直接就把你们给压死 当然 对于张扬的气势微长 风天撤也在犹豫 自己倒到底 还要不要帮张扬 前面帮他说的那几句话 就已经还了 他刚才在楼下给自己几分面子的人情伤 可一旦真的倒戈到他这边阵营的话 那就意味着 青龙唐老大的位置 就是要与自己交织失臂的 这难免又让风天有一点点的无奈 他显然并不想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如果不倒在张扬这边阵营的话 张天撤自然也发现了 但压根就不是一个好惹的人物 就算是他现在年纪上轻 但就凭他现在的表现 在一中富家子弟中也能够派到脚脚之上 这是一个前途无限的年轻子弟 如果他还没有看错的话 现在的张扬并没有将自己的底牌全部的亮出来 这还真是一个比较两难的选择啊 张先生 有时候话不要说的太满 就单凭你说几句话 你觉得我们就要幸福你吗 要真的这样的话 恐怕凭借着嘴上功夫的话 青龙堂都能够是世界排名的力量呢 而不是单单去蹲在中海市这么一个小小的地方 陈轩 那个一直玩着佛珠的 没有说话的那个人居然开口了 而且一针见血的就说出了张扬的口误 我既然能把这话说出来 既然自然是有依仗的 不知道中海市影市城 以及欧洲最大的石油公司 能不能够作为我的依仗呢 张扬更是直接开口了 他也不想拐弯抹角了 你说什么 难道你就是巴鲁克 他们要找的那个神秘股东 一听到张扬的话 原先那个闻着佛珠比较淡然的男子 这下脸色也变了 他也是暗中得到小道消息 说是巴鲁克正在寻找石油公司 突然冒出来了一个股东 但是没有想到这股东居然出现在了青龙堂这里 他并不是没有怀疑张扬的话的 但是这个小道消息是特别的隐秘的 如果不是当事人 那也是一方的大佬 才能够得到这个消息的 而张扬 只不过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年轻人 如今这家伙居然能够知道这么一个消息 那么这个年轻人一定就是一个不简单的 要么他就是那个股东 要么就是一方的大佬 但不认识哪一方面 都说明这家伙不能够招惹 然后该男子的眼睛就变化了几下 开口道 我倒是有眼不识泰山 不知张先生在哪高就 这个你就不需要知道了 你们只要知道我耐够给青龙堂带来利润就可以 而且 你们应该也要相信自己老大的眼光吧 能够带领你们创造如此大势力的人 眼光又能够差到哪里去呢 张扬挑了挑眉 眼睛直视着这个想要简陋的男人说着 呵呵 该男子冷笑了一下 但是这个男子接下来却什么都没有说 仿佛在沉默中已经认同了张扬的说法 只要张扬一声令下的话 他自然就会帮助他 不知道你们其他人还有什么意义吗 如果我没有意义的话 那么金融堂就由我接手了 张扬再一次扣了扣桌子 然后说道 这时会议室里的老家伙们都面面相去 什么话也没有说 风天彻也在心里暗庆幸 还好自己刚才没有明面上直接对着张扬 否则的话 恐怕自己的面子会落得更惨 现在两大堂主的面子都让张扬给落下了 而且还让他们都无力回击 这倒还真的是有点出乎意料 不过倒也没有让他觉得特别的惊讶 毕竟在楼下的时候 他就已经会面张扬了 对这家伙的性格还是有一点了解的 一看都是一个比较人不犯他 他必不动手的人 人若犯他 必杀之的性格